我把日常技能干成了神通 第一章 我来养家 大盐王朝 青州城内 一座普通的宅院里 所以 再没有抓到那邪修之前 魏大叔可能暂时还无法脱罪 听到关于二叔的消息 魏意心下一沉 目光凝重地看向身旁 那面容憔悴 满脸悲伤的神神 还有那翘脸上梨花带雨的妹妹 很是心疼 虽然她穿越来到 这个世界末几天 刚刚才融合这具身体原本的记忆 接受自己穿越的事实 但这一刻 园主的情感 却完全占据了主岛 让她一时间 竟分不清哪个世界的记忆 才是真正的自己 根据园主的记忆 她乃是二叔二神养大的 叔叔沈沈 待她如亲儿子一样 唐妹更是从小就崇拜她这个博学多才的哥哥 一家人原本的生活 简单而幸福 虽然条件不算富裕 但温馨和睦 一起奋斗 一起憧憬着未来 盼望着二叔魏铁山 能够成为九瓶铁匠 成为住建司登记在策的住建师 从此改变命运 获得高贵的身份 获得经营 售卖保健的资格 也盼望着魏意能够学业有成 有朝一日高中状元 入朝未观 然而一切的美好 都在数日前破灭了 魏意院士落榜 急火攻心之下病倒了 最终更是一命呜呼 所以从蓝星穿越而来的魏意才 取而代之 然而 乌漏偏逢连夜雨 家里的顶梁珠魏铁山 也出事了 她外出办事 回来的途中 突然发狂 仿佛被邪魔附体一样 竟当街杀死了保兴行老板的儿子 最后被牙役捉拿归案 关进了大牢 整个家的天 也一下子塌了下来 但因为这起案件非常诡异 魏铁山被抓捕时 双眼血红 身上也笼罩着诡异的红色光芒 县衙怀疑 她可能是被邪魔附体 所以 特意请来了云天宗的道士 过来协助调查和处理这个案件 这个世界 常有妖魔鬼怪祸乱人间 所以 道门与官府之间多有合作 凡涉及到妖魔斜碎的案件时 衙门都会请到门过来 协助调查和处理这些诡异的案件 而这次云天宗派来的道士 便是此时站在他们面前的二人 这两名道士 身着青色云纹道袍 书着道计 身背长剑 一身装束 颇有超凡脱俗的仙家风范 而且巧的是 这二人中未首之人 还是他们曾经的同乡 也是卫义而识的玩伴 孙灵 也正因如此 孙灵才会特意过来 将案情最新的调查结果 告知卫义和他神神 卫大神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不管怎么说 卫大叔的性命 肯定是能保住的 只要人活着 就还有机会 孙灵满脸同情地 看着卫薛士说道 这次的案件 经过他们协助调查 已经可以确定 卫铁山身上 被协修下了符咒指人 所以他当街发狂杀人 大概率是被指人操控的 只可惜 目前虽然证明了 这件事 有协修参与 但无法证明 卫铁山与协修 并非同伙 而且要命的是 卫铁山与那被杀之人 的确曾经有一点小小的过节 虽然事件起因 只是那公子歌耍九风 不分青红皂白的当众 打了卫铁山 而且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卫铁山也并没有想过要报复 但有这个因素 在里面 卫铁山就没办法自证清白 无罪开脱 更何况 纳宝新行老板家世显赫 乃是当地 有名的富商豪生 此人就这么一个儿子 结果被人杀了 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就算卫铁山可能是无辜的 但他盛怒之下 也是想要卫铁山给 自己儿子陪葬的 所以在他多番施压下 县衙那边 就更不可能将卫铁山 无罪释放 除非真的能够找到 背后的邪修 并让其证明 卫铁山并非从犯 可是任谁都知道 这有多难 所以 得知了这个结果的 卫薛氏 内心才会如此绝望 如此难过 他们原本以为 事情查清楚了 卫铁山就能回来了 然而没想到 事情远没有 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卫大婶 你放心 这次的案子还末结束 我们一定会继续追查 那邪修 一定会将他捉到的 到时候就能证明 卫大叔的确并非从犯 而是同位受害者 这样就能害他清白了 孙灵继续安慰着 只可惜 他心里也清楚 要抓到那邪修 何其之难 就算找到了对方 能否活着 将其捉拿 也是未知 更别说 让其替卫铁山 证明清白了 所以 摊上这种事 未铁山最好的结果 就是流放充俊 想要无罪释放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谢谢你孙道长 这次多亏你们了 你的大恩大德 我为家无以回报 请受妾身一拜 说着 为薛氏便要跪地扣陷 但却被孙灵拉住了 为大婶言重了 你我本就是同乡邻里 更何况 我也只是举手之劳 不足挂齿 孙灵说话间 目光又看向了旁边的卫铁 语重心长地说道 阿易 你要照顾好位大婶 以后这个家就要靠你了 孙灵看着 那曾经面如关玉 俊逸如雅 如今却面色苍白 满脸病态的卫铁 内心当真是感慨良多 她与卫铁从小一起长大 小时候的卫铁 是那般的明媚耀眼 她不仅长地好看 同乡的女孩都喜欢她 而且聪明伶俐 还喜欢读书 很多长辈都说她长大后 肯定能当大官 简直是让人羡慕的 别人家的孩子 然而时过境迁 他们两人的命运 却已截然不同 自己拥有灵根 天姿卓越 被云天宗收为弟子 如今已经成为宗主的 清传弟子之一 地位超然 未来更是有望追寻 那长生大道 超然物外 而魏铁 终究只能是一介凡人 寒窗苦读了十余年 却连秀才都没有考上 前路未知 更是体弱多病 一个风寒 就差点要了她的命 真不知道在相见时 还能否再见 如今 家里又发生这样的变故 当真是命运无常 让人唏嘘 嗯 自然 我会 撑起这个家的 阿玲 不 孙道长 这次多谢了 那邪修的事情 也劳您多多费心 大恩无以回报 魏意躬身作医 感激地说道 放心吧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等我的好消息 魏大婶 我们还有要事 就先告辞了 如果有新的进展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孙玲再次看向魏薛氏 微微抱拳 他身旁的师弟 也拱了拱手 二人便在魏薛氏 恭送的目光下 走出了院门 看着孙玲和他师弟 离去的背影 魏意内心 也不禁生起 浓浓的羡慕 他何尝不希望自己 也能如孙玲一样 败入道门 修仙长生 获得非凡的力量 毕竟作为一介凡人 就算考取功名 入朝未官 终究也不过凡人之躯 逃不过生老病死 更何况 这个世界妖魔横行 凡人之躯 终究如同蝼蚁一样脆弱 随时可能死在未知的灾祸之中 就如当年乡里出现大妖肆虐 挥手之间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凡人在那妖怪面前 脆弱的仿佛地上的蚂蚁 也正是那场灾难 孙玲父母惨死 云天宗长老前来降妖时 发现了孙玲拥有灵根 便将他带回了云天宗 而自己则是跟着二叔二婶 背井离乡 来到了青州城谋生 好在二叔是个铁匠 而且手艺非常不错 后来在青州城开了这家铁匠铺 打造一些铁器售卖 因为手艺好 逐渐积攒下了不错的口碑和人脉 最近几年 更是与城里的万剑阁建立合作关系 接他们的订单 帮忙锻造普通的宝剑 也赚了不少钱 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一个月前 二叔也终于攒够了钱 将这铁匠铺所在的院子买了下来 虽然算不上什么豪宅 但终究是有了一个属于他们的家 然而没想到 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二叔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娘 爹爹还能放出来吗 我好害怕 我好想爹爹 魏晴搂着母亲的手臂 伤心无措地啜泣着 她也不过二八年华 虽然这个世界的女孩 十五六岁就要谈婚论嫁了 但骨子里终究还是个柔弱的少女 哪里承受得住这样的变故 不会有事的 你爹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一定会的 魏薛士看似在安慰着魏晴 其实也是在安慰着自己 事已至此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段时间该花的钱他都花了 该想的办法他都想了 能求助的人脉也都求了 可他毕竟只是一介平民女子 哪里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眼下也是无比的绝望 魏大嫂 魏大嫂 两位倒是才刚走 门口便又快步走进来 两位中年男子 卫手的男子面容和善 一边招呼着 一边加快脚步 但跟在他身后的男子 却是冷着脸 满脸的韵色 魏大嫂 魏兄那边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那面容和善的男子问道 此人乃是万剑阁的一位管事 名为张兴夜 人很和善 与魏铁山关系也很不错 以前经常到家里来做客 与他同行的人名魏王首营 同样也是万剑阁的管事 听到张兴夜的问话 魏薛士满脸歉疚的沉默了 其实他知道这两人过来是干什么的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 看到魏薛士的神情 还有那眼角挂着泪痕的魏晴 张兴夜面色一沉 已然知道了答案 那王首营更是面色冰冷 没好气地说道 我说什么来着 这位铁山根本就出不来了 魏夫人 你也别怪我们冷血无情 魏铁山如今入狱 不知道何时才能出狱 当初承诺 我们的那两百饼宝剑 肯定是要泡汤了 当初魏铁山找我们借钱时 白纸黑字也都写得清清楚楚 如今这宝剑是没戏了 你赶紧想办法 把钱还给我们 我们也不想为难 你这孤儿寡母的 献你们时间时间 把钱还了 不然别怪我们 到时候不讲情面 第二章 干地系统 张管事 王管事 真的对不起 钱我们 一定会想办法还的 请你们再宽限一下 我们就算卖房子 也会还你们的 但卖房子也需要时间 你们看在铁山的面子上 能不能多给我们些时日 魏削是满脸无助地哀求道 他们家刚刚买了这院子 手里基本没什么闲钱了 这阶段魏一病倒 看病吃要花钱 魏铁山入狱 他到处找人送礼托关系 打点牙医 已经将家里彻底掏空了 根本拿不出闲钱还给他们 除非将这院子重新卖掉 我们也急着用钱 最多半个月的时间 那王守盈目光咄咄逼人的 看着魏削是说道 一旁的张兴叶也默认了他的话 听到王守盈的话 原本沉默的魏一 上前一步 拱手说道 不好意思 二位管事 根据之前的契约 我们每个月最少打造20宾宝剑 总共8个月完成即可 如果连续两个月没有按照约定完成 才算违约 必须将欠款一次付清 上个月 我二叔已经帮你们打造了30宾宝剑 这个月 也才刚刚过去几天的时间 你们是不是太心急了 关于魏铁山跟他们借钱这件事 魏一再清楚不过了 因为当时那契约就是他帮忙写的 而且 他们借钱给魏铁山 也是因为有利可图 魏铁山向他们二人 总共借了200两银子 却要用200饼建来抵债 要知道 按照之前给万剑阁供应宝剑的价格 这200饼宝剑至少价值300两银子 而且 二叔打造的宝剑品质上成 如果拿到市面上卖 一柄宝剑轻轻松松 就能卖到四五两银子 若是挂上万剑阁的招牌 至少能卖到十两银子 所以 这其中的转头非常大 这才是两人借钱给魏铁山的原因 要知道 在大阎王朝 配件乃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风靡全国 就如同前世男人的名表 女人的名牌包一样 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所以 无论习武之人还是文人默客 亦或商骨官员都会佩戴宝剑 一方面是彰显身份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身 毕竟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除了有非贼山匪 还有妖魔邪祟 习武 修道之人也是非常的多 加上青州城靠近边关 更是锦铃玄藏山 那里可是机缘与危险并存的地方 更是隐藏诸多上古遗迹 经常有冒险者进入玄藏山狩猎 寻宝 所以也就促使了青州城刀剑兵刃行业的火爆 这也是魏铁山能够在青州府城买房的原因 没有魏铁山 你们如何按照约定完成 王守英的气势稍稍弱了下来 因为魏宜说的是事实 他也想起了当时的窃约乃是这魏宜帮忙撰写的 很清楚其中的细则 想要唬住他们显然是不可能了 这个我们自然有办法 魏宜目光坚定地说道 契约是你写的 你应该也知道 按照约定 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品质的剑都可以的 必须符合万剑阁验剑的标准才行 那王守英又说道 但刚刚那咄咄逼人的气势 已经荡然无存了 当然 二位管事 何尝不多一些耐心呢 如果能够按照之前的约定拿到宝剑 对于你们 岂不是更好 这两百饼剑 你们至少能赚到一百两银子 八个月的时间赚到一百两 这机会可不多 魏宜又说道 他知道 比起银两 王守英其实更想要的是宝剑 毕竟他们 也想赚钱 我们的确是 想要宝剑 但是没有卫铁山 你们这铁匠扑克 还有谁能有他那般记忆 王守英又说道 我 魏宜的话 让王守英和张兴叶 有些诧异 当然同样诧异的 还有魏薛氏和魏勤母女 他们很了解魏宜 他是个连锤子 都拿不动的文弱书生 而且特别害怕 那烧红的铁料 以前都是避而远之 更别说让他上前去挥锤打铁了 但他们也猜到了 魏宜估计是缓兵之计 所以脸上不动声色 静观其变 你 你一个文弱书生会打铁 王守英上下打量着魏宜 显然不相信他的话 你们也知道 我是魏家唯一的男丁 二叔带我也如亲生儿子一般 他的手艺自然也都传授给我了 我虽然不愿意跟铁器打交道 但这锻造宝剑的核心技术我都知道 我的力量虽然不如二叔 但我们铁匠铺还有其他铁匠 我来把控技术指导他们自然是没问题的 二位管事何不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 反正窃约的期限还没到呢 魏宜目光坚定满脸自信地说道 园主的确不喜欢打铁 但毕竟自己二叔就是铁匠 整天耳濡目染 也从二叔那里掌握了不少理论知识 最主要的是 魏宜前世的大学专业就是金属材料工程 就是跟钢铁打交道的 也清楚金属的热处理工艺 尽管他大学还没有毕业 就并是穿越而来 但他相信只要自己好好研究 实操一下 或许也能打造出 二叔那种品质的保健 就算自己失败了 这段时间也可以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总之眼下要先将这两人打发走 让自己拥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办法 听到魏宜的话 王守盈眉头紧锁 与张兴叶对视了一眼 张兴叶忽然挤出一丝笑容 开口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等一等吧 如果贤侄真的能够锻造出 符合我们要求的保健 自然是皆大欢喜 王守盈眉头紧锁 看了看魏宜 他也知道按照契约 他们现在的确没办法要回银梁 只能等等看了 希望你不是说大话 王守盈冷声说道 旋即转身向着院外走去 张兴叶也微微作一 然后跟着王守盈离开了 亦儿 幸亏有你 不然沈沈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他们 不过你放心 沈沈会尽快想办法筹钱的 实在不行 就将这院子卖了吧 魏薛师不舍地看了看四周 看着那屋舍 看着那铁匠炉 和打铁的草席凉棚 平时听着那里叮叮当当 还觉得吵闹 如今却是冷清的 让人感觉心慌 这里是他们好不容易才买下的家 真的舍不得将它重新卖掉 本以为终于有个可以安身的地方了 莫想到又要继续漂泊了 沈沈 我刚刚并非是空骗他们 我是真的打算试一试 魏义一脸认真的说道 亦儿 你这手是用来提笔写字的 又不是钱粗活的 这打铁你做不来 也不该你做 你的任务是好好读书 他日功成名就 沈沈和你二叔死也瞑目了 魏薛师表情严肃地说道 他是真的舍不得魏义 去干那打铁的粗活 也不希望魏义跟魏铁山一样 当个铁匠 是啊 书业有专攻 你是书生 又不是铁匠 而且 你刚刚大病出狱 身体还没养好 不能再出大脸 我们再想办法 你那么聪明 一定会想到其他办法的 魏秦自己脸上那悲伤的泪水还没钱 却是关心起了魏义的身体安危 魏义也知道 妹妹和沈沈 并非在说漂亮话 他们平日就很疼爱 甚至是溺爱自己 将什么好的都给自己 也从来不舍得 让自己钱粗活累活 沈沈 秦二 我也是魏家男人 二叔如今出了事 我必须要扛起这个家 相信我 没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 读书可以 打铁同样也可以 我们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的 沈沈 房子先不着急卖 魏义斩钉截铁地说着 玄机不再多言 静止朝着铁匠炉走去 然后对着 那正坐在铁匠炉旁 叼着树枝 百无聊赖的男孩说道 石头 点燃炉火 开始烧料 铁匠铺原本有好几个伙计的 但基本上都是给二叔打下手的 或者负责一些低端铁器的锻造工作 但二叔出事后 家里变得乱糟糟的 神神又不懂铁匠铺的事情 而且家里的钱都拿去打点牙医 也墨钱给他们 就将他们暂时遣散了 而石头 乃是二叔从外捡回来的锅 虽然这孩子一根筋 还有点呆头呆脑的 但却很痴迷打铁 也很听话 所以 二叔就收他当了徒弟 毕竟在二叔看来 他的手艺 自己这个侄儿不能继承 总是要有个人继承下去的 好 听到卫义的话 那石头顿时来了兴致 开始点燃炉火烧料 他虽然年纪不大 但很有力气 那风箱被他拉得呼呼作响 将炉火鼓吹得极为旺盛 不多时 就将铁料烧好了 卫义穿上护裙 擀起袖子 戴上手套 拿起铁夹 从铁匠炉里 取出了一块铁料 放在了铁针之上 右手握住锤子 的确有些重 但也并不是真的提不起 好歹也是个大男人 这点力气还是有的 卫义抡起锤子 狠狠砸下 当 伴随着铁料火星四箭 卫义眼前也突然 蹦出了一个数字 怎么回事 卫义眨了眨眼 还以为是那四箭的火星 让自己眼花了 他又抡起锤子 再次重重砸下 伴随着当的一声 他眼前又蹦出了一个数字 这一次 卫义确定 自己没有眼花 他心中惊讶 但也生出一丝期待 当即也不啰嗦 立刻又抡起锤子 接连锤打铁料 当 当 当 伴随着那铁锤 不断砸在红铁之上 落在卫义眼中的 除了那四射的火花 还有那不断蹦出的数字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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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字 到底是什么 卫义心中好奇 但就在这时 他脑海里 也突然涌入了许多信息 与此同时 眼前更是浮现了一个半透明的进度条 上面几个流经大字 甘地系统激活成功 第三章 甘德云开剑月明 看到卫义真的开始挥锤打铁 为薛氏和卫青母女对视了一眼 皆是满脸惊讶 但惊讶过后 内心却是有些感动 他们没想到 为了这个家 卫义真的义无反顾地 去做了他最讨厌的事情 尽管他们不知道 卫义是否真的能够掌握打铁的技能 但他的那般文弱的身影 儒雅的气质 清秀白皙的面庞 还有那双比女子还要纤细柔软的手 怎么看 都与周围打铁的环境 显得格格不入 他站在那里挥锤打铁 就会给人一种被生活所迫的心酸感 简直让魏薛氏和卫青母性泛滥 心疼不已 义儿真的长大了 魏薛氏眼睛有些红吗 虽然心疼魏义 但也没有去阻止他的选择 因为他了解魏义的脾气 一旦做出决定 那旁人是根本无法劝说的 除非他自己放弃 但以他的倔脾气 在他的字典里 似乎就没有放弃这个词 真的是难为哥哥了 魏青也很是心疼魏义 他知道魏义以前是多么讨厌 跟那些铁疙瘩打交道 更是害怕那烧红的铁料 然而如今魏了这个家 他连最讨厌 最畏惧的事情都能做 看着魏义那倔强不屈的身影 魏青也很受鼓舞 感觉就如父亲所说 人要勇敢地面对生命中的不幸 再苦再难 只要一个人勇敢面对 终究会守得云开见月明 如今有哥哥在 这个家的天也不会塌下来 或许再过几日 父亲也会平安归来 一切都会重新变好的 当当当 魏意一锤接着一锤地锤打着铁块 脑海中的信息也迅速地融合消化 成为了记忆的一部分 这些信息并不复杂 是关于干地系统的功能介绍 这干地系统乃是通过提升熟练度 来将各种日常技能 干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不仅如此 甚至还可以将这些技能 直接干成顶级的武学和神通 这就很变态了 比如打铁技能 只要自己不断地干经验 不但可以提升自己的打铁技术 还能将其变成武学和神通 一瞬间魏意感觉笼罩在心头的阴霾 瞬间散开了 明媚的阳光照进了内心 照亮了自己的未来 大有一种柳暗花明 忽然开朗之感 有了这干地系统 自己还用担心锻造不出高品质的宝剑吗 甚至未来自己完全可以成为 身份高贵的大师级的祝剑师 那时候别说养家了 就是想要救出二叔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大延王朝 能够被祝剑师登记在册的铁匠 便被称为祝剑师 继而获得非常高的社会地位 尤其是顶尖的祝剑大师 目前大延王朝祝剑师登记在册的祝剑师 共分为五个等级 从低到高分别是 九品祝剑师 七品祝剑师 五品祝剑师 三品祝剑师 一品祝剑师 其中一品祝剑师 也被称为祝剑大师 祝剑师所打造出的宝剑 也可以获得王朱印的标识 这是朝廷赐予的官方认证印记 可以说 只要宝剑上拥有了这个印记 那宝剑的身价瞬间暴增 就仿佛同样一个皮包 印上了驴牌的logo 那价值就不一样了 而九品祝剑师打造的宝剑 就是一珠宝剑 七品祝剑师打造的宝剑 为三珠宝剑 而后世五珠宝剑 七珠宝剑 九珠宝剑 未一二叔 就一直在努力成为九品祝剑师 因为一旦成为九品祝剑师 那就是智的飞跃 身份和地位 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说是麻雀变凤凰 也相差不多了 其中差距 就如同位翼前世的工人 和工程师的区别 而且 成为祝剑师登记在册的 九品祝剑师之后 就可以获得 经营售卖保健的权利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权利 比如之前 卫铁山只能帮助万剑阁打造保健 人家转手就能翻几倍的价格出售 就因为人家拥有销售的资格 而卫铁山没有 所以如果自己能够住剑 又能售卖 那能够赚到的利润 绝对翻上好几倍 而且 没有王朱印的保健 最多卖个十几两银子 但是一珠保健 轻轻松松就能卖到四五十两银子 三珠保健基本都是二百两银子起步 五珠保健那都是价值五六百两 甚至是上千两银子 一柄保健差不多相当于一座豪宅的价值了 而七珠保健那就更不用说了 甚至花钱都买不到 那都是王公贵族的配件 至于九珠保健又称作上方保健 只有皇帝能够佩戴 当然 如果不印上王朱印的话 单纯追求保健的品质 非帝王之人 还是有机会拥有的 在大延王朝 目前已知的一品祝健大师 只有两人 无不是地位超然 高高在上的存在 第一位是皇家御用的祝健大师 同时也是司天坚的监政 第二位 乃是大延王朝第一宗门 云天宗的宗主 所以 只要有了这干地系统 为意有信心 把自己也干成一品祝健大师 而且 这系统可是能将这技能干成五学神通 那就意味着 自己或许还能有机会窥探修行之道 获得超凡的力量 甚至是问到长生 成为超凡脱俗的世外高人 不就是干经验吗 这个我最擅长了 卫一心中激动不已 有了这系统 自己要干得云开见月明 干出朗朗乾坤 干成一方大地 这么想着 卫一嘴角不禁浮现了一抹笑意 手里的锤子也越发的迅猛 砸得那铁料火星四溅 看到卫一的神情 卫薛士和卫琴更加诧异 莫想到卫一竟然笑了 而且笑得那样开心 难道他突然喜欢上了打铁 或许是心情好的原因 卫一感觉身体也充满了力量 越打越起劲了 尽管挥舞着锤子手臂有些酸了 手掌有些震妈了 但他觉得自己还能坚持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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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那不停蹦出的熟练度 卫一就感觉仿佛看到账户余额不断增加那般开心 但打了好一阵的铁 卫一中就还是有些筋疲力尽了 手掌和手腕也已经抹了 快没知觉了 毕竟这具身体的条件的确差了一点 更是大病出癒 体魄还没有完全恢复 持久力着实差了一点 唉 不行了 得休息一下 卫一放下锤子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单经验也得考虑心脏受不受得了 所以准备到一旁的竹椅上休息片刻 但是当卫一脱下手套时 才忽然察觉到手掌火辣辣的痛 仔细一看 手掌已经磨出了水泡 戴着手套都磨出了水泡 看来这手之前的确目前过粗活 而且 整个右手的肌肉也在不自觉地抖动着 一阵酸痛和无力感 不过这点痛苦 对于卫一来说 简直小儿科了 与前世肝癌后期的痛苦折磨 这点痛苦简直如同蚊虫叮咬 不足卫一 在椅子上坐下后 卫一心念一动 眼前也出现了半透明的系统界面 姓名 卫一 根骨滋质 极差 打铁技能 未入阶 距离升级还差73%熟练度 书写技能 二阶 未开始升级 绘画技能 一阶 未开始升级 提升速度还不错 今天努努力 应该能把打铁技能干到一阶 卫一心说着 虽然身体疲惫 但内心却是躊躇满志 充满了动力 书写技能二阶 绘画技能一阶 看来这系统是根据我实际技能掌握的程度 来计算的初始等级的 回头刚好可以劳逸结合 打打铁 累了 就干一干书法绘画 卫一心说着 但他很清楚 如果想快速赚钱提升社会地位的话 显然打铁技能是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径 不过从长远来看 自然多种技能一起提升更好 他也很好奇 书写 绘画的能力 未来能干成何种神通 除了这些技能 我也得多开发一些新的技能 或许都能对我有所帮助 卫一心说着 第四章 既多不压身 就在卫一休息之时 卫秦端着一盘蜜饯走了过来 哥 吃点蜜饯吧 卫秦将盘子放在了案板上 明亮美眸瞥了一眼卫一那不停颤抖的右手 很是心疼 秦儿 端回去跟沈沈吃吧 这次生病好了之后 我突然不喜欢吃这些东西了 卫一撒谎道 他知道 卫秦其实是很喜欢吃蜜饯的 但以往家里 有好吃的东西都会紧着给卫一吃 卫秦和卫薛士都是不舍得多吃的 前身不懂事 但穿越而来的卫一懂 是吗 卫秦有些意外 但也没有质疑卫一的话 心里也当真了 哥 如果累了 就先回房休息吧 你这风寒才刚刚好 不适宜过度劳累 还需要多休息的 打铁也不急这一天 劳逸结合 卫秦顿了毒 又说道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我看医书上说 缺乏运动的人才 总是生病 所以我需要多多运动 多多锻炼 这身体就跟铁料一样 千锤百炼 才能变得结实耐用 刚好利用这打铁 强身健体 一举两得 哦 好吧 但你 还是要把握好分寸 别伤了身体 好 秦儿 帮我跟沈沈说 中午做点好吃的吧 卫一笑着说道 对了 再跟沈沈说一声 中午我要跟他学习烧菜 卫一忽然想到 这烹饪应该也属于一种日常技能 所以想要试一试看 看能否解锁这烹饪技能 正所谓技多不压身 如果能把烹饪技能也干得大事级别 自己还能多了一个赚钱的途径 毕竟无论是走科举 还是修行 都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更何况 卫一已经不想去参加科举了 有了这个系统 自己有一万条路 可以登顶这个世界的巅峰 何必要去走一条最难 最无趣的道路呢 而眼下自己要做的就是赚钱 赚很多钱 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然后想办法 将二叔救出来 毕竟 无论在哪个世界 超能力 有时候还是可以解决一些事情的 而衣食住行 始终是人类最根本的需求 与之相关的技能 也是能够最快赚钱的途径 除此之外 所谓食色性也 美食也是俘获人心的重要方式之一 学烧菜 魏晴微微瞪大了那双黑白分明 明媚动人的毛子 有些惊讶地看着魏仪 以前的他 同样也很讨厌下厨房 所谓君子远刨厨 可今天他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不但拿起锤子打铁 更是主动提出要学习烧菜 这让魏晴心里有些慌 不知道是不是落榜 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还是说家里的变故 让他成长了 但任他想破脑袋 也想不到 眼前那熟悉的面孔下 早已经换了一个新的灵魂 没错 我要学烧菜 魏义斩钉截铁地说道 目光坚定 不容置疑 哦 哦 好 好的 魏晴嫩嫩地点了点头 然后准备转身 去跟母亲说这件事 但走了几步 又被魏义叫住了 蜜剑 哦 魏晴折返回来 端走了蜜剑 魏义在主椅上休息了片刻 便再次起身 将刚刚的铁料 再次扔回铁匠炉里 然后重新加出一块铁料 开始锤打 伴随着叮叮当当的声音 魏义欣喜地看着 那不断增长的熟练度 心中充满了期待 临近五时 魏义的打铁技能 已经干到了 只差55%熟练度 晋升到一阶了 他有信心 今天将打铁技能 干到一阶 虽然的确很累 手掌已经磨出了很多血泡 手臂肌肉 也是酸痛无比 但心中的斗志和喜悦 早已经掩盖了这一切 魏薛士准备烧菜时 魏秦也去通知了魏义 魏义连忙跑到了厨房 看着里面的一切 还真的是够陌生的 关于这里 原主的记忆 真的是一片空白 不过前世的魏义 很会烧菜 只是如今换了个世界 他需要熟悉一下 这里的厨房 熟悉各种调味料和食材 魏薛士中午 要给魏义包一锅 寄予汤补身体 然后是青笋炒肉 和葱炒鸡蛋 寄予和肉都是 魏薛士上午刚买回来的 家里已经没有钱了 所以他去当铺 将自己的几样首饰 给当掉了 兑换些银钱救急 不仅如此 他上午 也去了附近关系 比较好的几家商寺 询问那些老板和掌柜 是否有人愿意买 他们家的院子 也拜托他们 帮忙介绍一下 合适的买主 关于魏铁山的遭遇 其实邻近相熟的人 都是清楚的 大家听说魏薛士要卖房 也丝毫不感到意外 心里也只能深表 同情和惋惜 魏意从旁观看魏薛士 煲了鲫鱼汤 炒了鲜笋 全程问东问西 举意反三 也彻底摸清楚了 这个世界的各种调料 和常见的食材 其实 两个世界的食材和调料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主要区别 也是时代的差异 这里是类似前世古代的世界 很多前世现代的调味料 这里并没有 而且 也有不少前世蓝星 没有的特殊调料 但总体来说大同小异 掌握起来并不难 神神 葱炒鸡蛋 就让我来做吧 魏意提议道 他想要赶紧食操烧菜 看看能否解锁烹饪技能 你来做 魏薛士有些犹豫 毕竟鸡蛋也挺贵的 他担心魏意炒不好 浪费了食材 但眼尖魏意已经开始打鸡蛋 然后手法娴熟地搅鸡蛋 魏薛士到嘴边的话 便又咽了回去 他与旁边的魏琴对视了一眼 皆是满脸惊讶 正如魏琴所说 今天的魏意的确有点反常 魏意也懒得装了 他搅拌好鸡蛋 也不等魏薛士指导 便开始切葱段 然后烧油炒鸡蛋 魏薛士生怕魏意把鸡蛋炒糊了 也连忙在旁边指导 而随着鸡蛋下锅 魏意就看到自己眼前再次出现了数字 119 120 121 那数字变化与打铁有所不同 打铁是每锤打一下 就蹦出相同的数字 而这次 那数字就仿佛是时间一样 每过一秒就增长一点 随着一盘葱炒鸡蛋出锅后 魏意发现系统界面中 果然出现了烹饪技能 烹饪技能 一接 距离升级还差88熟练度 看到那系统界面 魏意心中暗喜 果然解锁了新的技能 而且 这烹饪技能的提升 可比打铁容易多了 只是不知道 自己要干到什么程度 才能拥有大厨的水准 魏意心中窃喜 更是从这烹饪技能 想到了酿酒技能 美食与美酒 自然是缺一不可的 根据原主的记忆 这个世界的酒文化 比之它前世的古代 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壶美酒加酿 可抵千斤 也丝毫不夸张 城中的酒楼 酒馆更是多到数不胜数 这个世界的达官显贵之间的交际 也同样离不开美酒 美食和美人 所以如果同时掌握了这美酒与美食 再加上宝剑 那真的是开拓人脉资源 赚取大钱 三件合璧 无往不利啊 沈沈 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有烧菜的天赋 魏意略有些得意的 看着沈沈和妹妹 沈沈用筷子 加了一块鸡蛋尝一尝 不禁满脸惊喜 魏意这盘葱炒鸡蛋 非常成功 鸡蛋鲜嫩 咸味适度 味道竟然真的很不错 虽说这炒鸡蛋很简单 但对于一个从没有下过厨房的人来说 能做成这样 已然是极为难得了 非常好吃 叶儿 你还真的是让沈沈出乎意料啊 既然如此 沈沈 晚上您继续指导我烧菜 以后这烧菜的事情 也交给我了 哥 你 你怎么突然喜欢上烧菜了 魏清心里有些担忧 毕竟今天的胃移 实在太反常了 他真怕是他受了太大的刺激 才这么反常的 担心魏意精神状态 是不是出了问题 正所谓既多不压身吗 而且我这几天 也就落榜的原因 仔细思索了一下 发现自己一心苦读 完全是错误的 有时候 知识并不在书本里 而在生活之中 在市井之中 我们这帮学子 高谈阔论治国之道 谈古论经 却连彩米油盐 是多少钱都不清楚 只会纸上谈兵 所以只有增加阅历和生活经验 才能对圣贤书 有更深层次的感悟 所谓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便是这个道理 魏意一番话 听到魏清眼眸逐渐亮了起来 秀眉也渐渐舒展开来 他原本还以为 魏意是因为落榜 遭受打击而性情大变 所以才会如此 没想到 他只是有了新的感悟 而且 刚刚他的一番话 听起来好有道理的感觉 好 晚上 省省继续指导你烧菜 听到魏意的话 魏薛士玄之的心 也终于是落地了 第五章 雪中送炭 吃完午餐后 魏意又拉着石头 一起去烧料 打铁 干经验 经过一上午的实践 魏意也清楚地意识到 前世大学学习的很多 金属热处理的理论知识 对此时的自己帮助似乎并不大 前世在对金属进行热处理时 都是有着专业的仪器和特殊介质 来精准控制金属加热 保温 冷却的温度 以及整个过程中 金属所接触到的物质 进而让金属获得不同的机械性能 而如今 没有这些科学的仪器辅助 一切全凭个人经验和能力 这就好似现代的西医 跟古代的老中医的区别 所以 此时的卫意 其实完全就是随意地锤打 并无任何技术可言 但一上午的练习 也并非没有任何收获 之前 它只能将一块铁料 从一种不规则形状 锤打成了另一种不规则形状 如今 确实确实能够勉强去控制金属的形变 至于金属的机械性能 也就是硬度 强度 刚性 韧性等方面 它就完全控制不了了 好在即使这样随意地锤打 也同样可以获得熟练度 而且卫意觉得 或许等自己将技能干到一阶之后 就能在系统的帮助下 掌握某些特殊的经验和技术 亏得其中门禁 然而 就在卫意疯狂地打铁杆经验时 院门口忽然走进来一道娇俏玲珑的身影 它身着翠绿色窄绣 对筋如群 容颜轻丽 眉目如画 肌肤白皙水嫩 五官仙巧灵秀 可谓是极为漂亮 但它虽然脸颊精致小巧 可该戴的地方 却是真的大 那绣花抹胸勾勒出的圆润锋满弧度 便已说明了一切 这俏丽女子进院子后 目光立刻就落在了 那正在打铁的卫衣身上 俏脸上 不禁露出了惊讶之色 但眼眸中 却又暗含一丝心疼之意 她稍作犹豫 便静止走向卫衣这边 步履款款 鸟鸟恶挪 来到卫衣面前后 微微欠身失礼 奄然一笑 卫公子 怎么在打铁 看到眼前出现的女子 卫衣愣了一下 立刻停下手上的动作 玩耳一笑 双手作一 原来是梦掌柜 这年轻女子卫衣 自然认得 准确说是这身体原主认识 甚至在原主的心里 对于这美艳动人的女子 还有些许爱慕的倾诉 这女子乃是街口酒楼 香满楼的年轻女掌柜 孟水莲 她父亲原本也是这青州的富商 但家中无男丁 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早些年孟家 背后崛起的万家 联合保新行的刘家 一同打压 家里的生意逐渐萎缩 如今的家业 也只剩下香满楼一家酒楼了 更是在两年前 从青州城镇街正殿 被赶到了这偏僻街巷 与卫家铁匠铺成了同街的邻居 也正是那时候 她父亲病倒 从此卧床不起 所以 整个香满楼的生意 便全靠孟水莲来打点 之前听闻卫公子身体抱恙 不知是否已经完全康复了 孟水莲没有再问卫衣打铁之事 她心中清楚 这卫衣怕是因为家里这次的变故 才不得不放下笔杆 拿起了这铁锤来养家 就如自己父亲 当年卧病在床 自己从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不得不走到人前 当起了酒楼的掌柜 都是命运多舛之人 自然能够互相理解 只是看着那平日风神俊逸 温润儒雅的俊美而郎 如今却满身秀气于垢 在这烈阳下 炉火旁挥汗如雨 心中着实心疼不已 恨不得自己能够帮助卫家 度过这次的难关 只可惜 如果是曾经的孟家 或许还真有这样的能力 但如今 多谢孟掌柜关心 卫某身体已经基本康复了 对了 孟掌柜过来 是要购买铁器吗 卫衣笑着问道 不是 我找卫婶婶有些事 孟水莲笑着说道 婶婶在房间 好 那不打扰公子了 孟水莲那黑白分明 明亮清澈的美眸 又忍不住地看了看卫衣 想要说什么 却又咽了下去 长长的睫毛低垂 漠然转身 向着正房门厅走去 眼底却闪过 些许落寞与哀伤 她很喜欢卫衣 两年前 当她第一眼看到卫衣时 便被那俊逸非凡的容貌 和温文尔雅的气质所吸引 当年父母为她定下婚约时 她还年少 不知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爱 只知道父母之命 没硕之言 直到她看线卫衣 才知道什么是心动的感觉 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喜欢上一个人 只可惜自己在错误的时间里 遇到了对的人 若是没有被人退婚 若是年少时的自己 定然义无反顾 去追求心中所爱 然而如今的自己 哪里还配得上人家 所以只能将这份心意藏在心里 不敢表露 曾积何时 她也是那骄傲的富家千金 更是青州城有名的美人 是不少富家公子 心里爱慕之人 但她父亲当年 却将她许配几了好友的儿子 那人乃是秀才 后来进京赶口 中了进士 更是得朝中官员赏识 江女儿许配几他 所以 孟水莲等了对方三年 等来的却是退婚 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婚约的缘故 孟水莲错过了最好的出嫁年纪 又因为被人退婚 而遭人嫌弃 孟水莲本身眼光就高 寻常人看不上 更不想尾身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 或者是给一些年长者当妾室 所以 如今已经22岁 却一直没有出嫁 要知道 在这个女子十五六岁 便要谈婚论嫁的时代 22岁 已经算是大龄圣女了 多漂亮的姑娘 前身真是迂腐 竟然记忆人家有过婚怨 看着孟水莲那 娇美玲珑的背影 以及披在身后的三千青丝 魏翼心中自语 根据原主的记忆 魏翼知道自己的前身 心里也很喜欢着孟水莲 毕竟她真的是个角色美人 我见游莲 但这家伙被那些所谓的圣贤书和礼教洗脑 思想迂腐 竟然介意人家有过婚约 而且也不是最好的年华 所以才对人家不冷不热的 真是罪该万死 在魏翼的眼里 孟水莲这样的女子 才是最好的年华 就如同那树上的果子 十五六岁的少女 太过青涩 二十岁出头才刚刚好 饱满多汁 孟水莲来到正方门厅 轻轻说道 魏婶婶 在吗 魏薛氏此时正在房间里 拿着那房器发呆 听闻孟水莲的声音 这才回过神来 将房器放入木匣之中 从卧房走到了门厅 孟掌柜来了 魏婶婶 孟水莲走上前去 将手里一包沉甸甸的钱袋 塞到了魏薛氏手里 这里是五十两银子 虽然不多 但你先拿去应急 如果不够 我再想办法帮你筹一些钱 孟水莲低声说道 听到孟水莲的话 魏薛氏看了一眼手里的钱袋 心情无比复杂 正所谓患难献真情 魏家落难 有人来趁火打劫 咄咄逼人 但也有人来雪中送炭 虽然他知道 孟水莲是因为喜欢魏义 看在魏义的面子上 才愿意出手帮忙的 但不管怎么说 他明知自己跟魏义是不可能的 却还能仗义相助 这份情意 便让人不胜感激了 这 这不妥 孟掌柜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这钱 我不能收 等这房子卖出去了 应该也能解燃眉之解 魏薛氏感激地说道 但是他真的不好意思 收受孟水莲的恩惠 事实上 在魏薛氏的心中 曾经也介意孟水莲有过婚约 于个人而言 他很喜欢聪慧过人 精明能钱 又善解人意的孟水莲 但作为魏义那如 母亲一样的人 心底自然希望 魏义 能有更好的良配 倒也不是他瞧不起 孟水莲 只是时代和观念 决定了他这样的思维 所以 他心中有愧 而且 这五十两银子 可不是小数目 孟家如今家道中落 香满楼 也在万家的挤兑下 勉强度日 这五十两银子 对于孟水莲来说 也并非是一笔小数目了 拿着吧 魏婶婶 这就算是我借给你们的 等你们渡过了这个坎 日后再还给我也不迟啊 魏大叔那边 需要打点的地方 还多着呢 而且 卖房子 也不能急于一时 如果着急出手 可能卖不上好价钱 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魏公子前途无可限量 若他日飞黄腾达 小女子可能还要养账 你们魏家多多帮衬呢 孟水莲说道 谢谢你 孟掌柜 真的谢谢了 你这份恩情 我魏家永世难忘 魏薛氏心中感激不已 有了这笔钱 的确能够帮他们家缓一口气 魏婶婶 若再有难处 尽管跟我说 我能帮得上的 一定会全力相助 我孟家虽然家道中落 但在这青州城里 终究还是有些悬脉的 孟水莲很真诚地说道 她是真的很想帮助魏家 帮助魏义 此时听着外面不断传来的打铁之声 孟水莲便感觉那锤子 好似砸在了自己心肩之上一样 很不好受 第六章 进阶 傍晚时分 姓名 魏义 根骨滋质 极差 打铁技能 未入阶 可升级 烹饪技能 一阶 距离升级还差13.1415926熟练度 书写技能 二阶 未开始升级 绘画技能 一阶 未开始升级 呼 终于进阶了 看着打铁技能 终于升到了一阶 魏义不禁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感觉那紧绷的神经 突然松弛了下来 全身顿时疲惫不堪 好似力气一下子被掏空了死的 她扶着案板 走到主椅上 一屁股坐下 然后心念一动 让打铁技能 晋升到了一阶 与此同时 脑海里也瞬间涌入大量的信息 大脑飞速运转 眼前更是有无数画面 仿佛视频快进一样 闪烁而过 全身的每个细胞 也好似在高频的震动 看上去就好似劳累后 肌肉不自觉地跳动 她靠在椅子上 闭上双眼 专注地融合 消化那些信息 整个人仿佛陷入了沉睡一般 不知过了多久 魏一方才再次恢复一时 却发现 天身上不知道何时裹了一张毯子 旁边甚至还放了个火盆 如今已是秋季 中午的太阳虽裂 但晚风很凉 许是沈沈和妹妹 以为自己累了 睡着了 没能叫醒自己 又怕自己着凉 只能给自己裹了毯子 放了火盆 铁匠炉的火 已经快要熄灭了 石头还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手里把玩着一个铁疙瘩 魏一没有立刻起身 而是坐在那里 回想着脑海里融入的那些信息 这些信息 除了包括了许多打铁锻造的技能外 还包括了一套名为蛮力垂法的武学 而且 那些信息融入自己的脑海后 身体也随之形成了肌肉记忆 已然是融会贯通 仿佛原本就是自己熟练掌握的技能和武学一样 所以 此时的魏意心中 也是颇为欣喜 暂且不说 那蛮力垂法武学 单单是那些打铁锻造之法 就让他终于从门外汉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铁匠 虽然感觉技艺还达不到二叔那般 但打造出一柄合格的宝剑 还是能做到的 尤其是有那蛮力垂法的配合 这蛮力垂法既是武学 其实也是辅助打铁的一种特殊技能 通过其特殊的法门 可以将体内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瞬间爆发而出 可以让一个普通人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就仿佛产生暴击效果 若能配合武者体内真气运行 那爆发出的威力 就更加恐怖了 要知道 断打钢铁时 力量越大 越是能够消除掉 金属在冶炼过程中 产生的铸钛疏松等缺陷 可以优化金属的微观组织结构 让锻造出的刀剑 拥有更优异的机械性能 也就是说 变得更结实 更坚硬 更耐用 这系统果然不错 魏一新说着 一天时间 就让自己从一个打铁的门外汉 成为了一名内型铁匠 这速度 已然是非常惊人了 寻常人就算在师父的教导下 没有个一年半载 也未必能够达到自己的水平 而且 以这次进阶后的情况来看 如果能干到二阶 或许就能达到二叔的水平了 到时候 就可以完成 二叔签那张星夜 和王守银的宝剑了 等等 有这系统 我还用得着 给那两个家伙 锻造宝剑吗 魏一忽然反应过来 自己有着逆天的系统在 只要努努力 或许有可能在短时间内 直接干成九品 注剑师的水准 到时候 自己只要通过注剑师考核 成为登记在册的九品 注剑师 那就可以直接成为 万剑阁的签约注剑师 身份地位 甚至在那张星夜 和王守银之上 回头他二人见到自己 还得尊称一声注剑师 到时候 自己也不愁赚钱 欠他们那点银子 自己也定然能够 轻松地还上了 想到这里 魏一心中 顿时又充满了前进 当即掀开毯子 站起身来 对旁边的石头说道 石头 继续生火烧料 啊 石头苦住脸 他虽然一身力气使不完 但是在他看来 魏一打铁 就是在浪费时间 浪费铁料 他那打铁的技术 还不如自己呢 根本就是乱打一通 感觉他就算再打一个月 也打不出一柄宝剑来 可是 眼见魏一一脸认真 他也不敢不听 只能照办 不久后 再次听到打铁之声 魏薛士和魏晴 从房间走出 看着那夜色中 灰锤打铁的魏仪 可谓是既心疼又惊讶 这孩子 今天哪来的那么多厉害 魏薛士低声呢喃着 这魏义打了一下午的铁 晚上又给全家人烧了菜 然后又继续打铁 方才都累得睡着了 莫想到这回醒来 又开始了 不过看到魏义的气色 似乎越来越好了 惊奇神都很充裕 而且 这打铁 可不是硬撑就能撑住的 若非身体 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 有了精力 怕是也坚持不了这么久的 夜风拂过墙边的梧桐树 萨萨作响 却也带给那灰汗如雨的胃衣 一丝凉爽 东边街口的香满楼二楼的屋檐下 挂着城牌的灯笼 烛光照亮夜色 也温暖了晚风 青州城内没有宵禁 所以 这里的夜晚 可谓是灯火通明 尤其是热闹的街巷 即使夜里 也有不少商伺还在营业 路上人流不息 而那花红酒绿之地 更是一片喧嚣 甚至为了吸引客人 还会在夜晚燃放烟花爆竹 闲乐阵阵 阴阴艳艳 不绝于耳 整座城市 一派热闹繁华之景 青州城属于靖安王的封地 这里也是王府所在的城池 而且 这里也是连通西域诸国的交通枢纽 所以 虽然比不上京城的盛景 却也同样热闹非凡 魏翼这一次 并非是胡乱垂打了 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技术 对铁料进行折叠断打 千锤百炼 然后采取热断和冷断的方法 慢慢断打出剑胚 这个过程 耗费大量的时间 当魏翼将剑胚打造出来时 已经是深夜了 石头早已经回去睡觉了 毕竟之后的工序 暂时也用不到他 魏翼就让他先回去休息了 打造出剑胚后 魏翼也准备回房睡觉了 毕竟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但一身的臭汗黏糊糊的 就这么睡怕事也睡不好 所以他准备先泡个热水澡 也算是放松一下肌肉 哥 你完事了吗 锅里有烧好的热水 如果你要洗澡 我现在去帮你准备洗澡水 魏翼忽然打开窗户 对魏翼说道 他也一直没有睡觉 就在等着魏翼结束 而且早知道魏翼爱干净 打完铁肯定要洗澡 所以他一早就帮魏翼烧好了热水 我自己弄就好 你早点睡吧 秦儿 魏翼笑着说道 有人关爱的感觉真好 但魏琴还是出来帮魏翼弄好了洗澡水 然后才回去睡觉 魏翼躺在温暖的浴桶里 感觉身体无比的放松 脑海里也思索着未来的规划 洗完热水澡 魏翼也回到房间 躺在柔软的床榻上 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 魏翼吃完早餐后 在院子里简单活动了一下筋骨 便来到铁针旁 穿上护裙 戴上手套 拿起锤子 继续开始断打剑胚 他需要通过冷断的方式 逐渐将剑胚段打出剑锋 剑脊 剑从等结构 许久后 魏翼终于将那剑胚 锻造出了宝剑的模样 而接下来的便是最重要的环节 也就是对健身进行热处理 一把好肩最本质的要求是 既有很高的硬度 削铁如泥 又有很高的韧性 不折不裂 即所谓刚柔并济 但要达到这一点 就要进行脆火 回火等热处理工艺 而这也是真正考验一个铁匠技术的关键环节 石头 帮我点燃炉子 魏翼再次叫来了那坐在大树下 磨刀的石头 哦 石头有些不情愿地应了一声 然后走了过来 心想着自己这位大哥 还真是执着 明明就不会打铁 还非要坚持 也不知道 他还能坚持多久 然而 就在石头走到铁匠炉旁 目光微微瞥到了一眼魏翼 却见他手里正拿着 那已经断打好的剑身 正在用钢刀铲挫剑身 看到这一幕 石头顿时微微瞪大眼睛 有些惊讶地问道 大哥 那是你断打出来的 石头快步跑了过来 仔细看了看魏翼手里的剑身 脸上的惊讶 也变成了惊喜 是啊 不然呢 魏翼微微一笑 原来你真的会打铁啊 石头惊喜地说道 昨天看魏翼那般胡乱的锤打铁料 以为他完全不懂打铁 就是在浪费时间 没想到这一夜过后 他竟然真的锻造出了一柄剑 虽然不知道 这剑的品质如何 但终究是有了剑的样子 也说明他真的会打铁 快去点燃炉火 等我将这剑身铲挫平整 就要进行脆火处理了 魏翼拍了拍石头的肩膀说道 哦 好 好的 石头欣喜万分 立刻转身去引燃铁匠炉 然后拉着风箱 炉火也渐渐地旺盛了起来 带得炉火纯青 魏翼开始给剑身加热 然后进行脆火处理 第七章 书画技能 夕阳西斜 梧桐树的影子被拉得老长 院子里 石头将一根比成年男人手臂 还要粗一些的木桩固定好 然后转身跑开 好了 大哥 可以开始了 嗯 魏翼点了点头 手握那柄刚刚打造好的宝剑 走上前去 一旁的沈沈和妹妹也都在期待地看着她 她走到木桩前 也不啰嗦 挥起宝剑 斜着展向那木桩 擦 伴随着一声清脆声音 那木桩阴声而断 断面非常平成 足以见得这宝剑的锋利 其实 魏翼自己 刚刚已经做过一些测试了 比如敲击听声 弯曲测试韧性 以及堕铁丝测试硬度等等 基本可以确定 自己打造的这柄宝剑的性能非常不错 如今 斩断木桩 也是为了给沈沈和妹妹一些直观感受 果不其然 看到魏翼一件斩断木桩 为薛适和魏晴 皆是满脸惊喜 眼眸中满是激动之色 其实 他们方才看到 魏翼真的锻造出一柄宝剑时 就已经非常惊讶了 他们很了解魏翼 以前可是从没有打过铁 昨天真的就是他第一天 拿起锤子打铁 这才短短不到两天的时间 竟然就真的锻造出了一柄宝剑 而且 还是一柄能够轻易斩断木桩的宝剑 简直不可思议 虽说 昨晚魏翼学习烧菜 也是一学就会 但在他们看来 这打铁 可远比烧菜难多了 哥 你 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是怎么做到的 既然这么快 就能够打造出宝剑了 魏晴激动不已 美眸中更是充满了崇拜 或许这就是我们魏家人 与生俱来的天赋吧 而且 二叔天天打铁 耳濡目染 我也学会了不少东西 只是 以前不愿意去做 昨天摸索了一番 便也找到了方法 魏翼随便找了个借口 解释了一番 但此时 已经被喜悦冲昏头脑的 魏薛士和魏晴 哪里有心思 去想其中缘由 亦儿真厉害 果然聪明之人 做什么都行 提笔写字也行 灰锤打铁也行 神神真的是为你感到骄傲 魏薛士的心情 同样也很激动 很喜悦 虽然他心中 不愿魏翼做个铁匠 也舍不得他 去做那粗重的供活 但残酷的现实就摆在他们面前 魏铁山入狱 魏家便基本没了经济来源 如今魏铁山还莫判刑 县衙那边可能还要银钱打点 更是欠了万剑阁两位管事 那么多银子墨悬 魏家可谓是快要山穷水尽了 所谓覆巢之下 安有顽乱 如果整个家连生活都成问题 他又拿什么去宠爱魏义 去保护魏义 而如今 魏义也能锻造宝剑了 让这个家似乎又拥有了希望 他也只能苦了魏义 依靠他来重新撑起这个家了 而且这两天魏义虽然辛苦 却似乎比从前强壮了不少 以往他体弱多病的 总是害怕让他劳累 伤了身体 如今看来 似乎真如魏义所说 这般打铁也是一种锻炼 反倒可以强身健体 沈沈 秦二 你们放心吧 或许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打造出符合万剑阁标准的宝剑 或许也有希望成为九品注剑师 魏义略显得意地说道 他很清楚 自己对于这个家来说 就意味着希望 而希望便是支撑全家人 度过难关的唯一力量 自己手里的宝剑 其实已经完全能够拿到市场去售卖了 就算万剑阁收剑的标准高 但也有其他的剑铺会收 所以现在的自己 已经完全可以为家里赚钱了 除了宝剑 自己也可以打造其他日常用到的铁器 在铺子里售卖 虽然赚得不多 但至少也有个经济来源了 好 好 沈沈相信你 这个家有你 没有什么困难 是我们挺不过去的 沈沈的眼圈忽然又红了 但这次是开心 而不是悲伤 这段时间 家里的变故 让他感觉身上仿佛压了一座大山 他只能苦苦地支撑着 很无助 很绝望 而如今 有了一儿帮他撑起这个家 他肩膀的重担 仿佛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心里既开心 又感动 一儿 今晚沈沈 给你多做鸡个好菜 好好犒劳犒劳你 魏薛氏眼含泪花 嘴角却抿着笑意 好啊 不过 今晚还是我来烧菜 您从旁指导我 魏一笑着说道 他中午为了 尽快完成宝剑的打造 并没有去烧菜 而烹饪技能 只差13.1415926熟练度 就能晋级到二阶了 所以 晚餐他想自己亲自来 好让烧菜技能也能进阶 到时候看一看 这进阶后 自己的烹饪技能 可以到达怎样的水平 行 沈沈这就去买些肉回来 魏薛氏笑着说道 魏薛氏去了肉铺 魏一则是回房间 开始研磨写字 随着他在纸上写下魏一二字 他的眼前 也接连出现了十七 十五两组数字 这熟练度数值 难道是跟笔画有关 魏一感觉自己发现了其中规律 所以当即动笔 直接在纸上写下了一首 李白的 侠客行 结果的却如他猜测的那般 而且一首 侠客行写完 他的书写技能的数据 也终于有了变化 书写技能 二阶 距离升级还差99.9% 熟练度 这书写升级有点骂 魏一心说住 不过转念一想 或许也是因为书写技能 目前已经是二阶了 所以 晋升需要的熟练度数值 会比较多 管他呢 干就完了 魏一当即再次动笔 接连又写下了李白的 龙剑诗 白马片 等古诗 前世的魏一 虽然是理科生 但当时大学追求的一个魏指 乃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 为了能跟魏指有些共同语言 他自学了很多古诗词 脑海里有非常多的存货 只可惜后来才发现 那魏指之 喜欢明星八卦 美妆穿大 不过在魏一看来 任何知识都不会白学的 如今 这不就能派上用场了吗 这个世界 虽然没有什么如到修行者 但在大阎王朝 文人默克同样也不少 好的诗词 依旧可以名扬天下 只不过 想要依靠超诗 在这个世界上 换取财富地位 那就未必那么容易了 但魏一总觉得 文字是有力量的 这世界 虽然没有如到修行 但或许 自己将这书写技能 干成神通的那一天 也能让那些古诗 发挥出某些特殊的威能 魏一心中这样幻想著 随着魏一不断地书写 他发现 即使字迹彼此重叠 也无所谓 只要有墨迹写在纸上 就会不断地增加熟练度 而且 哪怕字迹潦草一些也可以 所以 魏一也渐渐地加快比速 不停地 在纸上写下文字 到后来他干脆 就写自己的名字 重负地不停写 直到整张纸 已然变成了墨色 再无半点空白 他才停了下来 魏一看了看自己的系统面板 书写技能 二阶 距离升级还差95%熟练度 这速度也还可以 至少比打铁轻松不少 魏一心说住 第八章 养生菜谱 再试一试绘画 魏一又拿来一张宣纸 开始在棋上作画 前身最善画山水 所以魏一也就画了一幅山水画 这作画的熟练度数值增长 有些难以捉摸 时多时少 似乎没有规律 不过经过魏一仔细研究 和反复实验后 发现熟练度 似乎与自己笔法轻重缓急 绘画色彩和线条的复杂程度 甚至是自己作画的状态 有直接关系 尤其是作画状态 当自己完全沉浸在作画之中时 数值就会立刻翻倍地增加 反之则会减少 许久后 房门被敲响 门外传来了魏晴那轻柔的声音 哥 进来吧 魏一应了一声 正要继续作画 忽然想起来 似乎该去烧菜了 魏晴过来 应该就是叫自己的 哥 你在画什么呢 魏晴眉眼含笑地走了过来 随便画画 晴儿 神神回来了吧 回来了 在厨房呢 哥 娘说晚饭 她来烧就好 你累了就多休息一会吧 魏晴说道 她原本不想过来叫魏一的 但魏一之前特意主付过她 让她到时候过来通知一下 没事 我一点也不累 最近喜欢上烧菜了 魏一笑着说道 玄机简单地将毛笔清洗干净 挂在笔架上 然后收拾了一下书案 便跟随魏晴走出了房间 来到厨房时 神神已经将食材准备好了 该洗的都洗了 该切的也都切好了 只等最后下锅烹饪了 魏一在神神的指挥下 先做了一道红烧肉 当她将五花肉翻炒得差不多 开始加水炖肉时 她也看到了自己的烹饪技能熟练度 达到了近身二阶的标准 与此同时 魏一眼前忽然弹出了系统提示 烹饪技能 一接 可升级 魏一没有急着去升级 而是陆续又做了肉炒香芹 烧茄子等 虽然没有升级 但她烧菜时 还是会不断地增加熟练度 晚餐结束后 魏一回到自己房间 这才心念一动 将烹饪技能进行升级 与此同时 许多信息再次涌入脑海 与先前升级打铁技能时的感觉相差不多 魏一倒在床上 一时完全沉浸在了那融入脑海中的信息 慢慢地消化吸收 许久后 这些信息再次形成了 她的大脑记忆和肌肉记忆 仿佛原本就是 她嫁轻就熟的事情一样 这些信息中 包含了许多烹饪技巧和经验 以及一个名未养生食谱的烹饪技法 里面共计28道养生菜肴 全都是应用这个世界现有食材烹饪的菜肴 只是不知道这养生食谱 是否真的能够养生 改善我的身体 魏一新说着 玄机再次调取出自己的个人信息面板 姓名 魏一 根骨滋质 极差 寿元 42岁 打铁技能 一阶 距离升级还差91.6%熟练度 烹饪技能 二阶 距离升级还差97%熟练度 书写技能 二阶 距离升级还差95%熟练度 绘画技能 一阶 距离升级还差90.8%熟练度 竟然多出了一个寿元的项目 只是怎么才42年 胃意眉头皱起 虽说这具身体的 体质的却差了点 但42年的寿命 也未免太短了一点吧 自己如今已经22岁了 按照这个寿元 人生已经过去一半了呀 真的要想办法增加寿元才行啊 魏一新说住 但他隐隐感觉 或许自己通过新获得的那养生食谱 能够进行养生 增加寿元 不然 为何自己之前没有寿元这一项 如今却突然出现了 明天就开始尝试一下 魏一新说住 收起心思 魏一再次来到书桌前 继续他那未完成的山水画作 第二天上午 魏一将自己昨天打造的那柄宝剑 卖给了城里的一家刀剑铺 共卖出了700文钱 他用这些钱 加上身上原本的一些零用钱 到菜市和肉铺 买了一些烹饪养生菜肴的食材 中午他准备烧三道养生菜 一道名味上汤卤笋 一道山菇炖牛腩 还有一道桂圆羊肉汤 试一试能否依靠这养生菜 给自己增加些许寿元 买完了食材 他又到书寺里淘了一本菜谱 里面记录了一些大众菜式的烹饪方法 他买这菜谱并不是为了学做菜 毕竟以他现在的手艺 开一家小餐馆都可以了 他只是为了方便给自己找说辞 毕竟他今天中午 就要自己独立去烧菜 烹饪养生菜肴 到时免不了又要经到沈沈和妹妹 当魏义回到家时 刚好看到沈沈正气呼呼地 将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妇人赶出院门 那中年妇人嘴里嚷嚷着 魏薛氏 你别不知好歹 我这是在帮你们魏家 万老爷看上你家魏晴 那是他的福气 我呸 你那么喜欢万老爷 你自己嫁给他当小啊 姓宋的 我告诉你 以后我魏家不欢迎你 魏薛是满脸的怒色 哼 大难临头了 还装什么装 我告诉你 你可别后悔 那中年妇人催了一口 便转身离去 嘴里还在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 看到这一幕 魏义眉头不禁也皱了起来 通过刚刚的对话 他也猜到了 发生了什么 那妇人应该是个媒婆 是来帮人说媒的 他口中的万老爷 大概率是城中富商 万银昌 这老家伙 就是孟家的死敌 更是出了名的好色 家里妻妾成群 曾经也惦记过孟水莲 他的年纪比魏铁山还大不少 竟然想要那位情味小妾 魏义想想 都觉得恶心 还真就是以为魏家落难 到了不得不卖女儿的地步了 娘 不要生气了 魏晴从院子里走了过来 挽住魏薛氏的手臂 从旁宽围着 尽管他自己 也是气得脸色煞白 胸脱起伏 但就在这时 魏晴的目光 也立刻注意到了 那从侧面走过来的位移 哥 你回来了 魏晴勉强几出一丝笑容 旋即迎迎了上去 魏薛氏也立刻调整了一下情绪 当作什么也莫发生 哥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肉和菜啊 魏晴从魏义手里接过竹篮 略有些惊讶地看了看里面的鲜肉和芦笋 山菇等食材 刚刚赚了钱 中午给你们做一顿好吃的 魏晴笑着说道 并没有提及刚刚的事情 毕竟有些糟心的事情 把它抛在脑后 才是最正确的处理方式 再去提及 只会再生一变气 怎么买了这么多肉啊 魏薛氏也迎了过来 神神 我把那饼剑卖掉了 刀剑铺掌柜 说我打造的宝剑 品质非常好 出了七百文钱呢 刚好我昨天从书里 新学了鸡道菜 中午给你们做 魏义顿了顿又说道 神神 今天中午 你什么也不用管 厨房交给我 你和秦儿就负责吃就可以了 听到魏义的话 魏薛氏感觉心情都好了起来 不禁笑着说道 好 呵呵 看来神神今天中午有口福了 魏义这几天 明显表现出了非常优秀的烹饪天赋 而且 烧的菜比他还要好 所以 魏薛氏心里自然不担心 魏义把饭菜捣砸了 哥 你要给我们做什么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魏义和魏晴一起向着院子里走去 此时距离午饭时间还早着 回到家中 魏义先喝了杯茶 稍稍休息片刻 才叫上石头 开始打铁 他准备再打造一些菜刀 茧子 锄头等铁器 毕竟 这才是他们铁匠铺日常售卖的商品 这些铁器打造起来也容易 一次性多锻造一些 就够卖上几天 也能作为家里的基本收入保障 第九章 再次进阶 五十 厨房内 魏义虽然先前说了 要一个人烧菜 但魏薛氏 还是坚持 要给他打下手 想想自己要做的三道菜 都不是很简单 而且 这古代的厨房 可不比现代化设施方便 需要自己天柴烧火 一个人忙活起来 的确会有些手忙脚乱 所以 魏义也就同意了 神神帮忙打打下手 这鸡天下厨烧菜 魏义也深刻地理解了 为什么说高级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在这个没有饲料 化肥的年代 食材本身自带的鲜香味道 便已经可以给魏蕾带来享受 无需依靠各种香腥调料 去刺激味蕾 这三道养生菜肴更是如此 使用到的调味料非常少 几乎都是利用各种食材本身的味道 彼此搭配 组合出鲜美丰盈的口味 凉酒 阵阵香气 从厨房里飘逸而出 让院子里的味情和石头二人 忍不住地直咽口水 石头更是跑到了厨房窗口 趴在窗口 眼巴巴地望着里面 肚子不停地嚎叫着 口水都要从嘴角流出来了 不仅如此 那香味更是飘到了附近的街道上 来往的行人也被那香味吸引 仔细闻一闻 顿时满口生惊 这是从哪飘来的香味啊 真香啊 路人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 一颗心 似乎都要顺着那香味飘走了 上汤芦笋 山菇炖牛腩 桂圆羊肉汤陆续出锅 魏琴和石头兴高采烈地来到厨房 帮忙端菜上桌 看着手里的菜肴 闻着那肆意的香味 两人馋得直流口水 但他们知道规矩 魏翼莫上桌 他们自然也不能上桌 直到魏翼和魏薛士在桌旁坐好 他们二人才跟着一起落座 眼见妹妹和石头的眼睛 都要飞到菜里了 魏翼也不啰嗦 率先动快 给沈沈加了一块牛奶 同时也招呼魏琴和石头 一起动快 美味入口 众人皆是一脸满足 这三道菜的味道 更是让魏薛士惊艳不已 他也是吃过一些馆子的 香满楼的招牌菜也吃过 但是在他看来 魏翼这几道菜的味道 甚至可以跟香满楼的大厨相媲美了 美味总是能够让人心情变好 魏薛士和魏琴 似乎忘记了上午发生的不愉快 脸上洋溢着笑容 但笑着笑着 魏薛士却忽然想起了 那还在牢中的魏铁山 心情顿时又变得失落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吃得好不好 有没有生病受伤 但为了不让孩子们看出来 魏薛士脸上还物质装作开心的样子 三道菜 很快就被一扫而空 吃完午餐后 魏琴跟着魏薛士 一起收拾餐具 打扫厨房 魏翼则是带着石头来到院子里 准备继续打铁 石头开始拉风箱烧料 魏翼则是掉出了系统面板 看了一下 结果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寿元果然发生了变化 姓名 魏翼 根骨资质 极差 寿元 42岁 加2天 打铁技能 一阶 距离升级 还差90%熟练度 烹饪技能 二阶 距离升级 还差93%熟练度 果然如我所料 这养生食谱 可以增加我的寿元 魏翼心中惊喜 如此就好办了 只要每天吃好吃的 就能增加寿元 这简直不要太容易了 之后几天 魏翼每天大部分时间 都在打铁杆经验 其余时间 则是用来练习书法和绘画 每天三餐的菜谱 也全部由他来制定了 沈沈负责采购食材 魏翼负责烹饪 在这些养生菜肴的滋养下 魏翼的身体越发强壮 体力也变得绵长充沛 打起铁来也是游刃有余 举重若轻 不仅如此 魏薛氏和魏晴 也感觉到了身体发生的变化 尤其是这几日 刚好赶上魏晴来鬼水 以往他都会痛得直不起腰 可是这一次 却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虽然魏翼一早就跟他们说过 自己烧的那些菜 都可以自补身体 强健体魄 但他们也莫想到 竟然这么管用 只是养生菜肴虽好 可是每天这么吃 开销也比从前多了不少 好在魏翼 如今依靠打铁技能 赚到的钱 也能够维持每天正常的开销 而且身体变得强健 体力充沛 每天打铁的效率 也大幅提升了 经过数日的努力 魏翼终于是将打铁技能 担到晋升二阶的程度 打铁技能 一阶 可升级 终于可以升到二阶了 看着系统面板 魏翼开心不已 当即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在床铺上躺好 然后心念一动 将打铁技能进行升级 随着技能从一阶晋升到二阶 魏翼脑海里 再次融入了非常多的信息 甚至感觉仿佛有某重电流在身体内游走窜动 他闭上眼睛 意识完全沉浸在了融合信息之中 不知不觉间仿佛进入到了深度睡眠 当他再次醒来之时 已然是一个时辰后了 在那一个时辰里 他感觉自己仿佛是经历了数十年的打铁生涯 一不一个脚印地积累下诸多宝贵的经验 如今早已深入骨髓 信手拈来 这些技能和经验中包括了金属的冶炼 精炼的方法 以及锚铁与钢的合炼断打之法 但更多的内容 则是金属的热处理方法和经验 尤其是局部热处理的方法 和类似化学热处理的方式 有了这些技能 魏翼就可以用最简单 最直接高效的方式 进一步提升一柄剑的性能 既可以节省时间 又能大幅提升一柄宝剑的品质 但这一次升级 魏翼并没有获得 类似蛮力锤法这种武学技能 不过却拥有了对炉火温度 精准感知和判断的能力 有了这个能力 它在对宝剑进行多重热处理时 就可以更加的精准 甚至可以随心所欲的 让金属拥有自己想要的性能和表现 也就是说 想让你硬就硬 让你软你就软 想让你韧性十足 那便百折不弯 一块铁在他手里 便可以随意拿捏 融合了这些技能和经验之后 魏翼感觉自己又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迈入了全新的领域 远飞当初达到一阶时 掌握的那些技能 可比的 如果说达到一阶时 是从外行成为内心 那如今迈入二阶 就是完成了一次制的飞跃 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虽然魏翼还无法确定自己现在是怎样的水平 但他感觉 很可能已经超过了二叔当初的技能 可是否达到九品注剑师 还需要试验一下 他记得 二叔 有一根金属棒 二叔曾说过 如果他打造的宝剑 能够在那金属棒上 砍出半寸深的祸口 那宝剑基本就能达到一株宝剑的水平了 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铁匠 能够稳定地打造出一株宝剑 就能通过注剑师的考核 成为九品注剑师 想到这里 魏翼当即下床 准备去打造一柄宝剑 试验一下 第十章 探监 当 当 阵阵打铁之声 不断回荡在院子里 魏薛士坐在床榻上 正用针线缝着被子 眼眸中有这些血哀伤 其实每天听住那打铁声 他就会感到无比的踏实 只是每每想到魏铁山 心里便忍不住地难过 他手中的被子 是给魏铁山缝的 明天他准备 去狱中看望魏铁山 顺便将这被子送进去 毕竟天气凉了 狱中条件不比家里 估计连个保暖的被子都没有 过去这么多天了 也不知道孙道长他们 有没有抓到那些羞 魏薛士心中呢喃着 然而此时 县衙门口 孙林转身 看向那位身着官服 妖挂配件的矮胖中年人 拱手作一道 郑大人请留步吧 好 孙道长 李道长慢走 那矮胖中年人说道 他乃是这青州府 玉水县的支县 郑聪 告辞 孙林与师弟再次拱了拱手 玄吉离开了县衙 一路朝着南城门走去 二人在经过魏家铁匠铺附近时 孙林不禁停下脚步 转头远远看了一眼 那随风飘荡的铁字朝旗 暗叹了一声 玄吉继续向着城门方向走去 他们今天就要准备离开青州城 回门派复命了 这阶段 他们全力追查那邪修 但却一无所获 那邪修隐藏得极深 而且很可能早已经离开此地 想要找到他也并非一事 如今 他们下山的七线已到 也该回去复命了 邪修之事 恐怕只能暂时搁置了 孙林原本是想去跟魏薛 适合魏一道个别的 但想想 又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们 若他们知道 无法找到邪修 恐怕会大失所望 想想与其让让他们现在 就面对着残酷的现实 还不如暂时不告诉他们 至少心里也能存着一丝希望 孙林和他师弟的身影 逐渐消失在了远处 街道上依旧车水马龙 铁匠铺的朝旗依旧飘摇 魏一沉浸在打铁之中 已然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而且 为了能尽快地锻造出新的宝剑 魏一连晚饭 都交给了神神去烹饪 吃完晚饭后 便又立刻开始锻造宝剑 经过了冷断 铲错 一柄宝剑的模样 已然在他手中成形 石头 再添一些煤 把炉火烧旺一点 魏一对石头说道 石头也是前进十足 立刻开始往铁匠炉里添加煤炭 然后拉动风箱 将炉火吹得极为旺盛 魏一见炉火 已经达到自己需要的温度 便让石头停了下来 然后将剑身放到铁匠炉内加热 同时也在里面扔了几块晶体状的石头 这时投名魏枪石 是这个世界特有的一种矿物 其内具体组成元素 魏一其实也不知道 只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技能中 用这重石头 放在炉火里加热后 可以是放一些特殊的物质 这种物质会在剑身加热的过程中 逐渐渗入其中 进而可以大幅提升健身的硬度和韧性等 其实 这就跟魏一前世的化学热处理方法 有些类似 石头 你去休息吧 剩下的交给我 接下来的热处理 魏一需要自己去精准地控制温度 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 保持足够的时间 这样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 而这过程石头办不到 只有它亲力亲胃才行 魏一就这样一直守在铁匠炉旁到后半夜 带的加热时间已经足够 他这才回去睡觉 因为接下来 只要等待健身 随着炉火一起慢慢冷却下去就可以了 回到房间后 魏一只是简单地擦拭了一下身体 便上床休息了 躺在床上 他再次调取出了系统面板看了看 姓名 魏一 根骨姿质 极差 寿元 42岁 加28天 打铁技能 二阶 距离升级还差95%熟练度 烹饪技能 三阶 距离升级还差98%熟练度 书写技能 二阶 距离升级还差33%熟练度 绘画技能 一阶 距离升级还差21%熟练度 雕刻技能 一阶 未开始升级 它的烹饪技能 早在昨天烹饪晚餐结束后 便成功地晋升到了三阶 这次的晋级让它获得了非常多非常宝贵的烹饪技能和经验 已然是有了大厨的水准 除了包括食余重酱料调制方法和30多重真修佳肴烹饪方法外 还获得了精湛的刀弓和石刻雕弓技能 不仅如此 它还获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特殊能力 食髓之味 这食髓之味并非是指骨髓的味道很好 吃了之后还想再次尝试 而是指它在品尝一个食物后 能非常清楚地记住它的味道 同时也能辨别出一道菜 使用了哪些食材 哪些调味料 以及大致的配比 进而可以帮助它推断出其烹饪的方法 将其复刻出来 也就是说 有了这个能力 胃益几乎可以复制出它吃过的所有菜油 甚至搞不好 还能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等我成为九品诸剑师 赚到一些本钱后 也可以考虑再开一家酒楼 魏逸心想住 不知不觉间 他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进入了梦乡 一夜无话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院子 魏逸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了房门口 他伸了个懒腰 然后从缸里打了盆水 洗了把脸 铁匠炉里的炭火早已经熄灭 但里面还有余温 魏逸用铁夹浆健身取出 戴得完全冷却后用磨石打磨了一番 仔细观察了一下 健身之上有着他所期待的水波纹理 应该成功了 魏逸心说着 嘴角也浮现了一抹笑容 但这饼剑的热处理还没有结束 他还需要对其进行再次加热和脆火处理 早餐过后 魏逸带着他给魏铁匠做的被子 以及他特意包的肉包子去了县衙 他给牙医塞了一些银两 这才将东西带进了牢房 看到魏铁匠时 向来坚强的魏逸也不禁流下了脆弱的眼泪 魏铁匠瘦了很多 身上脏兮兮的 但精神状态看上去还不错 身上有些暗伤 都是之前审讯时被打的 倒也伤不到性命 由于探视时间很有限 魏削氏也没有过多的去感伤 擦掉眼泪 便迅速地将家里目前的情况 告诉了魏铁匠 好让魏铁匠放心 得知魏逸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铁匠 魏铁匠也是惊讶不已 但更多的还是开心 太好了 如今有夜而在 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魏铁匠如释重负地 尝出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 最让他痛苦的不是 即将面临死亡 而是对妻女 对侄儿和石头的牵挂 他很清楚没了自己 整个家的天就塌了 好在如今有魏意在 他悬着的心 终于是可以落地了 铁匠 云天宗的孙道常说 他一定会抓到那邪修的 到时候证明你的清白 你就可以回家了 嗯 魏铁匠点了点头 挤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自己恐怕再也走不出这牢房了 那保新行的刘老板 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好在如今有魏意撑起了这个家 他就算死 也能瞑目了 探视时间很快就到了 魏薛氏不舍地离开了牢房 临走之前 他又打点了一番 希望那些牙医 能够对魏铁山好一点 第十一章 九品诸剑师 院子里 魏意正在用措石 细细打磨抛光剑身 经过一番打磨后 他放下手中措石 拿起宝剑 满意地端详着 整个剑身光洁如镜 可以照人 微微移动 寒光乍现 锐气逼人 单单从外观 就已经给人一种 无坚不摧的锋芒和锐利 用指尖轻轻敲击 顿时发出清脆的银鸣之声 很是好听 魏意扯下一段发丝 搭在剑刃之上 轻轻一吹 那发丝便被剑刃割断 当真是吹毛断发 锋利至极 随后 他又拿来之前 用剑斩断的木桩 重新固定好 一剑消下 木桩阴声而断 虽然上次 也是一剑轻松的 将木桩斩断 但只有魏意自己最清楚 这次斩断木桩的手感 与之前完全不同 之前似乎还能感觉到 木桩的阻力和硬度 可如今这一剑下去 就仿佛砍在了豆腐上 甚至都没有一点硬碰硬的手感 看到魏意在测试新剑 原本在一旁摩菜刀的石头 也跑了过来 这柄剑的锻造过程 他也有所参与 明显也感觉到 魏意这一次使用的很多方法 与之前都有所不同 所以石头心里 也是对魏意新锻造的这柄剑 充满一丝期待的 感受到这柄剑的锋利 魏意内心的期待感 也增加了不少 他从二术的工具箱里 取出了那根特殊的金属棒 也被称为燕剑棒 这燕剑棒 约莫两指粗细 四铁四石 质地极为坚硬 寻常刀剑砍在上面 只有金铁交击之声 却很难在骑上留下什么伤痕 如果用力过猛 甚至可能直接将刀剑崩裂 这燕剑棒 是魏铁山用来测试 自己打造的宝剑极限性能的 如今上面最深的剑痕 连一厘米还不到 应该是他之前打造的 最锋利的宝剑所留下的 按照二叔所言 若能在这金属棒上 砍出半寸深的窝口 便差不多能达到 一株宝剑的品质了 不知道我这柄剑能否达到 魏铁心中期待着 一旁 石头也眨巴着乌溜溜的眼睛 好奇地看着魏铁 对于这根金属棒 他也有所了解 更是看过魏铁山 用这金属棒 测试过宝剑的极限性能 所以也很好奇 魏铁这次锻造的宝剑 能在这金属棒上 留下多深的窝口 魏铁表情严肃 将那金属棒 在一块木墩上固定好 然后双手握剑 高高扬起 刷 一剑斩下 枪 伴随着一声剑鸣 魏铁只感觉剑身猛然一阵 眼见似有火花一闪 与此同时 那金属棒竟然音声断开 直接一分为二 与之一分为二的 还有那金属棒下方的木墩 看到这一幕 一旁的石头 顿时瞪大了双眼 嘴巴张得老大 难以置信地 看着魏铁手里的剑 他虽然猜到 魏铁这柄剑 可能比上一次打造的要锋利 可怎么也莫想到 竟然能够一剑 将那坚硬无比的金属棒斩断了 魏铁也惊讶地看着 那断掉的金属棒和木墩 心中也是惊喜不已 眼前的结果 同样 也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魏铁立刻弯腰捡起那断掉的金属棒 切口同样平整光滑 而反观自己手里的剑人 却依旧完好无损 成了 我真的成功了 魏铁心脏狠狠跳动着 内心也是激动不已 他很清楚 能够将这金属棒 轻易地斩断 自己打造的这柄剑 绝对已经达到了 一珠宝剑的品质 也就是说 只要通过助剑司的考核 自己就能成为一名 真正的酒品助剑师了 这一天的到来 比他预期的要快上很多 真没想到 干到二阶 就拥有九品助剑师的水平了 魏铁心中惊喜 不过转念一想 这系统 可是能将普通技能 干成神通的存在 如今不过才是九品助剑师而已 之后还有七品 五品 未来在一品之上 或许还有更厉害的技能 锻造神兵法宝 也不是不可能 虽然如今只是一个小小的成就 但对于魏铁来说 还是值得开心的 大 大哥 你 你竟然把那金属棒斩断了 石头愣了好一会 才回过神来 魏铁笑了笑 旋即走过去 摸了摸石头的脑袋 顿时把他那松软的头发 揉成了鸡窝 怎么样 你大哥 我厉害吧 魏铁笑着说道 嗯嗯 太厉害了 石头重重地点头 看向魏铁的目光中 充满了崇拜 梁九 魏铁清洗 整理了一下仪容 准备去住建司报名 参加考核 但他刚要走出院门 就先沈沈回来了 沈沈 你回来了 二叔怎么样 魏铁连忙问道 你二叔挺好的 而且他知道 你现在继承了他的衣钵 非常开心 魏薛士强颜欢笑道 魏铁知道沈沈心里的苦 想必二叔在那牢房里过得也不会太好 对了 易儿 你要出去吗 魏薛士岔开了话题 哦 是啊 我准备去住建司报名 参加考核 魏铁如实说道 啊 魏薛士愣了一下 师娘 大哥他 他刚刚打造的宝剑 把那个金属棒给斩断了 石头也跑过来 神情激动地说道 魏薛士不知道 石头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大致猜到 应该是魏义打造出了非常厉害的宝剑 神神 我应该已经达到九品住建师的水平了 魏义一脸自信地说道 听到魏义的话 魏薛士的眼睛微微瞪大了一些 眼眸也亮了几分 真 真的吗 魏薛士有些不敢相信 成为九品住建师 那可是魏铁山毕生所愿了 为了这个目标 他可是努力了许多年 还依旧没能实现 应该八九不离十 魏义毫不谦虚地说道 他也希望这个好消息 能够让神神的心情好上一些 好 好 易儿 你太厉害了 神神真的太为你感到骄傲了 魏薛士激动得有些不能自已 感觉心头的阴霾 似乎都消散了许多 如果魏义成为九品住建师 那身份和地位就不一样了 除了能够赚大钱 解决家里的经济问题 也可能因此结交上一些达官显贵 或许未来 有机会就出魏铁山 神神 你先休息吧 我去住建司报名 速速就回 魏义说道 好 住建司位于内城 靠近青州府的府压 在整个大延王朝 一共有12处住建司 统一归军器局管理 各地住建司 大多由一名私使 和3到5名私利管理 负责对住建师的考核 登记再册 征收住建税 战事人员征兆 管理王朱印 以及住建师的日常的监管等 所有通过考核的住建师 都会被登记再册 留下档案 方便管理 同时领取到专属的王朱印 并享有诸多权利 比如 享有售卖保健的权利 购买金铁 和某些特殊矿石的权利 甚至还可以低价 购买到煤炭等 但酒品住建师 每个月也需要向住建司 缴纳一柄一珠保健 作为住建税 第十二章 万建格 魏义来到住建司后 才知道 要想参加住建师考核 需要缴纳五两银子报名费 可他身上 莫带那么多银两 无奈只好回家 取了五两银子 重新回到住建司 缴纳了银子 填了信息 这才完成了报名 回去等通知吧 下巴上 藏着物子的私利沉声说道 大人 冒昧问一下 大概多久能通知我来考核 魏义问道 最快两天 到时候会有人去通知你的 那下巴上藏着物子的私利 漫不经心地说道 多谢大人 魏义拱了拱手 旋即转身离开了 看着魏义离去的背影 那私利吃笑一声 微微摇头 真是什么人都想当住建师 连个文弱书生都来报名 不过这字 写得着实很漂亮 那私利看着魏义田写的报名信息 暗自说道 玄吉转身 对一旁正在发呆的年轻男子说道 梁田 你稍后去一趟万剑阁 询问一下杜掌柜什么时候 有时间 过来协助住建师的考核 哦 好的 我这就过去 那叫梁田的男子回过神来 呆了一下 玄吉起身向外走去 青州城的万剑阁 位于最繁华的东市中心 主街路口正殿 其实 这里只是万剑阁的一座分殿而已 总部位于京城 大延王朝境内的各大府城 皆有他们的分殿 万剑阁算是大延王朝比较老牌的刀剑铺了 祖师爷曾是一位三品住建师 原本在这青州城内 万剑阁可谓是一家独大 然而就在半年前 新崛起的剑峰楼 也进驻到了青州城 店铺就开在斜对角 隔街相望 这剑峰楼背景也很不简单 不然也无法来到这青州城内 开剑铺 有了剑峰楼 万剑阁的生意 自然受到不小的影响 然而 让万剑楼掌柜 杜宇江莫想到的是 就在今天 他们合作的三名九品住建师 竟然直接被人家挖走了两个 碰 杜宇江心中怒火无处发泄 只能一掌拍在桌子之上 愤然起身 这剑峰楼 真是欺人太善 杜宇江气的来回踱步 那宽厚的手掌 捏得咯咯作响 他既是这里掌柜 同时也是一名七品住建师 要知道 在整个青州城内 九品住建师 只有五人 就算整个青州府全境范围内的九品住建师 加起来也不超过十人 而七品住建师就更少了 算上他和天泉山庄的庄主 也才两人 至于五品住建师 这里原本是没有的 以往城中有人想要购买五珠宝剑 他们都是向京城总部进行定制的 毕竟 即使在整个大阎王朝境内 五品住建师的数量 两只手也数得过来 而如今这青州城的剑峰楼掌柜 便是其中一人 那剑峰楼掌柜承诺收那二人未徒 所以张兴叶低着头说道 脸色很是凝重 哼 那老家伙真的肯教他们才怪呢 不过是诃骗那二人罢了 杜玉江冷声道 他很清楚 在这一行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不然 他也不能卡在七品住建师这么多年 一般不是自己血脉至青 或者真正的关门弟子 绝不会倾囊相授的 他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心里却不得不承认 对方这一招真的够狠 让他一点反制措施都没有了 作为住建师 他自己也能理解 谁都想更进一步 如今有一位五品住建师 愿意收他们为徒 指点一二也会受益匪浅 自然毫不犹豫地加入人家的阵营 其实 他们万剑阁也是有合作的五品住建师的 但想要效仿建峰楼的做法 却是办不到 且不说五品住建师 愿不愿意过来青州城 单单是让人家收徒这件事 恐怕就是难以办到的 所以 这次真的要吃哑巴亏了 掌柜 不好了 就在这时 王守英也快步走了进来 面色难看地说道 张狐野也取消了跟我们的合作 听到这句话 杜宇将感觉气血上涌 脑袋嗡嗡地不经闭目仰头 用手捏住太阳穴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这下好了 三名合作的九品住建师 全被挖走了 要知道 九品住建师 其实才是他们剑扑的主要力量 因为除了普通宝剑外 一珠宝剑寿中最大 销量也最多 也是最赚钱的品类 虽然他自己也能打造出一珠宝剑 但堂堂的七品住建师 去打造一珠宝剑 着实丢人 最主要 这件事传出去 对他们万建楼的声誉 会有很大的打击 他杜宇将 怕是也要成为行业的笑柄了 就在这时 门口又走进来一名小厮 供声道 掌柜 朱建师的官吏 有事找您 听到小厮的话 杜宇将睁开眼睛 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 平缓呼吸 暂时秉退了张兴叶和王守盈二人 玄机对小厮说道 快有请 不久后 梁田走了进来 微微拱手道 杜掌柜 不知近日可有时间 去帮忙监考九品住建师的考核 九品住建师考核 是我们青州城内的铁匠吗 杜宇将略有些惊喜地问道 这对于他来说 算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对方能够通过考核 那自己不是刚好 可以将其收入麾下吗 比起那些老的住建师 这新考核过的住建师 自然更容易拉拢 而且自己作为监考 也是进水楼台仙得月 到时候 效仿那建峰楼的秋玄机 也顺便收对方卫图 拉拢人心 没错 是我们青州城的铁匠 梁田说道 不知是何人 可否告知在下 杜宇将又问道 这个不太方便 好 莫问题 我今日有时间 随时听候贵司的安排 嗯 好 梁田拱了拱手 玄机转身离去 杜宇将坐在椅子上 沉思了两久 这青州城内 有些实力的铁匠 他基本都知道 甚至不少 都与他们有合作 最有希望成为 酒品住建师的 也就是卫铁山了 可此人已经入狱了 不知道这次 要参加考核的是何人 希望此人 真的有酒品住建师的水平啊 杜宇将心说住 他很担心 对方并没有达到 酒品住建师的水平 就来参加考核碰运气 毕竟这重事 以前也有过 杜宇将站起身来 走到窗口 目光落在了 斜对面的 建峰楼的招牌上 杜某在这青州城 混了这么多年 花了那么多钱 养了那么多人 若输给你们 岂不是要一笑大放了 杜宇将很不服气地说道 然而就在此时 魏翼也在楼下的街道之上 目光看了看万剑阁 又看了看那间峰楼 这两家城中 最大最有名的剑铺 或许 未来就是自己合作的东家 魏翼很清楚 自己成为住建师后 就可以售卖保健 但个人力量终究有限 出来乍到 也需要打开知名度 与这样的知名剑铺合作 才是最容易赚钱 最快获得名声的方式 毕竟人家 毕竟人家已经有了品牌效应 有名声和信誉 以及众多客源 眼下 自己也急需搞钱 与其中一家合作 是最方便的事情 第十三章 考核 魏翼在建峰楼的店铺里 转了一圈 其内装修豪华 精美的刀剑架上 摆放着各种冰刃 但最主要售卖的 还是保健 而且 根据保健品质和级别 也划分不同的售卖区域 有普通保健售卖区 有一株保健 和三株保健售卖区 但要购买五株保健 或者更高品质的 那就需要进行预约定制了 在一株保健售卖区的柜台后面 悬挂着五面锦旗 旗上分别写着名 旭 钱 吴 章 根据店员的介绍 那锦旗代表的 是五位九品注健师的名号 也就是他们的个人商标 虽然他们 与建峰楼合作 但在铸造的保健上 也会留有自己专属的个人标识 而且 虽然同位九品注健师 但每个人打造保健的风格和喜好 还是有所不同的 有的 就追求极致的硬度 有的注重保健的韧性 有的善于在健身上 露刻精美花纹 作为装饰 有的善于在剑柄样式上做文章 有的喜欢打造宽健身 有的喜欢打造窄健身 而且 在保健的综合品质上 也是有细微差距 高低之分的 这就使得个别九品注健师打造的保健 更受欢迎 其在圈内的名望 也会略高于其他同行 比如注健师刘明 便是五位九品注健师中最有名气的 带有名字标识的一珠宝剑 也是店铺中售价最高的 从剑峰楼离开后 魏毅又去了万剑阁 结果刚一进店铺 就县里面聚集了不少人 魏首的一个 留着山羊湖 锦衣华服 妖配常见的中年人 指着墙上的注健师锦衣说道 我说张管事 如今这三位注健师 已经跟我们剑峰阁独家合作 你们是不是也该把这锦衣摘下来了 不然我可要去注健司告你们了 听到那山羊湖男子这么说 周围的客人顿时一阵骚动 有人惊讶地问道 什么意思 这三位注健师 不跟万剑阁合作了 是啊 三位注健师独居会演 选择了我们剑峰楼 那山羊湖男子 满脸讥讽地 看向张兴叶 所以 张管事 你还等什么呢 还不快快把三位注健师的锦旗摘了 听到山羊湖男子的话 张兴叶有些难堪 但对方说的没错 他们如今的确不能再悬挂 那三位注健师的锦旗了 我们的注健师 刚被你们用下流手段撬走 你们就这么急吼吼地过来 逼着我们摘旗子 吃相未免有些太难看了吧 张兴叶冷声回击道 张管事可别血口喷嚷 这良情则目而泣 张兴叶与那山羊湖男子 互相嘴炮较亮 魏翼也没兴趣继续听下去 转身离开了万剑阁 他大致也明白了 发生了什么 只是没时间在这里看热闹 差不多也到了午饭的时间 自己回去烧几道好菜 酌一壶小酒 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当天下午 注健师的私利便过来通知魏仪 准备明天去注健师参加考核 考核将进行三到四天 期间不得离开注健师 吃住都要在那里进行 考核内容并不复杂 使用合规的材料 先后打造良品保健 且品质都达到要求即可 但考核期间 监考官也会对铁匠打造保健的各个重要环节 进行监督和评测 最后会对其总体水平 进行一个打分 这分数也将会记录在案 所以同位酒品注健师 也会分为甲等 乙等 有劳大人了 为一拱手道谢 心中也是颇为开心 他也希望尽快考核通过 获得酒品注健师身份 不必客气 阁下就赶紧准备准备 明日晨时 准时到达考场 那官吏嘱咐了一句 多谢大人提醒 卫义又拱了拱手 那官吏微微汗手 旋即转身走出了院子 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吧 可你真的要成为酒品注健师了 那官吏走后 卫青满脸激动地说道 伤暗勿躁 一切等我考核过了之后再说 卫义笑着说道 虽然他有信心 但也害盘乐极生悲 大哥 你肯定没问题的 石头也开心地说道 是啊 我也相信你 肯定十拿九稳 院子里的欢声笑语 让魏薛氏的嘴角 也不禁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第二天晨时 卫义准时来到了住健师报道 考核的场地 就在住健师的后院 里面跟铁匠铺相差不多 负责监考的有三人 住健师的私室苏和 下巴上常住物子的私立喉东 以及万剑阁掌柜杜玉江 其实 杜玉江之前刚刚拿到魏义 填写的资料后 很是惊喜 因为他发现 对方竟然是魏铁山的侄子 魏铁山的实力 他还是有所了解 他调教出来的人 或许真的有可能成为九品住健师 只是当杜玉江看到魏义本人后 心里忽然又没底了 这住健师 大多都是面容粗犷 身形剑术之人 可魏义却一副翩翩公子 儒雅书生模样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铁匠 这样的人确定会打铁吗 这里是铁料 这边是烧料用的煤炭 这边还有一些你可能用到的物料 那下巴藏着物子的私立 给魏义介绍考场内的设施和物品 大人 请问有枪石吗 魏义问道 枪石 有的 等着 我去给你取 枪石也是住健能用到的矿石之一 只是并不常用 但在相关档案里也是有记载的 是合规的矿石 这小子要用枪石 一旁的杜玉将眉头微微挑起 心中略有些惊讶 利用枪石脆火 倒也不是什么秘密 将枪石加热融化后 与油进行一定比例的混合后 对宝剑进行脆火 劲儿增加宝剑的硬度 但却属于偏门的方法 因为不容易控制结果 且成功率很低 十次能有一两次成功就不错了 难道这魏义 要用这种铤而走险的方法 通过考核吗 杜玉将心说着 不禁感觉 这魏义 怕是白白浪费时间啊 想想魏家如今的处境 或许这魏义 也是被逼无奈了 哎 本以为青州城又能出现一位九品驻剑师 如今看来 怕是要大师所望了 杜玉将暗自摇头 他自然没办法相信 眼前魏义能够通过这次的考核 不久后 司力给魏义拿来了枪石 然后又给魏义讲述了一遍考核的规则 带得魏义确认知晓规则后 便告知 他可以开始了 魏义迅速地引燃铁降炉 然后拉动风箱 让煤炭充分燃烧 等到炉火纯青 达到他需要的温度后 才将之前挑剪好的铁料 投入其中进行烧料 第十四章 激动的杜玉浆 锻造宝剑是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 所以 三味监口并不会一直留在现场 目不转睛地盯着胃移 只需要在几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着重观察 打分即可 比如锻打剑胚成健身 以及对健身进行热处理等环节 许久后 铁料烧好 魏义也开始挥锤打铁 阵阵金属敲击之声 回荡而起 那坐在凉亭里喝茶的杜玉浆 苏和 侯东三人 也不约而同地看向了魏义 没想到这小子看着文弱 挥起锤子来 倒是很有力量 杜玉浆捋着下巴上的胡须 笑着说道 作为七品诸剑师 他听着那打铁的声音 就能感受到 那一锤子力道有多大 是啊 我刚刚还想 这书生会不会连锤子都拿不起来 侯东笑着说道 杜玉浆看着魏义断打铁料的样子 心中倒是对他又生起了那么一丝期待 临近五时 司室苏和已经回去了 侯东也靠在椅子上 昏昏欲睡 只有杜玉浆站在魏义附近 观察着他断打剑胚的过程 然后在册子上进行打分 考核的期间 魏义是无法离开住剑司的 所以 一日三餐 都是由住剑司提供的 魏义吃完午饭后 稍作休息 便开始继续冷断健胚 到了身时 已然将健身锻造而出 经过了产错平整 和精细冷断之后 便是到了最重要的环节 热处理 这也是杜玉浆 想要重点关注的过程 所以他搬来椅子 就坐在魏义不远处 准备仔细观察他接下来的操作 尤其是他对那枪食的使用方式 魏义心无旁骛 拉动风箱 将炉火重新烧望 带的炉火达到自己需要的温度后 他将剑身放入了铁匠炉 同时也将那枪食 放入了铁匠炉中 看到这一幕 杜玉将眉头微微皱起 眼中浮现一丝惊讶与质疑 他这是在做什么 为何降枪食和剑身 一起放入铁匠炉里 杜玉将心中疑惑 他所知道 枪食使用方式 并非如此 而是将枪食加热融化后 与油进行一定比例的混合 然后当作冷却剂 对烧红的宝剑进行脆火 所以 看到魏义的做法 他有些无法理解 不过 他也不敢妄断对错 毕竟他也知道 打造一柄宝剑的方法 并非只有一种 他知道的方法 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他只是很好奇 魏义这么做 真的会有效果吗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魏义几乎都守在铁匠炉旁 似乎一直在控制铁匠炉的温度 这倒是让杜玉将 觉得很新鲜 一直维持铁匠炉 保持在一个温度 以前他还真没陷过 有人这么做 也包括他自己 大约一个多时辰后 魏义这才离开铁匠炉 旋即走到杜玉将身前 弓身作医 尖灵 今日便到此结束了 需要等待炉火冷却 明天再做后续处理 嗯 好 过来一起喝杯茶吧 杜玉将笑着说道 看着魏义刚刚的那番操作 他倒是对魏义 又开始抱有期待了 好 魏义跟随杜玉将 一起来到凉亭那里 喝了杯茶 你这记忆 是喂铁山椒的吗 杜玉将问道 嗯 没错 但也有我自己研究的 一些方法在其中 魏义笑着说道 他自然不会说实话 你将枪食与健身 一起加热的方法 是跟谁学的 杜玉将又问道 心中很是好奇 这个 是我自己无意间 发现的方法 魏义一本正经地说道 杜玉将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他也不知道 这种方法的原理 继续聊下去 反倒显得 自己不专业了 一切只能 等待明天看 最终的结果了 杜玉将又跟魏义 聊了聊魏铁山的事情 也感叹了一下 魏铁山的不幸 聊了一会 杜玉将便准备回去了 魏义送别杜玉将 便在私利良田的带领下 回房间里休息去了 回到房间后 魏义也没闲着 他向私利要了笔墨纸验 然后继续干输血技能 第二天一早 魏义吃过早饭后 便继续开始接受考核 今天只有杜玉将 和那侯冬 一起在现场监考 私使苏和病 没有到场 事实上 昨天下午 他就没再过来 整个上午 魏义对健身 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热处理 把杜玉将也给看蒙了 甚至有些不明白 魏义反反复复地 给健身加热又冷却 冷却又加热的 到底是要干什么 他甚至感觉魏义 是不是真的不会脆火 胡乱搞一通 到最后 杜玉将也懒得去看了 坐在一旁喝起了茶 好了 魏义将健身打磨抛光好 安装上剑柄 拿在手里 旋即走到梁亭附近 拱手道 尖灵 我的宝剑已经打造完毕 杜玉将目光 立刻落在了 魏义手里的宝剑之上 当即起身 走到镜前 从魏义手里接过宝剑 将宝剑拿在手里的瞬间 杜玉将的目光 顿时亮了几分 眼中精芒闪烁 嘴角微微浮现一丝喜色 这柄剑单从外观来看 就给人一种 锋芒毕露之感 绝非普通宝剑 他仔细观察了剑身的纹理 又检查了一下宝剑外观 剑脊平直 开刃平整 外观几乎无可挑剔 接下来便是测试性能 短发 切纸 堕铁丝等基础检查 一一通过 然后弯折剑身测试韧性 同样极为优秀 随着一项项的测试 杜玉将心中愈发惊喜 甚至是有些激动 因为他已经基本确定了这柄剑 绝对已经达到了一株宝剑的水准 甚至是超出了绝大部分 一株宝剑的性能 这卫翼竟然真的拥有 九品珠剑师的实力啊 一旁的斯里侯东看向卫翼的目光 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也没想到 这个文弱书生 竟然真的会锻造宝剑 最后 杜玉将又拿来了验剑棒 准备测试这柄剑的极限性能 这验剑棒 跟自己之前斩断的那个几乎一样 甚至比那根还要粗上一圈 感情这验剑棒 原来是官方用品啊 杜玉将拿着宝剑 一剑狠狠斩下 枪 伴随着一声剑鸣 那验剑棒 阴声而断 看到这一幕 杜玉将和那侯东 皆是瞪大双眼 脸上满是惊讶之色 净 竟然给斩断了 侯东忍不住地惊呼道 杜玉将立刻拿起那断掉的验剑棒 看了看 然后又看了一下手里的宝剑 完好无损 好剑啊 真是好剑啊 这才是真正刚柔并济的上上之品啊 杜玉将也忍不住地连连赞叹 他很清楚 这柄剑放在一株宝剑里 绝对是剑中翘楚 他真的没想到 这卫翼看似一介书生 竟然是一位天才驻剑师 而且他如此年轻 未来当真是无可限量 必须拿下它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得到它 杜玉将心中打定主意 这卫翼在他心中的价值 甚至已经超过之前 那三个酒品驻剑师了 他敢肯定 此子日后 定然会成为青州城的明星驻剑师 名气会在那流明之上 他锻造的剑 必定受人追捧 尽管按照正常的考核要求 卫翼必须再打造一柄 能够符合要求的宝剑 才算真正通过考核 但此时的杜玉将 已经可以肯定 卫翼绝对十拿九稳 这柄剑绝对不是偶然诞生的 卫翼从始至终那 从容娴熟的技法 绝对是拥有真正的实力 尤其是那将枪食与剑身 一起加热的做法 非常值得考究 他甚至都想请教一下卫翼 到底是何种原理 还有后来 那反复加热冷却的方法 他隐隐感觉 若能弄清楚这小子的技法 搞不好会给自己带来新的启发 让自己突破多年来的记忆瓶颈 踏入梦寐以求的无品 逐渐失航烈 想到这里 杜玉将心中激动万分 看向卫翼的目光 如获至宝 目光灼灼 第十五章 问斩 卫家铁匠铺里 卫薛士打扫着铁匠铺里的灰尘 卫琴则是在柜台里整理账布 货架上摆放着镰刀 铲子 锄头 剪子等各类铁器 都是卫仪之前锻造的 这段时间 铺子也恢复了营业 每天都有进账 也不知道 你哥考核进行得怎么样了 卫薛士忽然说道 娘 您就放心吧 哥他肯定没问题的 卫琴笑着说道 卫婶婶 在吗 门外忽然传来了 梦水莲略显急的声音 卫薛士诧异的看向门口 就见梦水莲快步走了进来 神情有些慌张 卫婶婶 不好了 卫大叔的案情可能 可能要出变故了 什么 卫薛士手里的扫把 掉在了地上 整个人的表情 瞬间垮了下去 柜台里的卫琴 也是面色大变 带眉拧成一团 听县衙里的人说 他们找到了新的证据 证明卫大叔跟邪修勾结 杀了刘云外的儿子 而且还找到了一个证人 梦水莲声音沉重地说道 他这段时间 帮忙找了一些父亲的朋友和关系 联系上了县衙当差的衙役 那人虽然只是普通衙役 帮不上太大的忙 但他觉得 有这个关系在 多少也能帮忙照应一些 让卫大叔在牢中少受点苦 然而就在不久前 那人传来消息 说县衙找到了新的证据 还突然冒出来一个证人 证明卫铁山跟邪修勾结 杀了刘云外的儿子 如今证据确凿 县衙那边已经上报刑部 卫铁山可能要被秋后问斩了 虽然梦水莲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 甚至怀疑是那保兴行老板刘富贵 跟知府勾结 伪造证据和证人 想要置卫铁山死罪 但他们没有证据 而且案情本来对卫铁山就非常不利 县衙那边上报刑部复审 十有八九也会通过的 而且如今的大言王朝腐败不堪 官官相护 他们这种平头百姓 根本是斗不过那些当官的 更何况还有刘家这个青州城的豪生 所以这次的情况可以说非常糟糕 孙 孙道长呢 云天宗的那两位道长呢 他们不是还在捉拿协修吗 魏薛氏脸色煞白 惊慌失措地问道 听说孙道长他们没有找到协修 所以早就会门派覆命了 梦水莲病没有隐瞒这件事 毕竟是到如今也没法隐瞒了 很显然 刘家就是借此机会下手的 听到这里 魏薛氏险些一屁股瘫坐在地 好在梦水莲一把扶住了他 将他搀扶到了椅子上 一旁的魏晴也连忙上前帮忙 虽然他此时也猛了 眼泪止不住地流 可他知道自己必须要照顾母亲 不能让母亲再垮了 自己必须要坚强 魏婶婶 你先别着急 这件事 我们也许还有回旋余地 对了 魏公子呢 梦水莲安抚道 我哥去参加住建师考核去了 不在家 魏晴抽气着说道 魏晴 你看要不要通知他一生 或许可以让他写个壮旨 我们去府衙上告 也许能帮魏大叔争取一些时日 梦水莲说道 其实他也想不出什么好方法了 只能病急乱投医 尽一切手段了 暂时先不要告诉他 让他安心完成考核 等他考完了 我们再告诉他 魏薛是很清楚 不管怎样都不能影响魏义 这家未来还要依靠魏义 青州城东城 刘宅内 秋后问展 现在不就是秋季了吗 还在等什么 一名大鼻头 满脸横肉的中年人 冷着脸说道 此人便是保新行的老板 也是青州城有名的富商刘富贵 老爷有所不知 这死刑案子需要上报刑部审核 审核通过了 才能行刑 不过您放心 郑大人说了 这次的案子 没有任何问题 那魏铁山死定了 旁边的管家公身说道 砍头都是便宜他了 他活活将我而打死 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 刘富贵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留家一脉单传 如今算是绝了后 而这一切罪魁祸首 便是那位铁山 在他看来 魏铁山十条贱命 也抵不过自己的宝贝儿子 就算杀了他 也难消他心头之恨 虽然他也相信 这件事有邪修参与 但在他看来 魏铁山定然也是 对自己儿子怀恨在心 本就心存报复之意 才会拙了道 不然怎么会如此巧合 偏偏是他杀了自己儿子 魏铁山 等你死了 我便送你全家下去团聚 刘富贵的眼中 闪烁着狠毒之色 身在住建司的魏铁 并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 他吃过午饭后 便又继续开始打造第二柄宝剑 这一次 司室苏和也过来了 准备全程观看魏铁打铁 他也看到了魏铁锻造的那柄宝剑 心中同样惊讶不已 对于魏铁自然也是刮目相看 尤其是听杜宇江说 魏铁的锻造之法 别出心裁 所以他也好奇 想要看一看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更是命侯东 在一旁记录魏铁打铁的过程 作为住建司的技术存档 真没想到 一介书生 竟然拥有如此高超的住建之法 苏和赞叹道 是啊 以前我父亲就曾经说过 真正厉害的铁匠 从来靠的不是蛮脸 而是脑子 现在我算是懂了 杜宇江看着魏铁的目光 也满是赞赏和喜爱 整个下午 魏铁都在不停地断打宝剑 杜宇江和苏和两人 一直从旁看着 偶尔闲聊几句 但谁都没有离开 晚饭过后 魏铁也基本将健身锻造成型 接下来他就要开始给健身加热了 这里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他加热时会将枪食一起放入炉火中 杜宇江忽然开口说道 这是什么方法 以前莫听说过啊 苏和有些诧异 嗯 我也是第一次献 侯冬 着重记录一下这个过程 苏和拍了拍旁边的桌子 对侯冬说道 好的 大人 侯冬点了点头 然后认真观看魏铁的举动 奋笔集书 详细地记录着整个过程 当魏铁对健身加热结束后 已经已经是虚实三刻了 接下来 就是等待健身冷却的过程 所以今天的考核也到此结束 只要明天打造出的宝剑 同样达到一株品质 他就可以正式成为九品注剑师了 从注剑师回家的途中 杜宇江坐在马车里 陷入了沉思 他敢肯定 以魏铁今天的表现和才华 绝对会引起建峰楼的兴趣 他们在住剑师里 不可能没有人 今日的消息 肯定是藏不住的 所以 明天魏铁考核结束 他们定然会来跟自己抢人 自己必须 先下手为强才行 虽然今天 自己已经透露了一些话给魏铁 但他觉得 那样还不够保险 要想彻底得到这个人才 自己还需要 拿出更多的诚意 用更好的办法才行 到底该怎么做呢 杜宇江眉头紧锁 忽然间 他想到了魏铁山 顿时坐直身体 眼中金光闪烁 第十六章 诚意 关于魏铁山的事情 杜宇江自然也知道 他那个案子 可大可小 全看县衙那边 怎么操作定性 但刘家肯定是不会放过魏铁山的 所以 魏铁山想要无罪开脱 绝无可能 这一点 魏家人肯定也都清楚 而且 以他对刘富贵的了解 这人绝对不会放过魏铁山 定然会想尽一切办法 置他于死地 若自己能够帮助魏家 让县衙那边 对魏铁山从轻发落 保住他的性命 甚至是否两年姚毅 就能回家 到时候 魏家定然会对自己心存感激 这或许比自己借口 收位依位图 要更好一些 如此也能够表达自己的诚意 魏铁山那人 他还是有些了解的 人品正直 注重承诺 知恩图报 他养大的孩子 品行定然也不能差 若自己有恩于魏家 这魏意便绝对不会背叛他们万箭楼 栓子 改道去李大人府邸 杜玉江忽然对外面的马夫说道 他与青州府的知府李新年 交情非常好 他觉得 这件事找李新年帮忙 再合适不过了 来到李大人的府邸 杜玉江京门口下人通报后 跟随下人走进了府邸 而后来到了书房 见到了 那正在看书的李新年 杜掌柜 这么晚了 找本官有何事啊 李新年放下手里的书卷 起身相迎 笑容满面 这书房内 除了摆放着各种书籍字画外 还有那一柄柄摆放在架子上的宝剑 李新年也是个爱剑之人 如今 他佩戴的五珠宝剑 便是杜玉江送的 或者说 这房间中大部分的剑 都是杜玉江送的 哈哈 没事就不能来拜见李大人了 杜玉江笑着说道 少跟我扯 你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大晚上的突然跑过来 没有事才怪呢 李新年说道 大人应命 快 请坐 来人 上茶 李新年对门外吓人喊道 旋即看向杜玉江问道 杜兄 怎么这么晚过来 我这两天在住建厮监口 等那边结束 已经是这个时辰了 杜玉江说道 哦 我们青州城 又出了一位新的住建师 嗯 而且是个天才 非常了得 杜玉江对魏义一番夸赞 也将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讲给了李新年 他知道李新年喜欢剑 所以对于住建师 也会另眼相看 能被杜兄如此夸赞 看来此子当真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前途无量啊 不知此子师成何人啊 李新年饶有兴致的 看着杜玉江 他猜到对方来找自己 肯定与此子有关 不过他心中倒也非常好奇 这被杜玉江称为天才的住建师 到底是何人 他叫魏义 师臣魏铁山 关于刘富贵儿子刘家宝 当街被杀的案子 大人应该有所耳闻吧 嗯 当然知晓 而且今天刚刚听说 县衙那边找到了新的证据和证人 魏铁山也认罪了 这案子已经上交刑部复审 魏铁山很有可能会被秋后问斩 李新年正色道 听到这里 杜玉江面色一变 案到这刘家果然出手了 大人 您不觉得这件事很可疑吗 以我对魏铁山的了解 他绝对不是心胸狭隘之人 会因为跟刘家宝之前的一点冲突和误会 就动手杀人 而且他并非愚昧之人 就算他真想杀那刘家宝 也不至于要当街加害 那么多人看着 以他铁匠的身份 浑身一把子力气 要暗中找机会杀死个刘家宝 绝对不难 根本莫必要去勾结什么邪修 嗯 你说的的确有道理 这件事确实一点重重 你就是为了这是过来的吧 是啊 大人明鉴 我与魏铁山也是有些交情的 不希望他含冤死 他侄子如今也要成为九品驻剑师了 未来更是无可限量 实不相瞒 我想卖他个人情 将他招入麾下 所以只能厚着脸皮 来找您帮忙了 杜宇将起身作医 一脸诚恳 既然杜兄开口了 这件事 我定然会帮你的 但是让魏铁山无罪释放 恐怕难以服众 而且 刘家宝毕竟是被他打死的 刘家那边也要给个说法不是 但你放心 保住魏铁山的性命 绝对没问题的 多谢大人 如此我就放心了 这件事我也会如实告知魏铁 他也定然会记得大人的恩情 对了 三公子就要成年了吧 回头我让这魏铁 亲自为三公子 锻造一柄上好的宝剑 作为成年龄 哈哈 那我就替犬子 先谢过杜掌柜了 这一夜 对于魏薛氏和魏勤母女来说 注定漫长而煎熬 眼泪早已经哭干了 剩下却是无尽的绝望 作为这个时代最底层的百姓 面对官府 面对刘家这样的豪生 他们感到深深的无力和绝望 好似无论怎么挣扎 都无济于事 母女二人一夜未睡 他们第一次如此害怕 看到太阳升起 害怕新一天的到来 因为他们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 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如何面对未来 魏薛氏一大早就去了县衙 像之前打点过的衙役 打听了一下魏铁山的案情 果然如孟水莲所说的那般 魏铁山已经被定罪 只待刑部审核通过 就会张贴告示 秋后问斩 魏薛氏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 但刚一进家门 他就昏倒了过去 魏勤吓坏了 他在石头的帮助下 将魏薛氏扶到了房间 然后一边哭着 一边请来了大夫 经过大夫的诊断 他属于急火攻心 加上没有休息好 所以昏厥了过去 我给他扶了一粒 清新安神的药丸 让他好好睡上一觉 应该就无大碍了 大夫对魏勤说道 嗯 谢谢大夫 魏勤一边抽气着 一边说道 旋即将大夫送到了门口 他擦了擦眼泪 虽然他告诉自己要坚强 要像哥哥一样 撑起这个家 但他就是忍不住地想要哭 石头 你在房间里看着我娘 寸步不能离开 我去一趟住建厮 魏勤忽然对一旁的石头说道 哦 好的 姐姐 我肯定能照顾好师娘 石头重重地点头 他也知道 家里出了事 自己要帮忙分担才行 魏勤来到住建厮 向当差的司力 询问了一下魏勵考核的情况 得知魏勤是魏勵的妹妹 司力的态度顿时和善了许多 笑容满面地 将魏勤请到了屋子里 还给他倒了杯水 你哥今天应该就能结束考核了 你是有什么急事找他吗 哦 没 没什么事 就是想知道 他大概什么时候 能结束 我估计要午后了 你要是有事可以告诉我 等他出来后 我第一时间转告他 那司力说道 不用了 我 我先回去了 得知魏勵今天就能考核结束 魏勤心里 似乎踏实了不少 感觉只要哥哥在 就不会那么茫然无措 家里就有主心骨了 第十七章 争抢 魏勤刚离开 住建厮墨多久 一辆马车停在了住建厮门口 那马车上悬挂的木牌上 刻着剑锋楼三个字 就在这时 一名身材剑朔高大 锦衣滑服 腰配宝剑 面容粗犷 尝着落腮湖的中年人 下了马车 走进了住建厮 这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建峰楼的掌柜 五品住建师 邱玄吉 邱掌柜来了 当差是司力 连忙赢了上去 魏伊的考核 进行得怎么样了 邱玄吉问道 我稍后进去看一下 邱掌柜先坐 那司力给邱玄吉 倒了杯茶 然后向着住建厮后院走去 邱玄吉昨晚就听司力说了 关于魏伊的事情 如此优秀的天才住建师 他自然不能拱手 让给万剑阁 所以这才亲自过来 李贤下士 准备将其拉入自己麾下 在他看来 这魏伊他志在必得 他就是要让杜玉江 无人可用 住建厮院子里 魏伊正在对宝剑 进行最后的热处理环节 杜玉江和苏和 都在一旁仔细地看着魏伊 侯东也在认真详细地 记录着整个过程 临近午饭时 魏伊终于完成了 对宝剑的热处理 但他并不打算在这里吃午饭 而是直接开始打磨宝剑 想要快点完成今天的考核 当苏和 侯东等人陆续吃完午饭 回到院子时 魏伊也将宝剑打磨好了 各位尖铃 在下的宝剑已经锻造完成 请尖铃过目 魏伊双手呈上自己新锻造的宝剑 杜玉江和苏和接过宝剑 开始对宝剑进行性能测试 毫无意外 魏伊这一次铸造的宝剑 与昨天宝剑的品质并无二致 魏伊 恭喜你通过了本次的考核 杜玉江满脸赞赏地 看着魏伊说道 是啊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大研王朝的九品铸剑师了 恭喜 苏和也笑着说道 多谢苏大人 侯大人 多谢杜掌柜 这几日辛苦你们了 魏伊拱了拱手 心愿达成 也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他原本以为 自己获得铸剑师身份时 会非常激动 非常兴奋 然而没想到自己此时的内心 竟然会如此的平静 但喜悦感还是有的 稍后我们会对你这次的考核 做出最终评分 然后过去做好登记 领取王朱印和身份腰牌就可以了 你锻造的这两柄剑 就作为你前两个月的助剑税 以后每个月月底前 缴纳一柄保剑到助剑师即可 多谢苏大人 魏伊再次作医 魏伊 借一步说话 杜玉江拉着魏伊走到了一旁 之前怕打扰你考核 所以有件事莫告诉你 你二叔的案子出现了一些变故 我也是昨晚才听说的 杜玉江江卫铁山的事情 如实告诉了魏伊 听到杜玉江的话 魏伊面色变得有些难看 一颗心也揪了起来 不过你放心 我昨晚就去了府衙 我与知府大人交情很深 他答应会帮助我们 保你二叔平安无事 但你二叔毕竟是杀了人 刘家也不是普通人家 所以想要无罪释放 恐怕就是静安王也办不到 不过我保证 会帮你二叔争取最轻的处罚 杜玉江很真诚地说道 毕竟这也是他真实的想法 他心里由衷地喜欢和欣赏魏伊 自然是希望可以帮他 听到杜玉江的话 魏伊的心这才再次踏实下来 心中也是感激不已 虽然他知道 杜玉江应该是想借此机会 拉拢自己 加入万剑阁 毕竟万剑阁与剑锋楼的纷争 他也是知道的 如今万剑阁已经没有九品柱剑师了 极需要自己这种新鲜血液的加入 但尽管如此 魏伊心中依旧非常感激杜玉江 不管怎么说 人家的确帮了自己大忙 如果没有他 二叔怕是真的要被冤死了 他们就算可以上告 但这个时代可不比前世的现代社会 上告之路何其之难 他要救自己二叔 那可能就要连带着郑之献一起告 在这个关关相互的时代里 自己能有几分胜算 谢谢杜掌柜 真的是万分感谢 您这份恩情 在下定然铭记在心 来日报答您的 杜玉江 这么着急 开始拉拢新人了 一道浑厚的声音 忽然打断了魏伊的话 正是那秋玄吉走了进来 脸上带着些许激讽之色 看着杜玉江 看到秋玄吉过来 杜玉江自然一点都不意外 只是看到此人 他这火气就不打一出来 阁下就是魏伊吧 听闻我青州城 出现了一位儒雅书生模样的住建师 今日一线还真是一表人才 如此年纪就成为了九品住建师 前途无量啊 秋玄吉走到魏伊近前 笑容满面地夸赞了几句 魏伊出于礼貌 也抱拳回礼 但并不知道对方是谁 我是剑锋楼的掌柜 五品住建师秋玄吉 关于你这几日的表现 我也有所耳闻 甚是欣赏你的天赋 很享受你为徒 我保你在三年内 就成为跟杜玉江一样的七品住建师 秋玄吉在七品住建师几个字上 加重了语气 还瞟了一眼旁边的杜玉江 眼神中满是嘲笑之意 秋玄吉 你还有没有点新鲜的说辞 看到谁都要收为徒弟是吧 我万剑阁的三名住建师 你也用收徒的借口挖走了 如今又跑到这里来收徒 你那么多徒弟 教得过来吗 杜玉江没好气地说道 哼 怎么 极多啊 你想做我徒弟 我还看不上呢 你这辈子 怕是七品也就到头了 天赋上线太差了 秋玄吉冷笑道 你 杜玉江被戳到了痛楚 气得脸通红 一时雨色 他其实与这秋玄吉很早就认识 当年两人曾经在京城时 同为万剑阁的九品住建师 后来差不多一起成为了七品住建师 杜玉江深受当时万剑阁掌柜的喜爱 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更是让他做了这青州城的分店掌柜 所以那时候 秋玄吉很是嫉妒杜玉江 如今 他秋玄吉成为了五品住建师 杜玉江还停留在七品 他自然是要好好挖苦一下 找回当年的场子 杜玉江也懒得在跟秋玄吉争论 当即看向卫义说道 卫义 事已至此 我也不跟你客气 我真心邀请你 加入我们万剑阁 一切合作模式都好谈 而且我也不怕你笑话 万剑阁所有九品住建师 都被建峰楼挖走了 所以你过来 就是我们的独苗 我必全力帮你 祝你成为最有名的九品住建师 卫义 去万剑阁墨前途的 来我建峰楼 杜玉江能承诺你的 我也能办到 而且我还能帮你精进记忆 秋玄吉也连忙说道 多谢两位掌柜的台爱 在下受宠若惊 这件事可否容我想一想 明日再给你们答复 卫义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但他觉得 莫必要当着二人面去说 首先他不想听二人再争吵了 其次 他现在很担心沈沈 很想快点回家 如果二叔真的被定罪 沈沈没准也知道了消息 这件事对他来说 打击会非常大 他需要降杜玉江的话 告诉沈沈 让他安心 行 我等你的消息 另外我之前说的是 你放心 不管你最终做何选择 我都会全力帮你的 杜玉江一脸真诚地说道 多谢杜掌柜 卫义感激地拱了拱手 杜玉江的话 让秋玄吉愣了一下 眉头微微皱起 诧异地看了看卫义和杜玉江 不知道这杜玉江 答应要帮卫义做什么 就在这时 司力过来通知卫义 过去做登记 而且他最终的 考核评分也出来了 甲上的成绩 乃是历年来 最好的考核成绩了 第十八章 天晴了 看到卫义最终平定的成绩 秋玄吉更加心动 对卫义 卫义也是志在必得 他很清楚 这样的天才助剑师 他日必将成为民动全城的助剑师 若真落到万剑阁手里 自己费尽心思 挖来那击人 就起不到作用了 所以他当即离开了助剑司 他要尽快 去调查卫义的信息 弄清楚杜玉江到底帮卫义做了什么 卫义陆续做完了相关登记 签字画押 从侯东手里 领取了九品助剑师身份腰牌 和王朱印 恭喜了 侯东又道了一句恭喜 多谢大人 看着手里的腰牌和王朱印 卫义心中 方才感到一种成功的喜悦 自己完成了二叔梦寐以求的事情 也算是替他圆梦了 如果二叔能够看到这腰牌和王朱印 定然也会开心万分 哥 你考完了吗 就在这时 卫义的声音 忽然从门口传来 秦儿 卫义略有些惊讶地转身 看向门口 但见妹妹那红肿的眼睛 和憔悴的样子 就知道 妹妹为什么会在这里 看来沈沈和妹妹 果然都已经知道了 哥 还顺利吗 卫义期待地看着卫义问道 很顺利 从今以后 你哥我就是住件事了 卫义摇了摇手里的腰牌 太好了 我就知道 哥你肯定没问题的 卫义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卫义又上前一步 压低声音道 秦儿 二叔的事情 我都已经知道了 你不必担心 二叔不会有事的 相信我 听到卫义的话 卫义那暗淡的毛子里 顿时浮现了光彩 哥 真的吗 爹爹真的会没事吗 卫义 这是你妹妹吧 杜玉江走了过来 笑着问道 是啊 家妹魏晴 晴儿 这是万剑阁的杜掌柜 见过杜掌柜 魏义 赶紧回去照顾家人吧 你二叔那边交给我 有消息我会过去通知你的 杜玉江也看出了魏晴的心事 所以才这般说道 他没有再去说什么 拉拢魏义的话 因为他知道 自己只要能救魏铁山 这魏义便会是自己的人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好 那晚辈就等着您的好消息 魏义也莫再多说什么 毕竟来日方长 魏义带着魏晴 离开了朱建斯 刚走出莫多远 魏晴便又迫不及待地问道 刚当那度掌柜的意思是 他会帮助我们吗 嗯 他与知府李大人是好友 昨晚他已经去找李大人帮忙了 答应会救二叔的 魏义说道 知府大人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可 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吧 魏晴满脸惊喜 甚至还有点恍惚 毕竟不久前 他还在魏父亲的事情 感到绝望和无助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现了转机 而且 这次竟然有知府大人帮助 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知府大人啊 那可是 比郑之县还要大的关 他连县都没见过的大关 这一次 父亲真的有救了 果然有哥哥在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就如同那天 万剑阁管事来 催债时一样 哥哥这次 又给家里带来了希望和奇迹 放心吧 秦儿 以后我们家会越来越好的 我现在也是九品诸件师了 以后我会赚很多钱 让我们都过上好日子 魏义摸了摸魏晴的脑袋 笑着说道 魏晴的个子不高 头顶刚刚到他肩膀的位置 而且在魏义眼里 魏晴还只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儿 毕竟她才刚刚十六岁 放在前世的社会 还是个未成年的少女 嗯 魏晴重重点了点头 脸上又洋溢起了那明媚的笑容 旋即一把拉住魏义说道 哥 我们快点回家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娘 两人一路小跑着 回到了家中 魏晴来住建厮之前 魏薛氏就已经醒了 但整个人一直魂不守舍的样子 精神状态很差 娘 娘 爹爹有救了 爹爹有救了 魏晴人未到 声音先传进了屋子里 听到魏晴的声音 魏薛氏宛若从梦中惊醒一样 魂归肉体 有些茫然地看向门口 一时间分不清 是不是自己幻听了 与此同时 就先魏晴和魏义跑了进来 脸上带着笑容 娘 爹爹这次有救了 爹也不会被问斩了 魏晴直接冲到了床边 开心地抱住了魏薛氏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魏薛氏还有点懵 甚至感觉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魏义迅速地将事情的始末 对魏薛氏又说了一遍 听完魏义的话 魏薛氏方才真正地回过神来 确定自己真的没有在做梦 不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太好了 义儿 神神不是在做梦吧 师父大人真的会帮助我们吗 魏薛氏 还有点不敢相信这么美好的现实 神神 这是真的 二叔不会被问斩的 而且杜掌柜也说了 他会帮二叔争取最轻的处罚 估计 也就服役两年姚义 就能回家了 魏义之所以这么说 也是希望最大限度的宽慰神神 好 好啊 只要你二叔能够保住性命 服姚义也无所谓 只要能活着就好 能活着就好 魏薛氏激动地说道 对于他来说 只要能保住魏铁山的性命 怎样的刑罚 都算不了什么了 毕竟他本就清楚 魏铁山毕竟杀了人 不可能无罪释放的 神神 我还没吃午饭 我去烧两道菜 你好好休息 魏义去了厨房 又做了几道相对简单的养生菜肴 带的几道菜刚刚出锅 杜玉江的声音忽然从窗外传来 魏义在家吗 听到杜玉江的声音 魏义立刻冲出厨房 杜掌柜 你来了 魏义拱了拱手 我刚从李大人家里回来 你二叔没事了 估计应该最多判两年摇曳 你二叔会打铁 应该会派去给军队打造兵器 杜玉江说道 太好了 多谢杜掌柜 您的恩惠 晚辈莫尺难忘 魏义再次抱拳 心里也终于是彻底踏实了 一旁的魏薛氏和魏晴 听到杜玉江的话 脸上也都露出了欣喜之色 刚刚听到杜玉江的声音 魏薛氏便在魏晴的搀扶下 来到了门口 此时听到了这个确切的消息 心里算是彻底放心了 这笼罩着 他们魏家的阴云终于散了 魏家的天晴了 好了 消息带到了 我先回去了 杜玉江转身要走 杜掌柜 请留步 魏义叫住了杜玉江 又上前一步 面色郑重地说道 晚辈愿意成为万剑阁的住建师 听到魏义的话 杜玉江的脸上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不禁伸手拍了拍魏义的肩膀 好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魏义选择与万剑阁合作 并非完全因为杜玉江帮助了他们魏家 事实上 他去住建司报名那天 得知万剑阁酒品住建师都被挖走的消息后 就已经在心里选择了万剑阁 他很清楚 万剑阁没有酒品住建师可用 对于自己是个机遇 如果去建峰楼那边 五个资历 名气都比自己高的老牌酒品住建师 自己初出茅庐 前期肯定争不过他们 自己锻造的一株宝剑 怕是也卖不上高价 但如果加入万剑阁 那就成了独苗 万剑阁绝对全力地推广自己锻造的一株宝剑 甚至包装自己这位住建师 帮自己打出名气 建峰楼虽然如日中天 但万剑阁同样底蕴雄厚 单论在青州城的影响力 那肯定还是盘踞多年的万剑阁 而且 这几日跟杜玉江相处 魏义也觉得 此人还是比较真诚的 至少比那张嘴就画大饼的秋玄级 感觉要靠谱一些 更何况对方画的饼 自己一点都不感兴趣 第十九章 为家不简单啊 刘宅内 管家刘安面色难看地走进了书房 他并非刘家人 只是从小出生在刘家 后来被刺了姓名 老爷 刘安走到刘富贵面前 欲言又止 有什么事吗 正在喝茶的刘富贵 诧异地看了看刘安 刘安稍稍犹豫了一番 面有难色地 从怀中掏出了一个信封 递到了刘富贵面前 老爷 这是之前送给郑大人的银票 什么意思啊 听到刘安的话 刘富贵的眉头 疏然皱起 郑大人说 那位家很不简单 竟然请动了知府里大人帮忙 所以这件事 他也帮不了咱们了 刘安搭拉着脑袋 满脸惶恐地说道 听到刘安的话 刘富贵面色一变 当即放下茶杯 从刘安手里扯过信封 打开一看 果然是自己送过去的几张银票 怎么可能 魏家一个平头百姓 怎么可能请动李大人 这郑之县到底什么意思 刘富贵自然不相信 魏家能够请动知府 那可是连他都说不上话的存在啊 老爷 会不会这位家 跟知府大人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渊源啊 刘安说道 备马车 我要去献一下郑之县 刘富贵冷声说道 他必须要当面问清楚这件事 许久后 刘富贵乘坐马车来到了县衙 结果却被拒之门外 面对这个结果 刘富贵的心沉入谷底 面色难看至极 他就算再怎么不愿相信 也不得不接受这个 他做梦都想不到的结果 魏家竟然真的请动了知府大人 若非如此 这向来爱财的郑之县 怎么会吓得 把到手的银票送回来 更是连自己的面都不感谢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刘富贵实在是想不通 刘安 立刻去给我查清楚 这位家 到底跟李大人有什么关系 刘富贵咬牙切齿地说道 心中当真是怒火欲劫 无处发现 他若连一个卫铁山都收拾不了 那以后在这青州城 还有什么颜面可谈 与此同时 身在剑锋楼内的邱玄吉 也得知了 关于魏翼二叔的事情 知道了那杜玉江 到底帮魏翼做了什么 完了 这次还真是被杜玉江 给抢了先机 邱玄吉沉着脸 有些不甘地说道 他很清楚 这杜玉江帮魏翼 救了他二叔的命 这份恩惠 怕是那魏翼无论如何 都会选择跟万剑阁合作的 不过邱玄吉也清楚 这件事若是换成自己 怕是真的帮不上太大的忙 自己刚来这青州城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在这里的人脉 的确远不如杜玉江 至少自己虽然认识知府大人 能够与其说上话 但要想请动人家帮忙 那估计还不够格 这次真的是其差一招 无可奈何了 这个杜玉江 还真是好运气 邱玄吉有些郁闷 本来已经给杜玉江 来了个釜底抽薪 接下来就准备看他的笑话了 没想到突然出现个魏翼 给杜玉江奶了一大口 让自己的计划 一下子失败了一大半 但如果得不到魏翼 那他也不能坐以待毙 好不容易打压了万剑阁 绝对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万剑阁二楼的茶室内 杜玉江看着手里的毛笔字 自言自语道 这魏翼的字还真是漂亮啊 真没想到 打铁的手 竟然也能写出如此漂亮的字 魏翼已经决定 与万剑阁合作 杜玉江也跟魏翼谈了一下合作模式 他本来是想让魏翼 成为万剑阁内部住建师 也就是千契约 成为万剑阁的人 就好似成为宗门内门弟子一样 同时 魏翼也有机会成为万剑阁的掌柜 或者其他管理要职 享受全店的利润分红等 但魏翼还是希望 先以自由人的模式来合作 杜玉江也给了魏翼最高的分成模式 二八分成 而且承诺先支付给魏翼两百两银子 作为定金 他不希望给建峰楼任何利游魏翼的机会 直接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要知道行业里合作模式的住建师最多也才三七分成 只有真正千契约的内部住建师才会享受二八分成 二八分成模式绝对是行业内最高的比例了 确定了合作模式 他们接下来就要给魏翼制作住建师身份锦旗悬挂在店中 所以他便让魏翼提供一个字作为住建师名号 于是魏翼给他写了一个魏翼 希望他能按照自己的字体去做锦旗 掌柜 您找我 王守英从门外走了进来 躬身作一 王守英 这是我们新合作的九品住建师名号 你立刻去做一面魏翼锦旗挂在店里 杜玉江将手里的纸张递给了王守英 那纸上写着一个大大的魏字 魏翼锦旗 王守英略有些惊讶 对 就按照这个字体去制作 按照最高规格去制作 杜玉江一脸认真地说道 掌柜 这新进的九品住建师 姓魏 王守英试探性地问道 对啊 就是魏铁山的侄子 魏翼 啊 王守英瞪大了双眼 吃惊地看着杜玉江 魏铁山的侄子 魏翼 那个书生 王守英有些不敢相信 对 就是他 看看这次写得多好 莫想到吧 书生也能打铁 我当初也是跟你一样惊讶 杜玉江笑着说道 听到杜玉江的话 王守英的心中当真是翻江倒海 惊讶不已 他是怎么 都莫想到 这次新进的九品住建师 就是魏翼 他原本以为 那魏翼在其他铁匠的帮助下 打造出普通宝剑 把魏铁山欠他们的宝剑还上 就已经很不错了 如今人家摇身一变 成了那获得假上成绩的九品住建师 更是被杜玉江如此器重和欣赏 这以后在万剑阁的身份和地位 怕是要仅次于杜玉江了 完了完了 我们剩下的那一百七十斌宝剑 怕是要彻底泡汤了 王守英心中苦涩 以人家的身份 欠他们那点钱 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还上了 本想着赚点外快 如今算是彻底梦碎了 幸好那日 我莫说什么太过分的话 不然这以后 可如何面对魏翼 王守英心中嘀咕着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做锦棋啊 明天一早 必须给我挂上 杜玉江正色道 哦 好的 我这就去办 等一下 稍后去账房取两百两银子 给魏翼送过去 作为定金 他家最近出了那么多的事 估计买原料的钱都不够了 这钱给他做周转应急 杜玉江说道 好的 掌柜 王守英连忙硬道 玄机退了出去 第二十章 杀星 魏家院子里 刚刚忙得满头大汉的魏翼 坐在草西凉棚下 喝着妹妹给他做的凉茶 石头光着上身 蹲在铁匠炉旁拉着风箱 帮魏翼烧料 额头上同样满是汗珠 魏翼一边喝着凉茶 一边调取出了系统面板 看了一下 姓名 魏翼 根骨资质 极差 寿元 42岁 加三五天 打铁技能 二阶 距离升级还差89%熟练度 烹饪技能 三阶 距离升级还差95%熟练度 书写技能 二阶 距离升级还差24%熟练度 绘画技能 一阶 距离升级还差19%熟练度 雕刻技能 一阶 距离升级还差99%熟练度 雕刻技能 如今也已经开始提升了 因为位移不久前 用一块红铁 雕刻出了自己的位字名号印章 这个过程中 也获得了雕刻的熟练度 虽然它的雕刻技能 是烹饪技能升级到三阶时 获得的石刻雕工技能 但其实 不管是利用石材雕刻 还是用木头 石头 亦或是铁块等 其大致原理 都是差不多的 一通百通 只是使用的雕刻工具 和雕刻石的方法会 有所差异 位移先用锤子和凿子 在烧好的铁块上 雕刻出位字的大概轮廓 然后通过打磨和铲挫 完成最终的雕刻 使得字体变得清晰平整 在经过反复的热处理后 便成为了坚硬无比的钢印 这个钢印 跟祝剑斯发给他的王珠印类似 都是在锻造好的剑身上 用来刻下相关的印记 作为标识的 如今卫字刚印 已经制作好了 卫义接下来就准备打造 第一柄带有王珠印 和卫字印记的宝剑 许久后 石头终于将铁料烧好了 并用铁夹帮卫义 将铁料放到了铁针上 卫义再次起身 穿好护裙 戴好手套 接过铁夹 拿起锤子 开始打铁 叮叮当当的打铁之声 再一次地回荡而起 如今卫义每一次锤打铁料 获得的熟练度 都有200多 热处理的过程 同样也会不断地增加熟练度 但晋升下一阶 所需要的熟练度总数 也非常多 所以 整体的提升速度 明显变慢了许多 不过卫义也不着急 毕竟相对于 其他的铁匠和铸剑师 自己的提升速度 已经非常恐怖了 院前的铺面里 卫薛是刚刚送走 前来买铁器的农户 就见张兴叶和王守盈二人 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 嫂子 忙着呢 张兴叶笑着说道 张管事 王管事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是来恭喜嫂子的 王守盈连忙说道 那脸上写满了谄媚 贤侄不愧是铁山兄弟培养出来的 果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如今成为了九品诸剑师 以后可是了不得呀 今天得知这个消息后 我就一直在忙着 给贤侄做出件施锦旗 刚刚才和老张抽出时间过来 给您道喜 是啊 恭喜嫂子了 二位管事太客气了 魏薛是笑着说道 但心里却是颇有一种 扬眉吐气质感 想着前不久这两人来催债时 王守盈那副嘴脸 在对比如今的样子 真是不得不感叹 这人变脸还真是快啊 嫂子 贤侄在吗 张兴夜问道 在院子里打铁呢 你们是来找他的吧 魏薛是说道 哦 是这样的 我们是来给贤侄送定金的 王守盈说道 魏薛是点了点头 里边请吧 两人微微拱手 玄机从店铺后门 走进了院子 但见他正在专心打铁的位移 二人一路小跑着 来到了魏宜面前 脸上笑容灿烂 仿佛花朵见到了太阳 看到张兴夜和王守盈的出现 魏宜诧异地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眉头微微皱起 贤侄 打扰了 张兴夜笑容满面地拱了拱手 恭喜啊 贤侄 王守盈也连忙说道 看到二人那副样子 魏宜心中明白他们的用意 嘴上却说道 这才没过去几天 你们怎么又来要账了 不不不 贤侄说笑了 我们不是来要钱的 我们是来给贤侄送钱的 王守盈一副油滑的笑脸 哦 送定金是吧 魏宜点了点头说道 之前跟杜玉江谈合作的时候 杜玉江就承诺了付给他定金这件事 对对对 这是两百两银票 贤侄请收好 王守盈将银票递给了魏宜 魏宜接过银票看了看 点了点头 旋即看向张兴夜和王守盈说道 二叔欠你们的钱 我会如期奉还 不着急 不着急 我自然相信贤侄的 那个 贤侄您继续忙 我二人就不打扰你了 先告辞了 王守盈善笑着 他知道 魏宜心里肯定有气 毕竟那日自己的做法 的确不够低头 想要让魏宜 一下子消除心中节地 自然是不可能的 慢走 树不远送 魏宜拱了拱手 王守盈和张兴夜 也同时抱拳 然后再次走进了店铺 看着两人离去 魏宜将银票收好 继续开始打铁 刘宅内 刘安将打听到的消息 汇报给了刘富贵 也就是说 请动知府大人的 并非魏家 而是杜玉江 没错 杜玉江也是因为 剑锋楼挖走了 他们所有合作的 酒品注件师 所以只能尽全力 帮助魏宜 来争取到他 刘安继续说道 我就说 那区区魏家 怎么可能 请动知府大人 不过真没想到 这位铁山的侄子 竟然成了注件师 刘富贵眯起眼睛 目光中闪烁着 森然寒芒 哼 若魏宜死了 杜玉江与魏家的 关系纽带 自然就不存在了 没有杜玉江的帮助 李大人那边 也就不会再参合这件事 老爷 您是要 除掉魏宜 刘安压低了声音 没错 你去一趟黑风山寨 请他们的人过来 只要除掉魏宜 钱不是问题 但是记得 一定要让他们 做得干净点 别留下什么痕迹 这魏宜 既然成了注件师 身份就不一样了 他被杀了 注件师肯定会 要求衙门彻查到底 所以 我们要做得足够隐蔽 绝对不能露出 一丁点的马脚 对了 最好让他们 能把这件事 嫁祸给建风楼 这两家如今 争斗得那么激烈 县衙绝对会怀疑 建风楼有杀人动机 刘富贵忽然又说道 是 老爷放心 小的明白 小的一定把事情办得 天衣无缝 刘安拱手说道 第21章 神秘客人 夜里 魏宜将断造好的剑身 与枪石一起放到铁匠炉里 加热保温 然而他却不知道 在那梧桐树下的阴影里 不知何时 竟然出现了一道黑衣人影 仿佛与黑夜融合为一 寻常人根本察觉不到 魏宜守在铁匠炉旁 一直控制着炉火的温度 在一定的范围内 许久后 魏宜方才伸了个懒腰 打了个哈欠说道 今天的工作结束了 魏宜从铁匠炉旁站起身来 正准备回房间 就见一道人影 仿佛鬼魅一样出现在面前 吓了他一大跳 但见对方脸上戴着面具 看不到容颜 身着夜行衣 魏宜心中一领 随手便抓起旁边的铁锤 伺机而动 杀手 魏宜心里瞬间冒出了这个词 心中有些恐惧 但大脑却在飞速运转 该如何应对 只是不知道 这人是那流云外派来的 还是见风楼派来的 你不用害怕 我不是来杀你的 那黑衣人开口说道 你要干什么 魏宜没有放下锤子 目光依旧警惕地看着那人 问道 那人随手扔过来一个重重的钱袋子 砸在了旁边的案板上 找 你帮我打造一柄宝剑 那黑衣人说道 听到对方的话 魏宜紧动的心脏 稍稍放松了一些 但也没有完全相信对方的话 买剑可以 但是按照住剑司规定 我需要知道你是谁 而且还需要签署相应的字句 魏宜说道 听到魏宜的话 那人沉默了片刻 玄机又说道 那里是一百两银子 你只需帮我打造一柄一珠宝剑 但不必在剑身上做任何标记 这是犯法的 如果官府查起来 我可承担不起 魏宜又说道 他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如今这个家已经经不起任何风波了 此人不敢真面目视人 买剑怕是也不会干什么好事 回头他用自己锻造的剑杀了 什么大人物 在留下什么线索 官府顺藤摸瓜查到自己头上 那可就百口莫辩 大祸临头了 但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 此人就算杀了天王老子 也怪不到自己头上来 所以他可不想承担这份风险 更何况他还不确定 这是不是那刘富贵 或者剑锋楼给自己下的套 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刘家不可能善罢甘休 而剑锋楼和万剑阁之间的争斗 也未必不会用到什么下三滥的招数 在这样的世界里 自己更应该小心谨慎 你就不怕惹恼了我 现在就杀了你 那人全身气势陡然爆发 夜行一无风自动 一股无形威压 如山月一般 迎头压下 让魏逸心里一阵胆寒 后背冷汗层层 但他没有屈服 手里锤子挡在身前 以蛮力锤法 调动着身体里的力量 他知道 如果对方真是来杀自己的 自己今晚无论如何都活不了 但就算自己是蝼蚁 也要做那带毒的蚂蚁 哪怕死 也要让对方感受一下 被叮咬的痛 当然 他也知道 对方并不想真的杀了自己 不然他本可以暗中下手 何必跟自己废话 你来找我打造宝剑 不就是觉得我更容易 被你掌控吗 杀了我 可还有谁会 受你威胁 魏逸色力内染地说道 你这样子 似乎也没怕我的威胁啊 那人再次收起契机 顿了顿又说道 你放心 我是诚心来买剑的 首先 我不是刘富贵派来的 否则你现在已经是死人了 其次 我也不是剑封楼派来的 你给我锻造的剑 不需要做任何标记 你甚至可以模仿 剑封楼的住剑室的风格 去锻造宝剑 而且之后 不管发生任何事 我也保证 不会有人查到你的头上 如果有人敢找你麻烦 我会第一个杀了他 那人言之凿凿 声音听起来非常诚恳 对方的话 让魏逸心中有些惊讶 他能说出这些话 显然是对自己的事情 无比的了解 更是猜到了 自己心中在顾虑什么 这人到底是谁 那人间魏逸沉思 又继续说道 不让你知道我是谁 也是为了你好 但你放心 我并无害你之心 而且 你若帮我锻造宝剑 我可以答应保护你一个月的时间 你应该也清楚 刘富贵此人心胸狭隘 日后肯定会找你麻烦 你没有任何修为 他若真的派杀手过来 随便一个舞者 都能要了你全家的性命 但你若帮我 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可以保你全家性命无忧 之后的事 那便只能靠你自己了 听到对方的话 为一面无表情 沉默不语 但心头却思绪非转 分析此人的话 对方说的的 却有道理 若是刘家或者剑锋楼派来的 也莫必要跟自己说这么多废话 直接杀了自己就完事了 而且 对方答应保护自己 这倒是让他很心动 当然 他也想到了一个 可以卖给对方宝剑 却又能给自己开脱的方法 哎 一百两银子有点少啊 卫义悠悠地说道 但他其实只是试探性的这么一说 没想到话音未落 那人便又扔过来一个钱袋子 这里是五十两 我身上带的银两 就这么多了 行吧 看你很有诚意 我便帮你这一次 不过你说 要保我全家平安 口说无凭 我如何能相信你 卫义正色道 明早刘家会死一匹马 刘富贵会收到一封警告信 那人说道 好 成交 明天夜里过来去见 卫义也很爽快 好 说吧 那人转身走向了墙边阴影处 步伐之轻 竟没有半点声响 跟着身影一晃 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呼 卫义长舒了一口气 将手里的锤子放下 刚刚他真的紧张得要死 毕竟对方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肯定不是一般人 若真想杀自己 怕是现在 尸体都凉了 自己跟对方谈判时 也是色力内然 强装镇定 好在是有惊无险 自己一番试探 显然对方真的没有恶意 的确是来买件的 在这个拥有非凡力量的世界里 普通人的性命 就好似风中残烛 稍有波澜 便可能随之湮灭 接下来得买点功法来修炼了 虽然我这资质很差 但总比毫无修为要好 回头再去打听打听 有没有那种改善根骨资质的药物 魏义心说着 今晚的事情 也让他清楚地意识到 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 真有人想加害自己 怕是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若此人真的信守承诺 保护我一个月时间 那这笔买卖 倒是非常划算 魏义拿起了那两袋银子 打开来仔细查看了一下 又颠了颠 分量很足 就把之前我锻造的那柄件 卖给他吧 魏义心说着 他参加考核前 锻造的那柄宝件上 就没有做任何标记 原本打算留着自己防身用 如今看来 卖给此人倒也不错 将那150两银子收好 魏义回到自己的房间 洗漱一翻后 魏义躺在床上 却是怎么都睡不着了 今晚发生的事 的确给他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 清晨的阳光 唤醒了崭新的一天 青州城内 也再次热闹起来 刘家府邸内 一名吓人惶恐地 跑到了刘富贵的卧房门口 扣响了房门 老 老爷 不好了 不好了 一大早上叫什么叫 刘富贵 没好气地打开房门 怒喝道 老 老爷 昨晚马就离死了一匹马 旁边还留了一张纸条 您 您看看 那吓人满脸惊慌地说道 听到那吓人的话 刘富贵面色一变 当即从他手里拿过纸条看了看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至极 那纸条上写着一句话 送刘元外一句忠告 得饶人处且饶人 冤冤相报何时了 若您执迷不悟 便如此马 第二十二章 警告 刘家府邸内 养着不少入品舞者 醉酱的 也有八匹 虽然马就的位置在府邸后院 那里没有入品舞者守护 但这人能够翘无声息地潜入他们府邸 还杀了一匹马 留下纸条 说明对方 至少也是 一名入品的舞者 而且 这纸条上 虽然没有明说 但他也不难看出 对方是替魏家来发出警告的 这个该死的魏家 刘富贵气的脸煞白 没想到区区一个市井小民 竟然让他如此费神 甚至如今要骑到他头上来了 他想知魏铁山于死地 却因为知府大人出面而落空 如今自己想要除掉魏仪 结果就收到了警告 这位家 难道还要上房接瓦不成 之前请动知府大人的是杜玉江 那这次派人来警告自己的 又是谁 难道也是杜玉江 他难道猜到 我会对魏仪下手 所以提前来警告 可是这种做法 并不像杜玉江的行事风格 刘富贵的脸 阴沉得仿佛要杀人 他将纸条捏在手里 叫人一起去了马厩 被杀死的马匹 没有任何外伤 但口鼻却流出了血迹 经过家中 舞者的现场检查 确定那马匹 是被人一拳震碎了内脏而死 按照他们所言 能够一拳打死这马 对方的修为 至少也要八品 听到这个结果 刘富贵心里一沉 他们府上养的舞者 最强者也不过八品 对方请动的人也是八品 看来真的是想震慑他 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刘富贵一言不发 离开了马厩 他思虑万千 最终还是觉得 这是杜玉江请人做的 毕竟除了他 还有谁会帮助魏仪 他真的不幸 魏佳能请来八品舞者 然而让刘富贵莫想到的是 他刚吃完早餐 那杜玉江竟然就登门拜访了 杜掌柜找我什么事 刘富贵冷着脸问道 他现在还无法完全确定 杀马之事 就是杜玉江做的 所以没有提及这件事 刘园外 杜某不喜欢拐弯抹角 所以也就直说了 此次前来 是为了魏家的事情 魏毅已是我万剑阁的助剑师 所以希望 刘园外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要再因为魏铁山的事情 迁怒于魏家 尤其是魏义 不然便是与我万剑阁为敌 杜玉江不卑不亢地说道 但言语中 却充满了威胁之意 听到杜玉江的话 刘富贵顿时火气上涌 怒不可遏 一拍桌子 杜玉江 你莫要欺人太甚 我不过是想替我而讨回公道 让那魏铁山得到应有的惩罚 可你为了卖魏义的人情 请知府大人帮助魏铁山脱罪 昨晚 你又叫人打死我的马 威胁我 不要再去招惹魏家 如此还不够 现在又上门警告我 你真当我刘富贵好 欺负是吗 等等 什么马 什么意思啊 杜玉江有些诧异 刘富贵看了看杜玉江的表情 似乎并不像在演戏 沉吟少许 便将今早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杜玉江 刘园外 这件事不是我做的 我杜玉江做事向来坦荡 不会用这种方式威胁你 而且 若是我叫人杀了你的马 那我今日就莫必要在亲子前来 请你对魏家高抬贵手 杜玉江起身说道 真的不是你 刘富贵眉头紧锁 他也是个人精 而且仔细想想 杜玉江真的莫必要用这种手段来吓唬自己 若是我 昨晚死的 可能就不是马了 杜玉江声音陡然冰冷了几分 刘富贵面色难看的 与杜玉江对视了一眼 感受到对方那凌厉的气势 心中有些畏惧 然而让他更害怕的是 杀马之人 若不是杜玉江派来的 那又是何人 难道还有其他人 在帮助魏家不成 刘元外 杜某言尽于此 希望你看在我万剑阁的面子上 不要再为难魏家 好了 杜某先告辞 说完这句话 杜玉江便转身离开了 只剩下那刘富贵 面色难看的站在原地 拳头攥紧 心中恼怒 却无从发现 难道这次真的要咽下这口气吗 杜玉江走出刘宅后 上了门口的马车 车内还有一人 正是魏夷 杜玉江之所以一大早 突然来找刘富贵 正是因为魏夷 不过倒不是魏夷让他来的 只是不久前 魏夷去万剑阁 询问他是否知道 去哪里可以学武功 魏夷昨晚思索了许多 觉得自己必须要尽快提升自保能力才行 听到魏夷突然要学武功 杜玉江就猜到 可能是刘家又对魏家做了什么 于是二话不说 拉着魏夷 就来了刘家 魏夷也没有解释什么 毕竟自己的确担心刘家报复 威胁到他们全家人的性命 我已经警告过那姓刘的了 估计他不敢再招惹你们魏夷了 杜玉江正色道 多谢杜掌柜 如此我就放心了 魏夷拱手道谢 但说来也奇怪 那姓刘的说有人杀了他的马 威胁他不要报复你们魏夷 他还以为这件事也是我做的 你可知道是什么人在帮你吗 听到杜玉江的话 魏夷不动声色 心中却是暗息 没想到那神秘人还真是信守承诺呀 这我倒是不知 会不会是他刘家得罪了其他人 魏夷自然不会说出昨晚那神秘人的事情 毕竟对方守承诺 自己也要遵守道义 嗯 倒也有可能 这刘家的仇人估计不少 对了 魏夷 你不用担心 这几日 我便帮你安排一些护院 保护你们全家人的安全 杜玉江说道 如此甚好 有劳掌柜了 不过这雇佣护院的钱 我来出就好 好 杜玉江笑了笑 又说道 回去后 我送你一本 易经炼体术 这功法很适合你这种五道根基 不是很好的人修炼 很容易上手 最主要这功法 有改善筋骨体质的作用 太好了 多谢掌柜 至于你说的 改善根骨滋质的丹药 这个我就爱莫能助了 可能只有 那某些天才地宝 仙丹神药能有此奇效了 而这些 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听到杜玉江的话 魏夷认真的点了点头 说来也是 若真有这种药物 估计所有人都成武者了 与其寄希望于 那凤毛麟角的天才地宝 倒不如寄希望于 自己的系统 既然养生菜谱 能提升寿源 或许未来烹饪技能升级后 自己可以获得某些 改善根骨滋质的食谱 也说不定呢 魏夷在心中乐观地想着 当天下午 杜玉江就帮魏夷 找了五个护院 五人基本都是 开迈进四五重的修位 加起来 也能跟入品舞者周旋上一阵子了 在这个世界 舞者在入品之前 便是开迈进减 以血气开辟 其经八脉 每开辟 一脉为一重 八重之后 便是九品舞者 这五人乃是杜玉江 从德云舞馆请来的 德云舞馆 隶属于城中三大帮派之一的德云帮 这帮派扎根在青州城许多年 与城中很多势力和家族 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同时也掌握着城中赌场 标局 青楼等产业 在青州城 也是颇有威名 魏夷早在中午之前 便已经将第一柄 一珠宝剑锻造好 送到了万剑阁 下午 魏夷没有继续锻造宝剑 而是在房间里 研究起了那一精炼体术 只可惜 里面的每一个字 他都认识 可是组合到一起 他就有些看不懂了 感觉晦涩深奥 玄之又玄 纵然其中结合了一些简易的图画 可理解起来 依旧不容易 果然 习舞也是需要天赋的 魏了便于自己理解 魏夷开始抄写那 一精炼体术 功法 所谓书读百遍奇异自现 有言好记性 不如烂笔头 PS 各位书友大大们 本书将在周日上第一轮试水推荐 接下来的一周 也是决定这本书命运的关键时刻 萌新作者 贵求各位读者大大们 每天过来追读一下最新章节 因为追读数据 就决定着这本书能否PK晋级下一轮推荐 也就是决定着这本书的未来 若各位觉得这本书还能看 请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让这本书可以走得更远 让我可以将这个故事讲下去 在此 小作者谢过各位读者大大了 第二十三章 搞情报的 为一发现 一遍又一遍的抄写那 一经练体术 果然有助于理解 当自己将那些文字熟记于心后 再去反复抄写时 便会慢慢开始理解其中玄奥 而且他这番抄写下来 书写技能也被他干到了 只差12.5% 就能晋升下一节了 他觉得 明天再干一天 就有希望晋升到三阶了 夜深人静 沈沈 晴儿 以及石头他们 都已经早早睡去 几名护院 则是轮流在院子里守夜 按照他们的分工 前半夜有两个人守夜 后半夜三人守夜 我的剑呢 一道声音 忽然从窗外传来 把卫衣吓了一跳 抬头一看 果然是那个头戴面具 身穿黑色夜行衣的家伙 拜托 这位高人 您下次再来的时候 能不能稍稍搞出点动静 别神出鬼没的 心脏病都要让你吓出来了 卫衣抱怨道 抱歉 习惯了 那黑衣人声音淡然地说道 卫衣透过窗户 看了看外面那两个原本在守夜的护院 结果发现 两人都已经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了 别担心 我只是让他们原地休息一下 那黑衣人说道 看来在真正高手面前 这些护院 还是不顶用啊 好在眼前的神秘高人 并非敌人 刘家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你很讲信用 卫衣转身 从一旁的架子上 取下一柄宝剑 递给了黑衣人 这是你要的剑 其上没有任何标记 那人接过宝剑 仔细看了看 玄机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不错 有件事 我要提前给你说明一下 为了彻底 跟这柄剑断绝关系 我明天会报官 撑家里遭贼 这柄剑丢失了 反正以你的能力 官府也查不到什么对吧 卫衣正色道 这是他昨晚就想到的主意 如此就可以彻底解决后顾之忧 而且 刚好外面那两个家伙 也能帮忙作证 如此谨慎和细腻的心思 很不错 以后我们 还会再合作的 那黑衣人说道 你真能保护我全家人的安全吧 我请的这几个护院 看上去也不怎么顶用 明天不行 把他们都辞退了 卫衣又向那黑衣人确认了一下 还是留着他们吧 至少明面上可以震慑一下他人 而且我也不可能无时无刻地保护你 黑衣人说道 呃 卫衣眉头微微皱起 幽怨眼神看着那黑衣人 黑衣人立刻又说道 放心 刘富贵派刘安去了黑风寨 想要找人杀你 不过刘安 应该这辈子都到不了黑风寨 所以 我保护你靠的不是贴身庇护 而是情报 防患于未然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 一定能办到 听到黑衣人的话 卫衣的心再次踏实了下来 原来这家伙是个搞情报的特工啊 难怪对我的事情了如指掌 如此甚好 有这人在 看来自己的确能够放一百个心了 好了 我该走了 那黑衣人收好剑 身形一跃 便从窗前消失了 莫名觉得 这家伙有点帅啊 我要是有他这武功 还有什么害怕的 卫衣忽然有些羡慕 心里更是有点好奇 这个家伙的身份和来历 第二天一早 卫衣就去县衙报了官 声称自己之前锻造的一柄宝剑 昨夜被偷了 牙衣现场勘查一番 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不过 因为有几个护院的证明 牙衣自然也没有怀疑 卫衣所说之事的真假 昨晚那两个护院被人打晕 直到后半夜换岗时 才被另外三个护院叫醒 所以他们都能证明 昨夜应该有人偷偷闯进这里 而且那被打晕的两人 直到今天早上 后脑勺还隐隐作痛吗 几个牙衣在宅院那一番查看 简单询问了一番 便离开了 牙衣刚离开末多久 德云武馆的武馆主 便闻讯赶来了 这次可是杜玉江出面找他们帮助 给卫家请了护院 结果第一天上岗 卫家就失窃了 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他回头跟帮主也没法交代 所以亲自前来登门致歉 真的太抱歉了 卫公子 让您受惊了 没事没事 只是丢了一把剑 无碍 卫义不以卫义 摆了摆手说道 卫公子莫要生气 我今天再给您换一批护院 人手给你增加到八人 工钱咱们依旧按照之前五人来算 当然 昨天这寄人的工钱也免了 您看这样可以吗 武馆主又说道 卫义看了看武馆主 心想 还有这好事 那自己 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哼 武馆主太客气了 不不不 这是我应该做的 您放心 这次的八个人 至少是开麦进五重的修位 肯定不会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武馆主如此说了 那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 不过昨晚的工钱 我会照顾的 不能让两位护院 白白在院子里睡了大半宿 都着凉了 卫义笑着说道 他心里的确是有些过意不去的 昨晚未聊假戏真做 只能让那两人 躺在院子里吹秋风受苦了 不不不 这钱我们不能要 我这就回去 给你 安排一批新的护院 说着那武馆主 便叫上那五名护院离开了 经过了这个小小的插曲 卫义继续自己日常的打铁工作 而卫薛氏也去了香满楼 将孟水莲之前送来的五十两银子 还了回去 之后 又去找了之前曾在家里做工的两名铁匠 请他们重新回来做工 如今卫义已经成了住建师 所以卫家的铁匠铺 如今也拥有了经营售卖刀剑的权利 请那两名铁匠们回来 除了能够帮卫义完成一些基础的断打 铲挫和打磨等等工作外 也可以锻造各种铁器 以及普通宝剑满足店铺的日常销售 但卫薛氏去两名铁匠家时 他们都不在家 只有妻儿在家 他们都在别家铁匠铺做工 毕竟人家不可能一直等着卫家 卫薛氏将话告诉了他们的妻子 答应可以给他们掌工钱 还说了卫义成为九品住建师的事情 果不其然 当天晚上 两名铁匠就来到了卫家道贺 答应明天回来做工 其实两人听说 卫义成为九品住建师的消息 也很惊讶 但惊讶之余 更多的是开心 他们跟着卫铁山也快两年了 与卫家关系非常好 卫家人善良 对他们也好 更不会像别的东家那样 想着法地刻口他们的工钱 压榨他们的心血 所以 他们打心理 愿意给卫家做工的 嫂嫂 您能让我们回来做工 我们就很开心了 工钱不用长 按照原来的就好 是啊 之前东家出事 我们二人也莫帮上忙 心中有愧 您如今看得起我们 请我们重新回来 我们已经感激不尽 哪里还好意思 都要工钱 狐狸 孙福 如今这铁匠铺 是卫一当家了 给你们掌工钱 是卫一的主意 我不做主的 卫薛是笑着说道 二位叔叔 如今我已经成为了九品 住建师 卫家现在也算是渡过了难关 不差你们那点工钱 只要你们以后跟着我 卫家好好钱 保证你们会赚到更多的钱 卫一笑着说道 那 那就谢谢邵东家了 我们以后肯定卖力钱活 绝对不辜负邵东家的好意 没错 我们一定卖力钱活 那胡林和孙福二人 感激地说道 第24章 笔墨之灵 有了胡林和孙福二人 帮忙打下手 卫一每天打铁的工作量 一下子少了很多 也轻松了不少 两人可以帮他完成 基础的断打工作 卫一只需要进行 后续精细的锻造就可以了 而且他也调整了工序 白天完全用来断打健身 等到晚上 再将断打好的健身 统一放在炉子里 与枪食一起加热保温 然后经过一晚上的冷却 第二天 便可以直接开始后续的热处理 如此锻造保健的效率大幅提升 同时也能节省很多时间 所以两天的时间 卫一就锻造出了四饼一株保健 同时 胡林和孙福 也锻造了不少铁器 当然 每天除了打铁 卫一还是会继续坚持烧菜 提升烹饪熟练度 而书写技能 也在他超写了两天的 一斤炼体数 功法后 终于是达到了 可以升级的条件 姓名 卫义 根骨资质 极差 寿源 42岁 加四三天 打铁技能 二阶 距离升级 还差78%熟练度 烹饪技能 三阶 距离升级 还差86%熟练度 书写技能 二阶 可升级 绘画技能 一阶 距离升级 还差17%熟练度 雕刻技能 一阶 距离升级 还差99%熟练度 终于可以升级了 卫一放下手中的笔 直接趴在书岸上 心念一动 书写技能 直接晋升到了三阶 与此同时 熟悉的感觉再次袭来 无数信息涌入脑海 丝丝电流在体内窜动 酥酥麻麻 窗外夜黑风高 四名护院在院子里打着灯笼 首夜巡逻 许久之后 卫一再次从那种 仿佛沉睡一样的状态中 清醒了过来 他从座椅上站起 眼中满是激动之色 嘴角也不自觉地浮现笑容 这次书写技能 晋升到三阶 果然有很大的惊喜 升级后的书写技能 自然是更进一步 让卫一成为了 笔走龙蛇的书法大家 更是获得了超强的模仿能力 几乎可以模仿任何人的笔法 然而最让他开心的 还是这次竟然获得了一个 名为笔墨之灵的特殊能力 与其说是特殊能力 不如说是某种功法 这种功法 可以在自己书写 绘画之时 吸收笔墨单轻之气 汇聚十海之中 凝聚成目 而后成灵 最后成僧 广袤无垠 即为笔墨之灵 就好似舞者修炼的血气 道家修炼的真气一样 但卫一觉得 这笔墨之气 倒是更像前世如道修行小说里的才气 或许未来有一天 真的可以让自己笔下的文字 拥有杀伐之威呢 只可惜 目前自己获得的信息中 只有关于如何获得笔墨单轻之气 凝聚笔墨之灵的方法 暂时还不知道该如何驾驭和使用这笔墨之气 但卫一也不着急 毕竟自己还需要先凝聚这笔墨之气 他也相信 只要继续干下去 让输写技能 晋升到下一节 或许就可以进一步获得 关于这笔墨之气的运用之法 总之 这次的升级 让卫一看到了一条独特的修行之路 让他看到了 可以变强 增加自保之力的一丝希望 卫一迅速拿来笔墨 开始在纸上随意地写着诗词 与此同时 他果然感觉到了 一缕缕宛若墨迹一样的气体 从纸上脱离而出 融入到自己的石海之中 慢慢变成了一颗种子 随着他不断地书写 越来越多的笔墨之气 融入石海 那颗种子慢慢发芽 最后长成了幼苗 最后 卫一又开始作画 果不其然 绘画的时候 同样可以吸收笔墨单轻之气 接下来要把升级重点 放在书画技能上了 卫一很清楚 如今自己成为九品诸剑师后 已经可以暂时满足全家的经济需求 但从安全角度来讲 还是让自己 获得一定自保能力和手段才行 目前自己的武道修行根基太差 修炼进度肯定缓慢 所以他觉得 这笔墨之灵 或许就是自己另辟蹊径 获得力量的一种途径 卫一一直书写绘画 到了深夜 才一游未尽地上床睡觉 而石海里的那笔墨之气 已经变成了一株小树苗 卫一上床睡觉时 外面下起了雨 整个城市都仿佛笼罩在那雨幕之中 哗哗的雨声也淹没了许多声响 甚至是某些人惊恐痛苦的惨叫 一座府邸宅院内 被雨水打湿的地面上 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身影 雨水冲刷着他们身下的鲜血 从深红色变成了淡淡的红色 向着四周慢慢地一散 两久 一道人影从卧房中走出 他身着夜行衣 头戴面具 手中提着长剑 雨水落在他的剑上 冲掉了骑上的鲜血 第二天 县衙接到报案 城中威虎武馆的掌门刘小虎 在家中被杀 一起被杀的 还有他家的护院 经过衙役和武座现场的调查 发现那刘小虎在死前 曾经遭受过严酷的刑讯 显然有人想从他口中 知道些什么 这刘小虎乃是八品武者 曾经在军队担任过百夫长 后来在青州城内 开了一家武馆 他开武馆 明面上教人习武 暗地里 却经常帮有钱人 钱一些脏活 在城里也是小有名气 尽管这名声 大部分都是骂名 所以他被杀的消息 在城里很快 也传得沸沸扬扬 魏家府邸内 魏仪一早起床后 就开始继续写字干经验 凝炼那笔墨之灵 连早餐都是神神做的 他吃完早餐后 就又回房间里继续写字 胡林和孙福也早早便来到魏家 开始工作 但魏毅今天不打算锻造一株宝剑 所以就让他们二人 自己锻造一些普通宝剑和铁器 魏毅又给二人制定了新的奖励制度 店铺里销售的铁器和宝剑 都会给他们一定比例的分成 这样就可以让两人赚到更多的钱 也能充分调动两人的积极性 尽管两人本身工作就很积极 但魏毅觉得 钱财的刺激会让人爆发出潜能 比如自从推出这个政策后 两人更愿意学习了 也会主动向自己请教 甚至开始自己去钻研 如何提升技能 如何锻造出更好的铁器 这就是钱财带来的刺激 因为他们锻造的产品的质量 直接影响着口碑和销量 也就意味着影响他们能赚到的钱 魏毅在房间里 疯狂地默写古诗 甘金燕 最后都快写兔了 于是他又开始默写 一斤炼体树的功法 结果这一篇功法写下来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石海之中 那笔墨之气凝聚的树苗 忽然分解开来 化作了一篇文字 正是那一斤炼体树的功法内容 与此同时 魏毅竟然开始能够清楚地理解其中的奥秘 甚至脑海里仿佛自动生成了动画讲解一般 清晰直观地帮助他去理解这功法中 讲述的人体 奇经八脉 以及真元经器所在 还有那刑器之法 和提升血气的方法等等 在这笔墨之气的帮助下 魏毅迅速地将整个功法融会贯通 完全地吸收掌握 这笔墨之灵 竟然还有此等妙用 魏毅心中大喜 他也没想到 这笔墨之气 竟然还可以帮助自己去参悟功法 第25章 打折寿慢 将一斤炼体树的功法 完全领悟后 魏毅便在房间里 尝试修炼了一下这功法 这功法分为外功和内功 外功是一些类似强健身体的锻炼之法 做起来 有点像某重剑美操 还有点像前世的瑜伽 内功则是行气之法 以自身真元引动血气 在体内运行 开辟齐精八脉 魏毅先在房间里 进行了外功修炼 一番修炼下来 可谓是汗流加倍 气喘如牛 趁着体内血气方刚 立刻开始原地打坐 进行内功修炼 但魏毅发现 理解了 跟做到了 完全是两回事 就好像脑袋学会了 双手学废了一样 道理都懂 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知道怎么运行 调动体内血气 行气运气 可是大脑和身体 就仿佛两个系统 各运行各的 自己无论怎么尝试 体内血气 就是不听使唤 果然根骨资质差 修炼起来 真的是举步维艰啊 魏毅有些无奈 显然目前 自己只能靠这一经练体术 当个健身操来练一练 强健一下体魄 至于修炼出血气开脉 怕是要猴年马月了 不过让魏毅惊喜的是 刚刚一番外功修炼后 自己的系统面板里 竟然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 健身技能 魏乳皆 距离升级 还差90%熟练度 这倒是个意外惊喜 或许我单单干这个外功 就能把这身体变得强横无比 如果魏来将其干成某众神通 或许可以让自己 直接拥有某众强大的身体 也说不定 擦 魏来会不会直接干出来个荒谷圣体 苍天霸体之类的 魏毅脑洞大开地想着 算了 还是先把绘画的技能干一下吧 魏毅重新拿来作画的纸 和单清末盘 开始作画 如今绘画技能的熟练度 只差11%就能晋升下一节了 他准备今天将这作画技能 也干到下一节 反正作画也可以增加笔墨之气 中午 魏毅又亲自烹饪了几道养生菜 如今有钱了 他用的食材也越发昂贵 毕竟吃得越好 寿元增加得越多 神神也给两位铁匠做了午餐 至于那几个护院 他们都是自己去城里下馆子吃 魏毅烧菜时 石头和魏晴都会帮忙烧火 打下手 对于他们二人来说 如今每天最开心的时刻 就是看着魏毅烧菜 期待着美食出锅 院子里 几个护院闻到厨房里 飘出来的香味 也忍不住的直咽口水 这东家顿顿 都在吃什么山珍海味啊 闻起来可真香 是啊 我这刚吃饱 闻着味道 感觉又饿了 真想尝一尝啊 少给我点工钱都行 想什么呢 东家的吃食 也是 你能随便能尝的 几名护院聚在一起 低声议论着 吃完午饭 魏一听妹妹说起了 微虎物馆掌门刘小虎 被杀的事情 他也是不久前 听护院们聊天时 说到的这件事 哥 你说这次会不会 又是邪修前的 魏晴一脸严肃地说道 他总觉得 如果能够抓到邪修 就能够证明父亲无罪 那自然是最好的 也许吧 希望这次衙门 能查到什么新的线索 魏一没有去打破 妹妹的期待 尽管他心知肚明 这件事 八成跟邪修 没什么关系 吃完午饭后 魏一找到了几名护院 详细打听了一下 具体的情况 也得知了 刘小虎临死前 似乎被人用酷刑逼供了 擦 看来真是那个 沙马特钱的 魏一心说着 沙马特是他给那神秘黑衣人取的名字 那人杀了刘家的马 还是个搞情报的特工 所以 魏一就给他取了个帅气又好记的名字 沙马特 这沙马特 就是搞情报的 那刘小虎死前被人逼供 显然是为了 从他嘴里 获得什么情报 所以 魏一感觉 应该是他钱的 这家伙果然买件 就是为了杀人啊 还搞出这么大动静 魏一心说着 幸好自己想出了丢件的主意 不然 万一真的查到自己头上 那可就凉凉了 万剑阁中 杜玉将副手而立 站在窗前 目光看着斜对面的剑锋楼 嘴角擒着一抹自信的笑容 在他身后 王首银确实面有难色 躬身站着 陈银片刻 方才说道 掌柜 这剑锋楼搞了打折活动 最贵名字一珠宝剑 也才六十两银子 我们还将位字宝剑标价一百两 这真的行吗 就在昨天 剑锋楼就开始推出打折活动 并不惜重金 大肆宣传 店里目前最贵的一珠宝剑 只要六十两 最便宜的三十两就能买到 简直是打破了行业的价格下限 要知道 以往最便宜的一珠宝剑 至少也要四十两银子 这消息一出 的确在城里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让剑锋楼门前的客人 络绎不绝 然而 杜玉江却下令 将位翼锻造的位字宝剑 从原本八十两的标价 直接涨到了一百两 以前万剑阁最贵的一珠宝剑 也才七十两银子 给位翼锻造的位字宝剑 标价八十两银子 已经算是非常高了 如今又涨到一百两 这让王守盈 有些看不懂了 人家都在打折售卖 你还做地起价 这不是要砸自己的招牌吗 当然可行 秋玄吉这么做 无异于杀鸡取卵 自砸招牌 甚至是在帮我们 眼下看 似乎抢了我们的生意 但从长远看 得不偿失 而我们的策略 是最符合我们当下情况 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杜玉江笑着说道 这秋玄吉打铁的才能还可以 但是做生意 就差点意思了 杜玉江很清楚 剑锋楼这么做 就是想要挤兑他们 让他们莫办法 将卫一的宝剑 卖上价格 毕竟人家有名气的筑剑师 锻造的宝剑都那么便宜了 你一个莫名气的新人 自然要标价更低 而一旦价格被压下去 那位自宝剑再想提升价格 那可就难了 可是秋玄吉这办法 太过想当然了 掌柜 我还是不怎么明白 王守盈依旧有些困惑 杜玉江转身 走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然后喝了口茶 这才不疾不虚地 给王守盈讲了一下 自己这么做的用意 和其中道理 一楼的店铺内 几名客人从剑锋楼逛了一圈 又来到了这边 你们店的一珠宝剑打折吗 一位客人问道 实在抱歉 贵客 我们万剑阁从不打折 店员陪笑道 对面剑锋楼都在打折 你们还一点都不打折 另一位客人 有些惊讶地看着那店员 本店历来 也没有这规矩 数小的无能为力 贵客如果真心想买 小的可以自掏腰包 帮您配一个更好的剑锹如何 你们不打折 顾客可都被对面抢走了呀 那客人又说道 店员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玄机说道 我们这还供不应求呢 哪里还需要打折呀 几位贵客您想想 如果不是生意不好 谁会放着钱不赚 打折售卖啊 听到那店员的话 急人愣了一下 细细一想 似乎倒也是这么个道理 张管事 张管事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阵嚷嚷声 跟着只见几道人影 出现在了店铺门口 卫手的男子 头上玉冠树发 额前还系着镶嵌碧玉的额带 一身锦衣华服 以白玉腰带树枝 玉带上挂着玉配 荷包和配件 那荷包表面和配件的键鞘上 同样也镶嵌着各种玉饰 甚至手指上也佩戴着玉扳纸 一身珠宝玉器 就仿佛行走的人形玉器展柜 但与那些吸引眼球 美轮美奂的玉饰相比起来 这男子的容貌 就显得平平无奇 个子不高 甚至长得有那么一丝搞笑 若非这一身形透的加持 以及身后那几个满脸横肉的护卫 便无半点高贵威严可言 哎呀 郭少爷来了 看到门口走进来的年轻男子 一旁的张兴叶连忙迎了上去 眼前这年轻男子 正是城中的德云帮的少帮主 郭皮修 第二十六章 就买贵的 张管事 我要买宝剑 郭皮修说话的嗓门很大 整个店铺里的人都能听得清楚 没问题 郭少爷 快这边请 张兴叶连忙将郭皮修 请到了一旁的座椅上 郭皮修一脸蕴色地坐在那里 玄机拔出了腰间的配件说道 张管事你看看 我那妹妹把我的剑弄成什么样了 张兴叶接过郭皮修手里的剑 只见那剑刃上满是活口 看上去就好似锯齿一样 这 这是怎么弄的 张管事有些诧异 我那妹妹竟然用我的剑 扛我爹的三珠宝剑完 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真是气死我了 你说一个小丫头 怎么比小小子还逃呢 郭皮修气呼呼地说道 郭公子 小小气 正好我们店里出了新品宝剑 品质比这柄还要好 我拿来给您看看 张兴叶对一旁的店员摆了摆手 那店员立刻取来了一柄卫子宝剑 捧到了郭皮修面前 郭皮修接过宝剑 仔细看了看 目光顿时亮了几分 看着的确很不错啊 卫子宝剑 以前莫听说过啊 什么 一百两 这也太贵了吧 你们抢钱的吧 旁边有客人忽然不满地嚷嚷起来 引起了郭皮修的注意 店员连忙开始解释 介绍那宝剑为何会卖一百两 张管事 这件要一百两 郭皮修也略有些惊讶地 看向了张兴叶 没错 这价格有点贵的离谱啊 以前从没听说过一株宝剑 卖到一百两的 郭皮修有些惊讶 郭公子 这件贵自然有贵的道理 俗话说 便宜莫好货 好货不便宜啊 我们这位字宝剑 可是一株宝剑中的上上之品 这柄宝剑的助剑师 虽然是新晋助剑师 但却非常了得 它在考核中 可是假上的成绩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 曾经杜掌柜和邱掌柜 为了争抢它 差点大打出手 而且它锻造的一株宝剑 也开创了一个奇迹 让一株宝剑的性能和品质 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就目前现在市面上 售卖的那些一株宝剑 根本与这位字宝剑 无法相提并论啊 张兴叶言之凿凿 虽然略有些吹嘘 夸张成分在里面 但大部分也都是事实 所以说起来 还是丝毫不会感到心虚的 真的假的 张管事 你可别忽悠我啊 郭皮修略有些惊讶地问道 小的哪胆啊 您不幸可以去住剑师问一问 就知道了 这样吧 我们行内有个测试宝剑极限性能的物件 就是这个 张兴叶从袖口里 掏出了一根燕剑棒 我们行内称之为燕剑棒 寻常的一株宝剑 能在其上留下一个窝口 便已经很不错了 而这柄剑 可以轻松将其斩断 而毫发无伤 你说说 是不是高盼立下 听到张兴叶的话 郭皮修目光亮了几分 郭少爷如此鹦鹉不凡 自然要有上等宝剑才能与您匹配 对面建峰楼那些过气住剑师锻造的宝剑 早已经烂打街了 根本不值得您购买 你看看 现在都沦落到打折售卖了 那种便宜货 怎么能配得上郭少爷的气质和身份呢 张兴叶一番话 把郭皮修说得眉飞色舞 笑容满面的 张管事说得很有道理 我也觉得这件不错 好货不便宜 便宜没好货 本少爷要买就买最好的 就这柄了 郭皮修笑逐颜开 对眼前的宝剑甚是满意 好嘞 郭少爷提位子宝剑一柄 张兴叶立刻朗声喊道 他的话 立刻吸引来周围所有客人的目光 有钱人啊 一百两的宝剑都买啊 这不是德云帮的少帮主吗 则则 真是出手阔绰啊 被众人瞩目 郭皮修心里感觉倍儿爽 以往买一柄宝剑 哪能引得这般关注啊 看来花一百两银子 买一柄宝剑 很值啊 诶 这昨天我来看 位子宝剑还卖八十两银子 今天怎么就涨到一百两了 你们万剑阁也太黑了吧 人家建峰楼都在打折 你们不打折还涨价 旁边又有客人不满地说道 这位贵客 您有所不知啊 我们位子宝剑现在是供不应求 这一百两还不愁卖呢 您今天要是不买 过几天可能还会涨价啊 店员从旁解释道 没错 实不相瞒 这位字宝剑可是有收藏价值的 市面上你绝对再买不到这么好的一株宝剑 另一个店员也跟着硬核 拼到旁边店员和顾客的对话 郭皮修目光闪烁 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这宝剑竟然还能升值 那自己真是赚到了呀 张兴叶带着郭皮修又去选购了剑鞘 然后到柜台交了钱 签了字句 郭皮修也如愿以偿地将那位字宝剑悬挂在了腰间 哎哎 张管事 你那根棒棒能不能给我一根 郭皮修忽然凑到张兴叶旁边 低声说道 燕剑棒 没错 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 这个给您 张兴叶将燕剑棒交给了郭皮修 送走了郭皮修之后 张兴叶立刻兴高采烈地跑到了二楼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杜玉江 嗯 很好 往下看吧 接下来几天 魏子宝剑一定会真正地功不应求 杜玉江笑着说道 郭皮修离开万剑阁后 上了门口马车 玄机朗声说道 去 世子府 他口中的世子府 乃是靖安王树子 赵汉清的府邸 赵汉清的母亲乃 就是商女出身 在王府里毫无地位 偏偏这赵汉清 又是个武道废渣 更不擅长领兵打仗 读书也不行 可谓是一无是处 算是靖安王的几个儿子当中 最不受待见的一个 更无望继承王爵之位 所以成年后就离开王府 自己独自开府生活了 平日里 他很喜欢结交城中富贵豪身家子弟 也经常在府上举办一些聚会 但这群家里有钱 但又莫什么文化的公子哥们聚在一起 自然不会谈始论到 吟诗作对 所以品茶 品酒 品鉴 就成了他们聚会时的主要内容 而今天下午 便是由赵汉清组织的 一场品酒聚会 前来参加聚会的 基本都是商谷豪身子弟 郭皮修来到世子府时 城中大部分富家公子 都已经到场了 品酒会要晚些才会开始 所以 此时众人正聚在厅堂之中 喝茶聊天 旁边机名女乐宫 也在弹奏着优美的乐曲 哟 郭公子来了 看到郭皮修走来 有人笑着说道 柿子 郭皮修走到赵汉清面 躬身作衣 赵汉清继承了母亲 教好的容颜 面白如玉 见眉心目 相貌颇为英俊 一点薄礼送给柿子 还望笑呢 郭皮修拿着一个精美的小盒 送给了赵汉清 郭公子客气了 快请坐 赵汉清接过那小盒 笑着说道 第27章 公子哥们比见 郭公子 怎么这么晚才过来 现场与郭皮修关系较好的人 笑着询问道 府上的丫鬟 也立刻过来 给郭皮修上糕点和茶水 来之前去了一趟万剑阁 哎 对了 柿子 我刚刚在万剑阁买了一柄新的一株宝剑 您可想郭木 郭皮修又看向了赵汉清 郭公子真会说笑啊 万剑阁的一株宝剑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在座的谁墨剑部啊 更何况是见多识广的柿子 旁边一名单凤眼 目光桀骜 容貌英俊的男子说道 此人名叫万子和 乃是城中富商万银昌的儿子 哈哈 是啊 这万剑阁的一株宝剑 有什么好看的 万银昌身旁的一名公子哥硬喝道 脸上满是鸡讽之色 我这柄剑 你们还真就没献过 郭皮修略显得意地说道 切 怎么可能 万剑阁的续字剑 钳字剑 张字剑 我们在座的哪个墨献过 在座的佩剑 就能集齐这三重 那万子和不服气地说道 赵汉青虽然笑而不语 但看向郭皮修的目光 似乎也有些许疑惑 魏字剑 各位可有人献过 郭皮修摘下佩剑 抓在手里 笑着说道 听到他的话 众人面面相去 还真没听说过 什么魏子宝剑 闻所未闻 不会是没什么名气的 助剑师吧 莫听说过也正常 万子和冷笑着说道 难道是新进的助剑师 赵汉青也开口问道 没错 得确是新进的助剑师 但他锻造的宝剑 无论品质还是性能 全都远胜市面上 其他的一株宝剑 乃是上上之品 郭皮修一脸认真的说道 哼 郭公子可真能吹 这城中谁不知道 一株宝剑中 最好的 便是我手中的名字宝剑 万子和站起身来 不服气地说道 就是啊 一个新人锻造的宝剑 能有多好 郭公子不会 是被人家给忽悠了吧 万子和 你那名字宝剑 现在正在打折贱卖 五六十两银子就能买到 你要不要再去买一遍 郭皮修笑着说道 不可能 万子和面色一冷 自然不相信 不信你自己去建峰楼看一看 哎 我好像也听说了 建峰楼正在打折售卖宝剑 郭公子 你说你那宝剑乃是上上之品 如何证明啊 各家的一株宝剑各有千秋 他们之间的差距 本来就难以界定 是好是坏 可不是单凭一张嘴说说的 就是啊 店家为了卖出宝剑 自然是吹得天花乱坠 你也不必信一味真 在常与万子和关系好的 富家子弟帮腔道 听到众人的话 郭皮修从腰间取出燕剑棒 举在手中问道 在座可有人知道 这是什么 众人目光汇聚而来 有人皱眉困惑 有人微微摇头 这是燕剑棒吧 九品诸剑师们用来测试保健极限性能的物件 赵瀚青说道 柿子果然陷多识广 没错 就是燕剑棒 万公子 你我要不要打个赌 比试一下 也算是给在座各位添点乐子 郭皮修目光挑衅地看向那万子和 比什么 万子和不服气地问道 看我们谁的配件 能将这燕剑棒斩断 听到郭皮修的话 赵瀚青眉头一条 眼中浮现出了一丝感兴趣之色 在场的众人也都来了兴致 一些看热闹的不怕失大的公子哥们 更是开始起哄拱火 好啊 郭公子 这个提议不错啊 就是啊 万公子跟他比 名字保健肯定完胜 我下注十两银子 万公子请 郭皮修从荷包里取出十两银子 放在了茶几上 面带笑容地看向那万子和 万子和眉头皱了皱 看着周围人的目光 他自然不能退缩 当即也取出十两银子 放在了茶几上 比就比 难道还怕你不成 万子和直接拔出了佩剑 大家也可以一起下注 郭皮修又说道 在场众人大部分都跟着一起下注 当然 跟郭皮修关系好的都压了郭皮修 跟万子和关系好的人 则是全都下注支持万子和 每个人下注几两银子不等 但加在一起 也有小一百两了 众人一起来到了院子里 赵汉青也吩咐下人搬来了一个木墩 然后拿过郭皮修手里的验尖棒看了看 最后交给下人固定在了那木墩之上 你二人谁先来 赵汉青问道 郭公子你提出的笔事 你先请吧 万子和说道 好 郭皮修拔出手中佩剑 但忽然犹豫了一下 他忽然才想起来 自己也只是听那张星夜一面之词 并没有真正的实验过 如果自己斩不断这验尖棒 岂不是很没面子 那张管事应该不会骗我吧 郭皮修心想着 郭公子 还愣着干什么呢 万子和又说道 嘴角擒着讥笑 觉得这郭皮修 就是在故弄玄虚 郭皮修心下一横 握紧宝剑 而后高高扬起 刷得劈斩而下 使出了非常大的力气 他好歹也有开迈进五重修位 力量还是非常足够的 这一剑下去 只听枪的一声 那验尖棒和下方的木墩 一同被劈开 剑身前半段 更是直接没入了地面的石板之中 看到这一幕 众人并没有太过惊讶的表情 毕竟他们对于这验尖棒并无概念 也不知道这一剑下去 意味着什么 然而那赵汉青 却是目露惊讶之色 因为只有他知道 验尖棒为何物 世子 实在抱歉 用力过猛 把贵府的地板弄坏了 郭皮修拱手说道 心里却是暗松了一口气 看来那张管事没有撒谎 这剑果然锋利无比啊 无碍 赵汉青摆了摆手 快步走到郭皮修身边 从他手里拿过宝剑 仔细看了看 竟然真的完好无损 剑刃和剑身 依旧光洁如镜 只有少许画痕 这宝剑的韧性和锋利程度 怕是比自己那三株宝剑 也逊色不了多少 但他虽然心中惊讶 却并没有表露出来 而是等待接下来的好戏 他又叫人搬来新的木墩 将燕剑棒重新固定好 那燕剑棒被郭皮修斩断了一小节 还剩下很长一段 万公子请吧 郭皮修饶有兴致地看向万子盒 万子盒一步上前 拔出腰间配剑 本想耍帅单手握剑 但想想又改成了双手握剑 毕竟 如果因为自己力量不足 没有斩断那燕剑棒 还是有些丢人的 所以 可谓是卯足了力气 一剑狠狠斩下 枪 同样一声金铁碰撞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比刚刚的还要大 然而 万子盒手里的剑 却停在那燕剑棒中 再难寸进 燕剑棒支 被他的剑斩开了一多半的深度 并没有断开 反观万子盒手里的名字宝剑 剑刃竟然崩掉了很大一款 看到这一幕 万子盒面色大变 心里一疼 而在场的众人 这才后知后觉的邓大双眼 满脸惊讶地看向了郭皮修 如此对比之下 当真是高盼力下了 郭皮修获胜 好剑 果然是好剑啊 赵汉青拿着郭皮修的配剑赞叹道 第二十八章 为什么他们都去了对面 这 看着手里那崩裂的配剑 万子盒感觉脸 有点火辣辣的疼 然而 在场中人 却无人在乎他那崩裂的剑 注意力全都聚集到了 柿子手里的魏子宝剑 看着那柄寒气逼人 锐不可当的宝剑 顿时觉得自己手里的剑不香了 郭公子 你这剑当真是一株宝剑吗 是啊 这剑怎会如此锋利 当然了 这王朱印在这里呢 不信你们自己去万剑阁看一看 谁也不会拿三株宝剑 来当一株宝剑卖吧 而且 这注剑师就是不久前刚刚登记在册的九品注剑师 去注剑司应该也能打探到 郭皮修略显得意地说道 心里贝尔爽 这剑果然不错啊 郭兄 不知这剑多少钱啊 我也想买一饼 好剑的价格自然也贵了点 一百两银子 一百两银子 有人略感惊讶 毕竟以往的却没有这么高的价格 这价格的却不便宜 不过如此优秀的宝剑 倒也值这个价格 是啊 回头把我这饼剑送给我弟弟 我也换一饼魏自剑 各位 要买趁早 我在店里听说 这魏自剑昨天还卖八十两 但因为供不应求 今天就涨到一百两了 搞不好明天很可能还会涨 郭皮修又说道 诸位 有谁想跟本世子 一起去一趟万剑阁 这位自宝剑甚是不错 值得收藏 赵汉清正色道 他目前的配件 虽然是三株宝剑 但他很喜欢收藏宝剑 市面上有些名气的一株宝剑 他府上都有收藏 如今 看到品质如此优秀 品相也无可挑剔的一株宝剑 自然也很是心动 所以 也想去买一饼回来收藏 柿子 若您喜欢 我这饼就送给您了 郭皮修说道 不必 怎可夺人所爱 我自己去买一饼 回来珍藏就好 柿子 我跟您一起去 万子和连忙说道 他的剑坏掉了 只能重新去买一饼 一百两银子 虽然不是小树木 但他咬咬牙 也是能拿得出来的 只不过接下来几个月 怕是要勒紧肚子 管住下面了 而且刚刚这场比试 虽然他输了 内心很不服气 但该说不说 那位自宝剑 着实惊艳到了他 让他很是心动 反倒是自己手里 这饼名字宝剑 仿佛变成了他的耻辱作 让他不想再看到此剑 而且 以这饼剑的品质 他敢肯定 以后这青州城中 最有名气的一株宝剑 定然就是这位自宝剑了 就如那郭皮修所说 如果不尽快入手 搞不好之后 还会涨价 我也一起签去 我们一起吧 众人纷纷硬核道 剑锋楼内 正在喝茶的秋悬集 听到店内管事汇报的情况后 眉头微微皱起 不打折 还涨价了 这杜玉江疯了不成 可能 他猜到了我们的意图 所以不肯降价 为了保住位义的身价 那管事臣服来说道 哼 如此甚好 我倒要看他能坚持多久 反正我们耗得起 少赚一点 我们也有得赚 他们怕是一饼 也别想卖出去了 到时候 那位义赚不到钱 自然而然就会选择 与我们合作 秋悬集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他们这次推出 打折售卖活动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几堆万剑格 打压那位义 今日店里的客人非常多 虽然成交的数量不算多 但至少这气氛 搞起来了 如此下去 绝对能够让那万剑格和卫义 彻底绝食 掌柜英明 陈福来笑着说道 秋悬集站起身来 走到窗口 喝了口茶 似笑非笑地 看着对面的万剑格说道 杜玉江 这次我赢定了 正说话间 秋悬集就看到远处的街道上 一行马车队 浩浩荡荡而来 驱散了街道上的行人 也引起了不少路人的瞩目 看那些马车精美的车厢和装饰 便知道都是城中富贵人家的马车 看来是被我们的活动吸引来的呀 秋悬集嘴角不禁勾起了得意的笑容 听到秋悬集的话 陈福来也凑到窗口 向那街道上看了看 但现那浩浩荡荡而来的车队 也是惊喜不已 一 二 三 十五 十六 陈福来数了数难马车数量 可谓是激动不已 我的天 竟然有十六辆马车 这位守的马车 竟然是世子府的 快 福来 跟我下楼迎接客人 秋悬集心情大好 暗自得意 当即放下茶杯 带着陈福来下了楼 连世子都过来了 今天他们这活动实 再是太成功了 富家公子们的马车队 招摇过世 引得不小骚动 路边行人好奇观望 低声一润住 秋悬集带着陈福来 来到了店门口 满面荣光地看着 那逐渐靠近的马车队 做好了迎接他们的准备 他是真想看看 一会杜宇将看到这等景象时 会是怎样的神情 然而 让他默想到的是 那位守的世子扶马车 却是从他们的门口经过 并未停留 玄机静止向着万剑阁驶去 最后停在了万剑阁的门口 只见赵汉清下了车 在周围人好奇的目光中 走进了万剑阁 接着其他的马车也陆续停下 各家的公子哥们 也纷纷下车 然后彼此说笑着 走进了万剑阁 看到这一幕 秋玄机脸上的笑容 彻底垮下去了 整张脸上的神情变得有些难看 心中全是问号 这 这什么情况 陈福来也是满脸的惊恶 有些困惑地说道 他们是不是走错了 看着那群富家公子哥们 全都走进了万剑阁 秋玄机心中可谓是翻江倒海 再也无法平静了 他实在想不明白 这是为何 明明自己这边在做打折活动 他们怎么都跑去对面了 难道真的走错了 快 快去叫人到对面看一看 到底什么情况 秋玄机一把扯过陈福来 面色面有不甘地说道 在等待消息的这段时间里 秋玄机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目光不时地看向万剑阁 心中当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不久后 派去打探消息的小丝跑了回来 秋玄机一把将其拉到一旁 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看着秋玄机那要吃人的神情 小四结结巴巴地说道 掌 掌柜 他们都是去买位子宝剑的 什么 一百两银子 他们也买 是 是的 店里所有的位子宝剑都卖光了 那些公子哥们 还要预定 听到小四的话 秋玄机感觉脑袋一阵嗡鸣 整个人都有些梦了 自己一番折腾下来 不但没有打压万剑阁 遏制位子宝剑 怎么反倒让那位子宝剑 被附加公子们疯抢了呢 第二十九章 绘画技能升级 身在家中的位翼还不知道 自己的位子宝剑 突然就火了 他一直在全力地干绘画技能 终于是成功的江书画 技能晋升所需要的熟练度 给彻底干满了 升级后的位翼 获得了更加高超的绘画技艺 虽然还未达到登峰造极 出神入画的大家水准 但也可以画得唯妙唯笑 行云流水 而且 只要是自己仔细观察 记住的人物或者景致 都能完美地 将其绘画而出 魏翼从床上坐起 看了看天色 已今日近黄昏了 自己融合升级后的信息 差不多又用掉了一个时辰 经过了今天一番书写绘画 笔墨之气在石海中 已经凝聚成了一棵小树 而且 魏翼也明显感觉到 自从凝聚着笔墨之气后 自己 似乎变得耳聪目明 大脑更灵活 记忆力大幅提升 对周围的感知更加清晰 也更加敏锐了 哥 你醒了 魏翼刚走出房门 就现隔壁窗户里 探出个娇俏的面旁 正是妹妹魏晴 是啊 准备去给你们烧菜 魏翼伸了个懒腰 感觉身心舒畅 哥 万剑阁的杜掌柜之前来了 好像有事找你 但是看你在睡觉 就没有打扰 说晚些再过来 哦 睡得太死了 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魏翼笑着说道 心中倒是好奇 杜玉江突然来找自己干什么 之前已经给他锻造了五饼一珠宝剑 按理说也够卖几天了 不过他也没多想 静止走去了厨房 开始烧菜 哥 我跟你一起去 魏晴兴高采烈地从房间里追了出来 跟着魏翼身后 蹦蹦跳跳地走进了厨房 就在魏翼进厨房烧菜的同时 杜玉江也再次乘车从万剑阁 向着魏家赶来 此时的杜玉江 心情非常好 今天与剑峰楼的这场较量 他们可谓是完胜 虽然他料到 魏自宝剑会受到城中富家公子的追捧 但莫想到 一切来得这么快 赵汉青带着一众富家公子的到来 让魏自宝剑瞬间出名 他也故意让人 将今天的消息传出去了 最主要 这些富家子弟之间会 互相影响 所以接下来几天 魏自宝剑定然声明确起 这也彻底击碎了剑峰楼的计划 杜玉江非常清楚 目前万剑阁只有魏翼这一个酒品诸剑师 如果跟剑峰楼拼销量 他们把魏翼累死 也竞争不过剑峰楼五个住剑师 所以不能数量取胜 那只能价格和利润取胜 剑峰楼疯狂打折 他们就疯狂涨价 这一来一回 就将魏自宝剑的档次 给衬托出来了 而且 他们这么做 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好奇 定然会想去探究其中缘由 这也就给了他们介绍魏翼 宣传魏翼的好机会 并借此机会 将魏翼塑造成明星住剑师 关键是 魏翼刚好 也有这种实力 他锻造的宝剑 也真的是上等佳品 配得上高价 配得上这个地位 所以一切水到渠成 只不过 有了剑峰楼这场活动的 完美衬托和助攻 加速了这一切 杜玉江从一开始 对魏翼保剑的定位 就是最高端 最顶级的一株宝剑 其锁定的购买人群 也同样是城中的达官显贵 也就是那群有钱人 这些人购买宝剑 并非为了战斗或者防身 而是为了彰显身份和地位 那邱玄吉 把那些原本有名气的宝剑 搞得跟菜市场白菜一样 打折促销 降价甩卖 就是自降身价 自毁名声 哪个有钱人 还愿意去买他们的宝剑 甚至曾经拥有那些配件的附加子弟 也会觉得 自己的配件 配不上自己的身份了 自然会将目光汇聚到 那能够重新衬托 他们身份地位的魏子宝剑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那些附加公子会 纷纷购买魏子宝剑的原因 可以说 邱玄吉一手毁了那五名酒品驻剑师 多年来树立起来的品牌效应 将这些高端人群 都送到了万剑阁来 送给了魏仪 至于那些中低端消费人群 本身就不是他们目前需要的 拱手让给建峰楼 也无所谓 不久后 杜玉江再次来到了魏家 听说魏义正在厨房烧菜 便直接来到了厨房 闻着那飘在空气里的香气 让杜玉江都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 在烧菜呢 杜玉江站在门口笑着说道 杜掌柜你来了 晴儿 你先带杜掌柜去听堂 魏义对魏晴说道 不用不用 我在这里跟你说说话就好 杜玉江说道 那好吧 魏义也不再跟杜玉江客气 将切好的山药 放入了那汤汁翻滚 冒着香气的砂锅之中 看来你这烧菜的手艺 也相当了得呀 这味道闻起来就让人垂涎欲滴啊 杜玉江咽了咽口水说道 那我还真的不谦虚 我这烹饪技能不比打铁差 哼 怎么样 杜掌柜 晚上留下来尝一尝啊 正好之前 你不是想知道我把枪食跟健身一起加热 是什么原理吗 晚饭后 我们聊一聊 魏义笑着说道 他一直觉得自己二叔的事情 杜玉江帮了不少忙 这份恩情不仅仅是自己与万剑阁合作就能报答的 所以他愿意交杜玉江这个朋友 也愿意告诉他一些自己知道的热处理方法 或许能帮助他找到什么灵感 突破瓶颈 听到魏义的话 杜玉江满脸惊喜 这又能品尝美味 又能听魏义讲述那奇特技法 他自然确实不公啊 好啊 那我可就不跟你客气了 栓子 去买一摊好酒 杜玉江回头对身后的小丝说道 那叫栓子的小丝应了一声 从杜玉江手里接过银钱 便快速地跑出了院子 对了 差点把证事给忘了 我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 你的魏子宝剑今天彻底出名了 之前送去的吴炳宝剑已经全部卖掉了 而且 还有四个预定的 这里 是吴炳宝剑的钱 共计四百两 杜玉江从怀中取出银票 听到杜玉江的话 魏琴和石头的眼睛都瞪大了一圈 吴炳宝剑就赚到了四百两银子 这也太多了吧 以前魏铁山锻造的宝剑 一柄剑最多卖上二两银子 这四百两银子 可是至少要打造两百柄剑才能赚到的 他们虽然知道 魏翼成为九品柱剑师后 会很赚钱 但也莫想到这么赚钱 您做了什么 魏翼也惊喜地看向杜玉江 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宝剑这么快就出名了 而且吴炳剑赚了四百两银子分成 那说明一炳剑卖到了一百两 如此高昂的价格却依旧卖到脱销 这显然是杜玉江用了什么手段 略施小技 不过也多亏了剑锋楼的衬托 一说起这件事 杜玉江就忍不住地开心 第三十章 指点杜玉江 杜玉江没有立刻将事情的经过告诉魏翼 毕竟既然留下来吃饭了 那就不急着现在说了 他也要吊一吊这魏翼的胃口 而且魏翼正忙着烧菜 跟他说话会打扰他 所以他便在魏琴的带领下来到了厅堂 魏琴也给他沏了茶水 许久后 魏翼终于将所有的菜都烧好了 他今晚特意多做了一道菜 神神也帮忙又做了两道 共计六道菜 毕竟家里来客人了 还是要图个吉利 饭菜上桌 魏翼也将杜玉江请上了桌 但为薛氏准备带魏琴和石头 在厨房简单吃一口 毕竟这个世界 还是有这方面规矩的 家里有客女人 孩子不上桌 魏夫人不用这般多礼 我们家里也从来没有那么多规矩的 大家一起吃也热闹 杜玉江笑着说道 是啊 神神 一起吃吧 这么多菜 我们两个人也吃不完 魏翼说道 好吧 魏薛氏点了点头 他的话一出口 魏琴和石头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众人纷纷落座 魏翼先请杜玉江动快 品尝了一下自己的拿手好菜 品尝了魏翼烧的菜 杜玉江也有被惊艳到了 顿时满脸惊喜与满足 魏翼烧的菜不仅色香味俱全 更是味道鲜美丰盈 各种食材的味道在口中层层递进 彼此交织 回味无穷 给人一种极致的味觉享受 让人感到满足 你还真的不是在谦虚啊 这味道也太好了 杜玉江忍不住地给魏翼竖了的大拇指 他也是吃过很多山珍海味 珍羞佳肴的 但魏翼烧的菜 丝毫不比那些顶尖大厨差 哈哈 杜掌柜过奖了 和你口味就好 魏翼笑着说道 杜玉江没有急着跟魏翼喝酒聊天 而是与众人一起分享着美食 享受着食物带来的满足 带得魏薛氏 魏晴 石头他们吃好了 下了桌 他和魏翼也吃得差不多了 这才提起要跟魏翼喝几杯 杜掌柜 我来给你倒 魏翼帮忙给杜玉江倒酒 自己也倒了一杯 来 魏翼 干杯 杜玉江与魏翼碰杯 酒水入口 魏翼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酒有点难喝啊 完全没有自己前世的白酒好喝 喝起来并不醇香 甚至还有点酸酸的味道 显然酒精浓度和纯度都很差 不过魏翼也想起来 似乎古时的酿酒工艺 还没有那么先进 甚至连蒸馏技术都没有 所以 味道远不如现代工艺下酿造的白酒那么好喝 只是他没想到 竟然相差那么多 看来真的要开发一下酿酒技能了 魏翼心说着 但这酒虽然不好喝 却也能喝 两人一边喝着酒 一边聊起了天 杜玉江也将今天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魏翼 魏翼一听心中了然 作为蓝星穿越者 他自然明白杜玉江的做法 不得不说 杜玉江的确很懂经商 这或许也是他 即使只有七品驻剑师的水平 却依旧稳坐掌柜宝座的原因 反观那秋玄吉 或许是个出色的匠人 但经商跟打铁是两回事 所以 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的魏子宝剑 怕是会供不应求啊 杜玉江笑着说道 杜掌柜果然高明 看来接下来我要加班加点 多锻造一些魏子宝剑才行啊 魏翼说道 不用太过着急 慢慢来就好 毕竟物以稀未贵 杜玉江狡黠地笑着 哈哈 明白 来 杜掌柜 我敬您一杯 魏翼敬了杜玉江一杯 他明白杜玉江的意思 饥饿营销的方法 就是要掉那些公子哥们的胃口 不久后 魏翼也跟杜玉江聊起了自己用枪食与健身一起加热的事情 以及自己对健身反复加热冷却的热处理方式 他并不怕泄露自己的技术 因为他也说一部分保留一部分 而且最重要的温度精准把控的能力 寻常人也学不来 更何况 自己有系统在 用不了多久 就会晋升到下一届 成为跟杜玉江一样的七品驻剑师 甚至搞不好 未来有一天 自己莫准 要跟杜玉江一起去参加五品驻剑师考核 所以 眼下自己掌握的这点技术 不过是皮毛而已 他不另分享 杜玉江听着魏翼的话 目光却是越发明亮 时而皱眉 时而点头 时而仿佛有所明雾 脸上也渐渐浮现些许激动之色 虽然喝了酒 可他感觉自己的大脑 前所未有的清明与灵光 魏翼的很多话 都给了他不小的启发 让他隐隐感觉 仿佛抓到了什么 就好似在黑夜里 看到了闪光点 让他感觉 自己就快要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送走了杜玉江后 魏翼便回到房间 继续干书写技能 一直快到子时 方才上床睡觉 躺在床上 魏翼习惯性地看了一下系统面板 姓名 魏翼 根骨姿质 极差 寿元 42岁 家午五天 打铁技能 二阶 距离升级还差78%熟练度 烹饪技能 三阶 距离升级还差72%熟练度 书写技能 三阶 距离升级还差91%熟练度 绘画技能 二阶 距离升级还差96%熟练度 雕刻技能 一阶 距离升级还差99%熟练度 健身技能 胃乳阶 距离升级还差90%熟练度 魏翼躺在床上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 魏翼起床后 便来到院子里 开始修炼那 一斤练体术的外攻方法 毕竟他也想快点增强身体 提升健身技能熟练度 虽然自己修炼内功很缓慢 但是单纯干肉体强度 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一番修炼下来 他也惊喜地发现 自己干健身熟练度 竟然也能增加寿元 早上半个时辰的修炼 寿元竟然就多增加了一天 这可比养生食谱来得还快啊 如此双管齐下 自己真的可以延年益寿 长命百岁了 吃完早餐后 魏翼招呼两位铁匠 开始帮他烧料 然后断打健胚 他则是回了房间 开始干毛笔字 劳意结合 许久后 石头跑到了魏翼的房间 说道 大哥 健胚都已经锻造好了 嗯 我知道了 魏翼放下毛笔 纸上留下了一首刚刚写完的古诗 便快步走出了房间 与此同时 魏翼则是走了进来 开始帮魏翼整理房间 但就在他准备收拾书案时 却看到了魏翼不久前 刚刚在纸上写下的那首诗 哥哥又做了一首诗 魏翼欣喜地拿起那张纸看了看 西风吹老洞停播 一夜相君白发多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青梦鸭星河 这首诗感觉好美啊 魏翼目光亮晶晶的 嘴角擒着甜甜的笑容 虽然他无法完全理解 这首诗的意境 但就是感觉 这首诗读起来很优美 虽然前两句 给人一种秋风萧涩之感 但后两句 却又充满了幻梦与浪漫的气息 这首诗也值得珍藏 魏翼将那纸张轻轻折叠 叠得整整齐齐 然后放到了自己腰间的荷包之中 他腰间挂着的荷包 鼓鼓的 但里面并没有任何银两 放的都是他这段时间收集的骨诗 他发现魏翼最近经常会作诗 或者写一些 他看不大懂的东西 然后便随手扔掉了 他觉得可惜 所以 后来在给魏翼收拾房间时 如果看到有诗词相对完整的 自己清晰的 便悄悄叠好 收藏在自己的小荷包里 第31章 飞贼 今天的万剑阁 可谓是门庭弱势 那盛况远比昨天搞活动的剑锋楼 还要夸张数倍 事实上 一大早还没开门 店门口就已经聚集了许多人 各家的马车 更是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昨天 赵汉青带着一众富家公子 来买件的消息 已然在城中传开 加上杜宇将暗中安排人 故意大肆传播 这一夜之间 魏翼宝剑 可谓是声名雀起 吸引来了众多爱见之人 前来一探究竟 这也就造就了今日店内的盛况 当然 来店里的这些客人 只有极少一部分是有能力 也真心想要购买魏翼宝剑的人 大多数都是听闻那传的 神乎其神的消息 想要来店里看一看 到底是怎样的宝剑 竟然能被各家公子争抢 只可惜 他们只能诚信而来 败心而归 因为店里的魏子宝剑 早已卖光 哪里还有食物给他们品鉴 这魏子宝剑 什么时候才能有货 一位紧断华服的富家公子 询问道 实在抱歉贵客 具体时间不好说 因为现在都是预定 目前预定的数量 就已经有十柄了 估计最快也要十天 慢的话 可能要半月以上了 店员解释道 要这么久啊 实在没办法 贵客 毕竟一柄上好的魏子宝剑 要锻造出来 那可是要经历上百道工序 所以急不得 咱们魏子助剑师 对待每一柄剑 可都是倾注了心血 精益求精的 所以 好剑值得等待 小思 给本公子预定一柄魏子宝剑 这是定金 旁边有人呼喊道 公子 您如果想买 建议您也尽快交个定金 我给您排上号 因为魏子助剑师说了 这个月暂时只接受 二十个预定名额 满了就只能下个月再说了 好 那我也预定一遍 剑锋楼内 秋悬集看着万剑阁门口 那络绎不绝的客人 面色阴沉至极 心里也是颇为郁闷 他是万万莫想到 自己一波操作下来 不但没有按下葫芦 玄特魔给人家捧出了个葫芦瓦 如今自己的所有计划 算是彻底一败涂地 前功尽弃 反倒是万剑阁借着魏仪 一下子又恢复了曾经的盛况 一珠宝剑 是每个剑铺的主要产品 也是市场最大 销量最大的产品 谁家能够占据这个市场的主导 谁就是赢家 显然万剑阁借着魏子宝剑 又成了这个市场的主导者 魏家院子里 魏意无比专注地断打着健身 不知时间的流逝 这段时间在户外打铁 让他那原本白皙如玉的肤色 也染上了一丝健康的色泽 但依旧掩盖不住 他那儒雅俊逸的容貌和气质 魏勤忙完家务 便提着篮子去了市集 购买今天的食材 这段时间铁匠铺重新营业 生意也逐渐变好 白天魏薛氏需要照顾店里 所以去市集采购的任务 就交给了魏晴 魏晴在集市上买了菜 肉 鲜鱼等食材后 正准备回去 却在集市口 看到了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跪在街边乞讨 他看着可怜 动了恻隐之心 便将手里剩下的两枚铜板 给了小女孩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人群中 一个贼眉鼠眼的男子 目光落在了魏晴腰间那鼓鼓的荷包上 但见魏晴转身向前走去 他立刻快步跟了过去 在经过魏晴身边时 一把扯下他腰间荷包 撒腿就跑 啊 我的荷包 魏晴惊呼一声 当即追赶呼喊 抓贼呀 快抓贼呀 然而 他哪里跑得过那飞贼 不过他的呼喊 却是立刻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众人目光纷纷看向 那仓皇逃窜的飞贼 但并没有人去帮忙追赶 只是有一些好心人 跟着一起呼喊抓贼 然而就在这时 一名正在路边买东西的青山男子 听到人群的呼喊声 也立刻寻声望去 一眼就看到了 那跑进巷子里的飞贼 当即毫不犹豫 追了上去 但那飞贼跑得飞快 他一时间 竟也追赶不上 臭小子 你跑不掉了 你给我站住 那青山男子呼喊道 妈的 多管闲事的家伙 那飞贼骂骂咧咧 但脚步不停 他捏了捏手里的荷包 感觉里面并非是银子 难道是银票 这下发达了 那飞贼心想着 跑得速度更快 他冲出巷子 来到了另一条主街上 目光一瞥 便锁定了远处一条暗巷 准备逃到那里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辆极为豪华的马车 刚好从街口转过来 那马车上悬挂着 静安王府的木牌 车后还跟着四名带刀护卫 抓贼啊 抓贼啊 青山男子看到那马车后的护卫 立刻大声呼喊起来 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 帮忙拦截一下那飞贼 然而那几个护卫还没有动 马车之中 却是冲出来一道红衣如霞 英姿曼妙的身影 他身轻如燕 裙摆飞扬 思旅倾踏地面 几个跳跃之下 便已经来到那飞贼身后 一脚 将他踹倒在地 那飞贼还想逃跑 却听唰的一声 寒芒一闪 一柄锐气逼人的长剑 横在了眼前 女侠饶命 女侠饶命 飞贼顿时耸了 直接求饶 这红衣女子 身姿笔挺 腰细腿长 虽然胸前平平 但相貌却明媚动人 轻力绝伦 更带着几分阴气 头上以银沽竖着高马尾辩 更显干脆利落 英姿飒爽 他伸手将那飞贼手中的荷包 夺了过来 怒斥道 大胆毛贼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敢荡街 盗抢他人财物 说着 便又狠狠踹了那毛贼鸡脚 他可是入品舞者 虽然没有动用体内血气 但这鸡脚下去 那飞贼也是痛得一阵哀嚎 骨头都要被踢断了 女侠饶命 女侠饶命 小的一时糊涂 小的再也不敢了 女侠饶了我吧 就在这时 四名护卫也已经围了过来 那追赶 而来的青山男子 也跑了过来 气喘欲欲 把他押去衙门 红衣女子力声道 是 林小姐 两名带刀侍卫 押着那飞贼去了县衙 红衣女子的目光 则是落在了那青山男子身上 眉头微微皱起 眼见手里的荷包样式 并非男子所用 倒像是个姑娘的物件 便有些诧异地问道 这是你的 不 不是 我只是听到有人喊抓贼 所以就追了过来 我当时也莫注意是谁丢的 但估计这荷包主人 还在集市上 青山男子 挠了挠头说道 你从哪追过来的 红衣女子又问道 就那边的市集 红衣女子 顺着男子的手势看了看 本想将这荷包 交给青山男子 却又觉得不妥 毕竟 他也不是这荷包主人 若他私藏 那自己不是 白抓住那飞贼了吗 还是自己过去集市那边 寻找一下丢失者更好一些 但眼下 自己正要陪着郡主 去竹山居 参加雅集 不能担得太长时间 必须快去快回才行 郡主 我去一趟集市 速速就回 红衣女子对着马车 说了一声 便脚步飞快地 向着集市所在的街巷 跑了过去 旋 马车窗帘掀开 探出了一张清丽绝美 动人心魄的娇俏面旁 第三十二章 惊世之作 林旋在集市上寻找了一圈 也莫能找到 丢失荷包之人 于是有些无奈 只能离开集市 往回走去 不知道这荷包里 到底装的是什么 林轩看着手里的荷包 暗自说道 她之前拿到这荷包时 就感觉很轻 摸着里面并不是银钱 倒像是一些纸张 不如看看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或许能找到什么线索呢 林轩这样想着 于是好奇地将荷包打开 看了看 结果发现 里面果然是纸张 而且看上去 就是最普通的纸张 只是叠得整整齐齐的 林轩有些奇怪 不禁掏出了其中一张 的确没什么特别的 刚刚那小贼如果知道 这里面装的都是纸张 怕是肠子 都要毁清了 林轩暗笑一声 却是耐不住 自己那过剩的好奇心 将纸张打开来 一探究竟 结果发现 那纸上似乎写着一首诗 西风吹老洞停波 一夜相君白发多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清梦压星河 好诗爱 林轩目光亮了几分 虽然 他对诗词懂得也不是很多 远不如赵锦斯郡主 但也可以感受到 这首诗字里行间 意境深远 文笔斐然 既给人几分秋的悲凉 却又透着一种豪迈与浪漫 真的不错 越是细细品读越有味道 郡主最喜欢诗词 拿回去给他看一看 林轩心说着 反正暂时也找不到 这荷包的主人 只能先回去 陪郡主去竹山居 回头再想办法 寻找荷包的主人了 林轩快步跑回了马车那里 护卫们已经从县衙回来了 他脚步轻踏 身轻如燕 直接跃上了马车 然后掀开帘子钻了进去 马车上坐着一位 极为美丽的女子 一袭天青色对筋如群 曲线曼妙浮屠 容貌更是秀美绝伦 不可方物 他肌肤盛雪 会致蓝星 高贵出尘 然而最未惹眼的 便是那一双美眸 仿佛一面冰镜 光彩照人 他便是靖安王唯一的女儿 赵锦斯 郡主 给你看看这首七诀 不知道你是否献过 林轩巧笑奄然地说道 赵锦斯不经容颜绝世 更是财情出众 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尤其是在诗词上 可谓是颇为痴迷 所以 听到林轩儿的话 他明眸一闪 心生好奇 目光立刻落在了他手中的纸张上 给我看看 赵锦斯好奇地接过林轩儿手中的纸张 仔细地看了看 顿时目放一彩 美眸都不由瞪大了几分 这首饰的词早 清新其力 比较清零 看似轻描淡写 却意境深远 超尘拔俗 诗境更是缥缈奇幻 引人入胜 实乃不可多见的好诗 而且这书写之人 更是笔墨大家 笔走龙蛇 豪迈而又飘逸 与那诗词意境相得一章 可见 这执笔之人 或许就是这首诗的作者 绝对是一位文学大家 虚儿 这是从哪里得来的 赵锦斯满脸惊喜地 看向林轩 哦 就是这个荷包里的 林轩说道 刚刚那个小贼 应该是误以为 这荷包里装的是钱财 抢了人家的荷包 我刚刚去集市寻了一圈 没有找到这荷包主人 便想看看 这里面能否找到什么线索 就发现了 里面装着许多纸张 诺 这里面还有几张 林轩又掏出了里面其他几张纸 递给了赵锦斯 赵锦斯又打开其中一张 这张纸上满满当当写了许多字 但都是同一首诗词的内容重负 经尊清九斗十千 玉盘真修值万钱 停杯投注不能时 拔剑四顾心茫然 玉渡黄河宾赛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吊碧上 呼覆成周梦日边 行路难 行路难 多其路 金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寄沧海 好一句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寄沧海 看完这首诗 赵锦斯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 更好似有一种力量在心头涌动 这一首诗先亦后扬 先抒发心中惆怅 世道艰难 有离仇 有不得志 但最后一句的转折 却有气吞山河 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的 磅礴气势 振奋人心 又荡气回肠 让人能够感受到 这笔着内心那豪迈的气感 那乐观的精神 即使遭遇挫折和打击 也依旧有着心向朝阳的豁达和勇气 此时的赵锦斯 内心可谓是波澜壮阔 无法平静 他感慨于作者那令人折服的才学 也感叹他的人生际遇 更钦佩他的乐观和豪迈 看来这作者与老师一样 都是生不逢时 怀才不遇之人啊 如今的大言王朝 风雨飘摇 奸臣当道 的确埋没了许多贤才之人 赵锦斯暗自感叹着 从这首诗里 他能看到此人心怀壮志 却不得施展的无奈和不甘 只能借此诗词 抒发心中红志 而且他将这首诗写了一遍又一遍 甚至有的字迹 彼此已经重叠了 可见其心中壮志 无以抒发 只能以笔未见 以墨未马 在这纸上指点江山 挥毫杀敌 报效国家 随后 赵锦斯又仔细看了其他几张纸上 写的一首首诗词 内心更是被震撼得无以复加 这许多诗词 都堪称惊世之作 令人惊叹 令人折服 他那张俏脸 已然是因为激动 而染上飞红 一颗心 也沉醉在那诗词的意境中 留恋于那优美华丽的词枣之中 仿佛跟着笔者一起经历了喜怒哀乐 经历波澜壮阔的人生 那些诗词中 有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 清梦压星河的浪漫 有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豪迈 有石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试了扶一去 深藏功与名的潇洒 有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付来的自信 有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浩仁的狂妄 有且乐生前一杯酒 何须身后千在名的豁达 有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萧愁愁更愁的哀愁 也有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气魄 有拿而何不带无钩 收取观山五十周的壮志 也有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缠绢的细腻柔情 那一句句诗词 仿佛在他心中勾勒出了一个才华横溢 放荡不羁 学识渊博又心怀家国的青年俊杰 一个腰弦三尺长剑 飘逸出尘 英俊潇洒 仗剑天涯 快意恩仇的侠义剑客 一个有血有肉 有喜有忧 有洪湖之质 又有似水柔情的大丈夫 他寄情于山水 醉心于诗酒 仗剑于江湖 明智于家国 看着他的诗词 便仿佛能品味他这个人 领略他的风华绝代 崇拜他的诗才 惊世无双 羡慕他的豪情万丈 和自信乐观 喜欢他的放荡不羁 也佩服他的壮志凌云 更是好奇他的人生 他的故事 让赵景思 忽然很想去了解这个人的过往 想要倾听他的故事 参与他的未来 然而 让他最为遗憾的是 那首将敬酒 却只能看清前半首 后面自己重叠模糊一片 让他意犹未尽 情难自已 就好似看书看到了一半 就没了后续 又如情绪快到高潮 却戛然而止 让他真的是浑身难受 恨不得立刻找出这作者 让他补全这首诗歌 补全他心中的缺失之感 第三十三章 彬彬有礼郭公子 魏卿回家后 将自己遇贼的事情 告诉了魏仪 他倒不是为了求安慰和关心 只是心疼自己收集的那些诗词丢失了 而且 那些诗词 毕竟是魏仪创作的 属于他的作品 如今 自己将哥哥的作品遗失 自然不能隐瞒这件事 必须如实相告 求得原谅 对不起哥 我弄丢了你创作的那些诗词 魏卿有些愧疚 诗词丢了无所谓 有没有受伤 吓坏了吧 魏仪关切地问道 心中略有些后怕 真是适风日下 如今这城里 即使大白天 也不安全了呀 没事的哥 我莫那么脆弱 当时吓了一跳 但也莫怎么害怕 毕竟那非贼 只是为了钱财 并不敢伤我性命 那就好 以后不要独自外出了 出门就叫上一名护员跟着你 听到了没有 嗯 知道了哥 那些诗词丢失了 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没事的 无所谓 那小贼怕事 也看不懂我的诗词 你若喜欢那些诗词 回头我重写一份送给你 嗯 谢谢哥 好了 快去休息吧 魏仪揉了揉魏琴的脑袋 宠溺地说道 打扰一下 请问魏仪 魏大师在吗 院门口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魏仪诧意地忘了过去 就先那里站着几道人影 魏首之人个子不高 相貌平平 但一身浴室紧袍 着装略显浮夸 这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德云帮的少帮主 郭皮修 哎 少帮主 您怎么来了 院子里的几名护院 惊讶地说道 你们怎么在这 郭皮修看着那几名护院 也有些诧异 那既然他自然认识 都是他们德云武馆的人 我等受雇来给魏价护院 一名护院说道 哦 那你们几个 可得给我卖力一点 魏大师就是我郭家的贵人 你们务必要保护好 他和他的家人 听到没有 那郭皮修 一脸严厉地说道 是 我等必定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嗯 很好 郭皮修点了点头 旋即看向那走过来的魏仪 但见他那俊逸非凡的容貌 儒雅的气质 立刻猜到 他应该就是魏仪 当即孝竹颜开的微微拱手 您就是魏仪吧 正是在下 不知公子 找我所为何事 魏仪也拱手回礼 你好 魏大师果然气度不凡啊 在下姓郭 名皮修 自天路 乃是德云邦的少帮主 那日在万剑阁 买了您的魏字宝剑 甚是喜爱 也惊叹于这柄剑的锋芒锐利 佩服魏大师精湛的记忆 所以特来拜访 想要一睹您的风采 也很想看一看 如此佳品 是如何诞生的 郭皮修言辞彬彬有礼 颇有涵养的样子 郭公子过誉了 魏大师的称呼 愧不敢当 你叫我魏仪就好 魏仪笑着说道 不不不 你在我心中 绝对称得上师大师 我敢肯定 你以后 也一定会成为 大师及住建师的 见您吉言 对了 在下背了一点薄礼 还望魏大师笑纳 郭皮修从袖口中 掏出一个精美木盒 乘到了魏仪面前 郭公子太客气了 心意领忘 礼物就不必了 魏仪笑着推辞 一点薄礼而已 并无其他意思 只是单纯仰慕魏大师 希望能与您结交一二 郭皮修又说道 他倒是并未撒谎 而是真心 想要来与魏仪结交 那天多亏了魏子宝剑 让他在聚会上 狠狠地打脸那万子和 颇为解气 所以 心里对魏子宝剑 甚是喜爱 也爱无及乌 心中很是仰慕 能够锻造出 如此明鉴的魏仪 君子之交淡如水 若郭公子真想交在下 这位朋友 真心以待之便可 魏仪笑着说道 他不知对方送了什么 但所谓无功不受禄 拿人的手短 他不想欠陌生人的人情 若有利益之交 总会留下不必要的因果 在自己对这郭皮修 还不了解前 不管这礼物轻重 他现在都不想收下 如果他日彼此 真的成了交心的朋友 那对方就算送自己 一座银山 也会欣然收下 好一句真心以待之 魏大师 有您这句话 你这个朋友 我郭皮修交定了 好 这个礼物我收回了 郭皮修笑着说道 他也是识趣之人 能够看出 魏仪并非那种贪图利益的人 而是真正可以结交的朋友 魏仪微笑汉手 又说道 郭公子 我这还要急着锻造宝剑 就不多陪你了 你若想看我锻造宝剑 随便一些就好 秦儿 稍后给郭公子 七一壶茶 魏仪笑着说道 不用麻烦 那个 给我张椅子就好 郭皮修笑着说道 一旁的护院 立刻跟随秦儿进了厅堂 帮忙搬来了一把椅子 放到了打铁棚子附近 郭皮修刚在椅子上坐下 他身后那四名壮汉 便立刻上前 一个不知从哪里掏出把油纸伞 给郭皮修撑伞遮阳 义仁掏出一把扇子 从旁为其扇风 义仁蹲下给他捶腿 义仁则是拿出苹果 现场为他削皮 那动作之贤熟 显然是训练有素 然而郭皮修却是瞪了他们一眼 激人心领神会 那撑伞之人轻贺一声 收 四人迅速将油纸伞 折扇 苹果瞬间收起 就跟变魔术似的 看得卫琴都有些愣神了 郭皮修坐在椅子上 好奇地看着卫一断打健身 可听着那叮叮当当的声响 他就感觉仿佛听催眠曲似的 眼皮变得越来越沉 比卫一手里的锤子还沉 然后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后 郭皮修的呼噜声盖过了打铁的声音 卫一抬头看了看 就现两位随从一左一右站在椅子旁 那郭皮修歪着头 侧靠着右边随从的腰间 张着大嘴 睡得那叫一个香 只是那睡相着实有点 圆形毕露 那本就不怎么协调的五官 在重力和摩擦力上下拉扯下 彻底七扭八歪 十分搞笑 卫一轻轻一笑 便收回目光 继续专注打铁 一旁的狐灵 孙福二人也忍俊不惊 相视一笑 但几名护院却是见怪不怪 表情完全没什么变化 该干嘛干嘛 又过了许久 其中一名随从 轻轻拍了拍郭皮修 但莫反应 便又使劲摇了摇他 他这才大梦初醒 一脸不开心的吼道 干什么 口 口水 那随从指了指嘴角 啊 郭皮修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用手擦了一下嘴角的口水 也想起来自己身在何处 有些尴尬的看了一眼 那还在专注打铁的卫一等人 然后又瞪了旁边随从一眼 低声说道 怎么不早叫醒我 机缘装聋作哑 漠不作声 哎呀 昨夜实在是睡得有些晚了 这今天竟然打起了瞌睡 郭皮修装模作样地站起身来 自言自语道 他又看了看那极为专注的卫一 心中更加钦佩 这么枯燥无聊的事情 竟然可以做得如此投入 真是厉害啊 果然住件事都不是好当的 卫兄 郭皮修走到了卫一镜前 拱了拱手 时候不早了 在下就不继续讨扰了 他日有时间 郭某再来看望你 好 那是我不能远送吗 卫一笑着说道 郭皮修又拱了拱手 旋即带着四个随从准备离开 临走前他又嘱咐了一番那几个护院 要刻中职守 保护好卫家 第34章 杜少林 刚刚我那几句说的怎么样 是不是显得很有文化 走出卫家院子后 郭皮修忽然看向身旁的随从 问道 公子本来就很有文化啊 少拍马屁 说实话 的确是很有文化水平 那就好 郭皮修微笑着点了点头 他来之前 曾经向张兴叶详细地打听了一番 得知了魏一原本乃是同声 真正的文化人 所以他就想着 自己在人家面前说话 也不能显得太没文化了 免得人家嫌弃自己 不愿意跟自己做朋友 好在平日里经常跟那群没什么文化 却硬装有文化的附加公子哥们 在一起装逼 呸 是交流 倒也能说出一些文邹邹的词 对了 以后在魏一面前 不用搞那些排场 人家是清高书生 最讨厌这种东西 莫听人家说 君子之胶蛋如水吗 小的知道了 对了少爷 苹果皮削好了 一名随从 举起一个削了皮的苹果 郭皮修拿过来 咬了一口 然后继续说道 稍后你派人去跟无管主说一声 以后这位家的护院工作 不必收钱 让他回头再多派十个八个人过来 给我把魏家保护得好好的 小的知道了 傍晚时分 静安王府内 参加完竹山局雅集回来的赵景思 站在书案之前 静静地看着平铺齐上的纸张 细细品读齐上的诗词 仿佛又有了更深层次的感触 却也让他更加喜爱这些诗词 他拿来笔墨纸验 将那些诗词重新抄了一遍 然后表了起来 挂在自己的书房之中 若能得这诗人笔墨 亲自书写 那该多好啊 赵景思心说着 他很喜欢那纸张上原本的字迹 与之比起来 自己的笔法 却是稚嫩了许多 而且似乎只有他的字 才能与那诗词的意境 相得一张 行神合一 奈何青州城之大 想要找到这诗人 却并非一诗 不然他真的想亲眼献一件 这诗词的作者 想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听一听他的故事 或许还能与他谈笑古今 吟诗作对 交流心得 也想要向他求得那 将敬酒的后半部分内容 到底该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赵景思心想着 毕竟自己总不能 把人家的诗词张贴出去 寻找他的创作者 那样实在无礼 对了 我可以先尝试寻找这荷包的主人 赵景思的目光忽然落在了那荷包之上 或许这荷包的主人 就是这诗词作者的亲人 找到他 便可以找到这位创作者 我可以请衙门张贴一个失误招领的告示 或许就能找到这荷包的主人了 想到这里 赵景思打定主意 明日便安排人到衙门走一趟 赵景思将那些纸张重新叠好 放回荷包之中 然后站在自己抄写的那些诗词前 继续品鉴其中韵味 其实这些诗词中有些用词和内容 他也无法完全解读 但却并不影响整首诗的意境和观感 只可惜每每读到那将近九十都有些许意犹未尽的遗憾之感 郡主 杜夫子来了 门外传来了婢女通报的声音 快有请 赵景思芒说道 就在这时 一位须发揭白的老者 夺步走了进来 这老者虽然容貌苍老 但目光绝硕 一身儒雅之气 他名为杜少林 自时宜 乃是大言王朝著名学者 曾担任过礼部侍郎 后被贬官到小县城 更是因为对朝堂政局感到失望 而选择辞官回乡 后被金安王聘用担任了清风书院的山长 主管书院一切事务 这清风书院乃是青州府境内最大的书院 是由金安王府初前建造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 赵家乃是传承悠久的武道世家 将门家族 早在前朝时期就存在了 其家族尚武者甚多 饱读诗书之人却很少 而青州府原本也是名风彪悍 众武清文之地 少有文人莫刻 但现任的金安王 自幼便喜欢研习文学 饱读诗书 却苦于身边都是武人 知音难寻 也无交流之人 所以他在继承王爵之位后 便极力推行文学之风 更是创立了清风书院 也正是他 让青州城的文化之风开始盛行 文人莫刻 如雨后春笋 许多人也开始重视读书学习 就连习武之人 也有不少喜欢吟诗作对 诗词歌赋的 而赵景思便是继承了他父亲对文学的热爱 郡主 今日前去竹山局参加雅集 可有什么心得 想要与老夫交流一二 杜绍林走进书房后 笑着问道 老师 今天在雅集并无心得 但却幸运看到了棘手矿室之作 让学生大胃触动 倍感震撼 赵景思作一道 听到赵景思的话 杜绍林有些好奇 眼中浮现感兴趣之色 能够被赵景思称为矿室之作的 应该也差不了 老师 您这边请 赵景思将杜绍林请到了一旁 那挂满字画的墙壁前 这几首诗词 便是学生 今日有幸看到的金氏之作 赵景思指着墙上的几幅字说道 杜绍林凝神看去 目光率先落在了那首 没有标题的七言绝句上 但见那句最后 不知天在水 满船青梦鸭星河时 一双苍老的眼眸 顿时蹦射出了惊讶的光芒 不过 他没有急着去评价 而是迫不及待的 立刻又看向了另一首 脸上的惊讶 也变成了惊叹 那目光更是越来越亮 甚至有些炙热 最后 整个人仿佛完全沉浸在了那诗句之中 脸上的表情 时而凝重 时而舒缓 时而微笑 时而激动 时而感慨 时而惊叹 整个人的情绪 似乎完全被诗词中的意境 和情感所带动 跟随着那诗词的内容 一起哭一起笑 一起举杯高歌 一起狂妄大笑 看到这些诗作 他内心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 仿佛那就是自己的心声 其中很多思想和情绪 都与自己曾经写过的诗词 不谋而合 但与其比起来 自己的诗作 总显得有些束手束脚 且过于沉重和悲观 不如他这般大气磅礴 狂放不羁 也不如他那飘逸潇洒 恶观自信 那种即使处境艰难 前途未卜 也依旧勇敢笑对的气魄和境界 是他活到现在都不曾具有的 却也是他渴望而向往的 尤其是那句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赴来 简直让他大胃振奋 拍案称绝 第三十五章 金色脉络 郡主 这是何人所做 此人当真是金氏诗才啊 让老夫也是自叹不如 杜绍林神情激动地说道 赵景思将自己今天 得到这些诗词的前因后果 说了一下 所以 学生也不知道 这些诗词是何人所做 学生请老师来 也是希望您能否通过这些诗词 辨别出是出自哪位文学大家的手笔 对了 学生这里还有他的手稿 您看看 可认的 赵景思又从荷包里 取出了一张纸 递给了杜绍林 他看了看其上的文字 眼中满是赞叹 好字 好字啊 与他的文风一样 飘逸俊美 只可惜 此人并非老夫所认识的人 听到杜绍林的话 赵景思略有些失望 这些诗词里 有提到过一些人名 典故 以及山川河流 似乎并不是我朝所有 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 或者是他故意介遇 那这人很可能不是我们大言王朝之人 杜绍林说道 难道是其他王朝的文学大家 赵景思戴霉微微皱起 感觉或许真如老师所说 当时他读那些诗词时 也觉得有些内容 他并不知晓 但他觉得 或许是自己才书学浅 孤落寡闻 没有听说过而已 可连老师都不知道 那或许真有可能说明 他并不是大言王朝的人 若真如此 自己要找到他 岂不是更难了 郡主 若他日 你能寻得此人 定要引荐老夫献他一面 看他的诗作 让老夫颇有一见如故 宛若知音之感啊 杜绍林略显激动地说道 所谓知音难寻 然而看到这些诗词 当真是让他有种遇到知音的感觉 当然 他心中更多的 还是仰慕此人的诗才和气魄 杜绍林离开后 赵景思读着那首 明月几时有 心有所感 不禁又想起了 远在边关的父亲和兄长 想将这首词谱曲吟唱 以抒发心中之情 他除了爱好诗词歌赋 也擅长音律 以前参加文人雅集时 大家也会一起弹奏乐器 为诗歌谱曲 纵情高歌 如今看到这首词 更是激起了他浓烈的创作欲 不久后 悠扬的琴音在亭台中回荡而起 旋律中似乎带着些许愁思和凄凉 恰如此时的季节 总是给人一种 萧瑟落寞之感 赵景思喜欢弹琴唱歌 乃是府上人尽皆知的事情 所以 听到琴声响起 并没有多少人在意 然而 随着那句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伴着琴声悠悠响起 却是立刻吸引了 府中之人的注意 不禁停下脚步 侧耳倾听起来 而当赵景思唱到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雨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轻影 和似在人间这几句识 所有人的思绪 似乎都已经沉浸在了 歌词勾勒出的意景之中 好似看到一位宛若折仙般乐中人 乘着清风 飞到了乐宫之中 在那美誉 弃成的楼宇前 在那宛若鲜惠的乐华中 独自起舞 飘逸出尘 但却无比的孤独与凄凉 只能顾影自怜 见那月光 传递心中对远方家人的无尽思念 赵景思寄情于音律与歌声中 唱出心中对父亲和兄长的思念 唱出他从那诗词中共鸣到的 落寞孤寂的情绪 让人通过那歌声与音律 便感受到了浓烈的思念与孤独之感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带得一首歌唱完 这王府内仿佛时间静止了一样 所有人都正正出神 意犹未尽 内心也完全被歌词所传达的思念和孤独所触动 不知不觉见鼻子 竟然有些发酸 眼眶也湿润了 锦思郡主果然才情冠绝天下 竟然能够写出如此动人的歌曲 真是太好听了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这词写得太好了 郡主许事想念王爷了 一晃王爷去西境 也快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我好想大哥 好想父亲啊 也不知他们那边战事如何了 锦儿这是思念他父亲和兄长了呀 大男人哭什么哭 那你为啥流泪 我那是沙子里尽眼睛了 与此同时 正在家中锻造宝剑的位移 忽然发现有许多金色光点 从虚空中突然浮现 而后钻入到他的身体之中 其实不久前 他隐约也看到了几个金色光点 但误以为是眼花了 并没有在意 而如今突然出现这么多光点 却是彻底引起了他的注意 毕竟总不能是好端端的 突然眼冒惊心了吧 这是怎么回事啊 魏翼有些诧异 但就在这时 他隐约感觉石海里的那株小树 似乎动了动 内视之下 不禁惊讶地发现 那株小树上竟然有一片叶子上 浮现出了金色的脉络 看到这一幕 魏翼心中惊讶 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自己明明什么也莫做 怎么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魏翼百思不得其解 只能收起思绪 继续锻造宝剑 魏翼又忙到了深夜 带得将今天锻造的五柄健身 全都完成了第一步加热保温后 这才回房间休息 一天的疲惫 让他倒头就睡着了 而静安王府里 赵景思也早已进入了梦乡 梦里 他看到了一位白衣圣雪 温润如玉 潇洒不凡的身影 在那乐华之下 举杯妖月 纵情高歌 齐舞挥剑 偏若惊鸿 衣媚飘飘 宛若折仙 虽然他看不清对方的容貌 却为那非凡的身影倾倒 与他一起吟诗作对 情色和鸣 长明灯光温柔如水 撒在他那曼妙的郊躯之上 那轻薄丝滑的绸缎睡袍下 第二天 县衙派人来到了魏家 告知魏铁山的最终判决 魏铁山被判了一年的谣逸 并于明日发配到了西晋金安王麾下的军营之中 服摇曳 这个消息让魏薛氏的心彻底落地了 一切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虽然魏铁山还是要去服摇曳 但比起问斩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而且 仅仅只需要服一年的摇曳 这比他们当初预料的结果还要好 只需要一年的时间 魏铁山就能重获自由了 但是 得知这个消息后 魏铁的内心却并未感到踏实 反倒又不安起来 因为他很清楚 二叔被押送边境的途中 还是存在危险的 只有二叔真的到达了军营安顿稳妥 或许这颗心才能彻底落地 如果那刘家不肯作罢 或许真有可能花重金 雇佣高手半路截杀 毕竟这种是在前世影视剧里经常发生 他不能排除 有这种可能 第36章 第二次交易 牙役离开莫多久 杜玉江也来了 他自然也知晓了魏铁山的最终判决 毕竟这个结果 也是李之府帮忙争取的 杜玉江答应会 帮忙联系军营里的熟人 日后有人照应魏铁山 保证他不会在里面吃苦的 而且 魏铁山本身也是记忆出众的铁匠 到时候 肯定能得到重用 明天送你二叔的时候 记得将押送的牙役打点好 这样路上 他们会好好照顾你二叔的 另外 我也帮你找了几名舞者 暗中保护你二叔 杜玉江说道 上次与魏一一起喝酒聊天时 魏一毫不吝啬地 跟他分享了很多技术和经验 也给他带来了非常多的启发 这让杜玉江很感动 也很感激 在他心里 早已惊荡魏一 是忘年之交 如今帮助魏一 并不是为了万剑阁 而是单纯为了朋友 杜玉江离开后 魏一心里 还是多少有些不踏实的感觉 倒不是他不相信杜玉江 而是刘家太有钱了 他真的不确定 那刘家到底能够买通多少人 毕竟那刘富贵肯定也知道 这是他下手的唯一机会 定然会不惜一切代价 如果连杜玉江 找的舞者 也被对方买通了 魏一不敢想象 要是能请动那个沙马特 护送二叔就好了 魏一心说着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 那个家伙 比其他人更可靠一些 只可惜 自己连对方 是谁都不知道 更别说请人家帮忙了 魏一今天很早就收工了 吃完晚餐后 他就回房间 开始干 一斤炼体术的外工 毕竟干健身技能 可以提升瘦元 又能强身健体 而且他也想看看 这健身技能干到一阶后 自己能够有怎样的变化 一斤炼体术的外工动作 都比较柔和 很多都与瑜伽有几分类似 并不需要又蹦又跳 拳打脚踢的 所以 在房间里修炼 也是完全可以的 也基本不会搞出太大的动静来 但尽管如此 一番修炼下来 他也是大汗淋漓 气喘郁郁 于是他打开了窗户 让清凉的晚风吹进房间里 带来丝丝凉意 两名守在他门口的护院 正在聊着勾篮里的姑娘 以及清泉酒寺里 新推出的白酒 因为郭皮修的原因 德云武馆那边 又免费给增加了好几个护院 如今 每班已经增加到了六人职守 察觉到卫义打开窗户 那两名护院 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越发地安静起来 就连远处街道上的喧嚣 也已经消失 卫义沉浸在修炼中 早已忘记了时间 尤其是 看着熟练度 距离升级越来越近了 他便前进十足 今夜即使爆肝 也要将这健身技能提升到一阶 当然 爆肝不至于 但肌肉酸痛 身体疲惫是真的 只是前世对抗过癌细胞的他 屹立一于常人 所以 仍在坚持做着那些锻炼的动作 你这修炼的什么功法 怎么看着乖乖的 窗外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胃义心中惊喜 立刻看向窗口 果然是那个一身夜行衣 头戴面具的沙马特 这家伙正趴在窗台上 手里拿着一根香蕉 津津有味地吃着 没错 他正在吃香蕉 那原本遮住整张脸的面具 在嘴巴的位置 被他抠出来一个圆圆的洞 他就是通过那个洞洞 吃着香蕉的 那画面 有点一言难尽 你什么时候来的 卫义故作淡然地问道 虽然看到这沙马特出现 他很开心 毕竟他正想请这个家伙 帮忙保护自己的二叔 但他们之间 毕竟没有交情 只有交易 为了方便一会 跟他谈判时 掌握主动权 自己也不能表现得太过热情了 嗯 有一会了 看你练得那么投入 所以就没打扰你 沙马特将一根香蕉吃完了 然后将那香蕉皮倒扣在窗台上 面具上那个圆圆的洞 看得卫义差点笑场 找我有什么事吗 卫义想先试探一下对方的意图 然后再考虑如何跟他谈 你猜 小孩啊 还猜 看到我来 你不应该高兴才对吗 何以见得 你二叔明天就要发配边疆服摇曳了 你应该很清楚 刘家会趁这个机会 对你二叔下手 难道不想知道刘家 目前有什么动作吗 当然想知道 卫义的目光 掩饰不住地亮了几分 有些惊喜地 看着那沙马特 这家伙 竟然就是为了二叔的事 特意过来的 那说明 他很有可能会管这件事 只是可能需要与自己 再做一次交易 刘家这次的确是下了血本 想要置卫铁山于死地 刘富贵花了五千两银子 从红叶堂请了一位职业杀手 那人是七品舞者 杜玉江找的那几名舞者加起来 也不是他的对手 你二叔这次必死无疑 听到对方的话 卫义心下一沉 五千两银子 这的确是一笔巨款了 如果是寻常情况下 买十条人命都绰绰有余了 这刘富贵 真的是非要置自己二叔于死地不可呀 需要我做什么 你才愿意帮我 卫义也不啰嗦 直接问道 他很清楚 对方绝对不是来专程吓唬自己的 或者是恶趣味地来看自己知道 这个消息后 是如何伤心 难过 痛苦 绝望的 他今晚过来 定然是要跟自己做第二笔交易的 这次不怕我连累你了 那沙玛特问道 上次怕 这次不怕了 我喜欢你的直白和聪明 我的确可以帮助你 上次你小子宰了我一百五十两银子 我也不跟你计较 这次你就再帮我锻造无兵宝剑 要跟上次一样的 期限是十天 成交 卫义很痛快地答应道 我那几个护院又被你打晕了 卫义又看了看窗外 只见几个护院全都躺在地上不动弹了 这次倒没有 只是用了一点迷药 睡一觉就好了 那沙玛特说道 如果我想请你帮我除掉留价 你可愿意 卫义画风一转 不愿意 价格好商量 目前没得商量 那就是以后有的商量了 那要看我能不能活到那一天了 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对了 你会亲自去护送我二叔对吗 当然不会 我在这里还有钥匙 不过你放心 我会安排其他人去的 保证你二叔平安无事 好 多谢 卫义拱手说道 他其实内心的确是感激面前这个神秘人的 不管怎么说 他的出现 帮助自己化解了不少危机 虽然彼此之间都是交易 但如果没有他 自己怕是花钱 也未必能请到他这样的高手帮忙 我走了 对了 好心提醒你一句 照你这种修炼方法 练一辈子 也成为不了舞者的 谁说我要成为舞者 我只是在健身而已 那没事了 再会 健身男孩 第37章 一阶健身技能 神秘人离开后 卫义的内心总算是彻底踏实了 有了此人的帮忙 这次应该能确保 二叔平安无事了 只可惜 这人是个见不得光的特工 不然未来 或许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卫义新说着 其实这几次的接触 他能感受到 对方是个好人 毕竟以对方非凡的实力 想要从自己这里 搞走疾病宝剑 简直轻而易举 就算当面威胁不成 暗地里偷走宝剑 也是不在话下的 但对方没有这么做 而是与自己当面交易 甚至还愿意花高价购买 说明他骨子里是个坦荡之人 只是因为某些原因 而不得不活在暗处 而且这次他知道 二叔会有危险 主动过来告诉自己 看似是想与自己 做第二次交易 换取吴丙宝剑 但卫义心里很清楚 这笔交易 完全是建立在 他想要帮助自己的 前提基础上 刘家花了五千两 雇佣七品高手 这不是说明 刘家有钱 出手阔着 而是说明 要想请动七品的高手 那是需要五千两银子 才可以办到的 而这沙玛特 答应帮自己 保护二叔的性命 却只要了 区区吴丙一珠宝剑 这不是他傻 或者慷慨 而是人家只需要吴丙 剩下的都是人情 但人家并不需要你玄 所以才想征信地 要了吴丙宝剑 做一场交易 魏义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不会自视甚高 觉得自己锻造的宝剑 天下无双 让所有人为之疯狂 人家只是骨子里 有侠义心肠 自己心里 不能默点逼数 所以 对于这沙玛特 魏义内心 其实是感激的 希望有一天 他不必再活在阴影里 面具下 到时候 或许我们 可以一起喝上一杯 收起心中思绪 魏义继续开始修炼 眼看着 就差最后一点点熟练度 就能进阶了 他心中也是颇为期待 不禁更加卖力 大约又修炼了两刻钟不到 那健身技能 终于显示可以进阶了 呼 魏义长舒一口气 一屁股坐在地上 满头大汗 却面带笑容 熬夜爆肝 总算是把这健身技能 干到一阶了 此时已经是午夜了 魏义自己打水洗了个澡 便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 然后心念一动 将健身技能 升级到了一阶 与此同时 苏麻质感席卷全身 脑海里也融入了一些信息 但不是很多 倒是全身仿佛在做某种电疗一样 一丝丝电流在体内游走 最后更是化作了暖流游走全身 让身体仿佛沐浴在温泉里一样 极为舒服 极为放松 仿佛肌肉的酸痛和疲惫 都一扫而空 在这种极度舒适的感觉下 魏义很快就沉沉地睡去 魏义这一觉 直接睡到了天亮 早晨起床后 他感觉身体前所未有的强壮 昨晚升级后 系统带给自己的 更多是对身体的改变 之前自己的身体 还有点弱不经风 那如今 真的是身强体壮 红无有力了 他现在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全身的肌肉 充满了力量 身体每个细胞 都充满了活力 好似有着用不完的力量 那感觉非常好 身体由内而外的通透和舒适 他感觉 如今在灰锤打铁 怕是一锤子下去 顶上原来好几锤子的效果 而昨晚融入脑海的那些信息 主要是对 易经练体术 外功修炼方式的优化 如今优化后的 易经练体术 外功 似乎更像瑜伽的动作了 也更加简化了 卫义感觉是不是继续升级下去 最后 每天只要坚持 做一百个仰卧起坐 一百个俯卧撑 一百次深蹲 外加十公里长跑 坚持三年就秃了 呃 就变匠了 卫义刚走出房间 护院领头张青松 便一脸紧张地走了过来 询问昨晚家里 是否有丢失什么东西 他也如实地将 昨晚几个护院睡着的事情 告诉了卫义 虽然他们也不知道 是怎么就睡着了 但这件事有点蹊跷 所以 他们担心 有人趁机潜入 为家盗取财物 卫义假装 检查了一下 房间里的贵重物品 然后告诉那张青松 家里并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张青松这才松了一口气 如果家里真的丢了东西 那么他们 真的没脸再给卫家当护院了 也没办法向郭皮修交代 魏薛氏和魏晴 今天也都起得非常早 因为今天魏铁山 就要被押送去边关服摇曳 他们得去送魏铁山 吃完早餐后 魏薛氏带着魏仪 魏晴 石头 便去了县衙 几名护院也一路跟着 保护他们的安全 在县衙门口等了许久 方才看到两名官差 压着魏铁山走了出来 但一家人并没有立刻上前 而是远远地看着 毕竟在这里不好说话 等到了城门外再说 也不迟 看到自己的妻女和侄儿 还有那徒弟石头 魏铁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冲着他们 微微点了点头 分别这么久 他心中也很是思念他们 如今看到他们一切安好 心里自然是开心的 魏铁山受了许多 也略显憔悴 看得魏仪心里有些发酸 毕竟二叔这也是无妄之灾 不然一家人本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在这样的世界里 如果不想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攥在别人的手里 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行啊 他日自己有钱有势 又有实力的那一天 或许就不用再遭受这种磨难了 魏薛氏和魏青眼含泪水 看着魏铁山 虽然他们知道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但他心里 依旧很心疼魏铁山 如今这一别 就是一年之久 内心终究是会有离别的悲伤 一家人默不作声地 跟着两名官差身后 一路向着城门走去 途中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 众人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魏铁山被押送走之后 身在县衙里的郑聪 暗松了一口气 终于是将这个烫手山芋送出去了 接下来的恩恩怨怨 就交给他们 自己私下底去解决吧 郑聪很清楚 这刘家肯定不会放过魏铁山 途中必然会动手 但那样便与他 没有任何关系了 知府李大人想要怪罪 也怪罪不到自己头上 以后自己 也不用两面为难了 老徐 崔明贵失踪案子 有进展了吗 郑聪看向身旁的主部徐来问道 暂时还没有 今天准备全程张贴寻人告示 对了 大人 晋王府的管家昨晚过来 说郡主捡到了一个荷包 让我们帮忙 张贴一下事物招领的告示 徐来说道 听到徐来的话 郑聪眉头皱了皱 这眼下刘小虎被杀案 崔明贵失踪案 已经让他有些焦头烂额 哪里有心情 张贴什么事物招领 真是王公贵族家的小姐们 不知民间疾苦 如果平日里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来麻烦他们县衙 他们还忙得过来吗 不过人家毕竟是郡主 他还是要给一些面子的 既然王府的事 那便在门口的告示栏上 贴一张告示吧 郑聪很敷衍地说道 是 大人 徐来点了点头 他自然也不想管这件事 毕竟比起寻人和调查命案 一个荷包丢失 算得了什么 若不是郡主差人过来吩咐 他们都懒得管这种事 徐来离开后 郑聪坐在太师椅上 摸着下巴 眉头紧锁 他总觉得 这崔明贵突然失踪 很不寻常 这人与刘小虎关系 非同寻常 彼此称兄道弟 搞不好与之前刘小虎被杀的案子 有些许关联 若是如此 那凶手到底想要从刘小虎和崔明贵口中 得到什么信息呢 这两人 难道 难道是因为那件事 郑聪面色一变 顿时坐直了身体 第38章 送行 西城门外 魏义一家人跟随着官差走到了这里 魏义叫住了两名官差 然后上前给两人塞了一包沉甸甸的银两 官爷 一点心意 路途遥远 还望两位官爷多多照应我二叔 魏义正色道 那官差颠了颠钱袋 嘴角浮现出一抹笑容 然后嗡了一声 对了 在下乃是万剑阁的九品住建师 等官爷回来后 可以来万剑阁找我 我为两位官爷亲自锻造一柄一珠宝剑 魏义又说道 哟 原来阁下是住建师啊 幸会幸会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那官差的态度顿时又好了几分 笑着说道 有劳二位官爷了 魏义拱了拱手 可否允许我们一家人说说话 魏义又问道 没问题 说吧 二人很识趣地走到了一旁 给魏义他们腾出了地方 爹 魏卿一把抱着魏铁山 眼泪噼里啪啦地流了下来 魏薛氏也抱住了魏铁山 眼泪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魏铁山抱着女儿和妻子 那坚毅的脸庞上也难掩激动 甚至眼圈也红了 出事这么久 他还是第一次与全家人团聚 内心自然也是激动的 而且这段时间 他也非常思念自己的女儿 思念妻子和侄儿 与妻女拥抱完 魏铁山的目光也落在了那眼 寒泪光的魏义身上 伸手拍了拍魏义的肩膀 笑着说道 亦儿 二叔为你感到骄傲 关于魏义成为九品诸剑师的事情 魏薛氏早就托人告诉了 狱中的魏铁山 得知这个消息时 他也是感到十分的惊讶 但更多的是激动和欣喜 因为魏义替他实现了全家人的梦想 以后这个家也会越来越好了 二叔 我们等你回来 到时候 我们一家人再也不会分开了 魏义目光凝重地说道 他相信 二叔一定会平安回来 与他们团聚的 更相信 等到二叔归来之时 自己必定会在这青州城内 乃至是大盐王朝 闯出一片天来 从此让魏家不再受制于人 嗯 魏铁山面带笑容 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又看向石头 嘱咐他要跟着魏义 好好学手艺 然而就在这时 不远处停靠的一辆马车上 走下来一个人 他一身华服 满是横肉的脸上 长着个又大又圆的鼻头 此人正是那刘富贵 在他身后 还跟着两名随从 二人身上 散发着舞者的气势 给人一种无形的威亚 一家人可真是温馨啊 刘富贵面色阴冷 声音刺耳地说道 既然这么舍不得分开 何不一起上落 刘富贵的到来 将那一家人团聚的温馨和喜悦 彻底打碎 魏薛氏和魏晴 面色变得有些难看 心里有些畏惧 更是被他的话气的脸煞白 但魏义却是眉头皱起 冷眼看向那刘富贵说道 如今刘家就剩你一人了 不孤独吗 不如随你而子去 地下团聚吧 魏义的话 直接把刘富贵给气到了 脸上的横肉顿时凸起 目入猙獰之色 仿佛要杀人 他身后的随从 也是面色一冷 上前一步 气势逼人 但跟随魏义 而来的那些护院 也不甘示弱 当即冲过来 挡在了魏义他们面前 虽然他们知道 对方是入品的武者 自己跟人家差的不是一点点 但这里是城门口 而且 他们出自德云邦 那刘家的护卫 也不敢真的对他们动手 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夫人 秦儿 叶儿送到这里就好了 你们回去吧 我也该走了 魏铁山连忙说道 他不想魏义在这里 跟刘富贵他们起冲突 更不想让 对方在这里 说一些刺激自己妻女的话 所以 立刻招呼一旁的官差过来 押送他上路 爹 一路上照顾好自己 铁山 多讲小信 魏薛氏和魏卿不舍地看着魏铁山 眼中再次泛出了泪水 回去吧 魏铁山摆了摆手 跟着官差向前走去 魏铁山 一路走好 路途遥远 你可要当心啊 那刘富贵 忽然朗声说道 这句话 几乎是从他牙缝里挤出来的 阴侧侧 充满了杀意 魏义怒目看了一眼那刘富贵 但没有再理会他 此人如今已经如同疯狗 跟他争执犯不上 但他日若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 第一个要除掉的人便是他 回去的途中 魏晴和魏薛氏 有些心神不宁 刘富贵的出现 再次激起了 他们心中的不安和担忧 尤其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话 充满了杀意和威胁 他们也不傻 自然能猜到 刘富贵会请杀手半路截杀 尽管魏义说了 杜宇江已经安排了 舞者暗中保护 肯定不会有事的 但母女二人 心里依旧忐忑不安 真的害怕这一别 便是永别了 回到家中后 魏义继续开始锻造宝剑 一切似乎如常 但魏义知道 接下来的几日 沈沈和妹妹 怕是都会度日如年 惶惶不安了 除非等到二叔平安到达的消息传回来 他们才会彻底安心 其实魏义的内心 也并不完全踏实 虽然沙马特答应 会保卫铁山平安 但就怕有什么意外 或者万一 时间一天天过去 魏义开始重新分配 自己每天的时间 每天除了必要的休息 和三餐时间外 其余的时间 一半用来锻造宝剑 另一半 则是继续干健身 技能和书法技能 当然 每天的午餐和晚餐 依旧是由他来烹饪 烹饪技能的熟练度 也在稳步地增长着 几乎与打铁技能并驾齐驱 随着魏义每天不停地干毛笔字 他石海里的笔墨之气 已经渐渐长成了一棵大树 而且这段时间 几乎每天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金色光点凭空出现 融入到那树叶之中 如今那片叶子 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 魏义不知道 这些金色光点 从何而来 那金色叶子 又有何用 就像他还不确定 那笔墨之气 到底有什么用处一样 一切都在等待着他去摸索 或许等到升级后 会有新的发现和认知 自从魏铁山 被要送去边关后 家里的气氛 便有些凝重 沈沈和妹妹 都是闷闷不乐 或者是强颜欢笑 两人惶惶不可终日 魏义也试图安慰过他们 但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毕竟他们真的害怕 哪天突然传来噩耗 他们的心 早已经飞去了远处 想要去看一看 魏铁山是否平安 终于 在苦苦等了小半月后 杜玉江 却是给魏家带来了好消息 第39章 尘埃落定 杜玉江给魏家 带来了关于魏铁山的消息 他派去暗中 保护魏铁山的武者 已经回来了 魏铁山于五日前 就安全抵达了军营 被安排进入军器库 锻造兵刃 而杜玉江在军营里的好友 也给他回了消息 称会帮忙照应魏铁山的 就凭铁山兄弟的打铁记忆 在军器库也会被重用的 而且他身在军营里 刘家 就算再有钱 手也伸不到军营里 杜玉江一脸认真的说道 听到他的话 魏薛氏和魏晴 那多日悬着的心 终于是踏实了 母女二人激动地眼泛泪光 但嘴角却是露出了 那久违的笑容 他们这几日真的担心 刘家会在途中加害魏铁山 真怕魏铁山有去无回 内心可谓是无比煎熬 如今总算又一次雨过天晴了 魏铁山又度过了一劫 谢谢杜掌柜 你的大恩大德 我魏家莫齿难忘 魏薛是无比感激地说道 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 只能说铁山兄弟 好人有好报 老天都在帮助他 杜玉江一有所指地说道 他的言下之意 在场也就只有魏铁能够听出来 不管怎么说 这份恩情我魏家都会记下的 魏薛是又说道 我与魏铁的关系 这点是不足挂齿 杜玉江笑着说道 神神 再去多买一些肉和菜 中午就让杜掌柜留下来 一起吃饭吧 魏铁忽然说道 好 魏薛是笑着点了点头 旋即带着魏晴离开了厅堂 哈哈 别说 我还真有点缠你上次烧的那几道菜 杜玉江笑着说道 也不跟魏一客气 毕竟肚子里的蝉虫很诚实 哈哈 你喜欢吃 以后随时过来 我给你做 魏一笑着说道 对了 刚刚你神神和妹妹在 有个细节我没有说 其实你二叔在途中 真的差点被杀了 杜玉江脸色忽然严肃起来 压低声音说道 他详细地将事情经过说了一下 当时有一名实力至少七品的杀手 准备截杀魏铁山 他雇佣的那几个舞者 根本不是对手 险些被那人击杀 好在危急关头 一个神秘人出手 将那杀手重伤逼退 这才保住了魏铁山的性命 也救了他雇佣的那几个舞者 杜玉江说话间 也仔细地看了看魏一的神情变化 虽然魏一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但杜玉江能够看出 魏一似乎知道些什么 不过他并没有去问 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他只是想确认一下 魏一是否知道这件事 仅此而已 至于那人是谁 魏一又是怎么认识的 他莫资格 也不想去过问 竟然还有这种事 到底是什么人 在暗中帮助我二叔 魏一故作惊讶地说道 毕竟关于沙马特的事情 他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哪怕是自己 最亲近的婶婶和妹妹 他也不会说的 更何况是杜玉江 或许是你二叔 曾经接下的某个善缘 这次危急关头 帮他渡过了难关 所以说善有善报 杜玉江也顺着魏一的话 说了下去 嗯 有这种可能 魏一点了点头 其实他心里也清楚 以杜玉江的智慧 肯定能够猜到些什么 只是人家 是聪明人 不会去过问自己的隐私 所以 便心照不宣地 顺着自己的话说而已 杜玉江转移了话题 忽然又说起了 万剑阁最新的事情 魏一的剑 目前依旧十分抢手 甚至有临近县城的有钱人 也特意跑过来 预定魏自宝剑 但杜玉江也告诉了魏一 不用心急 依旧按照原来的速度 去锻造保健就好 中午 魏一又烧了几道菜 一家人欢聚一堂 如今终于雨过天晴 尘埃落定 苦难过后 剩下的都是喜悦和希望了 而杜玉江也跟着一起分享了这份快乐 与魏家的欢乐气氛比起来 刘家宅子里却是压抑的 让人喘不过气来 刘富贵将一桌子菜 全都掀翻在地 整个人气得脸煞白 那脸上的横肉 一股一股的 甚至还在颤抖 他实在想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人在帮助魏家 自己花了五千两银子 请了七品高手 竟然都没能将魏铁山置于死地 如今钱也花了 魏铁山却依旧好好的活着 这让他内心郁闷至极 当然郁闷之余 他内心也无比的恐慌 能够重伤七品杀手的人 实力至少也是七品 甚至可能更高 这等高手 如果对自己下杀手 那自己绝对必死无疑 而且 上次他已经警告过 自己一次了 想到这里 刘富贵感觉背后一阵发凉 有些惊慌地呼喊道 刘安 刘安 只不过他忘记了 自己的管家 刘安早就失踪许久了 魏铁如今只是在早上 会集中干一个时辰的健身技能 白天则是打铁 晚上便会全力地提升 输血技能的熟练度 如今打铁技能和烹饪技能 全都只差14% 就能晋升下一阶了 而书血技能也只差30%左右 就能晋升到下一阶 当深夜魏翼准备上床休息时 那书血技能已经只差26%熟练度了 夜深人静 护院们都在课中职守地保护着魏家人的安全 城中的街道上也已经没了行人 只有一队队巡逻的城卫兵经过 最近这段时间城内似乎很不太平 所以城中开始加强了巡防力度 夜间巡逻的城卫兵也明显增加了很多 朝阳出生又是崭新的一天 天刚刚放亮 胃意便自然醒来 这段时间养生菜吃着 健身技能练着 他整个人的状态都是前所未有的好 而且自从健身技能升到一阶 身体发生变化后 他不管白天多累 晚上只要睡上三个时辰左右 便完全足够了 而且睡眠质量相当的高 一觉醒来便会精神饱满 身心舒畅 那感觉让他非常喜欢 毕竟前世的他从未有过那种感觉 每天入睡困难 失眠多梦 睡八九个小时起来后 依旧会觉得大脑昏昏沉沉 身体更是如同灌了签一样 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 就感觉仿佛一天的体力 已经全都消耗殆尽了 而如今的自己 仿佛是那少年一样 有着用不完的力气 耗不光的精力 胃意起床后 按照惯例 掀干了一个时辰的健身技能 刚好神神也做好了早餐 便洗去满头大汗 去吃早餐 早餐过后 胃意便开始带着石头 开始一起打铁 这段时间里 胃意利用茶鱼饭后的时间 没少给石头传授打铁的理论知识 平时打铁时 也会吸星教导石头 石头在打铁方面非常有天赋 也很痴迷 加上之前 二叔也教过他不少东西 所以 胃意在叫他的时候 感觉一点就通 水到渠成 而且他虽然刚刚十二岁 但力气大得很 挥起锤子打铁的力量 甚至比胃意之前还大 在胃意的精心教导下 石头的进步非常快 已经基本可以锻造出品质不错的普通宝剑了 胃意感觉有一天 自己或许能够培养出一位最年轻的酒品住建师 第四十章 蓝生酒 叮叮当当 嘈杂的打铁声 回荡在整个院子里 但这声音落在胃靴式的耳中 却是那样的动听 就好似傍晚食烟葱里 鸟鸟升起的烟雾 和厨房里飘出的饭香 好似夜晚家里点燃的那盏灯 好似睡觉前 孩子在床上嬉闹的欢声笑语 总是让人内心感到踏实 感到温馨 恍惚间 就好似魏铁山还在家中一样 如今这个家又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活力 自从得知了魏铁山平安到达军营后 魏薛氏的心情也豁然开朗 每天也有了盼头 虽然一年很长 但终究是有个期待 终究会有团圆之日 魏薛氏和魏晴都在店铺里忙碌住 忽然 门口走进来三道人影 魏首之人锦衣华服 单凤眼 面容英俊 但却一脸傲慢之色 身后跟着两名随从模样的男子 三人腰上都挂着配件 魏首之人的配件乃是魏自宝剑 毕竟那独特的剑饼样式 便说明了一切 此时若是郭皮修在此 定然一眼就能认出 此人便是那万子和 请问公子有什么事吗 魏薛氏笑着问道 他很清楚 自己店里可没什么 值得这位富家公子买的 而且 此人佩戴魏自宝剑 所以魏薛氏 猜测他很可能是来找魏意的 就如同那三天两头来一次的郭公子一样 都是慕名而来的 万子和那傲慢的目光随意在店内瞟了几眼 却是突然停在了魏秦身上 担心魏秦那轻力淡雅的容颜 眼睛顿时亮了几分 毫不掩饰 也毫无礼貌地上下 打亮着魏秦纳玲珑的身段 和漂亮的脸蛋 那银鞋的目光 看得魏秦很不舒服 假装整理货架 转过身去 而魏薛氏 也立刻皱起了眉头 当即上前一步 挡住了他的视线 兴慕袁真 冷声道 你有什么事吗 魏意在吗 万子和收回目光 声音冷淡地问道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当然是找他买件 他在后院是吧 万子和寻着那打铁声 走到店铺后门 看了看院子里的打铁棚处 要买件 可以去万剑阁 魏薛氏的话还没说完 那万子和便已经带着随从 走进了院子 静止来到了打铁棚下 声音傲慢地问道 谁是魏意 有什么事吗 魏意看着那万子和 眉头皱了皱 这人把目中无人 全都写在了脸上 让人很不舒服 不过他的目光也注意到了 万子和腰间配件 正是自己锻造的魏子宝剑 你就是魏意 我要买一柄魏子宝剑 多久能锻造好 万子和遗址气使地 看着魏意问道 那样子 不像是来买件的 像是领导过来 安排下属工作的 你要买件去万剑阁预定 具体时间跟那边确定 魏意正色道 我就是不想去那边买 才过来找你的 我着急送人 所以 你先帮我锻造一柄宝剑 我可以直接付给你一百两银子 这样你也不必跟万剑阁分账 何乐而不畏 万子和说话时 依旧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魏意皱了皱眉 你在叫我做事 他很不喜欢对方那副 遗址气使的样子 完全没有跟自己商量的意思 反倒是一副命令的样子 再说了 自己现在相差那二十两银子的人吗 虽说自己可以私下里 卖件给别人 但是 如果像郭皮修那种态度诚恳 真心想结交自己这位朋友的人 或许还会考虑为气破一次力 可眼前这祸 魏意心里只想说 你他妈谁啊 抱歉 我与万剑阁合作 便不能坏了规矩 要买件去万剑阁预定 魏意沉声说道 玄机不再理会那万子和 继续锤打剑身 我说你这人怎么死脑筋 我在你这满 让你多赚钱 你难道听不懂吗 万子和立声说道 脸上满是不悦 魏意没有理会他 继续埋头打铁 见魏意不理睬他 万子和满脸韵色 瞪了魏意一眼 旋即一甩衣袖转身离去 嘴里骂骂咧咧 妈的 一个臭打铁的 装什么装 从魏家离开后 万子和的脸色阴沉至极 被魏意搏了面子 他心里自然是极度不爽 在这城里 谁不得给他万公子几分面子 区区一个铁匠 竟然在他面前摆谱 真是不知所谓 他走了几步 忽然停下脚步 转头看了看魏家的朝旗 眼中闪烁着寒芒 刘富贵那老家伙 真是不中用了 自己儿子被杀了 竟然连仇都报不了 难怪我爹说 刘家的产业 迟早也是我们万家的 万子和心中说道 他们万家人 可是眼里绒布的沙子 对于自己的敌人 绝对是赶尽杀绝 斩草除根 当年敢跟万家作对的那些人 现在坟头怕是都不见了 这般想着 万子和的目光 忽然又落在了街口的香满楼朝旗上 孟家当年若非有那潮山县县城 这方亲戚关系 怕是现在这最后一家香满楼 也不复存在了 而孟家那蓝生酒的酿酒方泽 还有那孟水莲 肯定也已经落在他万家手里 每每想到这两样东西 万子和便有种心仰难耐之感 孟水莲的美艳字不必多说 连他老爹万银昌 当年都想到他为妾 而他何尝不想一亲方泽 好好的谢完一番 至于那蓝生酒的酿酒方子 更是他们万家朝思暮想的东西 当年孟家就是凭借着蓝生酒 突然崛起 在青州城开了八九家酒楼 九四 生意极其红火 几乎抢走了 他们万家绝大部分市场 更是将他们万家的万红酒 踩在脚下 若非他爹当年使用手段 怕是如今这青州城的酒行 已经彻底心梦了 但是如果他万家 得到了这蓝生酒的酿酒方子 绝对是如虎添翼 定然可以让他们万家酒行的收入翻倍 甚至可以向其他城市扩张 如今这孟家 也撑不了多久了 万子和嘴角勾起了一抹宁笑 他听父亲说 孟水莲的舅舅 也就是潮山县的县城 已经身患重病 就要一命呜呼了 到时候 没了此人的庇护 他万家便再无丝毫忌惮 这次 他定要枪孟嘉兰 生酒的酿酒方子 还有那孟水莲 一并搞到手 走 随我去香满楼坐一坐 万子和忽然冷笑着说道 玄吉带着两名随从 朝着香满楼走去 刚刚在卫义那里 惹了一肚子火 他得去孟水莲那里谢谢火 第41章 别得罪小人 刚刚的人谁啊 真能装枪作势 那些富家公子 不都那样吗 眼高于顶 目空一切 我看那个郭公子就不这样 万子和离开后 胡林和孙福 不禁议论了几句 就在这时 护院的领头张清风 也凑了过来 一脸严肃地看着卫义问道 东家 刚刚那个人 你可认的 不认识 怎么了 卫义淡然地说道 那人是万银昌的儿子 万子和 这人的心胸可不怎么宽广 你刚刚没给他面子 估计这家火日后 可能会找你麻烦 不过东家放心 有我们德云帮在 这青州城内 莫人感动你的 原来是万家的人 难怪眼睛藏在头顶 卫义眉头微微皱起 万银昌这个名字 他知道 城中富商万家 也是青州城内 多个行会的行头 就是之前想要那 卫情 卫妾的那个老匹夫 早知道是他们家的人 刚刚第一时间 就该把他轰出去了 卫义星说着 想想那个家伙 竟然还佩戴 自己锻造的卫字宝剑 真是感觉 侮辱了自己的剑 恨不得把卫字宝剑 给夺回来 然后将一百两银子 砸他脸上 告诉他 老子的剑不卖给你 不过 他也就这么想想 毕竟跟傻叉一般 见识是不对的 跟钱过不去 也是不对的 临近傍晚的时候 张兴夜来到卫家 他是按照约定的时间 过来取卫义星 锻造好的卫字宝剑 早在几天前 卫义就将卫铁山 当初欠王首银 和张兴夜的钱还上了 契约也已经收回销毁 他这段时间 已经赚了快两千两银子了 也不差那点钱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早点还完 也早点了却一桩心事 晚上 卫义又下厨烧了 三道养生菜 一道糯米蒸排骨 一道蟹黄豆腐 一道当归黄芪羊肉包 阵阵香气 营绕在院子之中 把当班的几名护院 馋得直咽口水 我以前的梦想 是能跟红袖招的柳如姑娘 共度凉宵 现在的梦想又多了一个 就是能够吃一顿东家烧的菜 哎 你们闻莫闻出来 今天东家似乎做了新菜 这味道以前莫闻过 是啊 好像有螃蟹的味道 你俩这狗鼻子真好使啊 这都能闻得出来 那当然 滚 说谁是狗呢 几名护院站在厨房不远处 一边闻着味 一边互相打趣道 每天闻着东家烧菜的味道 都是他们最享受的时刻 虽然吃不着 但鼻子过过瘾 也不错了 就跟在红袖招时 看着那些当家花魁娘子 过眼影一样 吃完晚饭后 魏翼打着宝格 回了自己房间 这阶段顿顿真修佳肴地吃着 魏翼的寿元增长了非常快 如今已经增加了快130天了 当然也有干健身技能的功劳 不仅如此 魏翼也明显感觉神神 和妹妹风云了不少 果然 粮食没有白吃的 不过在魏翼看来 妹妹胖一点刚刚好 她原来太过干瘪了一些 如今这般 看着瘦瘦的 摸起来却肉肉的才刚刚好 回到房间后 魏翼继续开始 干输血技能的熟练度 如今输血技能 只差18%就可以晋升了 而打铁和烹饪技能 应该再有两三天的时间 就能成功晋升下一阶了 充满期待的生活 真好 魏翼心说住 她提起毛笔 在纸上开始写作 这段时间 她发现了一些规律 虽然书写技能的熟练度增长 与文字笔画有关 但笔墨之气的增长 却与文字笔画多少无关 而是与自己书写的内容有关 如果胡乱的书写 是远不如写诗词歌赋 或者写文章增长得多 其中差距还是非常大 但诗词歌赋 她已经写得快要吐了 所以 最近一直在写一些前世自己喜欢的名著小说 自从有了笔墨之气后 魏翼也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好 头脑清明 甚至让自己对前世的很多记忆都变得清晰 以前不记得的事情都慢慢地记起来了 所以 前世只能记得大概的名著小说 如今却能记起非常多的细节 就算不能完全复刻出来 但写出个七八成出来 还是可以的 这就让她生出了超书的念头 反正如今有钱了 也不用担心买不起纸张 怎么都是写字 和不把自己的笔墨留下来 复写一些前世有趣的文学著作 也算是给这个世界多增添一些文化作品 还能给妹妹增加一些休闲读物 沉浸在写作之中 魏翼早已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不知不觉间 已然又是深夜紫时了 外面突然刮起了风 吹得窗户微微作响 不禁打断了魏翼超书的思路 与此同时 风声中隐约传来 更夫敲锣报时的喊声 紫时三更 平安无事 都已经紫时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魏翼放下毛笔 微微活动了一下手腕和肩膀 其实刚刚听到窗户发出声响时 他还以为是那沙马特来了 这家伙上次说让他十天内锻造无丙保健 可如今已经半个月了 这家伙还没有来去 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魏翼真担心 这家伙是不是出事了 而且 最近城里的巡防力度 明显增大许多 感觉似乎也与他有关 不知道这家伙 又干了什么大事 也许是最近不方便露面 所以便迟迟没有过来 取走保健吧 魏翼心想着 其实他是很担心这家伙出事的 毕竟有这样的高手保护自己 心里会感到很踏实 而且魏铁山的事情 也让魏翼心里很感谢这家的伙帮助 秋风刮了一夜 也吹落了许多枯叶 第二天一早 魏翼起床时便感觉又多了几分寒意和萧瑟 魏翼一如往日起床后先干健身技能 然后吃早饭 开始打铁 他原本以为今天又会是个普普通通的一天 却没想到上午四时突然来了一群自称铁器行会的人 魏首的乃是行会的行手 他们称魏家的铁器铺属于违规经营 则令魏家立刻关门否则上报县衙查封 关于行会 魏翼也是有所了解的 大延王朝的商业发展还是很繁荣的 就如前世的北宋一样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 如米行 酒行 步行 食饭行等等 也有点类似现代的行业协会 但权力却不可相提并论 魏家的铺子原本就是售卖镰刀 锄头 菜刀 茧子等等日常铁器 是隶属于铁器行的 大延王朝的各个行会 乃是商人与官府之间的重要纽带 这些行会甚至在某方面的权力与现在工商举有的一拼 各个行会的负责人也称之为 行头 行手 或行劳等 充当行会与官府交涉的首席代表 从本质而言 行手虽然仍是商人 不是官吏 手中没有公权力 但由于他经常游走于商人与官府之间 所以一定程度上拥有虚利性质 影响力有时比政府官员还要大 堪称行业真正的地头蛇 每个行业的行会也有自己的章程法规 虽本质上并非法令 却对行会组织成员拥有即将的约束和管控之力 其强制力不在法令之下 甚至强过官府法令 可以说 如果你经商得罪了官府 可能还有一丝生存下去的机会 但是真的得罪了行会的行头 可能就彻底混不下去了 第四十二章 同时进阶 抢手大人 我们将哪里违规经营啊 魏薛氏有些不满地问道 行会规定 铁器属于阳刚之气 女子乃是阴人 被你们碰触的铁器 那就变软了 所以行会规定 女子不得参与铁器铺的经营 一名皮肤有黑 面容丑陋 又矮又壮的中年人 冷着脸说道 此人名叫马铁 乃是青州城的铁器行会的行手 我不是掌柜 也莫参与经营 我就是帮忙照看店铺 魏薛氏还想解释 但话音却被那马铁打断 另外 你们家魏铁山犯了法 按规定犯法者也不能参与经营 如今我家的掌柜是魏义 他是住建师 这难道还不合规吗 魏薛氏又问道 你这铁器铺 原本在行会里登记的经营者是魏铁山 魏义 要想开铁器铺 那需要重新上报行会 获得审批才行 这魏义没有到行会做登记 也没有加入我们行会组织 怎么就成了这里的掌柜了 那马铁声音更加冰冷 那我们去补办一下 不就可以了吗 目前城里的铁器铺数量 已经达到上限 有好几家正在排队等住加入行会 魏义想要重新经营铁器铺 需要先排号 等到腾出名额了才行 那马铁又说道 魏义从旁算是听明白了 这些人就是诚心来找茬的 非要让他们铁器铺关门不可 二叔出事这么久 他们都没有过来 如今突然过来 绝非偶然 肯定是有人在背后唆使 魏义想想就猜到了会是谁 万子和 张青松说的没错 这家伙还真是心胸狭隘啊 昨天自己没有给他面子 今天就叫人来恶心自己 魏义知道万家势大 万银昌在城中乃是多个行会的行手 估计这马铁就是受了万子和的指使 过来找麻烦的 虽然目前这铁器铺的那点收入 对于魏义来说 可有可无 但被迫关门与自己主动关门 那是两个概念 那万子和就是故意恶心自己 跟自己示威呢 还真是您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啊 神神 这铁器铺不经营也罢 以后你跟秦儿还能更轻松一点 魏义开口说道 魏薛士点了点头 他也能看出来了 这些人就是故意针对他们家 奈何这些行手就是地头蛇 上面有线牙给他们撑腰 人家想让你关门大吉 你还真就无可奈何 不过 他们家目前的却不需要依靠这铁器 铺来维持收入了 魏义身未助见师 锻造宝剑 他们是管不住的 其实魏义这段时间赚的钱 已经足够多了 他还经营这铁器铺 纯属是因为 这乃是魏铁山曾经的事业 是他们最初来到青州城时 一起打拼出的事业 留住就是一种念想 石头 去叫你胡叔和孙叔过来 一起帮忙把这些铁器收了 拿回去练铁料 魏义拍了拍石头的肩膀说道 玄吉又在马铁等人的监督下 将店铺门口的招牌和招棋全都摘了下来 看着招牌和招棋被摘下 魏薛氏内心还是有些不舍和悲伤的 这里有着属于他们家太多美好的回忆 如今一切却都只能成为过去了 终究是要跟过去告别了 这该死的世道 神神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有一天 我们魏家铁器铺会开在正街上的 魏义安慰道 虽然他心里也很不爽 但他不着急 来日方长 所谓 宣父 又能为后生 丈夫为可青年少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通俗一点说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又言多行不易必自弊 他万家迟早会被清算的 铁器铺关门 最难过的 其实并非是魏薛氏 而是那胡林和孙福二人 他们如今的收入 可是跟铁器铺销量挂钩的 如今铁器铺关门了 他们的收入定然大打折扣了 这一点魏义自然最清楚了 所以回到院子里后 魏义将孙福和胡林 叫到了厅堂里 安抚道 二位叔叔 你们放心 铁器铺虽然关门了 但我还会按照之前铁器铺的平均营业额 给你们继续结算分红的 另外我会给你们基础工钱 再加一成 魏义如今锻造宝剑非常赚钱 而且自己锻造宝剑 这胡林和孙福 也是能够帮忙完成非常多的工序 所以魏义并不吝啬多给他们一些工钱 毕竟未来他学会赚更多的钱 听到魏义的话 胡林和孙福二人大喜过望 激动不已 当即公身作医 激动地说道 谢谢东家 谢谢东家 您对我们实在太好了 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放心吧 你们跟着我赚大钱的日子 还在后头呢 魏义笑着说道 走吧 我们继续去打铁 那个万子河还真他妈的 牙子必爆啊 这昨天我刚说完 今天他就鼓动行会的人过来找事 魏义刚从厅堂里走出来 就听到几名护院 正一脸愤愤不平的议论主 他们万家人不就这样吗 不然当年的孟家 怎么会落到如今的境地 是啊 想当年香满楼在我们青州城 可是最有名的酒楼 他们家的蓝生酒 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酒 可如今 想喝都喝不到了 只能喝他们万家那难喝的万红酒 可不是 孟家掌柜当年也是出了名的大善人 每逢灾年有灾民进入青州城 他们家都会失洲相助 甚至会捐钱捐衣 嗯 我跟我爹当年落难来到青州城时 也得过孟家的恩惠 孟家的老掌柜 的确是好人 哎 人善被人欺 好人抹好包啊 这该死的世道 被万家坑害的商人 何止孟家呀 是啊 那万家跟郑之县沆瀉一气 把青州城各行各业 搞得乌烟瘴气 如今都是奸商当道 听着护院们的议论声 魏义也是心有其其 在这样的世道生存 不是说你不去惹事 就能平安无事的 树欲静而讽不止 无权无事 便一步一个砍 处处受制于人 魏义没有说话 他再次回到铁针前 将所有的不满 凝聚在了手里的锤子里 重重地锤打着铁料 他相信 用不了多久 便会让那万子河 为自己的傲慢与无耻 感到后悔 迟早有天 会让刘家和万家 从青州城永远地消失 经过了铁器铺关门的风波后 生活似乎又回归到了平静 魏义每天规律地作息 规律地提升各项技能的熟练度 经过了三天的努力 他终于将打铁技能和烹饪技能 同时干到了晋升条件 姓名 魏义 根骨资质 极差 寿元 42岁 加136天 打铁技能 二阶 可升级 烹饪技能 三阶 可升级 书写技能 三阶 距离升级还差7%熟练度 绘画技能 二阶 距离升级还差85%熟练度 雕刻技能 一阶 距离升级还差56%熟练度 健身技能 一阶 距离升级还差31%熟练度 第43章 进阶 千锤百炼 未一白天的时候 没有急着去升级 而是等到夜深人静 上床睡觉时 才心念一动 将两个技能同时升级 熟悉的感觉再次袭来 无数信息在脑海深处浮现 而后融入记忆之中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似乎也在接受着 某种仿佛刻入DNA里的信息一样 让大脑袋记忆 与身体的记忆 形成了完美的统一 不知不觉中 魏意在那神奇的感觉中 沉沉睡去 这一夜 魏意在梦中 经历了数十载岁月 积累下无数打铁 和烹饪的经验 也在无数实践中 磨练和掌握了 非常精湛且高深的记忆 让他对于烹饪 对于打铁 又有了新的认知 再次迈入了更高的领域 如今再回头看自己之前 那些锻造和热处理的技法 却是显得有些稚嫩粗浅了 就好似成为了高中学霸 再回去看小学时的加减法一样 以前觉得 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如今却有着十几重方法来完成 除了对金属的锻造和热处理外 他也掌握了多种 不同性质合金的制造方法 甚至很多合金连前世的地球都没有 完全利用这个世界独有的一些矿石和物质 融合而成的合金 这些合金的性能 可以完全超越钢铁的上限 轻易就能达到 钢铁所达不到硬度 强度 韧性等等性能 而这从某个角度来说 也是大幅减少锻造宝剑的工序 除此之外 这次升级后 也让魏翼获得了一个名为千锤百炼的武学 这是一种对力量极致运用和持续爆发的方法 最大限度发挥体内力量 最大程度提升爆发力 进行高频锤击 可以在短时间内 挥击几十上百次 若力量储备足够 甚至可以持续高频 挥击上千次 上万次 乃至更多 而且 每一锤的力量 都会比前一锤有所增幅 攻击力不断叠加 这个武学同样与打铁技能相辅相成 这种高速高频的锤打 也是辅助 制造出合金的关键技能 有点类似前世的机械合金化的过程 但也不尽相同 而烹饪技能晋升到四阶后 让魏翼彻底拥有了最顶级大厨的烹饪技艺 完全掌握了这个世界各大菜系的特色菜 各种菜肴的烹饪方法 数不胜数 另有几十种秘制酱料的制作方法 更是可以举一反三 去融合创造新的菜式 新的口味 尤其是那些秘制酱料 乃是烹饪菜肴的灵魂 也是烹饪的点睛之笔 可以说 即使不用自己亲自下厨 随便找个成熟的厨子 简单指导一番酱料使用的方法 就可让它烹饪的菜肴增色很多 拥有丰富且令人迷醉的味道 除此之外 它还获得了一个名为 以形补形的食疗修炼之法 这修炼之法 其实有点像某种内功心法 通过打坐行器 可以最大限度炼化 吸收食物精华 并达到以形补形的功效 甚至能够改善体质 提升根骨滋质 而且 因为这功法 是通过系统直接融汇贯通 所以便如身体本能一样 可以轻易驾驭运行 当然 魏翼在刀弓 火候把控 石刻雕弓上 也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如今石刻雕弓能力的提升 让魏翼的雕刻技能 自动晋升到了二阶 至于刀弓方面 更是获得了一门 名为刨钉解牛的武学 这是一种刀弓技艺登峰造极 寂静呼道 而演化出来的一种刀法 出刀如行云流水 出神入化 专弓薄弱 刀之所致 骨肉分离 终于是有了改善 根骨滋质的方法了 魏翼心中喜悦 这也让他看到了 自己未来习武修道的可能 已行不行 我还真是要在吃货的道路上 渐行渐远了呀 魏翼暗自笑着 不过 这次打铁技能晋升三阶后 让魏翼感觉自己的技术水平 提升的幅度有点大 我会不会已经超越七品注剑师的水准了 魏翼心说着 他之前跟杜玉江聊天时 也听他说过 七品注剑师和五品注剑师的事情 七品注剑师 其实仍然是通过各种热处理方式 让宝剑达到钢铁所能达到的极限性能 而五品注剑师 已经不仅仅使用铁料这一种材料了 魏翼推测 他们应该就是 可以通过多种材料的融合 来形成某种合金材质 进而提升宝剑的性能 所以 魏翼才感觉 自己这次升级后 似乎直接跳级 达到了五品注剑师的水准 但他也不敢完全确定 一切还需要等他去验证一二 下午去一趟万剑阁 再详细地问问度掌柜七品 和五品注剑师的评定标准 这般想来 魏翼迅速起床穿衣 简单活动热身后 开始了每天的健身锻炼 吃过早餐后 魏翼又开始了每日的打铁工作 如今打铁的技能 虽然已经大幅提升 让他可以锻造性能更加优异的宝剑 但他同样 也可以继续去锻造一株宝剑 而且 因为能力和境界的提升 再去锻造一株宝剑 已然是驾轻就熟 完全有更简单 更高效的锻造方法 所以 如今再要锻造原本那种品质的胃子宝剑 可以节省不少力气和时间 甚至这种方法 完全可以传授给石头 只需要通过反复的练习 石头其实就能锻造出自己 原本那种品质的宝剑 大哥 今天的热处理工序 怎么不一样了 石头看到胃义 对健身的热处理方式 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不禁有些诧异 而热处理这个词 也是胃义教给石头的 已经成为了专业术语 嗯 这是我最新研究出的方法 更简单 你先跟着 我看一遍 回头我再细致地给你讲其中道理 胃义说道 哦 石头认真地点了点头 然后全程跟着胃义 极为专注地观察学习着 临近五时 胃义已经降级饼健身都处理好了 后续的打磨抛光 以及剑饼的安装等工作 全都交给了胡林 孙福他们 而他则是去了厨房 开始烧菜 吃过午餐后 胃义带着两名护院 准备去万剑阁 但他刚走出家门莫多远 就看到街口的香满楼 门前聚集了许多人 一片嘈杂 跟着只见一大堆牙医 大呼小叫地走来 呵斥着人群散开 然后冷着脸 走进了香满楼 香满楼出什么事了 胃义眉头微微皱起 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身后的两名护院 也是面色凝重地对视了一眼 PS 最近剧情铺垫的可能比较多 主要是为了彻底展开 青州城这张地图 各个势力 各个人物 如有不足之处 望大家多多包涵 也希望大家耐心过渡一下 主角马上就要开始起飞了 第44章 孟家落难 卫义带着两名护院 也来到了香满楼 门口众人议论纷纷 指指点点 卫义通过众人的话 也大致了解发生了什么 不久前 有人在香满楼吃饭 中毒身亡 一桌五人 全都当场毙命 如今 县衙街道报案过来调查 已经酱香满楼大门关闭 闲杂人不得入内 所以 卫义也无法进入 只能跟其他人群一起围在门口 是吃什么能把人毒死 听说是吃了有毒的蘑菇 这香满楼用的山珍里有毒蘑菇 五个人当场就死了 毒蘑菇 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 不对啊 按照行会规定 城中酒楼食材采购 都是有规定的渠道 不能私自购买 怎么会买到毒蘑菇呢 是啊 这是太蹊跷了吧 哎 十有八九事 被人动了手脚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如今吃死了人 孟掌柜可脱不了前夕啊 那就要看调查结果了 如果查不出来 是谁搞的鬼 那烹饪的厨子肯定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搞不好会判绞刑啊 这么重啊 搞不好采买的 还有山珍行会那边也会受到牵连 不过这孟家酒楼肯定也没法开下去了 出了这种事 行会肯定会把他们除名的 这孟掌柜可能还要面临巨额的赔偿啊 哎 孟家真是太惨了 这如今就剩一家酒楼都保不住了 哎 我听说孟掌柜的舅舅去世了 所以孟家最后的保护伞也没了 难怪啊 我说怎么好端端突然就出事了 哎 这个世道啊 孟家这次算是彻底完了 是啊 以后再也吃不到香满楼的烧鸡了 人群议论着 胃义从旁也算是基本听明白了 他不用想也知道 这是八成跟万家脱不了前夕 以前万家忌惮孟水莲的舅舅乃是县城 好歹也是一方父母官 如今孟水莲的舅舅去世了 万家再无忌惮 便开始对孟家赶尽杀绝了 真是有过卑鄙的 不过他前些日子 也刚刚领教了那万子和卑劣手段 倒也不觉得奇怪了 孟家这次的劫难 怕是无法躲过了 万家跟郑之县本就沆瀣一气 这县衙过来调查 估计最终结果对孟家也会很不利 就如周围那些人所说 孟家这乡满楼肯定是要彻底关门了 更是要面临巨额赔偿 孟水莲能否被牵连定罪 还有未可知 只能说这世道太黑暗了 许久后 乡满楼大门再次打开 让开让开 牙翼呵斥着众人散开 旋即只见几个牙翼 压着酒楼移众人等 从大门走出 众人脸上满是惶恐之色 孟水莲走在最前面 她面色苍白 微微低着头 带眉紧索 满脸悲愤 孟掌柜 魏翼忽然呼唤了一声 不禁吸引来了周围众人的目光 孟水莲也看向了魏翼 暗淡的眸子似乎亮了几分 但神情却极为的复杂 孟掌柜 放心 苍天有眼 报应分明 魏翼目光坚定 质地有声地说道 这次的事情 她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上次他们魏家落难时 孟水莲帮了许多忙 所谓患难献真情 魏家最缺钱的时候 孟水莲更是主动送来了五十两银子 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 即使亲兄弟之间 五十两银子也是要立字句 才能借的一笔巨款 可孟水莲甚至都莫提让魏家 何时归还 而且 那时候的孟家 也不宽裕 五十两趴也是账面上 能拿出的全部了 人家亲近所有邦尼 这份恩情 他魏翼自然不能忘记 如今孟家落难 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不过魏翼也知道 眼下自己也不能太过着急 需要先静观其变 看看县衙和万家那边的动作 再去决定 怎么帮助孟家 不过这期间该打点的 自然还是要打点的 该拖的关系 也是要拖的 至少保证孟水莲的人身安全 万家那老色鬼 什么事都能牵得出来 听到魏翼的话 孟水莲的脸上 恢复了一些神采 看着魏翼点了点头 孟水莲等人被押走后 另有几个牙翼 将死者尸体抬走 最后走的两名牙翼 则是给香满楼 贴上了封条 带着所有牙翼离开后 人群也慢慢地散去 魏翼也带着两名护院 来到了万剑阁 但走到门口时 他停下了脚步 取下随身带的钱袋 交给两人说道 你们二人先去一趟县衙 打点一下 让那边帮忙照顾一下孟掌柜 是 东家放心 两人正色道 他们也能看出 这魏翼跟那孟掌柜关系不简单 他这是想要帮助孟家 所以 两人离开万剑阁后 先去了县衙 打点了一下 也打探了一下消息 但两人离开县衙后 没有回万剑阁 而是直接去了郭家的府邸 将这件事告诉了郭皮修 很好 你们两个很会做事 这件事 我心里有数了 你们 回去告诉魏翼 让他放心 郭皮修笑着说道 倒不是他幸灾乐祸 只是他一直想结交魏翼 如今有这么好的表现机会 他自然不能错过 最主要这件事 自己既能卖魏翼人情 又能跟万子合作对 简直一举两得 你们先回万剑阁吧 我稍后就去县衙找我一仗 郭皮修说道 他一仗乃是县衙的主部 也算是县衙的二把手了 魏翼来到万剑阁后 跟杜玉江详细地了解了一下 七品柱剑师考核和五品柱剑师考核的细节与区别 杜玉江也细致地跟他说了一下 七品柱剑师考核其实跟九品并无太大的区别 考核内容和测试的内容也大同小异 而且也有相应的厌剑棒对宝剑的极限性能进行测试 但五品柱剑师的考核就有所不同了 柱剑师虽然同样在封闭的环境下完成宝剑的打造 但整个过程其他人是不可以观看的 而且对宝剑的性能测试也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一些基础的测试外 五株宝剑不同于一株和三株宝剑的性能要求有两方面 第一 宝剑在不同极限环境下的性能稳定性 比如将宝剑久置于高温或者寒冷的环境里 然后测试性能的表现和变化 看其稳定性是否合格 第二 五者血气的抗性 五者只要达到七品后就能将血气吊取而出 灌入宝剑之中让宝剑获得更优异的性能 甚至会产生克制邪碎镇压阴魂鬼怪的效果 但五者血气的长时间灌输 会让钢铁材质的宝剑内部结构发生变化 时间长就会让宝剑变脆 最终可能彻底报废 但五株宝剑的一个重要性能特点 就是不怕五者血气的灌输 即使长时间的血气灌输 宝剑的性能依旧很稳定 第45章 总藏头 听着杜玉江的话 魏宜心中越发感觉自己这次升级后 真的有可能直接达到了五品诸剑师的水准 魏宜 你为何今天突然来问我这些事情 难道你的记忆又有了新的突破 杜玉江目光期待地看着魏宜 毕竟他今天专程过来 向自己询问这件事 肯定是事出有因的 嗯 的确有了新的突破 我想再参加一次考核 魏宜如实说道 听到了确切的答复 杜玉江脸上不禁露出了惊讶之色 虽然刚刚心中有所猜测 但魏宜的话 还是让他很是吃惊 以他对魏宜的了解 他能这么说 那定然是有了一定的把握 想想他才刚刚成为九品诸剑师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如今竟然又取得了新的进步 有望冲击七品 成为跟自己一样的七品诸剑师 果然 天才就是天才 而且 魏宜在锻造宝剑上的天赋 甚至用天才 都已经无法形容了 就算他知道的天才 也没有提升速度如此之快的 而且 还是在没有任何人教导的情况下 完全通过自己的摸索和研究 这就有些惊人了 你在锻造宝剑上 果然是天赋一柄啊 其实这么快就要冲击七品了 我的天赋要是有你的一半 也不会止不于七品这么多年啊 杜玉江感叹着 杜长贵过誉了 魏宜拱了拱手 玄机顿了毒 又说道 那个 杜长贵 其实 我想直接试一试五品注剑师的考核 什么 杜玉江愣住了 甚至以为 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我想直接参加五品注剑师考核试一试 应该是可以的吧 魏宜笑着问道 可以是可以的 魏宜 你觉得自己 已经达到五品了 杜玉江满脸震惊地看着魏宜 嗯 有八成把握吧 魏宜点了点头 虽然嘴上没有把话说死 但他的目光却坚定不移 杜玉江半张着嘴 看着魏宜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感觉这信息量有点大 情绪的冲击也有点强烈 他需要消化一下 平复一下 可是平复了半天 心中的波澜 却越发的汹涌 这件事 可谓是越想越觉得震惊 他以为魏宜有望突破七品 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没想到 他竟然要去冲击五品了 虽然他不知道 魏宜最终 是否能够通过考核 但这件事 依旧给他不小的触动和震撼 你今天真的是把我给惊到了 杜玉江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 然后又说道 既然你想冲击五品 那我就跟你说一说具体的事情 虽然我也没参加过五品考核 但大致的情况 还是知道一些的 五品住建师考核报名费 要一百两银子 考核地点 还是在青州城的住建司 所需材料要提前报备 考核完成后 你的建会被送到京城的军器局 进行一系列的测试 最终结果 只有等那边的通知 如果你能成为五品住建师 以后身份地位自然今非昔比 也会拥有更多的选择 比如你可以选择加入军器局 成为一名公官 拥有官职 但可能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多 还要前往京城任职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选择 加入某个比较大的势力 成为他们的供奉 亦或是加入我们万剑阁 成为一店掌柜 当然 你也可以继续作为自由工匠 同样也可以成为一行之首 说到这里 杜玉江似乎想到了什么 突然洗上煤烧 略有些激动地说道 对了 魏毅 如果你能成为五品住建师 我便推你做青州城五金手工业的总行头 目前这总行头 是由我在担任 但秋玄级来了之后 便一直在争取这个位置 知府李大人 虽然与我关系甚好 但依照相关律法 秋玄级乃是五品住建师 的确有资格取代我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 已经坐不久了 但是 如果你能成为五品住建师 那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荐你来取代我 五金手工业的总行头 是做什么的 魏毅眉头一挑 有些好奇地看向杜玉江 心中不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虽然通过字面的意思 他大概猜到了一些 但还是想听听杜玉江怎么说 你应该知道行会吧 嗯 知道 行会都有着自己的行手 也叫行头 但这些行会 都是划分比较细致的 整个青州城 足有几十众大大小小的行会 官府根本管理不过来 所以 为了方便管理这些行会 便设立了总行头 每个总行头管理一部分相似或者相关联的行业 比如城中的铁器行 铜器行 经营首饰 锁行等等行会 全部归我们五金手工业总行头管理 这总行头虽然不是官职 但权力可不小 直接管理下属各行会 包括行手的任免 行会的章程法规的审批等等 虽然这总行头 是需要通过文室考核的 但你本就是童生 这文室定然是完全没问题的 所以 只要你能成为五品驻见师 那这总行头 非你莫属 听到这里 卫衣目光亮了几分 嘴角也勾起了一抹笑意 竟然还有总行头这一职位 如果自己成为了总行头 那不就是说 铁器行行会 还有那行手马铁 以后就归自己管了吗 还真是山不转水转啊 卫衣很清楚 在没有可以凌驾于 众生之上的武力前 权力在这个世界里的作用 往往更大 之前那马铁 不就是仗着自己是 铁器行的行手 逼着他们卫家 把铁器铺关门了吗 这就是权力的作用 多谢杜掌柜 我一定会努力通过 五品驻见师考核的 这种行头 我还真不能落在秋轩级手里啊 卫衣正色道 嗯 我也希望你能成为 五品驻见师 如此那秋轩级便再也没了遏制我们万剑阁的机会了 杜玉江心里 也是对卫衣充满了期待 对了 杜掌柜 我还有一件事 想要求你帮忙 卫衣画风一转 什么事 尽管说 卫衣顿了毒 便将香满楼的事情跟杜玉江说了一下 所以 我想请您帮忙找找关系 让县衙那边照顾好孟掌柜 我怕万银昌父子会加害孟掌柜 卫衣沉声说道 这万家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你放心 这件事交给我 县衙那边 我会亲自过去一趟 万家父子就算再有胆子 也不敢把孟掌柜子磨压 杜玉江说道 那我就先谢过杜掌柜了 卫衣起身作医 感激地说道 你我的关系 何必客气 而且等你成为无品住建师 我以后还要仰仗你多多照应呢 杜玉江笑着说道 不管在下未来 成为极品住建师 您在我心中 永远是我的伯乐 我的恩人 也是我的朋友 卫衣一脸 真诚地说道 这也是他的肺腑之言 好 有你这句话 便说明我杜玉江没有看错人 杜玉江开怀大笑 拍了拍卫衣的肩膀 第46章 该反击了 卫衣准备与杜玉江 一起去一趟县衙 但刚出门 就看自己的两名护院 已经回来了 正等在万剑阁门口 二人将自己去县衙 打听到的消息 告诉了卫衣 也说了郭皮修会帮忙的事情 胡公子怎么知道的 卫衣有些惊讶 那个 我们刚刚在县衙门口 碰到了少帮主 他问我们去干什么 我们就如实地说了 是啊 我们少帮主 也是气不过万家 如此欺负人 所以决定帮忙 他的遗仗乃是县衙主部 所以能说上话 卫衣点了点头 他自然知道 这两人只说了一半的实话 估计他们 就是特意去找郭皮修帮忙去了 好吧 回头我会亲自登门 感谢郭公子的 卫衣笑着说道 不用那么客气 我们少帮主说了 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是啊是啊 朋友之间 本就应该两肋插刀 听着两个护院的话 卫衣笑而不语 微微点了点头 但即使有郭皮修帮忙 他还是决定 跟杜宇江去县衙走一趟 多一些人过去打点 那郑聪也会明白 这次的案子 可不是他想怎么判 就怎么判的 而且 魏衣也想去狱中 献一下孟水莲 献牙狱中 被收押后审的孟水莲 抱膝蹲坐在牢房的草垫上 脸上有着化不开的愁容 但就在这时 一阵阴险的笑声响起 却见那万子河的身影 出现在了牢门口 孟掌柜 我们又见面了 孟水莲皱了皱眉 却是没有理会那万子河 不说话 好 那我来说 你知道我万家想要什么 把蓝生酒的酿酒方子交给我 我保证你们孟家乡满楼 平安无事 万子河冷笑着说道 孟水莲还是沉默不语 她实在不想对万子河说一句话 好 你不理我 那我便去找你父亲去谈 她应该比你更清楚 如今孟家的处境 不要 孟水莲立鹤一声 她父亲本就重病卧床不起 每况日下 如果再得知今天的事情 那定然是活不了了 终于肯说话了 万子河冷笑一声 酿酒方子 只有我父亲知道 她如今病重 你若去刺激她 她定然急火攻心 那样 你们这辈子 都不会知道蓝生酒的方子了 孟水莲一字一句地说道 少骗我 万子河皱起了眉头 孟家的蓝生酒酿酒方 都是传男不传女 不信你可以去打听 孟水莲又说道 万子河面色变了变 沉着脸思索了起来 孟水莲又说道 你若真想要蓝生酒的方子 只有等我出去后 亲自去跟父亲谈 如今我孟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父亲一定会答应我交出方子的 但你得兑现承诺 若拿到方子 便保证香满楼 还可以继续经营 好 成交 万子河嘴角勾起了得意的笑容 他没想到孟水莲这么听话 果然孟德元那老不死的 才是这孟水莲的软肋 只要拿到酿酒方 这孟水莲也迟早会落到自己手里 魏毅与杜玉江来到县衙 见到了郑聪 魏毅也奉上了两百两银票 作为见面礼 虽然他很不齿这种贿赂的行为 但世道就是如此 自己也只能去试验 除非有一天 自己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 杜玉江与郑聪一番闲聊 看似说着一些不相关的话 却句句都在暗示郑聪 不要忘记 孟家曾经也是青州城大户人家 即使家道中落 依旧有着不小的声望 孟德元更是有名的善人 受其恩惠之人众多 所以 这个案子关注的人 也会非常多 如果胡乱评判 怕是会难以服众 甚至可能 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而且 杜玉江更是提到 知府李大人 也很喜欢香满楼的烤鸡 他前几天还 特意给李大人 送去了一只香满楼烤鸡 那郑聪也是聪明人 自然也知道杜玉江的用意 明白其中道理 他不傻 自然不会给万家当枪使 自己是官 万家再有钱 也不过是名 他拿钱办事 也是有分寸的 可能损害到自己利益的事情 他自然不会做 所以 也在话里话外中 透露出 自己会秉公执法 实事求是 更是提到了 目前初步调查结果 基本可以锁定 是厨子的责任 随后 郑聪也答应了 让魏义去牢中 献一件孟水莲 魏义跟着牙役 来到了关押 孟水莲的牢房 却见他神情凝重 站在牢中 正正出神 孟掌柜 魏义轻轻地呼唤了一声 听到那熟悉而温柔的声音 孟水莲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暖流 立刻抬头望去 但见魏义的身影出现在这里 不禁又惊又喜 魏公子 你 你怎么来了 看到魏义 孟水莲感觉 这牢房 似乎都不再那么阴冷昏暗了 仿佛有阳光照了进来 驱散了 他眼前的阴霾 他快步 走到牢门口 趴在那栏杆之间 看着外面的魏义 心里感觉无比的温暖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魏义问道 他仔细看了看 孟水莲的外表 与之前见到时并无分别 没有 只是对我问话 没有为难我 孟水莲说道 嗯 那就好 这次定然又是万家吧 是啊 除了他们家 还能有谁如此卑鄙 我不久前也当当领教了一下 的确很卑鄙 魏义说起了铁器铺的事情 这就是万家惯用的伎俩 当年我孟家的九四 就是被他们这样逼着关门的 能跟我说说 你们家与万家的事情吗 魏义虽然有所耳闻 但毕竟道听途说 很多都是不准确的 可以啊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 孟水莲给魏义大概讲述了一下 他们孟家当年是如何凭借兰生酒 在青州城崛起 迅速开了多家酒楼和酒四 又是如何被万家使用各种阴损的伎俩 联合多个行会共同打压 与官府沆瀣一气 逼着孟家不得不关闭多家酒楼和酒四 最终只剩下这一家乡满楼 也从正殿沦落成了脚殿 苟延残喘 再也没有了酿酒的权利 还只能售卖万家的酒 但是万家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想得到兰生酒的酿酒方子 不久前万子河也来这里 逼我交出方子 我找借口骗过了他 这兰生酒的方子 我就算死 也不会让他们万家得到的 孟水莲咬牙切齿地说道 放心吧 你不会死的 该死的是他们 受了这么多气压 如今也该我们反击的时候了 酒罗末了 我们还可以重新再看 万家越想得到的东西 我们越让他失去 卫义目光灼灼 字字朱击 铿锵有力地说道 这 真的吗 孟水莲渴望地看着卫义 他何尝不想反抗 不想报仇 但他心里却没有底气 毕竟万家就犹如一座大山 让他望而生畏 当然 想想我们卫家曾经的处境何其艰难 如今不也拨云见日了吗 相信我 我会有办法的 你我联手 未来香满楼 一定会重新回到正街 成为正殿 兰生酒 也一定会重新走上酒桌的 卫义的目光无比坚定 无比自信 以他的厨艺 想要帮助香满楼重新崛起 轻而易举 更何况 还有系统在 自己回头解锁个酿酒技能干一干 这青州城的酒行 以后就改姓味了 而且自己 如果能够成为五品诸剑师 那万家想要对自己不利 也得掂量掂量 嗯 我相信你 梦水莲重重地点了点头 她能够从卫义的目光中 感受到她体内的那股炽热的能量 仿佛可以冲破一切阻碍 勇往直前 那股力量仿佛也带动了她 让她忽然有种热血翻涌之感 当被压迫时 就要反抗 就算失败 那至少死得其所 也好过一辈子 忍气吞声 而且 她心里真的相信魏义 无条件地相信 好 今晚就先委屈你了 明年唐审之后 我们从长计议 第47章 大言合伙人 从县衙离开后 魏义带着两名护院 来到了诸剑师 报名参加五品诸剑师考核 五品诸剑师考核 听到魏义的话 斯利侯冬满脸惊讶 没错 我想直接参加五品诸剑师考核 魏义斩钉截铁地说道 你没有开玩笑吧 你才刚刚通过九品诸剑师考核 就要参加五品考核 侯冬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毕竟 九品和五品之间 差的可不是一个七品 而是巨大的分水岭 寻常诸剑师 从九品到七品的晋升会很容易 但七品到五品 那可是阻隔了不知道多少人的鸿沟 我想试一试 魏义没有多解释什么 他将一百两银子放到了台面上 好吧 侯冬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毕竟这是人家的自由 就算心中无法理解 甚至觉得魏义有点膨胀了 以为自己成为了假上成绩的九品诸剑师 锻造的保健性能优异 受到追捧 便觉得自己真的天赋一柄 可以直接超越七品 冲击五品的水平了 但他自然不能表达出来 毕竟有些道理 只有自己经历挫折才会懂得 而且经历失败 有时候也是帮助一个人 更好地认清自己 重新找回自己的方式 魏义还年轻 应该经历一些失败 来让他去明白一些道理 侯冬帮魏义办理了考核报名 也记录了魏义需要用到的材料 由于这次不需要有任何监考 所以魏义随时都可以过来考核 那就后天吧 魏义知道 明天县衙要开堂审礼孟家的案子 他需要先帮孟家渡过难关 再去参加考核 好 可以 侯冬说道 第二天上午 县衙正是开堂审礼香满楼的案子 堂外也来了不少围观之人 这其中一部分是纯看热闹的 另一部分则是关心香满楼案情的人 魏义 杜玉江 郭皮修 以及孟家关系较好的邻里 亲朋也都来到了现场 案情的审理过程并不复杂 甚至说非常简单 经过县衙昨天的调查 已经确定了毒蘑菇事故 是香满楼厨师张欣所谓 此人已经招供 称自己为了赚钱 调包了酒楼的蘑菇 以次充好 不料里面竟然掺杂了毒蘑菇 此人已经在狱中畏罪自杀 案情基本明朗 所以其他人等可以无罪释放 但孟水莲作为香满楼的掌柜 自然也要承担一定责任 需要给予死者赔偿 死者家属索要赔偿 共计一千两银子 最终支宪判孟水莲 赔偿每人一百两银子 共计五百两 至此 案子结束 孟水莲也被直接释放 责令三天内 筹齐银两 赔偿死者家属 唐审结束 不少围观之人纷纷散去 杜玉江也先行离去了 孟水莲走出公堂后 静止来到了卫义面前 感激地试了一礼道 卫公子 多谢你的帮助 他很清楚 这次的案子 能够如此顺利地结束 定然是因为卫义的帮忙 不必客浅 走吧 我们一起回去 卫义说道 但就在这时 郭皮修笑嘻嘻地凑了过来 说道 卫兄 孟掌柜 我马车就在门口 我送你们回去吧 也好 卫义也不跟郭皮修客气了 毕竟这次人家 也帮了不少忙 刚好今天中午 由郭皮修一起吃顿午饭 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见卫义同意 郭皮修顿时笑逐颜开 转身喊了一嗓子 说学逗唱 这话一出口 卫义差点串台了 在 公子我们在这儿 郭皮修话音未落 那四个跟班立刻从人群中闪了出来 赶紧把马车牵过来 郭皮修喊道 好嘞 四人迅速地跑了出去 郭公子 你那个四个随从叫 说学逗唱 卫义好奇地问道 是啊 我给起的 这名字很雅致吧 郭皮修一脸得意地说道 嗯 不错不错 雅俗共享 卫义意味深长地笑着 他真怀疑 这德云帮的的帮主 是不是德纲 是不是还有个副帮主姓鱼 卫兄 孟掌柜请吧 卫义和孟水莲跟着郭皮修 一起上了马车 马车离开县衙 卫义看着那还有些心事重重的孟水莲 略意沉吟 玄机说道 孟掌柜 赔偿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稍后去我那取五百两银票应急吧 不不 不用了 我自己想办法 实在不行把宅子卖掉 应该 应该能凑齐的 你就不用客气了 当初我为家落难 多亏你的帮助 如今轮到我们报恩的时候了 再说了 五百两银子 对于我来说 也不过是多锻造鸡饼剑而已 卫义一脸真诚地说道 就是啊 孟掌柜 卫兄现在可是城中最有名的九品诸件师 这点钱对于他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你就不用客气了 郭皮修也忍不住地从旁帮腔道 好吧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 孟水莲说道 好 卫义笑了笑 但却话锋一转 不过这笔钱应该让万家来悬 而且应该让他们十倍百倍地偿还 说得好 卫兄你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没错 就应该让万家来偿还 说实话 这件事 你们真不能就这么忍了 万家简直欺人太甚了 不过 你们现在要跟万家斗 还显得有点势单力薄 但是如果加上我 那就完全没问题了 郭皮修神情激动 拍着自己的胸脯说道 听到郭皮修的话 卫义有些诧异 自己说一句气话 这家伙激动个什么劲啊 你这是要干吗 卫义一脸诧异地 看着郭皮修问道 我们一起合伙开酒楼啊 前死他们万家 你们香满楼 原来多火呀 你们家的烧鸡 堪称青州城一绝 你们家的蓝生酒 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爹到现在 还不时地念叨着 如果我们 一起联手开酒楼 以你孟家的手艺 卫兄住建市的身份和财力 还有我郭家的势力 我就不幸斗不过万家 到时候 蓝生酒重新上市 定然可以重现当年的辉煌啊 郭皮修眉飞色舞地说道 听到郭皮修的话 卫义有些惊讶 他莫想到 郭皮修竟然有这样的想法 倒是跟自己不谋而合了 不过想想 如果能够跟郭家联手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在目前的处境下 的确是很好的选择 郭家毕竟是城中 三大帮派之一 有着众多舞者 在城中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就是万家 也要忌惮一二 你倒是与我想到 一起去了 卫义笑着说道 真的啊 看来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我就知道 卫兄绝对有鸿鸿之志 怎么样 我们一起联手 前一番大事业 郭皮修一脸期待地 看着卫义和梦水莲 第四十八章 欢乐时光 我自然莫问题 梦掌柜 你一下如何 卫义和郭皮修 同时看向了梦水莲 听着卫义和郭皮修的话 梦水莲的心脏 狠狠地跳动着 体内似有一股热血在涌动 似有一道曙光 拨开了眼前的黑夜 她自然愿意 跟卫义和郭皮修合作 这个世道女子 经商的确很不容易 梦家没有男丁 父亲重病 如今又被万家 逼迫到了这种境地 香满楼定然是要被 行会除名了 不可能再开业了 更是要承担 五百两银子的赔偿 怕是只能卖掉宅院才行了 遭此一劫 梦家想要东山再起 真的很难了 而且 万家绝对不会放过 他们梦家的 原本摆在自己面前的 是一条绝望的深渊 可如今魏义 却是为他架起了一座桥 一座通往彼岸的桥梁 那里阳光明媚 风景如画 我当然同意 你们愿意与我合作 是看得起我梦水莲 我求之不得 梦水莲激动地说道 那俏丽白皙的脸颊 宛若朝霞映雪 娇艳动人 太好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咱们到时候 一定让香满楼 再次遍布大街小巷 郭皮修兴奋地拍手叫道 马车穿过热闹的街巷 载着三个愁愁满志的年轻人 驶向了他们一起构想的未来 来到魏家后 魏义直接从房间里 取出了五百两的银票 交给了孟水莲 如今论谁更有钱 那三人中 肯定是魏义最有钱 郭皮修 也不过是个富二代而已 虽然家里有钱有事 但那都是他父亲的 他想要花钱 还得伸手向父亲要钱 自己在外搞的 那点小产业的收入 根本九牛一毛 虽然让他拿出个 一二百两银子 不在话下 但跟魏义比 那就不够看了 魏义一饼 见就能赚八十两 这段时间 已经赚了两千两银子了 妥妥的大货了 郭公子 你带着孟掌柜去县衙 把赔偿的银子送过去 然后再一起回来 中午我烧几个菜 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魏义笑着说道 魏兄 你还会下厨 郭皮修有些惊讶 何止会啊 魏义也不谦虚 瞧好吧您 不知为何 郭皮修听着魏义这句话 就觉得格外的亲切 小弟我对你的佩服之情 当真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又如沙盒泛滥一发 不可收拾啊 郭皮修一脸浮夸的表情 行了 快去吧 回来我们好一起商量一下 合伙开酒楼的事情 好嘞 我们速速就回 郭皮修带着梦水莲 又去了县衙 魏义则是来到打铁棚下 观看和指导石头 锻造宝剑 给石头指导了一番 魏义便又回房间开始写字 他今天不打算锻造宝剑了 所以腾出来的时间 都用来干输血技能 毕竟如今 这个技能也快要进阶 魏义也很期待 这一次进阶 又会给自己 带来何种惊喜 许久后 梦水莲和郭皮修 再次回到了魏家 三人一起商谈了开酒楼的事情 魏义的提议是 先开一家酿酒方 将蓝生酒酿造出来 确保品质稳定后 再考虑酒楼的事情 三人一拍即合 达成统一意见 魏义负责出钱做大东架 梦水莲出技术 郭皮修暂时出力 主要负责去搞定行会 以及寻找转让的酿酒方 按照郭皮修的话说 目前城中不少酿酒方 都在万家的打压下 快要撑不住了 所以 转让出售的不少 很容易就能找到 中午 魏义一共烧了四道菜 神神也帮忙烧了两道菜 共计六道 饭菜还没上桌 那香味就已经征服了 郭皮修和梦水莲 让二人对于魏义的手艺 充满了期待 魏义如今烹饪技能 已经踏入四阶 厨艺不说是登峰造极 也基本差不多了 至少放眼整个大盐王朝 应该没有几个人能超过他 在梦水莲和郭皮修 巧手以待中 饭菜终于上桌了 六道菜 可谓是精味分明 其中四道一看 就是出自魏义之手 色泽诱人 香味扑鼻 刀工精致 食材的颜色搭配 堪称完美 而另外两道菜 便如家常菜一般了 不过看着也很有食欲 来吧 动快吧 尝尝我的手艺如何 魏义笑着说道 早已迫不及待的众人 几乎同时将筷子 伸向了魏义烧的那四道菜 尤其是那道红烧肉 乃是梦水莲和郭皮修 最想品尝的菜 一块肉入口 梦水莲和郭皮修的脸上 皆是露出了惊喜与满足的表情 此肉肥而不腻 酥香味美 入口即化 味道更是堪称一绝 我的天 太好吃了 魏兄 你真不是在吹牛啊 你这手艺天下无双啊 郭皮修一边细细咀嚼着 一边忍不住地赞叹着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红烧肉 没有之一 就是这城中最好的大厨 怕是也远远不如你啊 孟水莲也是无比的激动 她家曾经就是开酒楼的 各种顶尖大厨的菜 可莫少吃 对菜肴的品鉴能力 自然是比寻常人要高尚许多 所以她很清楚 魏义这厨艺是何种水准 说是登峰造极 怕也丝毫不畏过了 然而惊讶过后 孟水莲看向魏义的目光 不禁再次融化了 这魏义不仅仅人常的俊美非凡 还多才多艺 有学识 有涵养 既是住建师 又拥有如此高超的厨艺 简直是完美啊 完了 完了 孟水莲感觉自己还莫开始喝酒 这心怎么就有点醉了呢 魏义笑而不语 看着众人大快朵頤的样子 心里也是颇有成就感 这或许就是作为厨师的一丝乐趣吧 魏兄 你有这手艺 我们以后酒楼就算不卖酒 也能火遍全城啊 郭皮修神情激动地说道 我可不当厨子 不过教导一两个徒弟 还是可以的 魏义笑着说道 他觉得给自己 或者给家人朋友烧菜吃 是一种享受 一种快乐 但如果 让他每天给一大群客人烧菜 那就失去乐趣了 不过 他倒是有个想法 那就是 偶尔在酒楼里搞个十几人的高端宴 将美食 美酒 美人 诗词 歌舞 完美融合在一起的高端宴会 专门邀请和接待城中的达官显贵 如此便可以用美食美酒 征服他们的味蕾 也征服这些达官显贵 未来万家就算再有本事 也绝对撼动不了他们酒楼的地位 美食总是能够带给人幸福和快乐 一番大快朵頤 众人可谓是心情愉悦 满面红光 郭皮修从县衙回来的途中 买了一坛青竹酒 这也是城中位数不多的非万家酿造的酒水了 这酒水虽然算不上好喝 但也能够助兴 酒过三巡后 魏翼和郭皮修已然是勾肩搭背 称兄道弟 气氛融洽 魏薛氏 魏晴 石头三人早已经下了桌 而孟水莲还陪在魏翼身边一起把酒言欢 他毕竟是酒楼掌柜 酒量自然是有的 只不过 虽然是三个人在喝酒 但孟水莲的目光 却一直都停留在魏翼身上 心里都是他 眼里也都是他 对于他来说 与魏翼同桌饮酒 畅谈未来 是他以前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 更别说他如英雄一般 就自己于危难之中 这两天对于他来说 既是噩梦又是美梦 如今雨过天晴 他们就要共赴未来 哪怕他只当作自己是朋友 是合伙人 但对于自己来说 也是幸福的 魏兄 实话跟你说 也不怕你笑话 我爹天天骂我是个废物 不成妾 我心里真的不服气啊 所以我就想靠自己 前出一番事业来 给他看看 我虽然习武不怎么行 但我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废物 久幸到了 郭皮修也说起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能理解 郭老弟不必难过 以后你爹会 以你为荣的 咱兄弟在前一边 魏翼举起酒杯说道 第49章 书写妙法 入目三分 郭皮修离开后 魏翼派了四名护院 送孟水莲回家 并让他们暂时留在孟家 保护孟水莲及其家人 而且 郭皮修也承诺了回去后 就立刻给孟家 安排一些护院 毕竟那万家贼心不死 他们不得不防 魏翼乘着酒性 回到房间里 开始挥豪泼墨 继续干书写技能 如今书写技能 也是升级在望 他感觉 今天努努力 或许也能将这书写技能 熟练度干足了 随着他奋笔集书 笔墨之气不断地汇入石海 他的头脑也越发清明起来 记忆中的故事越而出 下笔也是行云流水 这般写着 他不禁冒出了一个念头 未来若真的开了酒楼 倒是可以估个说书先生 每天在酒楼里讲 自己抄写的这些名著小说 定然也可以 吸引客人们 每天来光顾 这念头 也只是一闪即逝 思绪很快又沉浸在了 抄故事之中 就仿佛又重新品读了一遍 曾经的名著小说一样 经过了一下午的书写 魏翼石海里的笔墨之气 已经汇聚出了第二株小树苗 而书写技能 也只差3%的熟练度 就能晋升下一节了 晚餐过后 魏翼便继续开始干书写技能 一直写到了子时 终于将那最后3%的熟练度 也干满了 终于可以进阶了 时间刚刚好 魏翼伸了个懒腰 开心地说着 刚好一会睡觉前 将这书写技能升级 也不耽误休息时间 将书案收拾干净 毛笔挂好 只验摆放整齐 魏翼吹灭了蜡烛 上床休息 在床上躺好 魏翼心念一动 书写技能立刻升级到了四肩 与此同时 熟悉的感觉 再次洗洗卷而来 磅礴的信息涌入脑海 丝丝电流在体内窜动 魏翼再次陷入了沉睡之中 月华如水 秋风微凉 当阳光再次洒向大地 也驱散了些许寒意 魏翼的睫毛动了动 旋即慢慢睁开眼睛 那明亮的眼眸中 似乎迸射出了璀璨的光滑 与此同时 昨夜融合进脑海的记忆席卷而来 更是引动了石海里的笔墨之灵 无数叶片纷飞 化作龙蛇盘旋游走 随着那些新的记忆 越发清晰 魏翼嘴角 也慢慢浮现了欣喜的笑容 那笔墨之气 竟然有如此妙用 魏翼从床上坐起 心情激动地说道 这次书写技能升级后 他的笔法造诣又进一步 笔阵纵逛 如囚飞或动 起雷霆于止雇之间 然而 最让他开心的是 这次进阶 果然获得了使用笔墨之气的妙法 此妙法名为入墨三分 类似某种神通术法 引动体内笔墨之灵 将笔墨之气汇聚笔下 写成文字 融入物体之中 让物体获得某种属性 或者是特殊的威能 比如引动笔墨之灵 施展入墨三分 在一块石头上 写下辟邪二字 那这石头 便拥有了辟邪的作用 而这辟邪的威力大小 一方面与自己笔墨之灵的境界有关 另一方面 也与文字本身蕴含的意境高低有关 也就是说 如果自己石海里的笔墨之灵越多 境界越高 施展的入墨三分 威力就越强 而自己写下的文字 蕴含的意境 越是高深 越是不凡 那威力自然也越大 比如 自己要提升一个物体的硬度 那写下坚硬二字 肯定不如写下坚不可摧带来的效果好 如此 未来我不就可以利用这书写技能 与打铁技能互相结合 提升宝剑的品质 甚至制造出拥有非凡威能的法宝了吗 而且我写的诗词 字帖 甚至能拥有某种类似俘虏的作用 卫一越想越激动 甚至觉得 自己脑海里的那些诗词 都可以成为某种神通术法了 比如 自己以入墨三分的妙法 在宝剑内 写下那些蕴含高深意境的诗句 没准就可以让宝剑拥有了剑意 拥有了某种神奇的威能 改日 我便锻造两柄剑 一柄取名前将 一柄取名墨爷 然后再以入墨三分妙法 在其内写下诗句 宝剑双蛟龙 雪花照芙蓉 金光射天地 雷腾不可冲 不知会让这两柄剑 拥有何种威能 魏一心中这般想着 而且他脑海里 可以赋予剑意的词句还不少 比如 满堂花醉三千克 一剑双寒十四周 手中垫液以天剑 只展长津海水开 灰剑绝浮云 诸侯静熙来 剑起星奔万里珠 风雷石 竹语生粗 剑恒星斗龙光线 配向天风鹤背寒 不过 根据自己融合的信息 魏一也知道 自己用这入墨三分妙法 也不是什么内容都能写的 这文字本身蕴含的威能 如果过于强大 或者过于黑暗 诸如诅咒杀戮等 那自己可能也会遭到天地法则的反噬 甚至让自己沾染上某种业障 让自己厄运缠身 而且 此妙法只能在没有生命的物体上施展 除此之外 如果自己对物体本身性质改变得过大 也会遭到天地法则的反噬 比如 自己让一根红毛 重于泰山 且不说自己体内的笔墨之气 够不够用 怕是天地规则的反噬 就够自己喝一壶的 所以 顺应物体自然规律地去增幅其本身的性能 才是最正确的方式 其实这点也好理解 这入目三分 就如同借用了天道之力 既然是借用天道之力 必然要付出一些代价 你顺应天道 去小幅度修改规则 自然可以用笔墨之气抵消代价 你如对天道法则修改得太大 笔墨之气也抵消不了 甚至会遭到天道反噬 当然 若有一天自己笔墨之灵的境界足够高 或许真有可能对抗天地规则 让一根红毛拥有忠于泰山之威 卫义迅速地穿好衣服下了床 然后来到书案前准备试验一下自己的妙法 他拿来一张柔软的宣纸 铺在书案上 右手提笔 暗自引动十海之中的笔墨之灵 无数树叶飞起 如龙飞凤舞 而后化作千丝万缕的墨迹 向着卫义毛笔下 汇聚而去 这笔墨之气 乃是无形之物 唯有卫义自己能清楚看到 他落笔在那宣纸上 写下四字成语 韧性十足 每一个字写下 那树上便落下大片树叶 带得四个字写完 树上已然是少了近半的树叶 果然 这入目三分的妙法 对笔墨之气的消耗很大 不过卫义也知道 自己现在才刚刚修炼出一株大树 和一株小树 他日 如果真的修炼出笔墨之灵 再消耗这点笔墨之气 不过 如同湖泊里取一瓢水一样 便不会觉得多了 四字写下之后 那纸张上 其实并无字迹 但卫义 在拿起那宣纸时 却已经明显感觉到了 其发生的变化 原本柔软的纸张 仿佛变成了坚韧的牛皮纸一样 想要将其撕开 都要耗费很大的力气 这妙法不错 卫义欣喜不已 这简直如同点识成金的神通了 第五十章 这件很有希望啊 卫义没有再继续使用 那入目三分妙法 毕竟自己现在就那点笔墨之气 还是要省着点用 用在刀刃上 随后 他再次如往日那般 开始修炼 一经练体术的外攻 一番锻炼下来 大汗淋漓 却是也驱散了清晨的寒意 如今健身技能的进阶 也已经指日可待了 按照目前的提升速度来计算 估计再耽搁四五个时辰 就能进阶了 吃完早餐后 卫义便去了朱剑司 准备参加五品朱剑师的考核 关于这次考核 卫义也跟沈沈 妹妹她们提前说了 得知卫义竟然要去参加五品朱剑师考核 沈沈和妹妹自然也是惊讶不已 毕竟卫义也才成为朱剑师末多久 但惊讶归惊讶 两人其实也不知道 这九品和五品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以前他们的认知里 就只有九品朱剑师 至于其他品级 他们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概念 而且惊讶之余 他们心中更多的是期待 是开心 作为卫义的至亲 他们自然希望卫义越来越好 希望她成为更非凡的人 卫义来到朱剑司的时候 杜玉江也已经等在那里 虽然这次并不需要 她来协助监口 甚至都不可以旁观 而且锻造一柄宝剑 至少也要两三天时间 但杜玉江还是忍不住地想过来 想要见证奇迹的出现 甚至此时 她的心情比卫义还要紧张 虽然她心里总觉得 卫义刚刚成为九品朱剑师 就直接跨越七品 去冲击五品 实在是有些好高骛远 成功的概率 或许不会很高 但又很期待奇迹的出现 期待卫义 能够再次带给她惊喜 所以 内心很是矛盾 甚至 昨晚她一夜 都没有睡好 恨不得今天 就能知道结果一样 反倒是卫义本人 心态如常 怡然自得 朱剑师院子里 原本打铁的区域 如今已经用密不透风的木板墙 完全地围了起来 朱剑师的考核 除了入门的九品考核外 其余的品级考核 都是需要在密闭环境下进行的 一切都以最终保健品质来说话 魏义与杜玉江聊了几句 便正式开始了她的考核 杜玉江和朱剑师的人也都退出了院子 剑锋楼内 五品朱剑师考核 你确定没有听错吗 邱玄吉一脸惊讶地看着身前的陈芙来 不久前 朱剑师那边给 送来消息 说魏义去参加五品朱剑师考核了 没有听错 就是五品朱剑师考核 他们说魏义直接跨过了七品 参加的五品考核 陈芙来肯定地说道 这小子要干嘛 邱玄吉无法理解 这魏义才刚成为九品朱剑师 也没多久 如果说他天赋一禀 短时间内又有了新的突破 有希望成为七品朱剑师 他还觉得完全有这个可能 可是他直接去考五品 就未免有些不自量力了 身为五品朱剑师 他比谁都要更加清楚 七品到五品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那是完全是两个不同领域 不同的锻造思路 说是普尔厚利也不畏过 其中的技术差异 宛若鸿沟天欠 魏义就算是再怎么天赋一柄 也不可能这么短时间里 就跨越这道鸿沟的 不必在意 不过是吃饱了 撑得没事钱罢了 邱玄吉冷笑着说道 他可不信 魏义有能力通过五品朱剑师考核 五品朱剑师的考核 不像九品考核那样 需要连续锻造两柄宝剑 魏义这次只需锻造出一柄宝剑即可 但一柄五珠宝剑的锻造过程 远比一珠宝剑要复杂很多 最重要 也最复杂的并非是热处理的环节 而是制造合金的环节 魏义脑海里倒是有多种制造合金的方法 性能最优异的一种合金 便是需要以千锤百炼之法配合 所以临近五时 一阵密集的锤打之声突然响彻而起 不禁让那身在前堂里的司力和杜玉江等人 惊讶地起身 寻声望去 尽管他们什么也看不到 那锤打的速度之快 似乎已经超出了人力范畴 怕是只有入品的舞者 才有如此惊人的爆发力 当然 杜玉江也知道寂静护道的道理 那些站在巅峰的工匠大师 可能同样也没有任何修为 但却依旧可以拥有某些超越常人的能力 拥有出神入化的记忆 只是同样身为驻剑师的杜玉江 很清楚 单凭肉体繁胎的力量 将打铁炼成这种境界 那是何其困难之事 最主要 卫义才多大的年纪啊 不过杜玉江从来不会去纠结那些 自己想不通的事情 惊讶过后 杜玉江内心却是更加期待起来 搞不好 这卫义还真的有可能再次创造出奇迹 卫义一共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 终于完成了这次的考核 当他拿着那新锻造的宝剑 走出院子 来到驻剑师前堂时 杜玉江却是第一个冲了上来 他这几天 几乎天天都会来到驻剑师 期待着卫义完成考核 想要亲眼看一看他锻造出来的宝剑 卫义 快让我看看 杜玉江神情激动 迫不及待地从卫义手里 接过了那柄宝剑 这柄剑单从外观 就给人一种极为不凡之感 剑身之上 水波纹好似蛟龙飞腾 散发的荧光 更如雷霆乍现 不可逼世 看着这宝剑 杜玉江的心 狠狠地跳动着 因为这柄剑给他的感觉 真的有五珠宝剑的品项和气势 他虽然不是五品驻剑师 但经过他手的五珠宝剑也是不手 基本的品鉴能力还是有的 但毕竟五珠宝剑 不能单以外观定论 只是看到卫义的这柄宝剑 他内心似乎踏实了不手 让他更加期待奇迹的出现 与此同时 司室苏和 以及几位司力 也迅速围了上来 好奇地端详着 卫义星锻造的那柄宝剑 这件的品项真不错啊 是啊 很有五珠宝剑的样子啊 看上去的确很不凡啊 苏和与司力们议论着 再次看向卫义的目光 已经充满了敬佩之意 或许他们心里多少还会觉得 卫义通过五品驻剑师 考核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不管怎么说 卫义能够锻造出如此不凡的宝剑 已经非常令人敬佩了 哪怕这一次没有成功 但他们相信 不久以后 卫义也会成为五品驻剑师 随后 杜玉江和司室苏和 一起对卫义这柄宝剑 进行了基础性能的测试 结果不出所料 这柄宝剑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用这柄剑去劈砍 那用来测试三珠宝剑的燕剑棒 就如同砍瓜切菜一样容易 至少证明 其硬度和韧性等性能 已经完全超过了三珠宝剑 似乎真有希望达到五珠宝剑的水平 但他们也不敢断言 毕竟五珠宝剑最重要的两方面性能 也是最严苛的测试 他们无法进行 一个是不同极限环境下的性能稳定性 一个是舞者血气的抗性 只有通过这两点测试 才能算是真正合格的五珠宝剑 但不管怎么说 至少证明 卫义现在 已经至少拥有了七品驻剑师的实力 卫义 你这件很有希望啊 杜宇将欣慰地看着卫义 感觉奇迹或许真的会出现 大研王朝 或许真的要诞生一位 历史上最年轻的五品驻剑师了 第五十一章 最年轻的驻剑师 驻剑师将卫义的宝剑 封入剑匣之中 贴好封条 准备快马加鞭 送往京城的军器局 进行最终的检验 但这一来一回 加上那边检验的时间 少说 也要五六天才能有结果 不过卫义也不着急 他心里是很有底的 几天的时间 他等得起 临走前 司室苏和 带着一众私利 一起将卫义送出门 那态度客气的 仿佛在恭送自己的顶头上司一样 他们很清楚 这卫义就算这次不成功 未来也迟早会成为无品驻剑师 搞不好最终就成了军器局的公关 而且他如此年轻 未来拥有无限可能 这种人才 自然要接下善缘 卫义乘坐杜玉江的马车 离开了驻剑司 回去的途中 杜玉江也问起了卫义 如果成为无品驻剑师后 有什么打算 当公关我是不考虑了 以前我很喜欢仕途 但如今的朝堂还有京城 实在太过复杂 想想 还不如当得自由的工匠来的自在 卫义笑着说道 他不想离开青州城 好不容易在这里积攒的人脉 他不想就这么放弃了 更何况 他还要跟孟水莲和郭皮修他们 一起开酒房 开酒楼 你要不要再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万剑阁 正是加入我们 以你无品驻剑师的身份 我可以直接推荐你 成为二掌柜 等你满一年后 我的位置 就让给你坐 而且加入我们 对你也不会有特别大的限制 除了不能在与其他剑仆合作外 其实与合作模式 也没有很大的区别 同时 你会享受很多优厚的待遇 比如总阁那边会 专门给你配备舞者 保护你的安全 也会帮你购买一座釜底 每年还能享受分红 杜玉江又开始拉拢卫义 毕竟这样的人才 谁不想将其纳入麾下 好 给我一些考虑的时间吧 卫义笑着说道 其实杜玉江说的那些待遇 他的确很心动 不过其实单凭自己的努力 也同样能在青州城买 一座豪宅 雇佣到无者保护自己 而他骨子里 其实并不想将自己 与某个势力彻底捆绑死 不过你也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 做和选择都是你的自由 我杜玉江始终是你的朋友 绝不会变 杜玉江目光真诚地说道 他这话说的 虽然有点道德绑架的感觉 但未一清楚 杜玉江并没有那个意思 他与杜玉江也接触了很多次了 能够看出他骨子里是个有度量 也很重情义之人 所以正如他说的那样 自己即使不选择加入万剑阁 他也不会因此埋怨自己 看到魏翼走进院门 魏青立刻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 哥 哥 怎么样 成功了吗 八九不离时吧 不过宝剑送到军器局那边了 要等那边最终测试的结果 过些十日 应该就会有结果了 魏翼笑着说道 眼中满是自信之色 嗯 反正我觉得 哥哥肯定没问题 魏青巧笑奄然地说道 大哥 给你看看 我自己锻造出的宝剑 石头也兴奋地跑了过来 手里提着一柄宝剑 乘到了魏翼面前 眼神中满是期待之色 魏翼接过宝剑 拿在手里仔细看了看 不禁目露惊喜之色 这石头果然是为打体而生的 还真的是天赋一柄啊 这柄宝剑锻造得非常不错 目测之下 就算没有达到酒瓶 也已经算是非常优秀的宝剑了 怕是比二叔以前锻造的宝剑 还要略好上一些 当然 这也得益于自己这段时间精心地教导 传授了他很多宝贵的技巧 非常不错 石头 这柄剑锻造得非常好 大哥这几天再好好教教你 估计再过一段时间 你也能成为酒瓶住剑师了 魏翼揉了揉石头的脑袋 笑着说道 这 真的吗 石头惊喜地看着魏翼 那原本 看着有些呆的眼眸 却是难得的灵动起来 当然 大哥说过 会把你培养成最年轻的酒瓶住剑师 魏翼肯定地说道 嗯嗯 谢谢大哥 我一定努力 等以后 我 我来赚钱给你们花 石头一脸认真地说道 听到石头的话 魏翼会心一笑 倒是觉得很温暖 经历了这么多 石头似乎也慢慢开始变得懂事了 好 以后你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了 魏翼拍了拍石头的肩膀 嗯 以后有我 大哥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石头笑着说道 那笑容从未有过如此灿烂 他又蹦又跳地跑回到了铁匠棚下 继继续开始练习锻造宝剑 哥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魏翼好奇地问道 当然 他真的快要成为酒瓶住剑师了 听到魏翼的话 魏翼惊讶地看了看石头 又看了看魏翼 不过想想 魏翼都要成为五瓶住剑师了 教导出个酒瓶 似乎也很正常 对了 郭公子上午过来了 他说 已经找到了合适的酿酒方 价格 也已经谈妥了 魏翼离我们家也不是很远 等你回来 准备给你商议一下 魏翼正色道 速度还挺快 好 我知道了 魏翼让护院去通知郭皮修过来 自己则是带着两名护院去了孟家 途中在经过香满楼时 魏翼停现香满楼的封条 已经取下来了 但招牌和招齐 也都已经摘下去了 大门紧闭 一片落寞景象 魏翼来到孟家宅院后 见到了孟水莲 也得知了 前天万子河来过 但被他拒之门外 郭皮修给孟家安排了许多护院 那万子河也莫敢乱来 只是放了一句狠话 便信信地离开了 所以 如今的香满楼 也已经彻底被行会除名 不能再重新经营了 不过孟水莲倒也不难过 因为他相信 未来的香满楼 一定会重新成为正点 一定会重现当年的辉煌 走吧 到我家坐一坐 郭皮修一会也过来了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酿酒方的事情 魏翼说道 好啊 等一下 我去拿一下方子 孟水莲跑进了屋子 不久后又重新出来 手里拿着一个桃木盒子 交给了魏翼 蓝生酒的方子 以后就交给你了 不怕我拿着方子跑路吗 魏翼打趣道 反正我们孟家也没什么怕失去的了 孟水莲笑着说道 脾气太来 以后剩下的就是收获了 魏翼说道 孟水莲与魏翼一起出了家门 向着魏翼家的方向走去 跟在魏翼的身边 孟水莲感觉那原本喧闹的街道 似乎都安静了下来 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那原本秋风萧瑟的街道 却如春风拂过 开满了鲜花 第五十二章 酿酒方 魏翼回到家中末多久 郭皮修也赶过来了 旋即拉着魏翼和孟水莲二人 便去了他看中的那家酿酒方 这家酿酒方目前其实还在经营 只是已经入不敷出 老板准备出让了 酒房各种酿酒设备 一应俱全 酿酒师傅和伙计也都有 库房里还有不少穀物 酒窖里也有不少存放的酒水 都准备一并转让了 孟水莲与那老板一番讨价还价后 最终将转让价格 谈到了四百两银子 并约好了 明天过来签起约 当魏翼 孟水莲和郭皮修三人 从酿酒房回来时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郭皮修甜不知耻地提出 晚上在魏翼家 一起庆祝他们明天即将拿下酿酒方 其实就是单纯的想要蹭饭吃 毕竟吃过魏翼烧的菜 仿佛别人烧的菜都变得难以下咽了 行吧 看你这么厚颜无耻的份上 那晚上我们就一起庆祝一下吧 魏翼笑着说道 哈哈 我去买酒 郭皮修开心地欢呼了一声 旋即带着他那四个随从去买酒了 吃完晚餐后 孟水莲乘坐郭皮修的马车回了家 而魏翼则是回房间 开始仔细地研究蓝生酒的酿酒方子 魏翼快速记住酿酒方子 掌握这个酿酒工艺 魏翼开始抄写那酿酒方子 毕竟这样既可以增加笔墨之气 还能借助笔墨之气的妙用 帮助自己以最快的速度 消化和理解其中的内容 掌握酿酒的记忆 果不其然 当他抄写了两遍后 那酿酒方子便已经牢牢地记在脑海里 更是将其中记忆熟练地掌握 融会贯通 仿佛是自己原本就掌握的技能一样 与此同时 魏翼也发现 自己的系统界面里 又多出了一项新的技能 酿酒技能三阶 魏开始升级 竟然其实等级就有三阶 看来这蓝生酒的酿酒技法 果然是很先进的方法了 魏翼欣说住 这蓝生酒的酿造 已经用到了蒸馏技术 而且是两道蒸馏工序 估计放眼整个大炎王朝 应该也算得上是很先进的酿酒技术了 所以 自己掌握 这个酿酒技术后 便直接拥有了三阶水准 只不过 因为自己还没有开始实操酿酒 所以没有获得熟练度 开始升级 将蓝生酒的酿酒技法彻底掌握后 魏翼将自己抄写的方子烧毁 只保留了孟水莲那份原稿 其实在魏翼看来 这蓝生酒的方子 虽然珍贵 但他相信自己 如果解锁这酿酒技能后 魏翼肯定能干出更好的酿酒工艺 甚至干出穷江玉叶 先酿零酒的酿制方法 或许我还可以用那入木三分的妙法 来辅助酿酒 增加酒的醇香 魏翼忽然脑洞大开地想着 感觉自己 这入木三分的妙法 真的堪比点是成金的神通了 魏翼干输写技能 一直干到了深夜 才上床睡觉 今晚夜空乌云密布 天很黑 风很大 树上最后那些倔强的枯叶 也纷纷被吹落 一夜之间 天地之间 仿佛又多了几分萧瑟 第二天一早 县衙接到了报案 王捕头在家中被杀了 而且 与之前被杀的刘小虎 几乎一样 临死前同样 被人进行过刑讯逼供 听到这个消息后 郑之县的面色 变得很是难看 神情之中 也难掩慌张 他没敢去现场 只是派了县城 武作和其他的捕快 去了现场 然后将他的贴身护卫 徐强 叫到了书房 我没猜错 这个家伙很可能就是为了新娘案来的 他的下一个目标 很可能就是我 郑聪神色紧张地说道 虽然他之前 听说崔明贵失踪 就隐约感觉到了一丝端倪 也做了应对准备 但他心里依旧很害怕 毕竟他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敌人 为之永远是最让人恐惧的 大人 当年京城里查这个案子的人 不是都被清理干净了吗 如今连玄境司都不存在了 谁还会再追查这个案子呢 徐强满眼的思虑 是啊 我也想不明白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怎么还会有人揪着不放 郑聪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 玄机又说道 去 拿我的腰牌去一趟月星楼 卫义一大早也听说了县衙捕头被杀的事情 猜到了 应该又是那沙玛特做的 没想到 销声匿迹了这么久 这家伙又出现了 而且 上来就杀了县衙的人 真不知道这家伙到底在调查什么事情 竟然都杀到了官府头上了 这次怕是要惹火烧身了 卫义星说住 心里真是替那沙玛特感到紧张 他很清楚 在这个世道名不举官不咎 你杀个平头百姓 官府虽然也会调查 但绝对不会倾尽全力 可是 你杀了官府的人 那就不一样了 挑战权威 绝对是会惹来大麻烦的 这次的案子 怕是也要闹大了 上午 郭皮修和孟水莲如约来到了魏义家 这次购买酿酒房 魏义出三百两 郭皮修出了一百两 孟水莲算是技术入股 魏义和孟水莲各占四成 郭皮修占两成 三人拟好了合作契约 彼此也签了字 然后一起去了那家酒房 签署了买卖契约后 酒房也正式被他们盘下 哈哈 以后这里就属于我们了 咱们今天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工了 郭皮修神情激动地说道 还不行 这酒房的设备还无法满足蓝生酒的酿造需求 需要做一下改造 稍后你去营建行找些工匠过来 按照我画的图纸打造一些设备 魏义沉声说道 好嘞 我这就去 郭皮修立刻带着他的四个随从离开了酒房 郭皮修很快就招来了工匠 然后在魏义的指导下 按照他画的图纸 开始改造酒房 魏义让郭皮修留下来监工 自己则是准备跟梦水连先回去 但就在这时 酒房门口却走进来几个人 魏守的正是那万子和 看到万子和走进来 郭皮修立刻怒合道 出去 谁让你进来的 家父可是酒行行手 本公子带家父过来看看新开的酒房不行吗 万子和冷声说道 用得着你看吗 我已经加入行会 拿到许可 你还看得屁 郭皮修美好气地说道 他这次向行会申请酒房的许可 费了不少力气 都是因为万子和从中作梗 他如果不是拜托他遗仗徐来 亲自出面 恐怕还真搞不定 所以他看到这万子和 就气不打一处来 万子和冷冷地看了看郭皮修 然后又看向那卫义 梦水连 他实在想不明白 这几个人是怎么搞到一起的 他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梦水连 竟然跟郭皮修 还有这卫义合作了 让自己白忙活了一场 我说的话你莫听到吗 出去 郭皮修刷得拔出腰间长剑 怒声道 郭皮修 你可知道 为何城中那么多酿酒房 都经营不下去了吗 万子和又说道 你还有脸说 还不是被你们万家打压的 郭皮修冷哼一声说道 我万家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郭皮修 别怪我莫提醒你 这城中酒行幕后的真正掌控者 是你我两家都得罪不起的人 你若侵犯了那位贵人的利益 怕是你爹也保不住你 万子和冷声道 吓唤谁呢 少在这危言耸听 奶凉快滚哪待着去 小爷我用不着 你来猫哭耗子 赶紧带着你的狗滚 郭皮修骂道 自己的是夜刚起步 这家伙就来泼冷水 实在是烦得很 如果不是杀人犯法 自己现在就一箭劈了他 好 那我们便走着瞧 万子和又冷冷地 看了一眼郭皮修 魏翼和梦水莲三人 旋即转身走出了酒房 第五十三章 这是在打铁 这个龟儿子 干啥啥不行 恶心人第一名 一会我就在门口立个牌子 写上狗语万子和不得入内 郭皮修气呼呼地说道 嗯 好主意 魏翼笑着说道 郭皮修的这句话 却是提醒了他 回头自己 还真的可以 用入木三分 在大门上写下万子和不得入内 虽然用这入木三分的妙法 去诅咒杀戮他人 会给自己染上业障和报应 但是搞一些规则禁之类的东西出来 恶心他还是可以的 其实魏翼 也想除掉这万子和 但是因为杀他 而给自己染上业障报应 得不偿失 万子和这种人 多行不易必自闭 迟早会有人要了他的命 诶 多行不易必自闭 这句话不错 以后如果有机会 就在他随身的物件上 写下这样的词句 这应该不算诅咒 也不算对抗天道 而是顺应天道 嗯 不错不错 魏翼心说着 嘴角不禁勾起了一丝笑意 天洛 这就交给你了 我们先回去了 魏翼说道 玄吉带着孟水莲 离开了酿酒坊 回到家中 魏翼开始着手 给自己锻造一柄五珠宝剑 期间也从旁继续教导石头打铁 其实这段时间 那胡林和孙福二人的打铁技术 在魏翼的指导下 也进步巨大 只是在一些热处理的技术上 魏翼有所保留 毕竟 他们终究是外人 青州城内西湖畔 一座景色雅致的庄园内 这里乃是静安王府的 一座湖边别院 今天由赵景思坐东 在这里举行文人雅集 与城中年轻的文人默克们 一起品茶赏景 吟诗作对 品鉴书画 众人就西湖秋景为主题 一起作诗交流 然而 听着众人创作的诗词 赵景思却又想起了那首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青梦鸭星河 虽然不知 那诗中的洞庭 是哪处湖泊 但想必与眼前的西湖景色 也相差不多 秋风吹得那湖面 波纹皱起 远处的树林 也是一片萧瑟 就好似人摔老后 满脸皱纹 头发凋零一样 然而 如此凄凉落寞的环境下 却又能写出 满船青梦鸭星河 这样优美的意境 可见 作者是个乐观浪漫 而又热爱生活的人 即使秋仇和优思的心境下 依旧能发现 生活中那一抹浪漫与温柔 与那首诗比起来 在座众人所作诗词 都显得黯然失色了 诗物招领的告示 已经张贴了许久 却依旧未见有人认领 也不知道那荷包主人 是不是这城中过客 怕是已经离开了此地 赵锦斯心中思索住 他很想寻找那荷包主人 找到那诗词的创作者 只可惜过去了这么久 却有无音信 真不知道 还能否再找到此人 这般想着 赵锦斯不禁有些出神 有些失落 甚至连旁边之人呼唤他 也是没有听到 直到那贴身侍女 轻轻拍了拍他 这才猛然惊醒 回过神来 怎么了 郡主 小声听闻郡主之前 在府中 唱过一首水调歌头 非常好听 有天仙化人之笔蕴 超凡脱俗之意境 令我等好奇不已 不知我等今日 可有幸能听郡主再唱一次 一名儒雅书生 笑容得体 双手作依说道 旁边的其他公子小姐们 也都满脸期待的 看着赵锦斯 关于那首明月几十有 在王府内 引起不小的热议 后来也从静安王府 传了出去 甚至有些人 也会哼唱几句 但完整的词曲 他们却并不知道 所以 在座的这些文人默克 心里都很好奇这首词 也想听一听完整版的 看着众人那期盼的目光 赵锦斯奄然一笑 略有些犹豫 他内心深处 虽然很想与众人 一起分享 那惊世之作 但又觉得自己 没有经过作者允许 就将人家的作品 公之于众 实在是不礼貌 奈何这首 明月几十有 自己一时没忍住 唱了出去 如今已是覆水难收 怕是只有等日后 见到那作者 再亲自向他道歉 征求他的原谅了 而且赵锦斯觉得 如果作者真的还在城中 自己让这首次流传出去 或许有朝一日 能传到作者耳中 如此 他可能 就会主动出现了 所以 赵锦斯沉淫了少许 点了点头说道 好 但是我得澄清一点 这首词并不是我所创作的 我只是偶然 得到了这首词 心有所感 便为其谱曲 唱了出来 这首词的作者 很可能是 某位影视的文学大家 很可惜我 至今没有找到他 若日后你们有幸得知 这首词的作者是谁 定然要告知我 听到赵锦斯的话 众人眼中 皆是露出了好奇之色 不禁互相看了看 小生议论了几句 倒是更加好奇这是 怎样一首词 又是怎样被郡主所得到的 感觉这背后的故事 似乎更加引人入胜 赵锦斯抬手示意 侍女立刻帮他搬来古情 他正经危坐 欲职抚情 酝酿一下情绪 而后轻轻弹奏 动人的旋律 回荡而起 让在座的众人 立刻沉下心来 静静聆听 魏家院子里 魏翼完成了烧料后 开始了他那千锤百炼的 打铁技法 当当当当当当 如狂风暴雨般密集的锤打声 突然响彻而起 他手中锤子 以惊人的速度反复起落 疯狂地锤打那铁料 速度之快 仿佛都出现了残疑 那锤子在他手里 就好似失去了重量似的 但锤打在铁料上发出的声音 却是那般结实厚重 甚至一声鼻翼声响 这般景象 直接把旁边的狐灵 孙福 还有石头三人看的目瞪口呆 那原本在墙角闲聊的护院们 也都聚集了过来 满脸震惊地看着卫翼 就连卫秦和卫薛士都好奇地从房间里出来 看到是卫翼再打铁 也是惊讶不已 我的天 东家这是什么恐怖的爆发力啊 还能这样打铁的吗 东家不会已经成为入品舞者了吧 是啊 感觉这锤子如果砸在我们身上 连我们都招架不住啊 打铁能练出这种境界 东家真是神人啊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寂静呼道 一众护院们满脸震惊地议论着 一番爆发后 卫翼停下动作 气喘如牛 这千锤百炼施展一次 便需要停下来 恢复一下体力 刚好也借这个机会 将刚刚那已经掺杂了其他矿石粉末 并完成揉打后的铁料 再次放入炉火中 进行加热灼烧 就在这时 卫翼忽然看到 眼前再次出现了许多金色光点 纷纷融入到了自己的石海之中 那笔墨之气汇聚的大树上 再次多出来一片金色的叶子 又出现了 这金色光点到底是什么 卫翼心中好奇 第五十四章 万子和鱼狗不得入内 经过了近三天的时间 卫翼也终于为自己 锻造了一柄五珠宝剑 这柄剑的外形上 与自己烤盒时锻造的那柄 剑有所不同 毕竟 这是为自己锻造的宝剑 其重量和外形 都是完美符合自己需求的 也是独一无二的 虽然这宝剑上 没有王珠印 但卫翼很清楚 自己锻造的这柄宝剑 绝对有五珠的品质 而且它除了在宝剑上 露刻了卫字印 更是刻上了以天二字 将此剑命名为以天剑 不仅如此 魏翼更是以入目三分的妙法 消耗了大半棵树的笔墨之气 在这柄剑上 写下手中电叶以天剑 只展长巾海水开 随着它一字一字地写下 剑身震动 耳边更似有风雷之音 木无浪之声 恍惚间 自己仿佛置身于 那波涛汹涌的海面之上 天空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手中以天剑映着雷霆 闪烁刺眼荧光 带得笔下尸成的刹那 那以天剑 四殿盲裂空 蛟龙入海 一剑斩下 携万君之势 轰然之间 海水裂开 木浪翻涌 剑威浩荡 势不可挡 水中聚精 哀鸣一声 血染大海 与此同时 一切又如海事渗楼一般 瞬间消散 一时回归现实 眼前一切如常 那以天剑静静地 躺在那书案之上 但卫义能明显感觉到 这柄剑 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除了外观上 似乎变得更加锋芒毕露 锐气逼人 更是蕴含了 某种无形的气势 或者说是一种剑意 当他握住这柄剑时 便好似感受到了 其内蕴含的 那如万君雷霆般的剑威 以及那劈开海水 斩杀巨精的势不可挡 卫义感觉 当自己用 这柄剑与敌人战斗时 单单那股 直斩长径海水开的剑意 便足以吓得 对手双腿发软 变体生寒了 这入目三分的妙法 果然好用 此剑蕴含了剑意 便如普通人有了血气 已然是脱胎换骨 有了此剑磅身 或许我对上 寻常九品武者 也有一战之力了 卫义心说着 不过卫义也知道 单单以武器外在之力 带来的加持 终究是不够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 未来若想凌驾众生之上 成为超凡的存在 还是要拥有修炼资质才行 好在如今获得了 那乙行补行的功法 让他看到了希望 这几天他吃完饭后 都会打坐两克中 以那乙行补行的功法 最大限度地去摄取 吸收食物的精华 几天下来 他感觉身体明显地在发生蜕变 而且系统界面中 那根骨资质 一向后面 也出现了百分比进度 可以见得 通过这乙行补行之法 得却能够提升自己的根骨资质 没准未来 自己也能补出来的大地之资 不仅如此 卫义这几天 也经常会看到有金色光点出现 而且 之前都是白天出现 如今到了晚上也会出现 卫义在吗 门外忽然传来了 郭皮修的声音 天落 进来吧 卫义应了一声 如今他跟郭皮修 彼此也熟悉了 所以 平日里也都换他的字 卫兄 酒房那边已经改造好了 你过去看一看 郭皮修笑着说道 好啊 我们走 卫义将以天剑收好 旋即跟着郭皮修 一起去了酿酒房 来到酒房后 卫义看到门口 果然挂着一个木牌 上面写着几个醒目大字 万子和鱼狗 不得入内 没想到这郭皮修 还真是说到做到 真搞了个牌子 挂在门口了 钱得漂亮 卫义笑着说道 虽然有些幼稚 但值得提倡 郭皮修黑黑一笑 旋即跟着卫义 一起走进酿酒房 伙计们正在打扫卫生 清洗酿酒设备 卫义检查一番后 确定一切都符合自己 先前的要求 如今终于可以正式开工了 带的卫生清理干净 卫义也开始指挥伙计们 进行第一道酿酒工序 由于酒房里 原本就有泡好的穀物 所以直接开始上锅蒸煮 随着穀物入锅开始蒸煮 卫义也发现 眼前开始出现熟练度数值 随着时间一点点增加 终于又能喝到蓝生酒了 郭皮修开心地说道 就在伙计们忙碌之时 卫义从帐房拿了一个毛笔 来到了九方院门口 玄机已入木三分的妙法 在门上写了一句话 万子和不得入内 这一句写完 又消耗了五分之一的笔墨之气 如今十海里 已经只剩下两株小树了 其实卫义也是想做个实验 看看设置这种 类似静置规则的文字 能够消耗多少笔墨之气 更是想验证一下 这种方式是否能起作用 但就在卫义 重新走进酿酒房墨多久 万子和却是带着几个随从 从远处气呼呼地走了过来 他这几天 一直派人盯着这边的动向 结果今天听说了郭皮修在门口挂了的牌子 还写着侮辱他的话 他气不过 便带着人过来 想找郭皮修算账 万子和阴沉着脸 走到酿酒房门口 果然看到了 那写着万子和鱼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气得咬牙切齿 当即一键将那木牌劈成两半 旋即一把推开院门 便要冲进去 结果却仿佛一头 撞在了无形的墙壁上 直接将他弹了回来 脚步踉呛 若非身后随从扶了一把 怕是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公子 你默示吧 随从一脸诧异地看着万子和 不知道他刚刚怎么了 而万子和也是一脸猛逼 错愕地看着面前的虚空 明明那里什么也没有 自己刚刚撞到什么了 没事 我们进去 万子和重新站直身体 甩了甩衣袖 便再次朝着那院门走去 但这一次 他明显放慢了脚步 可是 当他迈入院门的刹那 顿时又感觉撞到了一堵墙 被再次弹了回来 妈的 怎么回事 万子和面色 变得有些难看 而他身后的随从 则是一脸古怪 面面相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们先进去 万子和对身后的随从说道 既然应了一声 旋即纷纷走进了院门 畅通无阻 与此同时 郭皮修和魏义 也已经闻声走了过来 但现是万子和带人过来 顿时怒斥道 万子和 你眼睛瞎了吗 看不到门口挂的牌子吗 你鱼狗不得入内 你他妈还好意思说 郭皮修 你什么意思 挂个牌子 恶心我是不是 本公子今天就偏要进来了 怎么着吧 说着万子和怒气上涌 当即便要冲进院门 但刚要上前 却又有些害怕 先用手试探了一下 确定院门那里什么也没有 这才再次端起脸 骂骂咧咧地冲进院门 结果整个人又一次 被一堵无形的墙 给硬生生地弹了回去 卧槽 万子和一脸活现鬼的样子 看着那院门 第55章 镇宅麒麟 万子和凭空撞墙的诡异一幕 把郭皮修也给看愣神了 郭皮修的随从 以及万子和的随从 也都一脸错愕 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那万子和在干啥 公子 你怎么了 万子和的随从 满脸困惑地问道 妈的 邪门了 万子和一脸活现鬼的样子 脸色有些难堪 慢慢走到门口 伸手摸了摸 明明什么也没有啊 可是自己卫生魔总 是仿佛撞到了什么东西 你们拉我一把 万子和伸手说道 鸡个随从立刻拉住了万子和的手 想要将其从外面拉进院子里 结果那万子和在经过大门时 就仿佛被什么卡在了原地 整个人再难寸进 那护院满脸诧异 当即加大力气 把万子和的身体 都给拉遍行了 停停停 手臂手臂 手臂要断了 万子和鬼哭狼嚎地叫着 看到这一幕 郭皮修脸上的惊讶之色更浓 但惊讶之余却是 哈哈地大笑了起来 万子和 看到没有 老天都看你不顺眼 狗和 你不得进入 你就是不得进入 魏意从旁看着 也是忍不住想笑 按道这入目三分的妙法 果然很好用啊 这就跟仙人设下的禁止一样 不让你禁 你就是禁不来 但魏意也知道 这也是因为 那万子和修位上前 如果是武道顶尖强者 或者是修真者 估计也有办法 强行破开这种规则禁止 万子和 那边墙角有个狗洞 你要不要从那里钻过来 郭皮修继续嘴炮攻击 万子和被郭皮修的话气的脸煞白 但是却无言以对 今天真是邪门了 为什么连个大门都进不去 别人能进去 自己确定不去 难道还真的是大白天遇到鬼了不成 一想到鬼他这面色 就更加难看了 他最怕的就是鬼了 不禁想起了 关于鬼打枪的传说 顿时几倍一阵发寒 向后退了几步 郭皮修 你 你给我等着 我们走 万子和瑟丽内染的 放了一句狠话 旋即立刻转身 三步并坐两步的匆忙走开 就跟逃跑莫什么区别 看着万子和狼狈逃走的样子 郭皮修心里别提有多爽了 真是从来没有这么解气过 以前都是万子和嘲笑自己 捉弄自己 处处压过自己一头 不过郭皮修也有些奇怪 为何那万子和进不了院门 难道还真是因为 自己挂了那个牌子 郭皮修走到院门口 也伸手摸了摸 然后走了出去 又走了回来 没有任何一样 刚刚的万子和到底怎么了 是啊 真奇怪啊 那家伙也不像是装的 郭皮修的四个随从 也来到门口 奇怪的看了看院门 同样也没有看到任何一样 心中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砍断了我的牌子 小爷就在挂一块更大的 惹急了 小爷直接给你立个杯 郭皮修捡起了地面上 断掉的木牌说道 天路 不用挂牌子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一定要派人守护好这里 防止万子和玩鹰的 万家什么阴损的招数都有 当年孟家的酒房 就被他们放火烧过 卫义正色道 嗯 放心吧 卫兄 他不敢 这酒房就是我的命根子 他万家要是敢来烧我酒房 我就去他家宅子里放火 郭皮修一脸认真的说道 但他心里也知道 该房还是要房的 毕竟万家的确很损 对了 你立刻带人去买一尊石狮子回来 卫义又说道 其实他自己也能雕刻石狮子 只不过眼下没有那么多时间 买石狮子干什么 郭皮修有些诧异 买麒麟或者皮修也行 用来镇宅 卫义说道 哦 知道了 郭皮修恍然 立刻带着说学逗唱四个随从 离开了酿酒坊 不久后 郭皮修又带着一大队人马 赶着一辆马车回到了酿酒坊 车上拉着一尊麒麟石像 威武霸气 只是表面都有些包僵了 不像是新雕刻的石像 反倒像是从谁家府邸门口搬来的 卫兄 看看这麒麟怎么样 我把我们家门口的麒麟雕像给搬来了 郭皮修笑着说道 你不怕你爹揍你啊 卫义有些哭笑不得 没事 我爹最近莫在家 回头我再买一个放回去就好了 郭皮修笑着说道 你看看 放在哪合适 郭皮修又问道 就院子正中心吧 卫义说道 郭皮修立刻指挥众人 将那麒麟雕像摆放在了院子正中心 而卫义则是拿着毛笔 走到那麒麟雕像前 然后再次施展入目三分的妙法 调动体内笔墨之气 在麒麟雕像的脑门上 写下了四个字 驱灾避火 一瞬间 卫义仿佛感觉耳边 响起了咆哮之音 跟着一头巨大无比的麒麟锐兽虚影 幻化而出 那身躯庞大 宛若小山 笼罩了整个酿酒房的院落 成了 卫义心中暗喜 感觉找到了 这入目三分的正确用法 如今有了这个麒麟雕像 以后万家想要 对他们酿酒房使坏 怕是也使不成了 不过再次施展入目三分 卫义时海里的笔墨之气 也已经只剩一株小树苗了 上面藏满了金色的叶子 卫义 你这是在干什么 郭皮修好奇地看着卫义 给他开个光 卫义笑着说道 您还会这手艺呢 你卫义 我多才多艺不行吗 嗯 这我信 郭皮修一脸刃真的点了点头 接下来几天 酒房的伙计们 在卫义和梦水莲的指挥下 陆续将蒸煮好的谷物 下酒去搅拌 然后开始了发酵过程 其实大部分时间 都是孟水莲在酿酒房里指挥工作 卫义纯属蹭经验 毕竟作为孟家唯一的后人 孟水莲自然得到了父亲的真传 所以 随着发酵开始 卫义也几乎不怎么来酒房了 毕竟万剑阁那边的保健订单 还没有完成呢 所以 卫义大部分时间 还是要带着铁匠们锻造保健 同时继续教导石头 等到石头 也能成为酒品诸剑师后 他就可以将一珠宝剑的锻造工作 彻底交给石头 来完成了 毕竟 锻造一珠宝剑增长的熟练度数值 已经远远不如自己锻造五珠宝剑了 这天清晨 卫义在完成了一个时辰的锻炼后 健身技能也成功达到了进阶标准 但他没有急着升级 而是准备留到夜里睡觉时 再进行升级 这样不耽误白天的时间 吃完早餐后 卫义便继续开始 教导石头对保健的热处理 他感觉石头已经就快要出师了 卫义 卫公子在吗 院门口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卫义抬头看去 却见是那铁剑师的私室苏和 带着侯冬走了进来 第五十六章 结果出来了 卫公子 你的考核结果出来了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啊 你成功通过了五品诸剑师的考核 从今天起 你就是一名五品诸剑师了 苏和笑容满面地说道 听到苏和的话 卫一展颜一笑 倒是没有多么激动 毕竟这结果 早已经在他的预料之中了 反倒是一旁的石头 激动得脸颊长红 一副强压抑兴奋的样子 他立刻跑进了屋子 将消息告诉了魏晴和魏薛士 而院子里胡林 孙福 还有旁边的护院们 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惊讶不已 但惊讶之余 却也觉得理所当然 毕竟他们前几天 才看到魏一那神乎奇迹的打铁技术 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听到石头告知的喜讯 魏晴和魏薛士 也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脸上同样也满是惊喜与激动 虽然魏一跟他们说过 自己的五品诸剑师考核 差不多能通过 但如今听到了这个确切的消息 自然也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有劳苏大人亲自跑一趟 有诗远迎 魏一迎了上去 躬身坐一 客套了一句 魏公子不必客气 本官也是接到这个消息后 一时间过于激动 便忍不住自己过来给你道喜了 魏公子果然天赋惊人啊 如此年轻 就成为了五品诸剑师 这在我大言王朝的历史上 也是不多现啊 当真是令我等叹夫 苏和不吝美之词地赞叹住 毕竟他心里也得却非常激动 青州城竟然出了这么一位天才 而且他有性亲眼见证了魏一这位天才的崛起 见证这场奇迹的发生 想想当初魏一刚来驻见司参加考核时 谁能想到他一个文弱书生 有一天会成为五品诸剑师 而且还是在刚刚成为九品诸剑师一个多月后 便直接跳过了七品 成为了大言王朝 屈指可数的五品诸剑师 这种天赋 当真是令人惊叹与钦佩 苏大人过誉了 在下愧不敢当啊 魏一谦虚地说道 对了 王朱印和腰牌我都给你带过来了 稍后让侯冬在这里帮你办理一下灯件 苏和看向身旁的侯冬 对方立刻将王朱印和五品诸剑师腰牌 恭敬地呈给了魏一 多谢苏大人 多谢侯大人 另外 军契局那边给你的成绩是假的 而且军契局的王大人 非常看好你 派人过来 询问你是否愿意加入军契局 只要能通过文士 就可以成为军契局的公关了 以魏公子的天赋 将来定然前途无量啊 苏和笑着说道 王大人抬爱了 稍后也有劳苏大人 帮我谢过王大人的赏识 但魏某 现在并不想未官 不想离开青州城 所以 可能让王大人失望了 听到魏一拒绝 苏和有些诧异 这结果是完全出乎他意料的 按理说魏一以前考科举 不就是为了未官吗 而且 以他同生的身份 要通过文士 轻而易举 如今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突然放弃了 这当个自由工匠 倒是的确很赚钱 但未官后那身份地位 可是要更进一步 未来也有机会平步轻云啊 你 你不再考虑考虑 苏和有些诧异地看着魏一 不考虑了 我这几日已经想清楚了 我或许并不适合魏官 还是专注地锻造宝剑吧 当然 若他日国家 有需要我出力的时候 魏某定然一不容辞 魏一笑着说道 事实上 成为驻剑司登记在策的驻剑师 本身就有着战事征兆 魏国效力的义务 这也是朝廷赋予他们 驻剑师身份和地位 以及一些特权和王朱印的代价 太可惜了 既然如此 那我会转告王大人的 当然你若改主意了 也可以随时告诉我 苏和说道 魏一又拱了拱手 没有再说什么 随后 侯东现场给魏一办理了登记 魏一也正式成为了 驻剑司登记在策的 五品驻剑师 送走了苏和宇侯东后 魏一看着手里的王朱印 和身份腰牌 心情还是非常美丽的 自己成为五品驻剑师了 身份的变化 自然也会带来全新的人生 五珠宝剑 乃是权贵们的身份象征 自己成为五品驻剑师 也意味着 可以结交更多的当权者 就如那杜玉江一样 拥有广阔的人脉 关键时候 也能有一定的用处 当然 这不是魏一的人生终点 在他如今看来 比起入朝未官 他更喜欢 做个无冕之王 有钱有势 有实力 有人脉 甚至有自己的私人武装 而且他相信 有着这个系统在 自己未来凌驾众生之上 也不是不可能的 刚送走苏和没多久 万剑阁的马车 便来到了魏家门口 杜玉江从车上下来 脸上满是兴奋与激动的神色 三步画作两步地走进了院子 魏一 魏一 恭喜啊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 哈哈 杜玉江神情激动 爽朗地大笑着 那天考核结束后 他虽然感觉 魏一有可能会成功 但是得到这个确切的消息后 也是大喜过望 激动不已 没想到 魏一真的创造了奇迹 以近乎恐怖的速度 从一名普通铁匠 一跃成为了五品诸剑师 简直如有神助一样 不过杜玉江是 发自内心的开心 魏一成为了五品诸剑师 那他们万剑阁 便如虎添翼了 而且 那五金 手工业的总行头 也终于可以让魏一来接班了 杜掌柜 消息果然灵通啊 魏一笑着说道 他自然知道 万剑阁跟住剑师的关系 非常密切 所以 肯定也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而且估计不仅仅杜玉江 怕是那秋玄吉 也同样已经知道了 消息灵通的 可不止我一个啊 知府大人也知道了 而且 比我更早得到的消息 我刚刚出门前 知府大人就已经派人过来 让我帮忙邀请你过去 今晚李大人在府中设宴 祝贺你成为五品诸剑师 杜玉江笑着说道 知府大人要请我去做客 魏一略有些惊讶 是啊 李大人乃是爱见之人 向来李玉诸剑师 如今听闻我青州城 出了一位传奇般的五品诸剑师 也是惊喜不已 所以想见见你 杜玉江又说道 好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魏一畏微微一笑 果然身份变了 这命运也瞬间改变了 那知府大人 算是这青州城最大的父母官僚 位高权重 乃是自己 曾经高攀不上的存在 上一次也是杜玉江出面 人家才愿意帮助自己二叔的 可如今这李大人 竟然主动邀请自己去赴宴 这便是自己结交的好机会 回头自己送他一柄五珠宝剑 还不是轻轻松松就搭上关系了 有这样一层关系 那万家有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再找自己麻烦了 第五十七章 蓝生酒房很邪门 见风楼内 邱玄吉刚刚从住剑师那边 得到了关于魏一通过五品 住剑师考核的消息 一张老脸顿石变得难看起来 眉头紧锁 眼中却满是震惊之色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妖孽啊 这才多长时间 他竟然 竟然成为了五品住剑师 这怎么可能 邱玄吉时再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成为五品有多么困难 这是阻挡了多少住剑师的 一道分水岭啊 就算位翼天赋异禀 可这也有点过于离谱了 当年他邱玄吉 也算是一代天才了 可依旧不知道 花费了多少努力去钻研摸索 更是拜师学艺 得到指点后 才突破了七品 踏入五品住剑师的行列 可这位翼 无师自通 而且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 从个门外汉 一跃成为了五品住剑师 轻松的 轻松的就好似跟喝水 吃饭一样 这让邱玄吉的心态 有点崩了 难道暗中有人教导他 邱玄吉想到了这一点可能性 不然真的无法解释这一切 仔细想想 这位家得罪了刘家 最后却安然无恙 这怕事并非偶然 或许这位家背后 真的有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在相助 会是什么人在教导魏义呢 此人能让魏义这么快成为五品住剑师 至少也要是五品 甚至可能是三品住剑师 邱玄吉脑海里 思索住他知道的那些 五品及以上的住剑师 但还真是想不出会是谁 而且 就算有人暗中教导魏义 他能够如此短的时间里 达到这般成就 也够吓人了 就算是自己 默个三年五载 也达不到啊 可是一想到这样的绝世天才 却是被杜玉江提前收入麾下 自己先前还愚蠢地想要打压 这邱玄吉 真的是感觉肉疼 感觉后悔莫及啊 如今这魏义成为了五品住剑师 那万剑阁 算是真正的如虎添翼了 再加上魏义之前积累的名气 万剑阁 怕是借此机会 直接再度起飞 而且他原本想要从杜玉江手里 夺取那五金手工业总行头 怕是也要落空了 青州城西湖北畔 这里乃是城中最著名的烟花之地 聚集着众多青楼勾兰 九楼九四 然而 比起夜里的喧嚣与热闹 这里白天却显得安静 而冷清了许多 万子和一脸宿醉的模样 从一家青楼里走出 然后上了自家的豪华马车 昨晚他在这青楼里放纵了一夜 加上宿醉 所以 这个时间才从那小娘子床上爬起来回家 马车内还坐着一个人 乃是平日里 在暗中保护万子和的舞者 刘云 此人乃是一名八品舞者 是万家重金养的几名高手之一 公子 刘云抱拳 那酿酒方已经烧毁了吧 万子和鞋靠在座椅上 问道 刘云面色凝重 顿了顿说道 回公子 没有 为什么 万子和立刻坐直身体 一脸不悦地看着那刘云 公子恕罪 请恕在下直言 您还是不要去招惹 那酿酒方了 那里邪乎得很 我昨夜想要动手时 就感觉自己 仿佛要大难临头了一样 心慌不已 当我夜里潜入其中 准备放火时 火者紫雀 莫名地熄灭了 然后我就感觉 那院子里的麒麟石像活了过来 对我发出嘶吼 想要冲着 我扑过来 直到我退出那院子里 那种可怕的感觉才消失 刘云心有余悸地说道 即使现在回想起来 依旧有重毛骨悚然 几倍发寒的感觉 听到刘云的话 万子河也不禁想到了 自己先前 在那里遇到的诡异事情 心里也是有些害怕 公子 恕我无法完成这次的任务 那酒房背后 会有高人相助 那镇宅麒麟 很可能是某种法器 如果公子执意要对付 那蓝生酿酒房 那便另请高明吧 刘云一脸严肃地说道 他保护万家 替万家人办事 也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如果真有性命之忧的事情 他肯定也不会拿自己的命去开玩笑 行 我知道了 万子河再次靠在座位上 闭上了眼睛 虽然表面沉着脸 但心里却无法平静 难怪那天自己撞鬼了似的 原来那酿酒房里 竟然有法器 这郭皮修 还真是下血本了呀 万子河很清楚 法器可不是一般人能炼制的 甚至花钱都未必买得到 不过以郭家的势力背景 倒也有可能从某个道家门派 搞到法器 只能说 自己真是低估了郭皮修 要抢他们酒行生意的决心了 搞不好那郭帮主 也是暗中受益他这么做的 这一下还真是有些棘手了 但也不能就这么放之认知 父亲将酒行交给自己打理 自己却连这点事都解决不了 那以后还怎么跟其他兄弟 争夺家业 或许到时候 只能请柿子出手了 万子河心说着 可是不到万不得已 自己也不能轻易地 请赵汉清出手 不然同样显得自己太过无能了 到底该怎么办呢 万子河心里 真是抓心脑干的难受 傍晚时分 魏翼与杜玉江一起去了府衙 魏翼也特意带了一柄卫字宝剑 作为礼物 毕竟时间匆忙 他也来不及去锻造新的宝剑作为礼物 而且杜玉江跟魏翼说 他上次因为魏铁山被判问斩的事情 找李新年帮忙时 曾说了一句 等李知府家的三公子成年后 就让魏翼亲自为其锻造一柄卫字宝剑 如今这三公子马上就要成年 刚好今天又要来府上做客 所以让魏翼带上一柄卫字宝剑 作为礼物 再合适不过了 当然 如果不是蓝生酒还没有酿造好 魏翼肯定还要带上几坛蓝生酒给李知府尝一尝 来到府衙后 魏翼终于见到了知府李新年 他看上去颇位儒雅 面容温和 但眉宇之间 还是会给人一种上位者的气息 李新年看到魏翼后 自然是免不了一番夸赞和客套 魏翼也呈上了自己带来的一柱宝剑 并说了 日后定然要为李大人锻造一柄五柱宝剑 一番寒暄之后 杜玉江提起了五金手工业总行头的事情 我这年纪也大了 想着也该让闲了 如今魏翼成为了五品注剑师 依照律法 他比我更有资格担任这种行头 而且他可是童生 当初如果不是因为身体抱恙 发挥失常 院士也不会落榜 搞不好 现在已经是一名秀才了 所以 以他的才能和学识 以及如今五品注剑师的身份 杜某觉得 完全能够胜任这种行头的职位啊 杜玉江言之凿凿地说道 嗯 是啊 杜兄也该想想轻浮了 莫问题 这种行头 就由魏翼担任吧 明日我便上报护部 到时候批文下来 魏翼就可以纪认你这种行头的位置了 李新年孝主说道 他心里自然很清楚杜玉江的算盘 就是不想让这位置落入秋玄疾手里 如今 魏翼成为五品注剑师 有这个资格了 他自然不介意做个顺水人情 多谢李大人 多谢李大人 魏翼也跟着抱拳感谢 第58章 一顶之力 不久后 下人过来通知晚宴已经准备好 李新年便将杜玉江和魏翼请到了宴上 桌上韭菜都上齐 菜肴精致丰盛 现场还请了女乐宫演奏乐曲 氛围感拉满 李新年的长子和三子 也一起参加了晚宴 长子李宇乃是九品舞者 目前担任青州城巡防营的参疆 四子在外地未官 所以不在青州城内 三子李小 目前乃是清风书院的学生 清风书院位义 自然也是知道的 前身毕竟也是读书之人 心中很向往那清风书院 但那书院可不是寻常人家能进得去的 而且 清风书院的山长渡少林 更是知名的文学大家 也是前身心中敬仰之人 魏翼与二人互相介绍 寒暄了几句 便纷纷落座开始用膳 几轮敬酒之后 晚宴渐入佳境 最后 杜玉江与李新年二人聊得甚欢 魏翼与李家两位公子也聚到一起 推杯换盏 魏公子 小弟敬你一杯 多谢你赠予的宝剑 李小举杯说道 玄吉敬了魏翼一杯酒 是啊 三弟 我听闻这位字宝剑 现在可是买都买不到啊 李宇也从旁说道 三公子客气了 魏翼也立刻回敬一杯 玄吉又看向那李宇说道 大公子 若您喜欢 回头我亲自为你定制一柄专属的五珠宝剑 魏公子太客气了 这太贵重了 我的身份佩戴五珠宝剑不太合适 李宇笑着说道 无妨 若不方便的话 我在上面给你印上三珠的王珠印就好了 你是舞者 五珠宝剑不具血气腐蚀 也能增加一些战力 大公子守护青州城百姓安全 自然配得上一柄五珠宝剑 魏翼一番话 把那李宇说得心花怒放 嘴角都要乐开花了 身为习武之人 他自然喜欢宝剑 而且 比起那王珠印 他更看重的是剑的品质 奈何长幼有别 他父亲的配剑 才是五珠宝剑 他平日 也只能佩戴三珠宝剑 可是 如果魏翼真能送他一柄 拥有五珠品质的三珠宝剑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那在下就先谢过魏公子了 魏公子 我再敬你一杯 晚宴结束后 那李宇特意叫来了一小队寻防营 亲自护送魏翼回家 并下令以后 将要重点巡查和守卫 魏家宅院附近的安全情况 保护好魏家安全 回到家中后 魏翼又继续干了一个 多时辰的输血技能 这才上床睡觉 临睡觉之前 他也将那健身技能 进行了升级 随着那熟悉的感觉袭来 魏翼很快沉沉睡去 一夜无话 清晨天刚放亮 魏翼便自然醒来 身体的生物中别体 有多规律了 当一时彻底清明 魏翼也清楚地 感知到了身体的变化 迅速回忆起了 心融入脑海里的一些信息 那些信息中一部分 是关于自己身体的变化情况 另一部分 则是关于优化后的健身技能 这次进阶后 魏翼获得了 蒸蒸铁骨和一顶之力 所谓蒸蒸铁骨 就是让骨骼变得更加坚硬 而一顶之力 便是千斤之力 这种力量 差不多相当于 开脉进四重舞者的极限力量了 也就是说 魏翼虽然没有丝毫血气 但是单凭身体强度和肌肉力量 怕是已经比肩开脉进四重的舞者了 看来将这健身技能干下去 自己有一天或许还真能肉身正当 不仅如此 魏翼还惊喜地发现 这次进阶后 系统界面里 自己的根骨资质 竟然发生了变化 姓名 魏翼 根骨资质 普通 23% 瘦元 42岁 加208天 打铁技能 三阶 距离升级 还差92%熟练度 烹饪技能 四阶 这健身技能竟然真的可以改变根骨资质啊 魏翼心中惊喜 不过想想也是 自己身体状况不断再改进 自然也改善根骨资质 当然 除了身体的变化之外 这次晋升后 不出所料 系统又一次地将 易经练体术 原本的外攻动作 进行了简化 这倒是可以让修炼 变得更加容易了一些 甚至魏翼感觉 这易经练体术里的易字 是不是被系统解读成了容易的意思 易字 有改变和容易两种不同的意思 感觉现在是将这两个意思融合了 改变容易 变得容易 魏翼脑洞大开地想着 但他也就是这么想一想 并没有继续纠结这件事 他迅速穿衣起床 感受变墙后的蒸蒸铁骨 魏翼心情更加舒畅 果然男人就要硬 就要强壮 起床后魏翼一如往日 先进行锻炼 早餐过后 便是锻造宝剑的时间 虽然成为了五品注件师 但这易珠宝剑的订单 也是要完成的 毕竟钱都已经收了 好在如今他想要锻造一柄一珠宝剑 可以用更简便的工艺流程 加上如今身体的变化 也能进一步提升效率 不过魏翼还是会把能交给他人完成的工序 全部交出去 让狐灵 孙福 石头三人完成 同时也在悉心教导石头 帮助他快速提升 万剑阁那边 因为魏翼成为五品注件师的缘故 原本的魏资宝剑售价已经提升到了130两银子 但尽管如此 依旧还有不少人争先恐后的想要购买 时间一晃又是五日 关于魏翼担任五金手工业总行头的批文已经下来了 这日 杜玉江召集了下属的各个行会的会手 以及行业几个德高望重的掌柜 一起来到万剑阁开会 准备正式将总行头的位置让给魏翼 关于更换总行头的事情 其实各个行手早就知道了 自从秋玄吉来到青州城后就在争取这个职位 而且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身为五品注件师的秋玄吉成为总行头是迟早的事情 就算杜玉江再怎么不愿意 人家身份压过他一头 这总行头肯定是保不住的 所以不少行手早就暗中以秋玄吉马首施瞻 尤其是那铁器行的行手马铁 这也是他当初为何明知魏翼乃是九品注件师 依旧答应帮万子和去对付魏甲 其中有一部分原因 也是借此机会向秋玄吉卖人情 毕竟魏翼乃是杜玉江的人 人尽皆知 不过让所有人都默想到的是 那魏翼竟然一跃成为了五品注件师 更是得到了知福李大人的赏识 直接被内定成为了继任杜玉江的人 所以 此时这房间里的一众行头面色 可谓是极为民众 一些没有明确站队的行头 心里还算踏实 那些之前明显站队秋玄吉的行头 却是心情沉重 百感焦急 尤其是那马铁 简直如坐针毡 脸色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自己不久前才上门南卫魏家 逼着魏家关了铁器铺 如今山部转水转 人家既然成了五品注件师 更是成为了总行头 这魏翼就算再大度 也恐怕不会不计前嫌 自己这铁器行的行头 怕是也要荡到头了 未来自家的铁器铺还 能不能开也是两说了 甚至 如果魏翼再心狠一点 自己怕是就要 从这青州城滚蛋了 现在想想 他真是长子 都要毁清了 自己当初 怎么就鬼迷心窍的 去帮拿万子和出头 第五十九章 立威 邱玄吉还没过来吗 杜玉江看了看 房间里的众人 各个行手基本都到了 就差刀剑行目前的 行手邱玄吉没有过来 不过他也不意外 这邱玄吉 估计正郁闷呢 此时自然不会过来 邱掌柜 这边请 门外忽然传来了 小丝的声音 听到这句话 房间里的众人眼中 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不禁对视了一眼 他们也没想到 这邱玄吉 竟然真的来了 而且让他们 更莫想到的是 那走进来的 邱玄吉脸上 竟然还带着一丝笑容 魏公子 魏公子 恭喜啊 你真是天纵奇才啊 如此年轻 就成为了 无品住建师 让老夫 真是自愧不如啊 邱玄吉 笑容满面地说道 邱玄吉的 这番话和态度 让众人 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心里惊讶不已 按理说 这魏翼 抢了 他总行头的位置 邱玄吉 不应该心情郁闷 对魏翼恨之入骨吗 这态度是怎么回事 尊严都不要了吗 其实魏翼成为总行头 邱玄吉 心里 自然是不舒服的 但他很清楚 这魏翼的确是天纵奇才 非池中之物 压是压不住的 他背后肯定 也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自己对付 他那就是自讨苦吃 而且说来 自己原本也是赏识魏翼的 与他也并无什么恩怨纠葛 只不过 原本因为阵营不同 有利益冲突 自己不得不采取手段应对罢了 但归根结底 都是自己与杜玉江之间的恩怨 与魏翼无关 所以 就算自己讨厌杜玉江 也莫必要跟魏翼结仇 更何况 魏翼这种前途无量的天才 他更是不能与其结怨 话前歌魏玉博 才是自己该做的事情 邱玄吉的表现 让魏翼有些惊讶 但心里也突然有些佩服 此人圆滑事故 就算幻成是自己 恐怕也做不到他这般 不得不说 这人不去魂关场 真是白瞎了 不过杜玉江却没有太过意外 他认识的邱玄吉 就是如此 风骨气节对于他来说 从来都是不存在的 他能为了偷学技艺 认贼做父 为了突破七品 给人当牛做马 这便是他厉害之处 看到邱玄吉都在魏翼面前放低姿态 主动是好了 那些心里还对邱玄吉抱有一丝期待的航手 彻底面对现实了 但最恐慌的还是那马铁 原本觉得回头自己抱住邱玄吉的大腿 或许还能博得一线生机 如今人家都缴械投降了 自己这个小卒子 怕是真的要当炮灰了 邱掌柜过欲了 快请坐吧 魏翼也是和颜悦色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而且自己跟邱玄吉的 却没什么太大的恩怨 人家如今主动放低姿态势好 自己也没必要端着 冤家一解不一接 这道理 他还是懂得 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冒犯过自己的人 他自然不会以德抱怨 所以 当他与杜玉江在手座上 坐下之时 目光也冷冷地看了看那马铁 此人既然选择了给别人当狗 那就应该做好 不被当人看的准备 好了 人都到齐了 我们开始吧 我这人不喜欢啰嗦 今天召集大家过来 主要就是宣布新任总航头的事情 杜玉江看向了身旁的卫翼 经过知府大人的举荐 从即日起 我们青州城的五金手工业的总航头 便由卫翼担任 我也从今天起 不再担任总航头之位 杜玉江正色道 杜玉江话音刚落 邱玄吉却是第一个开口说道 魏公子年轻有位 我觉得李大人这个安排合情合理 没错没错 听闻魏公子还是同生 有学识 有才华 定然可以带领我们五金手工业发展得更好 是啊 以后还望魏公子多多指教 众人也纷纷是好 说着客套话 哈哈 大家客气了 以后倒是要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协助我 一起管理好我们五金手工业 魏翼也站起身来 抱了抱拳说道 那是自然 以后我等一定全力配合总航头的工作 没错没错 众人硬合住 好 那接下来就请大家汇报一下各航目前的情况 以及章程法规 魏翼的面色忽然严肃起来 旋即看向了那皮笑若不笑的马铁说道 马行套 就从你开始吧 魏翼这句话一出口 在座众人立刻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 略显古怪地看向了马铁 关于马铁勒令 关了魏家铁气扑的事情 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 甚至这家伙还跟不少人吹嘘过 说过那魏翼选择跟杜玉江 就是看不清时事 所以 此时众人都知道 魏翼这是要找马铁清算了 啊 哦 好 马铁有些慌张 整个人面色难看至极 笑得比哭还难看 他有些吞吞吐吐的 将铁气型的章程法规给 魏翼说了一遍 等一下 不是有一条行规 说铁气属于阳刚之气 女子乃是阴人 被女子碰触的铁气就变软 所以行会规定 女子不得蹭于铁气铺的经营吗 我刚刚怎么莫听到 你说这一条 魏翼沉着脸问道 啊 有 是有这一条规定 马铁尴尬地说道 什么狗屁规定 一个行业要繁荣 就是要开放包容 搞什么男女之别 而且 女子不用针 不用剪刀 不用菜刀吗 这剪子 菜刀怕是女人用的比男人都多 你告诉我 女人是阴人 他们碰过的铁气会变软 那你们家的铁气 是不是知卖给男人不卖女人 魏翼一番斥责 让那马铁哑口无言 整个人低着脑袋 想要找个的缝钻进去 他心里真是后悔 自己那日说了那些羞辱未削适的话 但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他很清楚 为一荡重视则自己 就是要跟自己算账了 总航头说的是 我回去就立刻更改 马铁连忙说道 不用了 明天召集你们铁气型所有行会成员 一起到你的马家 总店开会 我觉得 你们行会有必要重新整顿一番 魏翼冷声说道 他虽然知恩图报 但却不会以得抱怨 马铁这种人 他自然不会留着 他去管理铁气行会 甚至会让他直接从青州城滚蛋 知 知道了 马铁的心已经沉入谷底 他知道自己这次 怕是要彻底凉凉了 魏翼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了索型行头 让其汇报了一下 他们行会目前的情况 以及相关章程法规 虽然里面有一些 也让魏翼觉得不妥 但他并没有当众指出来 他刚刚当众斥责马铁 一方面是 魏了找他清算 另一方面 则是魏了立威 而且不久前 杜玉江也是这么建议的 魏家铁气铺 被勒令关门的事情 这些行手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 如果自己没有任何态度 那就成了软柿子了 日后还有什么 威信可言 所谓人善被人欺 他便要用这马铁开刀 让在座这些老滑头知道 他虽年轻 却不手软 而且 今天只是个开始 明天才是真正的正习 第六十章 滚出青州城 魏翼从万剑阁回到家后 就见石头兴奋地跑了过来 大哥 大哥 我成功了 我今天锻造的那柄宝剑 把燕剑棒给斩断了 听到石头的话 魏翼目露喜色 虽然他料到 石头这几天 应该已经差不多能出师了 但如今 看到他终于成功了 心里自然也是开心不已 快把剑拿给我看一看 魏翼说道 石头立刻跑过去 将自己锻造的宝剑 拿给魏翼看了看 他锻造的这柄宝剑 几乎与自己锻造的魏翼宝剑 没什么区别 这石头 果然是得到自己的真传了 已经完全出师了 哈哈 石头 可以啊 我这都分辨不出 这是你锻造的 还是我锻造的 厉害 你现在 已经成为优秀的九品驻剑师了 以后这位子宝剑 就可以交给 你来锻造了 魏翼拍了拍石头的肩膀 很是欣慰地说道 嗯 大哥 以后我也能养家了 石头憨笑着 魏翼之前就跟石头聊过 不打算让他去参加驻剑师考核 一方面 是因为九品驻剑师考核 可能会泄露一部分记忆 另一方面 则是登记再测后 每个月都要缴纳一柄宝剑 当作驻剑税 得不偿失 所以这个家 由魏翼自己 在驻剑师那里登记再测就足够了 这样一年 缴纳一柄五珠宝剑就可以了 而且石头也表示了 自己根本不在乎什么驻剑师的身份 他只想帮魏翼锻造宝剑 帮他分担工作 给家里赚钱 报答魏家收留他的这份恩情 所以 魏翼便打算 让石头先用自己的魏字名头 用自己的身份 去锻造一珠宝剑 这样不耽误赚钱 也不会浪费万剑阁那边 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魏字品牌的名声 日后等他长大一些 等自己再传授他一些技法 让他成为七品驻剑师的时候 再考虑去参加考核 也不迟 嗯嗯 我们石头也能养家了 今晚大哥 给你烧几道好菜 靠劳靠劳我们魏家的新进驻剑师 魏翼拍了拍石头的肩膀 欣慰地说道 听着魏翼的话 石头开心地笑着 大哥 我继续去锻造宝剑了 魏翼回了自己的房间 立刻开始干输血技能 不久后 魏琴却是敲了敲房门 然后走了进来 哥 那个铁器行的行头 想要献你 魏琴正色道 脸上略带些许韵色 显然还在因为上次的事情 而怨恨那马铁 让他进来 魏翼其实料到他会过来 毕竟那马铁也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这个时候 不过来争取一线生机 怕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院子里 马铁正在给魏薛士赔礼道歉 魏薛士虽然有些诧异 这马铁 怎么突然低声下气地过来 给自己赔礼道歉 但也大致猜到 估计是魏翼成为 无品诸剑师的缘故 不过 不管什么原因 他都不想理会此人 也不愿意接受他的道歉 我哥让你进去 魏琴冷声说道 好 好 多谢 马铁满脸堆笑 然后走进了魏翼的房间 见过总行头 马铁走进房门后 立刻躬身坐一 晓得是专程魏上次的事情 向您道歉来了 之前 都怪我有眼无珠 别说那些废话 我不想听 魏翼打断了了马铁的话 头也不抬地说道 马铁顿了毒 从怀里取出银票 又上前一步 说道 总行头 这是五百两银子 还望您笑呢 也当作 是我赔偿您的损失 希望您 拿回去 你觉得 我差你那点银子吗 魏翼又一次打断了马铁的话 自己现在随便锻造 一柄五珠宝剑 就能卖上千两银子 区区五百两 他自然看不上眼 当然 小的自然知道 总行头不差这点银子 另外 小人还想 将我们马家总店送给您 虽然那店铺 也不值多少钱 但好歹是正街的店铺 地段还是很不错的 以后您魏家的铁器铺 就开在那里 再适合不过了 魏翼停下手中毛笔 抬头看了一眼那马铁 马铁 你若想体面一些 那明天就主动退让行头的位置 然后关掉所有铺子 从此滚出青州城 魏翼面无表情地说道 听到魏翼的话 马铁的表情彻底垮下去了 面色难看至极 心里沉入谷底 这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但这个结果 他并不意外 换做是他 也绝对不可能轻易原谅一个仗势欺人 曾经对自己落井下石的人 只能怪自己自作自受 站错了队 也帮错了人 蜀木寸光 没有看清局势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沉默了片刻 马铁再次拱了拱手说道 马某知道了 玄吉收起了银票 转身走出了魏翼的房间 晚餐的时候 魏翼也跟沈沈和妹妹 说起了自己成为五金手工业总行头的事情 我说那马铁 怎么突然跑过来 赔礼道歉 魏薛氏笑着说道 想想真是觉得解气 那马铁已经被我赶出了青州城 等他关店后 他们马家的五个铁器铺和铁匠们 我就全部接手过来 改成我魏家的招牌 我要让那些人看一看 欺压我们魏家的下场 就是被我魏家取而代之 魏翼言之凿凿地说道 他倒也不是吹 而是如今终于有了这个资格 自己成为了总行头 算是在商业领域 成为了一名当权者 有了地位 也有了一定的权利 更是得知府李大人赏识 与其搭上了关系 等到自己将两柄五珠宝剑都锻造完 送给知府李大人 和他大儿子李宇后 自己也算是 又多了两个靠山 一个是青州城最大的父母官 一个是管青州城巡房营的官员 虽不能说自己可以在青州城内横着走 但至少不用再害怕被人欺压了 哥你真厉害 有你在 以后我们家再也不怕被人欺负了 魏青也是满脸的喜悦 心中从未有过的踏实 夜深人静 魏一干完书写技能后 正准备上床睡觉 忽然窗户被人轻轻扣响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恭喜啊 几天不见 都成五品注件师了 这家伙终于出现了 魏一不用想 也知道是那沙马特来了 他打开窗户 果然看到那家伙正站在窗外 依旧是一身夜行衣 戴着面具 你再不来 这五柄宝剑 我就准备拿去卖了 魏一说道 我的剑呢 沙马特伸出了那满式老茧 和疤痕的手 等着 魏一从床下翻出了 五柄没有标识的宝剑 交到了沙马特的手里 对了 上次你问我可不可以 帮你除掉刘富贵 你愿意帮我了 魏一有些惊喜 这刘富贵 一心想要报复他们魏家 置他二属于死地 留着他 始终是个隐患 若能彻底将他除掉 魏一才能真正地放下心来 如果明晚过后我还活着 我就帮你 不过 你得答应帮我锻造一柄五柱宝剑 另外 请我吃一顿你烧的菜 沙马特又说道 好 成交 等等 你明晚又要杀谁 魏一忽然反应过来 感情这家伙 明天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啊 不然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好了 我该走了 希望我们还能再见 话音未落 那沙马特的身影已经再次从窗口处消失了 第六十一章 天下蒙 第二天 魏一在马家铁器铺总店内召开了铁器行会的会议 青州城内所有铁器行的掌柜全部到场 马铁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即将离开青州城 所以不能再担任铁器行的航手 请魏一重新选出一位航手 听到马铁的话 一众掌柜其实也都不意外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 那天也跟着一起去了魏家铁器铺 其他人也或多或少有所耳闻 知道马铁将魏家铁器铺除名的事情 如今人家魏一跃成为了总行头 这马铁自然是在青州城待不下去了 会上魏一并没有选出新的行头 而是决定自己暂时兼任铁器行的行头之位 等到有合适人选再做定夺 毕竟他要看一看这些掌柜们的表现 再做定夺 会后魏一去了酿酒坊 这段时间孟水莲一直在酿酒坊盯着 所以几乎不需要魏一操什么心 之前半区发酵的第一批古物 应该再发酵个几日就能发酵好了 到时候就可以开始蒸馏工序了 当魏一从酿酒坊回到家中时 却发现家里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 都是些妇人 正在跟沈沈聊得甚欢 魏一拉过魏琴询问一番 才知道那些妇人都是各家铁器铺掌柜的夫人 是专门过来送礼的 他们送来了各种胭脂水粉 还有锦缎布匹等等 可把魏薛氏和魏琴开心坏了 魏一恍然 不愧是一些生意人 果然很懂人情事果 给自己这位无品注鉴师送一般的财物 怕是都看不上眼的 送太昂贵又送不起 所以让家中女眷来讨好自己的婶婶和妹妹 是最容易的方式 不过对此她也并不反胆 毕竟这本就是人之常情 而且看沈沈和妹妹似乎都很开心 自己何乐而不畏呢 当天下午 马家的五家铁器铺 相继关门 停止营业 马铁更是在出售自家的宅院 准备离开青州城 这件事也在城中传得沸沸扬扬 青州城内西湖畔 妙音坊后院 一间隐蔽的房间内 非要继续查下去吗 一名身姿窑窍 一身红裙的女子说道 背对着她 站在窗口的男子 沉默不语 当年为了阻止你们 玄境司调查这个案子 背后之人能够嫁祸你们 玄境司勾结叛党 意图谋害皇帝 你觉得 这案子背后牵扯到的人 会是一般人吗 红裙女子又说道 我当然知道 但我师父还有那帮兄弟们 不能白死 不管这背后是多大的人物 我也要查到底 至少死的时候 我可以有脸去献他们 让他们知道真相 男子沉声说道 可是如果 你查不到真相呢 那我至少努力过 也算死得其所了 女子黯然沉默了片刻 调整了一下语气 又说道 你这段时间 接连闹出这么大动静 那郑聪已经猜到了你的目的 做了万全准备 你做事向来谨慎 为何杀了刘小虎 和那王捕头他们 不悔施灭迹 我是故意的 刘小虎也好 郑聪也罢 都不过是小喽啰 应该根本不知道 新娘案的真正内幕 所以 郑聪幕后的人才是大鱼 我这么做 就是要吓唬他 让他知道 我是个实力超群之人 单独靠他自己家那点舞者 根本挡不住我 不得不求助于背后之人 所以 你是为了引出 郑聪背后的人 嗯 这段时间那些人已经现身了 就等着我自投罗网吧 如果能抓到其中一人 或许就能查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如果你执意要去 就多带一些人 你与盟主的交情 如果开口 他定然愿意帮你的 就你与吴念两人去 太危险了 这是我们玄境司的事情 不能连累天下盟的兄弟 陪着我们一起涉险 你也说了 背后的家伙 能对付我们玄境司 那肯定也有实力 对付我们天下盟 听到男子的话 红裙女子欲言又止 但最后还是沉默了 对了 如果我真的死了 也麻烦你和龚先生 以后多照应点卫家 还有那个卫义 那个酒品诸剑师 不 现在是无品了 没错 我答应保护他的安全 你这人 对我的承诺 怎么从没有遵守过 对不起 红强 我杀陈 这辈子辜负你了 听到男子的话 红裙女子眼底 闪过一丝哀伤 沉默片刻后说道 你答应他的 自己去兑现 我才不管 你要想保护他 就别死 我知道你不会的 沙尘笑着说道 你为何要帮那卫野 卫铁山以前暗中 帮我们锻造过兵器 就算还他个人情 而且 我挺喜欢那小子的 有胆识 也是个人才 如今更是成为了 五品诸剑师 还真是让人震惊 如果我死了 你想办法把他 拉拢到我们天下门吧 要拉拢 你自己亲自去吧 我才不管 好了 走了 沙尘挥一挥手 然后走出房门 卫家院子里 卫一刚刚将那准备 送给李新年 和李宇父子二人的 五珠宝剑锻造完 然后回房间 开始继续修炼 一经练体术的 简化板外工 如今一珠的 卫字宝剑的锻造工作 已经完全交给石头 和孙福 他们来完成 卫一也可以抽出 更多的时间 去干一干健身 技能和书写技能 毕竟这两个技能 都是可以增加 自己实力和底牌的 如今 自己已经成为 五品诸剑师 至少在青州城 已经站在了 诸剑师行列的最顶端 所以 他也不急着 继续提升打铁技能 有时候 木秀于凌峰壁催之 过于出头 反而是件坏事 尤其是在没有 足够强大的实力 足够多的底牌之前 还是尽量韬光养晦一些 哪怕自己有一天 已经拥有了一品 诸剑师的水准 也不会急着 去参加考核 至少在自己完全搞清楚 这个世界局势和情况之前 还是不要太过出风头 多留一些底牌 多增加一些自身的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一经练体术 在经过系统的简化后 锻炼起来 已经越发的容易 动作对体力的消耗 比从前还要小 反而获得的熟练度 却比以前更多 这倒是让魏翼 每次修炼起来 感觉更加容易 晚餐结束后 魏翼又继续开始 墨写名著故事 干书写技能 修炼笔墨之气 不知不觉 中叶又深了 秋风又起 吹着那光秃秃的树枝 发出呜呜的声响 城中巡防音的士兵 从魏家门口经过 着重检查了一下附近的动静后 这才继续向着远处巡逻而去 县衙内宅 十多名牙役守在宅院内 物资警惕着周围的动静 奈何这深秋风大 每天夜里都是风声呼啸 让他们感觉 仿佛周围始终有什么人似的 然而就在此时 一道黑衣人从暗中悄然出现 一闪之下 便已经来到其中一个牙役身边 那人还莫反应过来 便已经去现了阎王 那黑衣人身影就好似鬼魅 在野色中 仿佛能顺移一样 每一次出现 便有一个牙役不声不响的倒地 第六十二章 金色叶片的作用 秋风呼啸 县衙内宅里的所有牙役 全都已经躺在了地面上 黑衣人手握长剑 悄无声息地靠近 之线正从居住的房间门口 然后从腰间取出一柄短刃 顺着门缝将里面的门栓挑开 轻轻推开房门 里面一片漆黑 然而就在黑衣人走进房间后 两柄长剑 几乎同时从左右两侧袭来 但那黑衣人早有警惕 而且反应极快 身体一扭 脚步腾挪 轻松地躲开 与此同时 他手里的长剑 也是毫不留情 斩向其中一人 枪的一声 那偷袭之人手里的剑 阴声断掉 黑衣人的剑忍 直接朝着他的喉咙袭来 速度之快 竟然让他根本来不及躲闪 他心中大惊 脚步急退 但却发现 根本躲不开 颈部一凉 滚烫的血液 直接喷剑而出 斩杀一人 黑衣人的剑身急转 横在身前 挡下了另外一人 斩来的剑忍 同时 左手快如奔雷 一拳砸在了 那人胸膛之上 将其打得倒退到了墙边 直接重伤吐血 但这人修为 远在刚刚死去那人之上 所以 这一拳并 没有直接要了他的命 但他也知道自己 不是这黑衣人的对手 当即转身朝着窗户冲去 但就在他破窗而出的刹那 黑衣人手里的剑 却如离弦之剑 寒光滑破夜色 瞬间贯穿了他的身体 而黑衣人的身影 也几乎一同 从窗户飞了出去 落到了窗外 一把拔出了尸体上的长剑 目光也看向了 周围出现的另外五道身影 这五人身着锦衣 但脸上同样也都戴着面具 其中一个穿着紫色锦衣的男子 冷声说道 你终于出现了 黑衣人没有说话 他同样也在等待这些人的出现 事实上 他早知道 郑聪不在房间里 只不过在将计就计 等待这些真正的大鱼出现 从这些人衣着配饰来看 并非江湖门派势力 倒像是某个顶级武道士家 亦或是王公贵族家的舞者 与此同时 青州城一处幽静的宅院之中 郑聪看着眼前的黑衣人 面色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他实在想不明白 这人是怎么知道自己藏在这里的 自己每天伪装出入县衙 都做得极为隐蔽 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自己不在县衙之中 更不可能找到这里来 除非眼前那几个被杀掉的贴身侍卫 出卖了自己 可是 他们都是跟了自己许多年 是他最信得过的人 按理说 不可能背叛自己 说吧 三年前 新婚之夜被掳走的许家新娘 到底送去了哪里 是谁指使你做的 黑衣人声音冷淡 毫无感情地问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郑聪一脸心虚地说道 我劝你还是乖乖地交代 刘小虎还有王捕头的尸体 你应该也见过 你应该知道 他们死之前 经历过什么样的酷刑 所以 如果你不想也体验一遍 就赶紧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听到黑衣人的话 郑聪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恐惧 他自然清楚 那刘小虎和王捕头死前 经历了怎样的苦行 心里也是极为的害怕 见郑聪犹豫不决 黑衣人直接一箭贯穿了他的脚背 将那脚掌 钉在了青石板地面上 郑聪顿时痛地发出了 杀猪般的惨叫声 赶紧说 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 黑衣人转动剑柄 冷声说道 我说 我说 我什么都说 你 你要找的人就在县衙里 他们是 是 听完郑聪的话 黑衣人心中略有些惊讶 这个结果 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但是 不好 沙尘可能有危险 黑衣人心头一领 当即一箭 将那郑聪封喉 然后脚下一点 身轻如燕 迅速地飞出了宅院 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县衙内 激烈的打斗声 伴随着呼啸的秋风 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城中的街道上 也亮起了火光 寻方营的人马 正从四面八方 向着县衙集结 与沙尘交手的 乃是一名轻衣男子 此人衣着滑贵 脸上也没有蒙面 他面容冷俊 目光伶俐至极 但更加伶俐的是他的剑法 先前出现的五名锦衣蒙面人 被沙尘杀了四个 那紫衣男子也被他打伤 最后被他砍断脚筋 他本想留个活口 对其审讯 结果这名轻衣剑客 突然杀出 此人实力在他之上 剑法精湛 出手狠辣果决 两人一番交手下来 沙尘已然是受伤不清 但就在这时 又一道黑影 从夜幕中窜出 手中长剑 直奔那轻衣男子而去 但却被那轻衣男子 以剑化解 一脚逼退 看到那突然出现的黑衣人 沙尘心下一沉 河道 你来干什么 来帮你 被轻衣男子逼退的吴念说道 不用念 快走 沙尘喝道 他知道 眼前的轻衣男子 实力非凡 就算吴念过来 他二人联手 也未必是他对手 完全就是白送 吴念没有说话 而是再次挥剑刺向轻衣男子 县衙外 巡方营的士兵 正要向县衙这边聚集而来 但就在这时 一群黑衣蒙面人 突然从四周的夜色中冲出 偷袭了巡方营的那些人 两伙人立刻打了起来 但那些人 很快又开始分头逃窜 追 巡方营的人 也立刻分头开始 追击那些黑衣人 呼喊和喧嚣声 彻底惊动了整座城市 而且 此时还没到子时 街道上还有一些酒鬼 以及从青楼归来的马车 不久后 正在房间里 干书写技能的魏仪 也听到外面街道上 那吵闹的声音 他走出房间 就现两名护院 正在院门口看着外面 怎么了 魏仪问道 不知道城里发生了什么 外面有许多士兵 好像在追什么人 听到护院的话 魏仪心下一沉 立刻猜到 很可能与沙马特有关 那家伙这次到底杀谁了 闹出这么大动静 难怪他先前会那么说 看来这次他 真有可能九死一生啊 魏仪心里 真是替那沙马特感到紧张 担心他被抓 或者被杀 毕竟此人也帮过自己 这次又他答应 帮自己彻底除掉刘富贵 虽然不知道他是谁 但魏仪真心不希望他出事 再次回到房间 魏仪站在书案前 却无法静下心来 他拿着毛笔 心乱如麻 加上外面的喧嚣 让他感觉那沙马特 可能真的要凉凉了 奈何自己什么忙 也帮不上 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他了 希望你能绝境逢生 化险魏仪吧 魏仪心中想着 与此同时 他忽然感觉到 石海里的笔墨之气 出现了异动 那小树上的金色叶片 竟然迅速地飞起 而后化作了 丝丝金色墨迹 在石海里旋转 这金色叶子 魏仪隐隐猜到了什么 立刻又在心中说道 希望你绝境逢生 化险魏仪 随着他这么想着 那金色墨迹 竟然开始 向他笔尖汇聚 让那毛笔 都被染上了些许 金色的光芒 魏仪没有迟疑 立刻在虚空中 写下了八个字 绝境逢生 化险魏仪 这八个字 由金色光芒凝聚而成 悬浮在虚空中 散发着令人温暖的光运 但很快 那八个字 便再次化作 无数金色光点 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与此同时 魏仪恍惚间 仿佛看到了浑身是伤 口吐鲜血的沙马特 正主这剑 站在原地 气喘如牛 那感觉一闪即逝 好似某种幻觉一般 第六十三章 算是个喜讯 县衙后宅内 无念已经倒在地上 浑身浴血 而沙尘则是煮着 那满是豁口的长剑 强撑着身体 对方使用的 乃是五珠宝剑 如果不是 他以血气灌输加持 这柄剑怕是早就断了 可如今他重伤在身 这柄剑也是满目疮痍 就快撑不下去了 他身上满身剑伤 脸上的面具 刚刚被那轻衣男子 给打破了 露出了真容 那俊朗的面容有些苍白 下巴上 也已经被鲜血染红 果然是玄境思余孽 沙尘 原来你没死 轻衣男子面无表情地 看着沙尘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 你是威武侯身边的 那个青山剑客 沙尘沉声说道 他是怎么也莫想到 郑聪背后的人 竟然是威武侯的人 威武侯乃是靖安王的弟弟 也是个武道高手 只是当年莫能继承四位 但因为也是军功显赫 所以被封了侯爵 这威武侯虽然也是大人物 但他可没有那么大本事 能够撼动玄境思 要知道 玄境思可是大言朝廷的特殊机构 独立于六部之外 直属皇帝 从事监察百官 情报收集 侦察 逮捕 审问 暗杀 卧底 策反敌将等活动 同时也会处理一些妖魔鬼怪 作乱之类的特殊案件 这样的机构 绝非一个侯爵能够撼动的 这背后 肯定还有大人物 可是 他们到底要那些新娘做什么 沙尘想不明白 但他知道 这背后一定有什么惊天的大阴谋 不然这些大人物 搞这么大手笔 绝不可能仅仅是因为 某些特殊癖 说吧 你们玄境思的余孽 还有哪些人 到底是谁让你们重新调查这个案子的 说出实情 我可以饶你的狗命 那轻衣男子冷声说道 沙尘惨笑一声 没有回答那人的话 他知道自己今日必死无疑了 这个案子 自己或许只能查到这一地步了 或许这件事的答案 永远也不会被人知道 但不管怎么说 自己查到了这一步 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至少与师父和兄弟们见面时 自己不会因为自己苟活了这么久而惭愧 然而就在这时 沙尘忽然感觉 体内突然涌入一股奇异的能量 让他身上的剧痛消散一空 那已经近乎枯竭的血气 也再次澎湃 身体的伤势 仿佛在这一刻康复了 更是有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从体内深处爆发而出 与此同时 耳边恍惚间 似有一道声音响起 希望你绝境逢生 化险未夷 这声音他有些熟悉 好像是未夷的声音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 发生了什么 就见那原本已经倒地不起的无念 突然跳起 手里那断掉的宝剑 以惊人的速度 直奔轻衣男子命门而去 但轻衣男子反应很快 身体闪躲的同时 常见化作银色匹链刺向无念 无念没有躲闪 任由那柄剑刺入胸膛 与此同时 手里的断剑 也狠狠地刺入了 那轻衣男子的右臂之中 兄弟 快走 无念死死地抓住轻衣男子的剑 大吼着 看到这一幕 沙尘双眼通红 体内那突然爆发的力量 仿佛激发了他全部的潜能 他身形一闪之下 宛若瞬移 出现在了那轻衣男子的身后 手里那千疮百孔的宝剑 更化作了惊雷 撕裂了夜空 也撕裂了那轻衣男子的颈部 一剑封喉 轻衣男子面色大变 但表情却瞬间凝固 伸手捂住那血如泉涌的脖子 与无念的尸体 一起倒了下去 然而 沙尘也感觉 刚刚那突然出现的力量 瞬间消失 整个人双腿一软 丹西跪在了地上 青州城内 似乎吵闹了一夜 魏翼一直过了紫时 才勉强睡去 但早上 还是准时醒来 然而外面街道上 似乎还有不少巡防营的士兵 不时地跑过 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 就仿佛是要经历战乱似的 早上来换班的护院 也带来了最新的消息 郑之县被杀了 听到这个消息 魏翼心里既惊讶 又惊喜 难怪昨晚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这杀马特还真勇啊 连朝廷命官都敢杀呀 当然 郑聪死了 对于魏翼来说 也算是个好消息了 这郑聪 就是个贪赃枉法的败类 与城中万家 刘家等一些富商豪生 沆瀣一气 万家当初能把孟家打压得那么惨 更是在青州城内 作威作福 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有郑聪这个保护伞 如今郑聪一死 万家便不敢再 肆意忘卫了 虽说不排除 到时候再来一个昏庸无能的官员 但万家和刘家 这些豪生 想要与新的官员 重新建立紧密关系 也是需要时间的 没错 不过听说刺杀者也已经伏法了 死在了县衙之中 护院领头张青松说道 听到这句话 魏意心下一沉 没想到 那沙马特还是死了 难道自己昨晚的那祝福 没有起到作用 不应该啊 这刺客 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是啊 不知道是哪位大侠 真是为民除害了 诶 这刺客都死了 那些成卫兵 还在四处搜寻什么啊 好像还有其他同伙吧 听到护院门的议论 魏意那沉下去的心 忽然又重燃希望 或许沙马特 已经成功脱身了 死的只是他的同伴而已 魏意也想起来了 这沙马特 似乎有其他同伴 而且他让自己帮忙 锻造了无饼宝剑 搞不好不止一个同伙 想想也是 刺杀朝廷命官这种事 肯定不可能就自己一个人去 那郑聪身边 也是有高手贴身保护的 昨晚写祝福的时候 曾恍惚间感应到了那沙马特 他应该也碰到了 非常厉害的高手 身受重伤 如果不是自己 那金色叶子的力量 恐怕他昨晚真的凶多吉少 只是不知道 自己对他的祝福 能持续多久 身受重伤的他 不知道能否躲避 接下来的搜查 安然脱身 郑聪被杀的消息 轰动了整个青州城 当真是有人欢喜 有人忧 但朝廷命官被杀了 绝对是极为重大的案件 整个城池都进入了戒严状态 城卫兵全天都在四处搜寻刺客 重点排查一些可疑场所 往来出入城池的人 也要经过极为严格的盘查 才能通行 甚至官府张贴告示 接下来要实施一段时间的宵禁 具体什么时候恢复另行通知 这让一些习惯了夜夜声歌的公子哥们 叫苦不迭 整个城市似乎笼罩在了紧张的气氛之中 第二天上午 魏翼带着自己锻造好的一柄三珠宝剑 去了寻防营 他想借着给李宇送宝剑的机会 打探一下消息 第六十四章 魏家的旗帜飘摇 魏翼来到寻防营后 见到了参江李宇 并送上了自己为其锻造的宝剑 魏公子 太客气了 你叫人来知会一声 我过去 娶就可以了 还劳烦你亲自送一趟 李宇笑容满面 说着客套话 不过心里却是觉得 魏翼很会做人 心中甚是满意 怎敢劳烦大人 我听说城里出现刺客 知道李大人肯定公务繁忙 而且也想到 那刺客定然是穷凶极恶之人 大人身边有一柄好剑傍身 也能多一些筹码 便赶紧送过来了 魏翼笑着说道 魏公子有心了 李宇从魏翼手里 接过那柄宝剑 满眼期待地拔出长剑 刷 宝剑出窍 那逼人的锐气和寒芒 便迸舍而出 清脆的剑鸣回荡而起 宛若天籁 李宇的眼睛都不禁瞪大了一圈 好剑啊 真是好剑啊 这剑太漂亮了 李宇神情激动地端详着手里的剑 就仿佛看着一位角色美人一样 目光已经完全深陷其中 眼眸都在放光 手指轻轻抚摸着那光滑如镜的剑身 眼中满是喜爱之色 他之前佩戴过最好剑 也不过是三珠宝剑 而如今手里这柄虽然同样印着三珠 却是货真价实的五珠宝剑 看着眼前这柄宝剑 他就感觉自己以前用的剑 那就是个垃圾 两箱比较 宛若云尼 这才是绝世好剑啊 魏公子的记忆果然非凡 这宝剑 比我父亲之前佩戴的那柄五珠宝剑 似乎还要更加锐气逼人 更加完美 当真是巧夺天工 浑然天成 这件我太喜欢了 多谢魏公子相赠 以后魏公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开口 李某定然一不容辞 李宇神采飞扬地说道 但目光却一直盯着手里的剑 简直爱不释手 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 大人客气了 我也是心念知府大人的恩德 一点心意而已 当初我二叔被刘家用手段伪造供词 定罪问斩 还是知府大人帮忙 才保住了性命 这份恩德我为家永生难忘 魏义拱手说道 但他的话 却是让李宇目光一闪 立刻想起了 魏家与刘家之间的恩怨纠葛 这件事 他自然也知晓 当初闹得动静可不小 这刘家 似乎一直还想报复魏家来着 想到这里 李宇似乎知道了 自己该做什么了 当即叫来的帮筒 说道 带一队人马 到刘富贵家搜查一番 刚刚得到消息 刘家府邸内 可能藏有刺客 给我认真 仔细 好好地搜 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听到没有 是 大人 那帮同眼中 闪过一丝脚霞 明白李宇言下之意 当即领命 带着一队士兵 离开了寻防营 魏公子 以后你魏家的安全 就包在我身上了 只要我在这青州城那一天 就绝对不会再有人 敢动你们魏家 李宇正色道 魏义立刻攻身作医 感激地说道 多谢李大人 这李宇不愧是官宦子弟 果然一点就通 自己稍稍提了一下 陈年旧账 他就领会了真意 如子可教掩 魏公子不必多脸 泽泽 这柄剑实在太完美了 让我都不舍得用了 李宇看着手里的剑 眼睛里又冒出了金光 大人尽管用就是 坏了 我再给你锻造新的 魏义笑着说道 那怎么好意思啊 如此好剑 我定然会好生爱护 李宇摘掉腰间配剑 将这柄新剑挂在了腰间 对了 大人 刺杀郑之线的刺客 抓到了吗 魏义假装随意地问道 死了一人 逃了一人 目前还在追捕 逃走那人非常了得 怕是至少有无品修备 想要捉到他并不容易 而且 这人背后 应该还有某个势力 估计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 让我们追查起来非常困难 李宇面色严肃地说道 听到他的话 魏义心中踏实了许多 但脸上不动声色 点了点头 难怪敢刺杀朝廷命官 这人莫不是跟李大人有仇啊 应该不是仇杀 跟之前几起命案都有关系 这其中原因有些复杂 牵扯的事情也不一般 反正连我都没有过问的资格 李宇摇了摇头说道 对了 看我 既然都忘了 给阁下上查了 李宇忽然想起了 自己都没有 好好招待魏义 连忙吩咐人 给魏义欺查 魏义又与李宇闲聊了一会 这才告辞 离开了寻方营 回去的途中 他特意让马夫 绕路去了刘家府邸 结果就现刘家院门大厂四开 里面不停地响起打杂的声音 还有那帮筒的贺声 给我认真搜 每个角落都不要放过 听到没有 我们回去 魏义对马夫说道 接下来几天 魏义将马铁家原本的铁器铺 全部租下 并将原本铁匠也都招入麾下 准备重新开业 那原本属于马家的店铺 也陆续挂上了魏家铁器铺的招牌 和魏家的招旗 这件事 很快又在城中的商骨之间 引起了热议 也陆续传开 所有人都知道 马铁当初逼着魏家 关闭铁器铺 结果魏义一跃成为五品驻剑师 成为五金夜总行头 将马家赶出了青州城 如今 那挂在马家原本店铺门口的魏自招旗 就仿佛是那胜利者插在敌人城墙上的旗帜一样 显得那样的讽刺 又那样的骄傲 不过众人也知道那马铁纯属自作自受了 而且通过这件事 城中的商骨们也算见识了魏义的手段 知道他并不好惹 经过了几天的筹备 以及人员的招聘 魏家五间铁器铺 也即将重新开业 郑聪被刺杀的事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慢慢平息 逃走的刺客并没有被找到 但这件案子 似乎正在慢慢地翻篇 县衙那边 暂时由府衙那边派来的人代位管理 等待朝廷派新的支线过来 城门的盘查戒备 也稍稍松弛了许多 虽然萧静暂时还没有解除 但夜里城中寻防力度 比从案发后那几日 明显减少了很多 这天黄到即日 魏家的铁器铺 终于迎来了开业之日 店铺门口张灯结彩 魏义甚至还请了武士杂耍来表演 伴随着鞭炮之声 魏家铁器铺正式开门营业 恭喜啊 魏掌柜 恭喜恭喜 诸魏掌柜生意兴隆 财员广进 五金手工业的所有掌柜 全都到场送礼祝贺 附近商铺的老板 也基本都过来捧场了 还有其他行会的行头 也来登门祝贺 毕竟魏义无品住建师的身份 还是非常耀眼的 这些商骨们都是人精 自然不能失了礼数 甚至连那秋悬集 都备了礼物登门道贺 现场可谓是人声鼎沸 极为热闹 第六十五章 魏家 惹不起 魏家铁器铺开业 最开心的自然还是魏薛士 他做梦都莫想到 魏家会有如此风光的一天 一下子开了五家店 总店更是位于这城中最好的地段 如今这开业之日 那些 他们原本高攀不上的大户富商们 纷纷来送礼道贺 魏薛士心中 当真是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他真希望 此时魏铁山能够在这里 定然也会无比的开心 无比的自豪 大家随便看 今天全场八折 魏薛士开心地招呼着客人 店里的伙计们 也都在热情地招待客人 不愧是住间失开的店铺 这店里的铁器品质可真好 是啊 这剪子 怕是都可以用来剪铁丝了 来道贺的客人 不停地赞叹着 不过 他们说的 也并非都是奉承的话 魏家铁器铺里的铁器品质 的确是非常好 如今 这些铁器铺用的铁匠 都是经过魏义调教的 手艺比以前都精湛了许多 加上魏义对他们 也实行了销售分红的政策 刺激了他们 更加认真积极地锻造铁器 所以 这店里的如今销售的铁器品质 绝不是曾经马家铁器能够比拟的 就算放眼全程 魏义也敢说 自己家的铁器 绝对是品质最好的 而且 价格也不比铜箱贵 他倒不是要吊打铜行 只是要让魏家的铁器 成为行业标杆 就如魏子宝剑一样 魏兄 今日新店开业 如此喜庆的日子 我们晚上一起庆祝一下吧 刚好男生酒也酿好了 今晚我们不醉不归 郭皮修凑到魏义身旁 一脸谄媚地说道 想吃我烧的菜就直说 魏义笑着说道 嘿嘿 你懂我 郭皮修嬉皮笑脸地说道 今晚想吃什么 随你点 魏义又说道 这段时间的开业准备 郭皮修可是帮忙出了不少力气 今天 也是一大早就带着说学逗唱来帮忙 而且 今天的确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听到魏义的话 郭皮修顿时开心的眉飞色舞 不禁咽了咽口水 恭喜魏掌柜啊 又有客人走过来抱拳道喜 多谢 魏义也立刻抱拳回礼 但就在这时 门口处忽然一阵骚动 人群自动散开 不少人躬身作医 魏义好奇地看去 就现是那李宇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 李大人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啊 魏义略有些惊讶 连忙迎了上去 他也没想到 这李宇会过来 魏掌柜 恭喜啊 我这公务在身 才抽出时间过来道货 一点薄脸 还忘笑呢 李宇笑着说道 李大人太客气了 大人快楼上请 魏义将李宇请到了楼上 并迅速吩咐人准备茶水 现魏义和李宇上了楼 店里的众人不禁议论起来 刚刚那是寻房营的李大人吧 没错 知府大人的常公子 寻房营参江 不愧是五品诸剑师啊 果然地位非凡 竟然连李大人都过来登门祝贺了 那是当然 五品诸剑师 就算王公贵族 也会礼于三分的 魏家以后可了不得啊 那是自然 莫看 这城中大户来了的有大半不止啊 魏家铁器铺鞋对面的九四内 万子和看着那热闹非凡的魏家铁器铺 还有那迎风飘摇的魏子昭齐 心中当真是五味杂陈 郁闷不已 当初那马铁是替他出头 对付魏家的 虽然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 但圈子里 也是有一些人知晓内幕的 如今被踢出青州城的 虽然是马家 但打的却是他万子和的脸 所以 看着如今那风光无两的魏家 他的心情当真是无比的郁闷 奈何自己如今也不敢招惹那魏仪 人家是无品住建师 连知府李大人都将其当作做上兵 自己找他麻烦 那就是惹火烧身 刘家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之前巡防营去刘家搜查刺客的事情 他也听说了 刘家宅院被打砸得惨不忍睹 谁都知道那巡防营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在警告刘家 以后魏家有他们巡防营罩着 如今他真的担心 以后这城中九楼九四的朝期 也要变成他魏家的了 这一天 对于魏仪来说是忙碌的 也同样是充实而幸福的 穿越来到这个世界 就面对了家里的变故 和外在的重重压力 更是在这个阶级分化严重的世界里 举步维艰 好在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努力和隐忍 终于是真正的波云渐日 终于可以直起腰杆 直面这个世界了 不用再畏惧那些负伤豪胜的欺压 也不用再害怕风吹雨打 以前的魏家 就如同汪洋中的一夜偏周 稍有波澜 可能就要倾覆 而如今的魏家 终于成为了一艘巨轮 寻常的风浪 已然不再惧怕 这艘巨轮 也将承载着 他们全家人的梦想 使向这片波澜壮阔的世界 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天 我魏家铁器铺开业 蓝生酒也终于可以上市了 我相信 以后我们的酒楼和酒寺 也会开遍青州城的大街小巷 青州城以后 是我们天下 魏义站起身来 举着酒杯 豪情万丈 魏薛氏 魏青他们早就已经下桌了 此时 魏义 郭皮修和孟水莲三人 也已经喝了几旬了 酒性正浓 情绪正高亢 好 魏兄说得好 青州城以后 是我们的天下 来 干杯 干杯 三人一起碰杯 脸上 都杨义子幸福的笑容 孟水连那娇俏的脸蛋上 早已经染上红霞 眼神也带着些许醉意 显得更加艳丽迷人 就连那白皙的薄梗 也如温玉一般 白里透红 魏兄 我准备等城中解除宵禁后 将蓝生酒 先在我们国家的青楼进行售卖 那里也是城中达官显贵 文人默克的聚集地 平日酒水售卖量非常大 只要他们 喝到蓝生酒 那以后肯定就喝不下万家的酒了 嗯 可以啊 这个渠道很不错 先从青楼开始 通过那里的客人 先把蓝生酒的口碑和名气做起来 魏义点头说道 但目前城中的酒楼 还是以万家马首是瞻 他们估计不敢售卖我们的蓝生酒 郭皮修又说道 无所谓 也不用难为他们 他们也不容易 而且 接下来 我们就筹备自己的酒楼和酒四 魏义说道 说的也是 郭皮修点了点头 对了天路 接下来可能又要辛苦你去寻找合适的店铺了 我们先开一家酒楼 尽量选在正街的店铺 魏义说道 放心 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 郭皮修拍了拍胸膛说道 来 干杯 接下来 我们要让万家也滚出青州城 魏义再次举杯 没错 让万家也滚出青州城 三人再次干了一杯 第六十六章 怎能少了美酒相衬 第二天上午 魏义来到了酿酒坊 又参与了新一批古物的半曲和发酵过程 这段时间 酿酒的熟练度一直随着时间在增加 如今距离升级只差88.6%的熟练度 毕竟这酿酒技能是从三阶开始提升的 这进阶所需的熟练度也着实有点多 完成了半曲发酵 魏义则是拿着两个碗和一个毛笔来到了酒窖内 里面放着许多有半人高的大酒坛子 魏义选中了其中一坛子蓝生酒 打开盖子 先从中咬了一碗 放在旁边 然后重新盖上盖子 拿着毛笔 以入目三分的妙法 在酒坛上写下了增香增唇四个字 随着那笔墨之气汇聚的四个字 融入酒坛之中 魏义眼中也浮现些许期待之色 但他没有急着打开盖子 而是等待了片刻 这才再次打开盖子 一瞬间 浓郁的酒香扑面而来 那味道明显比刚才要更加的香唇诱人 这让魏义更加期待 立刻从中咬出一碗 然后再次盖上盖子 封好弹口 他陆续地品尝了两碗蓝生酒 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经过入目三分妙法 增香增唇的蓝生酒 无论是味道还是口感 都上升了一个层次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另外一种美酒佳酿 这办法果然可行 这盘子也成了酿酒的法器了 可以用他盛放的酒 便会增香增唇 完全提升了一个档次 以后用这个盘子装的酒 便单独做一个高端品类售卖吧 魏义欣说着 得给他取一个新的名字 叫什么好呢 魏义思索着 看着手中白瓷碗里的白酒 魏义忽然想起了李白的一首诗 蓝灵美酒欲金香 欲碗城来琥珀光 虽然蓝灵是自己前世的一处地名 但在这个世界并无蓝灵这处地方 那不如就给这酒取名魏蓝灵酒 魏义欣说着 如此 自己连广告词都有了 就用李白这首诗 直接当广告词宣传 这蓝灵美酒的逼格绝对瞬间拉满 闻名侠儿 受到那些文人默克所追捧和喜爱 甚至还能让那些游历江湖的舞者 跟朋友喝酒时 来一句 蓝灵美酒欲金香 欲碗城来琥珀光 顺便装个逼 当然 魏义脑海里 关于美酒的诗词也不少 比如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赢者刘其名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昭露 去日苦多 凯荡以康 幽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等等 以后都可以拿来作为酒水的宣传广告 如果说在这个时代背景下 论广告文案 李白那些关于美酒的诗词 绝对是最顶级的文案 无论是宣传美酒 还是烘托氛围 简直面面俱到 绝对会让自己酒房酿的酒 闻名天下 随后 魏翼又去拿来纸笔 写下兰陵美酒四个字 贴在了那酒坛子上 并特意嘱咐了孟水莲 暂时不要动那坛酒 孟水莲虽然不明白 魏翼为何单独在其中一坛酒上 写下了兰陵美酒四个字 但她也没有多问 觉得魏翼这么做也是有她的道理 而且 那兰陵美酒四个字 听起来也很不错 之后的几天 魏翼每天都会来酿酒方 品尝那兰陵酒的变化 她也发现 随着时间推移 那兰陵美酒 还会继续变得更加醇香 果然是在里面盛放的时间越久 那增香增醇起到的作用越大 但是其增加的效果 也有极限的 基本上从第三天开始 变化就没那么大了 所以 魏翼以三天为限 重负用那兰陵酒坛 盛放酒水 期限一到就倒出来 倒入别的空坛子里 并贴上兰陵美酒的标签 如此往复 这期间 魏翼也装了几小坛子兰陵酒 带回家中 留作日后送礼 和招待客人用 天气已经越来越凉 秋季将近 郑聪被刺杀的案子 似乎不了了之 人们也早已经将这件事遗忘 朝廷派来的新支县 也已经上任 城中不少富商都前去拜访 但却无一例外 被其拒之门外 这新来的支县名叫苏哲 据说曾是朝中重臣 更是两袖清风的好官 只可惜 如今的朝堂 偏偏容不下他这种有风骨的清高官员 所以被贬到这里 成为了支县 不过 这对于青州城的百姓来说 其实是一件好事 有一位清廉的父母官在 便会少了许多不公之事 而且 随着新的支县到来 城中的宵禁 也彻底取消了 青州城的夜晚 又恢复了从前的热闹 尽管秋色萧条 但那西湖畔 如今又是华灯高照 歌舞升平 热闹非凡 城中无数的文人莫刻 达官显贵沉醉 在这流光溢彩 活色生香的九池肉林中 流连忘返 深陷那花魁娘子们的温柔之中 无法自拔 妙音坊内 这城中最有名的歌姬红墙 正在唱曲 一首好听的小调结束后 他又唱了一首 这段时间 火遍这花街柳巷里的曲子 明月几时有 这首水调歌头 原自郡主赵景思所唱 但通过那些文人莫刻之口传出 而后被歌姬们传唱 如今早已经火遍了这烟花之地 然而 在这诸多的歌姬中 唱得最动听的便是妙音坊的头牌歌姬红墙 他嗓音最为清澈空灵 歌声优美动人 是这青州城内最有名气的歌姬 但他卖意不卖身 所以也是这城中达官显贵们 渴望而不可得的小娘子 每晚过来听他唱曲的客人非常多 就连那锅皮修也经常过来捧场 倾听他那如天籁般的嗓音 带得这歌曲唱完客人们还意犹未尽 但红墙已经回去了 接下来换成了琵琶演奏和舞姬们线舞 郭皮修看了一眼斜对角的一名公子歌 使了个眼色 那人暗自点了点头 然后忽然一拍桌子说道 这红墙姑娘的歌声虽美 但这妙音坊的酒水实在是不敢恭维啊 是啊 还是隔壁芙蓉楼的蓝声酒好喝啊 两人这高亢的话音 立刻吸引来了周围客人的目光 一旁的老管事也诧异地看了过来 哎哎 宋管事你过来 那公子对老管事招了招手 几位公子有什么吩咐 老管事陪笑道 你们酒楼怎么不卖蓝声酒啊 那公子哥又嚷嚷着 蓝声酒 这 这老夫没听说过啊 是什么酒啊 那老管事有些诧异 他们这妙音坊也才开了不到两年 自然不知道 早些年在青州城内 曾经火过一段时间的蓝声酒 蓝声酒你都不知道 你去隔壁芙蓉楼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那蓝声酒 可比你们家的酒好喝太多了 那公子哥又说道 就是啊 如此动人的歌声 美妙的舞姿 却没有美酒相衬 实在是扫兴啊 旁边的公子哥硬喝着 二人说话的声音很大 周围的客人几乎都能听到 一些人也开始议论了起来 哎 这蓝声酒 不是以前孟家乡满楼卖的酒吗 是啊 但孟家的酿酒方子 据说丢失了 早就默认会酿造蓝声酒了 难道孟家又开始酿酒了 孟家酒楼都关门了 哪里还能酿酒 不过听这二人的话 似乎又有人酿造出了蓝声酒啊 回头去芙蓉楼尝一尝 听说那蓝声酒口味甘醇 非常好喝 郭皮修在一旁听着众人的议论声 嘴角不禁勾起了得意的笑容 喝了一口杯中酒 眉头紧锁 的确是远远不如自己酒房的蓝声酒啊 第67章 怨重 身在家中干输血技能的胃移 忽然又看到了许多金色光点 从虚空中幻化而出 然后融入身体 向着自己的湿海中凝聚而去 如此多的金色光点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前一段时间 只是偶尔会灵星的出现一点 可最近这几日 每天夜里都会突然出现很多 魏意虽然不知道 这金色光点的来源 但通过上次偶然触发 让他大致猜到了其用途 这是不同于笔墨之气的一种存在 应该类似某种祥瑞之气 可以形成某种祝福的力量 帮助人逢凶化吉 给人带来好运 带来祥瑞等等 但魏意也不敢完全确定自己的猜测 要想搞清楚 这金色光点的具体用途 还需要仔细地研究实验一番才行 如今又凝聚出了几片金色叶片 明天可以在我自己身上实验一番 看看是否如我自己猜测的那样 魏意欣说着 然后收起思绪 继续开始干书写技能 如今酒楼的铺面也已经买完了 正在装修阶段 这酒楼店面就位于他们魏家铁器铺 总店那条正街上 原本是一家非常大的茶楼 后面还带着一座很大的宅院 但这茶楼生意一直不温不火 而且掌柜家里似乎出了什么事情 所以急着卖掉茶楼和宅院换钱 魏意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 直接买下了那店面和宅院 前面那三层楼用来开酒楼 后面的宅院可以用来居住 而且那酒楼后面的宅院 可比他们如今未家住的院子 条件要好上太多太多了 院子又大又漂亮 还有小花园 房间宽敞明亮 装修也十分豪华 地理位置也好 就位于城中心区域 无论是治安还是衣食住行的便捷性 都要比这边强很多 刚好离铁器铺总店也近 以后自己和石头就可以在那边锻造宝建 也方便审审日常去管理总店和各个分店 至于现在的院子 魏意也不打算卖 毕竟这里有着一家人许多的回忆 所以他准备将这里留作自己以后锻造宝建 或者独自居住修炼的场所 深夜留宅内 一间卧房里回荡着嘀嘀的唾气声 哭泣之人乃是刘富贵的小妾 她不久前刚刚被刘富贵残忍虐待 身上更是被打得遍体鳞伤 此时那老恶魔发泄释放完自己的兽性 已经回房间睡着了 只剩下这遍体鳞伤的小妾 蜷缩在床榻上 忍痛啜泣着 自从刘富贵的儿子死后 这个家便仿佛笼罩在 让人压抑而沉重的气氛之中 刘富贵本就是个心胸狭隘 怨天尤人 性情暴虐之人 他因为儿子死 却无法报仇 而胸中怨念欲结 性情变得更加性情乖利 经常打骂下人 更是因为那些妻妾 不能为自己再生个一儿半子 而虐待殴打他们来发现怒火 那些妻妾如今基本都是遍体鳞伤 苦不堪言 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与无助之中 夜风吹拂着院子里的树枝 如同鬼爪一样摇曳着 一道身影从阴影中窜出 身如鬼魅 轻松地将院子里狩猎的一名九品舞者 和几名开麦镜舞者 全部打晕在地 那人影翘无声息地摸进了刘富贵的房间 手掌血气汇聚 拍在了刘富贵的心口 血气化作暗镜 打入刘富贵的心脏之中 直接让那心脏停止了跳动 杀了刘富贵后 黑衣人迅速离开 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道符咒 忽然在宅院八个方位同时浮现 散发着诡异的光芒 虚空之中 似乎也有一道无形的壁垒 凝聚而出 笼罩了整个宅院 很快 几张俘虏指人飞来 贴在了那先前被打晕的舞者身上 他们立刻从地上爬起 双目变得血红 身上笼罩着诡异的鸿芒 然后拔出长剑 开始屠杀宅院里的女眷和下人 最后与刘家供养的其他八品舞者 和九品舞者们厮杀起来 这几个被俘虏指人操控的家伙 实力增长了很多 所以 越阶对战也并未落下风 但就在这时 一杆招魂帆飞来 悬浮在半空 散发着诡异的法力波动 在那法力波动的镇压下 那几名八品和九品舞者 顿时血气混乱 头晕目眩 一阵恍惚间 他们的胸膛和脖子 也被利剑贯穿 死得不能再死了 杀死了所有人后 那几个被指人操控的舞者 也持剑自吻 一时间 整个府邸内陷入了一片死寂 唯有无数鲜血 涓涓流淌而出 那烟红的鲜血 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 化作红色的血舌 向前游出 最后在刘富贵房间周围 凝聚出了一个巨大的血色浮转 这院众终于成熟了 伴随着一道阴森沙哑的声音 只见一名身材矮小 全身笼罩在黑色斗篷下的人影 从后院内走了出来 他右手一招 那招魂帆落入手中 旋即左手掐绝 地面上 那由人血凝聚而成的巨大浮转 亮起了诡异的鸿芒 周围八个方位的浮路飞起 向着中心汇聚 那无形的壁垒也开始收缩 无数怨气从空气中幻化而出 最终凝聚成了宛若乌云 鬼影一般的气团 向着刘富贵的房间涌去 吼 一声甚人的怒吼声响起 所有怨气全都被吸入房间之中 跟着只现一道双目血红 面目猙獰的厉鬼 从房间里飞了出来 张牙舞爪 不停地怒吼着 那面孔之中隐约可见刘富贵的样子 只不过此时的她 已经彻底化作了怨魂厉鬼 面容扭曲 恐怖无比 口里一直在嘶吼着一个不甚清晰的字眼 喂 喂 喂 不错不错 就是这种恨意 这种怨念 那黑色痘棚下的人影凝笑着 手中法觉变幻 一道红色的位置凝聚而出 瞬间没入了那厉鬼体内 那厉鬼顿时变得更加猙獰 更加恐怖 厉鬼呈 招魂帆 收 伴随着那人的贺声 招魂帆飞了过去 四周八道浮路 也向着那刘富贵化身的厉鬼飞来 宛若八只厉召 抓着他拖进了那招魂帆中 与此同时 那招魂帆也震动起来 好似有一头猛兽 在里面横冲直撞 其上不断有猙獰的鬼脸浮现 怨恨吧 尽情地对卫家怨恨吧 你越是怨恨 便会越强大 那人影明笑着 不过 他自然不会让这怨魂厉鬼 去迫害卫家 反而会让这厉鬼 好好的看一看 卫家日渐风光 越来越昌盛 如此才能激励他成长 毕竟这恨意越浓烈 凝聚得越年越多 怨重成长得就越快 所以对于他来说 这位家以后 可就是鞭子一样的存在 会不断地鞭策 这刘富贵的怨魂 努力变强 第六十八章 好运连连 一日 天还没放亮 魏翼便已经起床了 倒不是他起得早了 而是如今夜长骤短 天亮得越来越晚了 而魏翼的生物中 依旧是那样的准时 起床后 魏翼便开始锻炼身体 单健身技能 这段时间 因为加大了锻炼的时长 熟练度提升得非常快 如今距离进阶 已经只差三分之一的进度了 可以预见 接下来最先进阶的 会是这健身技能 毕竟这健身技能 目前的等级 本身也比较低 刚刚二级而已 一番锻炼后 魏翼可谓是满头大汗 热血翻涌 已然感觉不到半点清晨的寒意 而且在多巴胺的刺激下 让他感觉心情愉悦 畅快无比 如今每天的锻炼 对于他来说 也不再是负担 而是一种享受 但就在他洗漱完 走出房间时 就见鸡鸣护院 正在神情激动地说着什么 护院张轻松看到魏翼后 立刻笑容满面地跑了过来 东家 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啊 魏翼有些诧异地看着张轻松 我早上当听说 刘家昨夜被人灭门了 整个府邸内 一个活口没留 全都被杀了 张轻松略有些激动地说道 他倒不是幸灾乐祸 只是这重惊人的消息 带来的震撼 让他的情绪 一时间无法平静 所以情绪显得有些激动 而且他也知道 刘家与魏家的纠葛 刘家被灭门了 对于魏家来说 绝对算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才会满脸笑容 被灭门 魏翼有些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尽管他立刻就想到了 可能是沙玛特做的 毕竟他曾经说过 可以帮自己除掉刘富贵 而且如今郑聪 被杀的风波已经停息 这家伙估计也赶出来行动了 但魏翼莫想到 这家伙竟然把整个刘家都给涂了 还真是斩草除根 不留后患 这下刘家算是彻底从这方世界消失了 不过听到这种灭门惨案 魏翼还是感到有些震撼 内心有所触动 但也仅仅是震撼而已 想到以后再也没了刘家这个威胁 不会再有人想着去杀死自己的二叔 想着报复他们魏家了 便觉得无比的踏实 仿佛后辈的芒刺被拔出了一样 个人有恶报 估计是遭报应了 魏翼笑着说道 这对于他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 而且对于城中不少人来说 也同样是件好事 毕竟那刘富贵也是个作恶多端 横行霸道 心狠手辣之人 孟家当年也没少遭到刘家的打压和欺负 类似遭遇的人家还有很多 这人手里攥住的人命 两只手怕都数不过来 所以他被杀了 自然会有不少人觉得大快人心 也会让那些被他打压的商人们 长舒一口气 正如魏翼所想的那般 刘家被灭门的消息 虽然在城中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但大多数谈论这件事的人 心情都是愉悦的 仿佛在说的不是一件惨案 而是一件喜事 吃完早餐后 魏翼回了房间 准备继续干输血技能 但他突然想到了那金色叶片的事情 决定今天就验证一番 他要搞清楚 那金色叶片到底能够还有哪些作用 手中握着毛笔 魏翼聚精会神 在心中默默想着 希望我自己长生不老 没有反应 祝福我身体健康 百毒不清 还是没有反应 希望我好运连连 这次金色叶片动了 所有金色叶片 立刻化作了金色的墨迹 在石海中飞舞 更是开始向着笔尖汇聚而去 这金色光芒 果然跟气韵有关 魏翼心说着 他之前就大致猜到了 这金色叶片 或许跟某种祥瑞之气有关 如今看来 的确是这样了 这功能倒也很不错 魏翼很清楚 气韵这东西 虽然虚无缥缈 但无形中 也是可以趋灾避祸 逢凶化吉的 更是能够带来 机缘和珍宝 放在前世来说 就是那些欧皇 放在修真世界里 就是那种气韵之子 同样逆境探险 有大气韵者 就能得到大机缘 得到别人所得不到的 西式珍宝 顶级传承 魏翼前世就很羡慕欧皇 奈何自己却是非求 如今莫想到 竟然可以手动 给自己加运气 这倒是很不错的技能 给我自己试一下 看看能有怎样的好运 魏翼很是心动 两世卫人 还莫体会过欧神的快乐 当即用笔写下 祝福自己好运连连的 金色文字 随着这句写完 那金色文字慢慢消散 魏翼也感觉 仿佛有一道金色的光环 突然笼罩在了自己身上 与此同时 他感觉心情莫名的愉悦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开心 仿佛感觉周围的光芒都亮了几分 色彩也鲜艳了不少 就好似在自己眼前 加了提升饱和度的滤镜 仿佛看什么 都觉得赏心悦目 心旷神怡 这感觉很不错呀 不过要怎么测试我的好运呢 魏翼想了想 前世看的那些小说里的 关于好运的桥段 捡钱 赌食 古玩摊子捡漏 藏书阁 捡漏等等 嗯 这些狗血的桥段 我也很想体验一下呀 魏翼心说着 毕竟 如果那些好运 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 还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不过魏翼也不知道 这个世界里 是否有赌食行的 毕竟前世的赌食行玩法 算是个新兴事物 但赌方肯定是有的 不过魏翼这人 向来与赌 赌不共戴天 还是去问问张青松他们吧 如果没有 那便去古玩店转一转 看看能否有什么好运降临 魏翼走出房间 叫来了张青松询问 这城中是否有赌食行的 张青松一脸困惑 显然从未听说过 估计这个世界里的 却没有赌食的行当 所以 魏翼决定去古玩店逛一逛 看能不能幸运地捡个漏 得到什么西式珍宝 他穿戴整齐 腰间佩戴上自己的以天剑 又悬挂了一块玉佩 这玉佩 也并非是普通玉佩 其内被魏翼 以入目三分 写入了趋灾避祸四个字 所以 也算是个护身玉佩了 当然 如今自己这气运 光环加深的情况下 应该不会遇到什么祸事 但魏翼 还是习惯了 多增加一些保障 毕竟他今天打算 独自一个人出去 也不想乘坐马车 而是选择不行 万一走着走着 就个倒角了呢 魏翼走出家门 一路向住城中 新街市走去 途中刚好经过了一家 专门卖头式的头面铺 似乎正在搞什么活动 门口聚集了很多客人 男女老少街友 很是热闹 魏翼也好奇地凑上前去 却见是店里要搞抽奖活动 一等奖乃是一只非常昂贵的金布瑶 这家店铺的掌柜 魏翼也有些印象 毕竟也是他们五金手工业下属行当 这家铺子的掌柜 与刘富贵 也是仇怨颇深的死对头了 估计也是听说了 刘家被灭门了 所以高兴 便搞了这么个抽奖活动 魏翼想着 这或许就是气运指引自己而来的 自然要参加呀 如果抽中了那一等奖 刚好就当做礼物送给沈沈或者妹妹 尽管他们现在也不缺头饰 但白嫖使人快乐嘛 第69章 解锁新技能 掌柜现场将那一等奖的 竹简放进木箱里 然后将里面的所有竹简摇晃打乱后 开始让现场的客人排队抽奖 魏翼也与众人一起排队去抽奖 但他前面的人抽到的 基本都是末等奖 或者是未中奖 最幸运的艺人 也只是获得了三等奖 一根钗子 魏掌柜 还没排到魏翼 那头面店铺的掌柜 便一眼瞧见了魏翼 毕竟魏翼的容貌气质 放在人堆里 也会特别容易引人注目 而且 这扑掌柜也认识魏翼 应该说 如今这城中经商的 没有几个人不认识魏翼的了 魏掌柜光临小店 有诗远营啊 那掌柜连忙迎了过来 笑容满面的作依说道 哈哈 掌柜不用客气 刚好路过 现你这里搞活动 也来凑个热闹 图个好彩头 魏翼笑着说道 荣幸知智啊 快这边请吧 您哪里 还用排队啊 那掌柜客套着 不用不用 不好破坏规矩 而且马上就到我了 魏翼笑着说道 好吧 魏掌柜 听说您要开一家酒楼 那掌柜又问道 嗯 是啊 正在装修 过段时间应该就开业了 其实这酒楼 是我与孟家合伙开的 这孟家乡满楼的烧鸡和蓝生酒 都是我的最爱 魏翼笑着说道 是您与孟家一起开的呀 那定然生意兴隆啊 香满楼的烧鸡 的确是一绝 不过那蓝生酒 不是说酒方丢了 末人能酿到出来了吗 又找到了 而且还开发出了口味更香醇的酒水 等我们酒楼开业 欢迎去品尝啊 那是一定 到时候 孙某一定去捧场 多谢 说话之间 也排到了魏翼 魏掌柜请吧 魏翼伸手到那木箱里 随便抓了一个竹简拿了出来 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头奖二字 是头奖 那小四一脸惊讶地说道 哎呀 不愧是魏掌柜啊 果然好手气 这头奖一下就被您抽到了 好运气啊 那孙掌柜笑着说道 魏翼笑了笑 按道这手动加运气 还真是管用啊 看到魏翼抽中了头奖 后面排队的人略有些失望 心中也是羡慕不已 不过还有二等奖没有出来 所以后面的人也没有离开 而是继续排队抽奖 魏翼领取了一只漂亮的 珍珠翡翠装饰的金布瑶 但这个金布瑶 看上去略显老气 比较适合成熟女人佩戴 所以准备送给沈沈 随后 她又在店里买了两只 样式不同的金布瑶 准备送给妹妹和孟水莲 那孙掌柜也给魏翼打了折 将三只金布瑶分别收好 魏翼继续向着古玩店聚集的街道走去 又转过了一条街 古玩店就在不远处了 但就在她经过一条街口时 突然一阵斜风迎面吹来 魏翼不禁扭头眯起眼睛 结果就感觉到 那风中似乎裹挟着一张纸 直接朝她飞来 她一把精准地抓住那张纸 定睛一看 不禁心中惊喜 我擦 竟然是一百两的银票 这运气 还真是爆表了 魏翼笑了笑 当即将银票塞进了怀里 然后继续向着那古玩店走去 但她刚走进那古玩店 万子河便带着两个随从 从侧面的街道跑了过来 飞哪去了 妈的 我的银票呢 还愣着干什么 快找啊 邪门了 我明明看到 被风吹到这边来了 魏翼在几家古玩店 和集市里的古玩摊上 都转了一圈 也没看到有什么让自己心动的东西 估计八成没什么非凡的物件 想捡漏的前提 也得是店里和摊位上 真的有好东西 显然自己的希望要落空了 但来都来了 也不能空手而归 她便随意买了个花瓶 准备放在新房子里 当个百件 不过让魏翼莫想到的是 自己这捡落莫捡到 结果却捡回来一只大橘猫 那橘猫 是她回家的途中遇到的 这家伙主动投怀送抱 跑到魏翼脚边蹭啊蹭的 还在魏翼脚前躺平 露出那绒嘟嘟的肚皮 看着魏翼喵喵叫着 一副求卢求豹的样子 真是撒得一手好娇 让魏翼这个自以为 会不进猫色的钢铁直男 直接被融化了 所以没忍住 顺势地撸了撸 结果莫想到撸完了 这家伙竟然赖上自己了 一路跟着自己回到了家中 这橘猫看那体型 那油亮光泽的毛管 显然之前是某个大户人家养的 伙食相当不错 也不知道 是哪位大户人家丢的 但看他身上沾满了灰尘 还有一些鱼字 显然也走丢了有几天了 既然这户一路跟着自己回来 死皮赖脸不走了 那魏翼只能勉为其难 开心不已地将他收下了 说不定这家伙 也的确是自己的好运之一呢 小家伙 大家伙 来 给你擦擦毛 魏翼拿来了湿巾布 给那橘猫将身上的鱼渍和灰尘擦掉 这橘猫的毛发 顿时变得更加鲜亮有光泽 魏翼将橘猫抱在怀里 挠挠他的头 又抓了抓他的下巴 把这橘猫露得眯着眼睛 打着呼噜 一脸享受的样子 但魏翼撸着撸着 眼前忽然出现了熟练度数值 我去 撸猫也有熟练度 魏翼有些诧异 结果一看系统界面 上面赫然又多出了一项技能 驯兽技能 魏乳阶 距离升级 还差97%熟练度 竟然解锁了驯兽技能 魏翼有些惊喜 没想到 撸猫竟然解锁了驯兽技能 不过想想也是 宠物最初的诞生 便是源自驯兽技能 不知道这驯兽技能干下去 还都能驯服哪些动物 妖兽 灵兽 神兽 嗯 不知道兽尔娘算不算 魏翼意味深长地笑着 撸了一会橘猫 魏翼便去厨房里 给他搞来了一些吃的 这家伙的确饿坏了 吃的那叫一个香 嗯 也可能是橘猫天生吃东西 就这么香 而且 这橘猫吃东西时 魏翼发现 自己的驯兽技能 也在不断地增加熟练度 看来 撸猫 喂食 陪伴等与猫咪的互动 都算是驯兽技能的一部分 如此说来 这个技能的提升速度 会非常快啊 魏翼让橘猫自己吃东西 他则是来到了神神的房间 此时 神神与妹妹 还在收拾家里的东西 在这里生活许多年 积攒下的物品很多 而且以神神的性格 肯定什么都舍不得扔掉 全都要打包带走的 魏翼将自己带回来的金步窑 送给了神神和妹妹 干嘛又浪费钱 我和你妹妹的头饰足够用啊 魏薛士一边抱怨着 一边双眼放光地 看着那漂亮的金步窑 眼睛里 有着抑制不住的喜爱和喜悦 店里搞活动 我抽奖抽到的 莫花钱 而且头饰多一点 刚好可以换着袋 魏翼笑着说道 听到魏翼的话 神神会心一笑 女人自然都喜欢这些漂亮的头饰 虽然嘴上说着 不让魏翼乱花钱 但心里却是开心不已 谢谢哥哥 我好喜欢 魏琴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 敲脸上满是开心的表情 所谓人靠衣上马靠安 如今家里条件好了 魏琴的穿戴 也比从前好上了许多 衣着华丽 头饰精美 看上去比那些大户人家的千金 还有气质 还要漂亮 当然 以后自己的妹妹 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了 第七十章 要抱抱吗 从神神房间出来后 魏翼抱着橘猫 回了自己房间 然后继续开始干书写技能 那橘猫也跳到了书岸上 乖乖地趴在一旁 晒着阳光 看着魏翼写字 与此同时 那驯兽技能的熟练度 还在增加 只不过 没有魏石和撸猫石 增加的那么多 但按照这个速度 魏翼感觉最多三天 自己估计就能晋升到一阶了 县衙后宅内 新任之县苏哲 正在厅堂里 与杜少林一起喝茶闲谈 杜少林的年纪 虽然比苏哲大上许多 但两人当初在京城未官时 便是非常好的朋友 而且 苏哲非常崇拜杜少林的笔风文采 也非常敬重杜少林的风骨气节 如今被贬到这青州城 能够遇到杜少林 对于她来说 也是诸多不顺和愤懑中 唯一值得高兴的事情 在宅院西花厅里 一名约莫十四五岁的娇俏少女 正坐在椅子上 玉手拄着下巴 堵着红润小嘴 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这少女虽然身材平平 但相貌却极为出众 轻力精致的鹅蛋脸 略带一丝婴儿肥 很是娇俏可爱 一双眼睛又大又亮 双眉修长 鼻子小巧鼻挺 红唇丰满水嫩 宛若樱桃 她便是那苏折的女儿 苏玲玉 自从一家人搬到青州城后 她便感觉人生从未有过的昏暗 诸事不顺 也很不适应这里的一切 这里人生地不熟 没有她相熟的人 也没有了可以谈心的朋友 京城四季如春 即使这个季节 植物还郁郁葱葱 生机勃勃 哪像这里一片萧条肃杀 总给人一种压抑之感 饮食上也有不小的差异 她原本在京城里 喜欢吃的馆子和小吃 这里都没有 而且 这宅院里当初 死了那么多人 这让她非常害怕 甚至夜里经常会做噩梦 当然 最让她难过和郁闷的 还是那养了多年的橘猫 前几天跑丢了 那橘猫来到这里后 就很害怕 总是东躲西藏的 她觉得 或许就是因为 这里发生过命案 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才让橘猫感到害怕 逃出去了 不然她向来乖巧 从来不会乱跑的 橘子现在一定非常想我 我真担心她会受苦 没有我她可怎么活啊 哎 橘子啊橘子 你到底在哪里啊 苏林韵心中呢喃着 心情别提有多郁闷 她今天本来想求父亲 帮忙张贴寻猫的告示 再让牙医帮忙寻找寻找 但父亲言辞拒绝了 还说了她一读 认为她就是在无理取梦 她也不敢去跟母亲诉苦 母亲因为不适应这边的气候 已经染上了风寒 卧病在床 她不想再给母亲添烦恼了 只能自己在这里独自郁闷 小姐 别难过了 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 旁边的侍女绿鹅说道 听到绿鹅的话 少女坐直了身体 灵动的美眸转了转 忽然说道 没错 求人不如求己 爹不帮我 我就自己写告示 然后去城里张贴 嗯 这个主意不错 我帮小姐一起写 一起去张贴 肯定会找到橘子的 绿鹅说道 说着 那苏林韵便拿来笔墨 开始写寻猫的告示 然而此时 卫义的房间里 卫青一脸兴奋地 从卫义怀里抱过橘猫 满眼宠溺地抚摸着她 但橘猫很快便挣脱了 卫青的怀抱 最后回到卫义的怀里 这才变得乖巧 见此 卫青无奈 只能让卫义抱着猫 她从旁去抚摸 她好可爱啊 卫青的目光 仿佛都要被那橘猫给融化了 奈何那橘猫 看都不看卫青一眼 物字用脸颊 蹭着卫义的胳膊 一副撒娇的样子 抱着那橘猫 卫义也看到了熟练度数值再次飙升 不禁感叹 这训兽技能的熟练度提升 也太容易了吧 比起打铁技能 这技能简直不要太轻松 甚至可以说是一边享受 一边就把熟练度给转了 当然 酿酒技能的熟练度提升 也很轻松 夜里 卫义上床睡觉时 那橘猫也跟着跑到了床上 然后蜷缩在卫义的腋下 打着呼噜 经过了一夜的陪伴 第二天清晨起来时 卫义惊喜地发现 那训兽技能 竟然已经只差最后20% 就能晋级到一阶了 比我预想得还要快啊 卫义心说着 看样子 今天在为这橘猫吃几顿饭 撸一撸 逗他玩一玩 估计就能晋升一阶了 吃完早餐后 卫义带着橘猫去了酿酒坊 因为只要将这个小家伙 带在身边 就能一直增加熟练度 来到酒房后 卫义就看到 孟水莲正在指挥着 伙计们前火 那雷厉风行的样子 倒是有几分 前世女强人的感觉 只不过 当孟水莲转身 看到卫义走进来时 仿佛从一只灵力的瓷豹 瞬间变成了软萌的小猫 卫公子 早啊 孟水莲巧笑奄然地摆了摆手 早啊 孟掌柜 我给你带了一件礼物 卫义笑着说道 是这只猫吗 孟水莲看向了 卫义怀里抱着的橘猫 有些惊喜地走了过去 然后伸手摸了摸那橘猫的脑袋 不是不是 这是我的吉祥物 莫 这个送给你 卫义从衣精里 掏出了一个精致的木盒 递给了孟水莲 这什么啊 孟水莲好奇地接过那木盒 上面的标识他认的 是孙记头面铺的 是头是 你打开看看 喜不喜欢 孟水莲打开木盒 但见里面是一只做工精美的金步窑 他的美眸顿时亮了几分 眼中也浮现出了惊喜之色 白皙的脸颊 更是微微染上了红霞 怎么 怎么突然送礼物给我 孟水莲略显娇羞地问道 就昨天路过 看到店里刚好搞活动 所以就顺便买了一个 卫义笑着说道 当然 我觉得你戴上这个 一定很好看 听到卫义的话 孟水莲那白皙的脸颊 更红了 眼眸中 请着欣喜之意 有些不好意地躲开卫义的目光 那个 谢谢你 带上看看 哦 好 孟水莲将那金步窑插在了自己的发迹之上 然后略有些紧张和害羞地看向卫义问道 好看吗 卫义认真地看了看孟水莲 她不禁想到 什么叫人比花椒 在那金步窑点缀下 容颜更加娇艳动人 但她娇儿不媚 艳儿不俗 那清丽绝伦的容颜 似乎也给金步窑增色许多 嗯 很美 这金步窑 因你而增色不少啊 卫义不自觉地感叹着 但她的话 还有那炙热的目光 却是让孟水莲的脸颊 还有脖梗 全都红了 目光温柔 朱唇清明 胸口起伏 仿佛要滴出水来了 似乎察觉到 气氛有些暧昧 卫义干笑了一声 立刻将话题转移到了 怀中的橘猫身上 问道 要抱抱吗 听到卫义的话 孟水莲更加羞涩难当 翘脸完全垂了下去 不敢直视卫义 两只玉手紧紧地攥着袖口 心脏狠狠地跳动着 感觉身体都在发红发烫 她稍稍犹豫后 慢慢前一步 敞开那富有的胸怀 抱住了卫义 这一抱 把卫义也给搞愣住了 她的本意是问 孟水莲要抱抱那橘猫吗 显然自己的话引起了误会 不过 这种香艳的误会 还是 很香的 嗅着孟水莲嗅发中 散发的淡淡花香 仿佛自己置身在花丛之中 而不是那久遭未扑鼻的酿酒方 孟水莲气若幽兰 轻轻地吹打在她的衣领处 宛若春风般温暖 驱散了这深秋的寒意 又好似猫爪 轻轻抓到胃义的心间 那柔软触感 不知道是橘猫的身体 还是孟水莲的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